望着前方大阵 吕仲心里十分明白 纵使有挥舞空间 他估计研究个千百年 也定然找不出破解之法 原因无他 三万年前大变发生之时 连诸恶出手也无法做到的事情 他区区一名恋虚初期 自然不敢奢望能做到 希望场景回溯 能助我找到进入之法 吕仲有预感 自己此行想要之物 就在这里面 在附近转了转 寻了处相较安全之地 先是吩咐化身继续监视 密切注意红绝等人的动向之后 才盘坐在一块断裂的轻域壁上 很快进入挥舞空间 时间开始飞速流逝 期间 红绝等人兜兜转转 似是在寻找着什么一般 化身数次尝试探听 皆是无果而终 有一次 更是险些暴露 为谨慎起见 于是化身接下来 并未再做出冒险行为 转眼就是半月 轻域壁上 吕仲再次睁开双眼 水连亭 根据回溯结果 想要进入面前这座永固灵阵 唯一的办法是寻找到灵池 分别是太阴月池跟太阳金剑 二者或其一 便能进人入永固灵阵 而水连亭 就是太阴月池所在 回忆一遍信息 吕仲对如何前往水连亭 有了清晰思路 目前他所在之处 乃是月华之厅 一端跟清晶大道相连 一端通往太阴内庭所在 左右各有连通之处 水连亭就在月华之厅的东端 然想要抵达水连亭 却并非易事 一路上要途径十八重管 三月楼等要地 曾经这些地方都是静置密布 纵使大城七休市前来 也有被困的危险 现在只希望曾经的大战 将这些险地摧毁 否则吕仲想到这里 不免又想到了自己的运气 实在叫人一言难尽 话虽如此 脚下动作却是一点不满 抬手将摸上来的几只阴魂灭纱 他开始潮水连亭前进 许是当年死人过多 入夜之后的太阴宗 明显要比白天时阴森 且空气中更是有鬼物漂浮 行走瓦砾废墟间 不时就能感应到阴影中 那些充满恶意的目光 不只有尸类 鬼物 连伤魂也有 吕仲警戒四周 心中暗想到 忽然他一脚踏空 身形不稳 几乎是立刻 周围环似的恶意目光 皆是立刻扑了上来 哼 果然少智 见到此目 吕仲不惊反倒心中冷笑 他只是故意迈个破绽而已 否则 怎能一网打尽 见到扑来的鬼物 吕仲深不闪不闭 催动泛着紫意的甲木雷印 顿时叫这帮鬼东西明白 什么叫做雷霆之威 雷灵 伴随紫光爆发 扑上来的鬼物 尽阶烟消云散 纵使有强如五阶鬼王者 又或者是高阶修士 所化伤魂 在获得小紫霄雷法加持的法术前 也撑不过一息时间 就会化作一缕清烟散去 啪哒树刀落地声 是六枚墨浴般圆珠 且等级颇高 吕仲深手一设 待辨认出这些圆珠的来历 面色也不仅有些动容 没想到 外面价值万斤的英灵珠 我一下就能得到六枚 六枚 就是六千万零食 纵使炼虚修士 也难以忽视这笔财富 不过 它可不打算卖掉 英灵珠对于炼虚修士而言 作用不亚于助鸡丹之余炼气圆满 不少典籍都曾提到过 此物是炼虚阶段 修行的重要资源 是个好兆头 吕仲微微一笑 将英灵珠纳入储物界 同一时间 太阴某处坍塌废墟 这里阴暗无光 却盘坐着一道身影 时间在上面留下沉淀的痕迹 忽然灰尘速速落下 一双血红毛子缓缓睁开 片夕 又缓缓合上 寂静无声的废墟 忽有叹息回响 还没 还没到时候 哎 然就在这时 废墟外传来脚步声 有远极近 就是这里 木矿脸色难看到 作为一名竖妖 他对死气横生的太阴辅导 可谓是感到极其厌恶 之所以未拂袖离去 也只是看在 此行有可能获取一枚 妖祖树星的份上 可眼下红角却说 进入内庭的钥匙 就在面前 这处不起眼废墟中 木矿早已用神石扫过 里面根本没有异常之处 仿佛是读出了他的想法 红角冷冷一笑 区区竖腰 果然是浅薄无知 你可知 太阳金剑的持有者是谁 乃是曾经的大成妻 太阴宗执剑者 剑臣子 如此大能 居然也想用神石 发现其所在之处 未免可笑至极 你 木矿听此言 心中顿时大怒 想他大空树王 何时受过这种蔑视 回想起一路上 红角对此自己的激烟风雨 当即就是全身绿光涌动 红角也是个脾气火爆的 根本未有丝毫退让 剑二人即将大打出手 仙虎散人再次出来调和 二位 听我一句 要想打 能否等此事结束 再不戒 也要等将这处废墟打开 结果出来再说 可否 我看还是打了再说 红角望着木矿 一脸跃跃欲试 它是严肖一族 跟人族交合的产物 所以身上 才会有两族 融合的特征 而严肖一族 素来对树妖敌视 红角继承了 严肖族传承记忆 自然也无法例外 之前是刻意压制情绪 才没将敌意表现出来 现在木矿既然自动挑衅 态度如此不识天高地厚 心中早已经对此树妖不满的红角 根本不介意教训一番 诸位 有发现 这时 白手二老传音过来 三人闻声望去 发现不知什么时候 这对双生子 已将废墟揭开 这位 是剑尘子 仙虎散人望着盘坐在石台上 好似石雕一般的身影 目中充满了惊疑之色 忽然 他敏锐捕捉到一抹金光 在场的另外四人 同时也发现了这点 木矿脸色珠红上前 一台秀 就想要将灰尘吹走 好看清金光来源 是否就是进入太阴内庭的关键 那样被称为太阳金剑的东西 呼呼风声大作 一股妖风向前狂涌 却不料 白首二老这十个吐出亲戚 将妖风化解于无形 修得对前辈不敬 二人同时呵斥道 作为先修 他们见不得外族 如此侮辱先贤尸体 纵使是有所求 至少也得是恭敬对待 哼 不过是一句尸体而已 木矿冷哼一声 照妖族的习惯 纵使是妖族作画 最多也只是立个衣冠种 生前的一切 要么被分掉 要么就是分而食之 也就人族 才会为了虚情假意 行那安葬之时 是吗 一道声音自前方传来 木矿惊骇抬头 发现被自己视为尸体的剑尘子 此刻竟睁开了双目 与之对视 明明拥有恋虚修为 却只觉手脚酥软 根本动弹不得 这是何等惊人的杀意 好似血海扑面来 令人生不起反抗之意 完了 木矿心中如此想到 然他等了很久 却也未等到惩罚 前辈 您这是 离得最近的白手二老 这时似乎看出什么 不错 我只是上存的一缕残魂而已 在三万年前的那一战中 我见尘子早已经陨落在 长春之子手中 面对众人惊疑目光 见尘子平静说道 直到这时 红绝五人才发现 眼前这具尸体虽能言语 然的确早已经死去 其中再无半点生机可言 若不是附着一缕残魂 跟朽木烂石无异 不过如此 木矿心中暗想 却未敢表现分毫 尽管他已经反应过来 方才感觉到的惊人杀意 其实只不过是幻术而已 轰隆隆 忽然 远处有雷光冲天起 直插九霄云外 看来 另一枚灵池 也被人寻到了 剑尘子这时呼道 太阴月池 红角惊呼 他也是没想到 这枚失落的灵池 居然也出现了 更让红角在意的是 获得那枚太阴月池的存在 究竟是如何知道 此灵药的下落 要知道 他之所以能知晓太阳经见 本身是因为先祖 曾是太阴宗主的坐骑 才能无意中得知此消息 怎会如此 雷柱传出位置 离内庭并不算远 如此一来 岂不是 岂不是能赶在我们之前进入 仙湖散人骤眉道 在众人变色之际 剑尘子再次开口 你们多虑了 永固临阵 须得及其阴阳二池 才能进入 什么 需要及其阴阳二池 屡仲眉头微皱 警惕望向身前老道 面前老道 自称还沙子 初见时 此人连同太阴月池 一起被封印在幽影碎牢中 令人没想到的是 纵使三万年时光过去 此人居然还能保持清醒 在得知屡仲寻找灵池 是为了进入太阴内庭后 老道说出了关于灵池的秘密 对此话 屡仲自然不会轻信 空口无凭 我如何信你 当然是 环沙子正于开口 表情忽然微微变化 将视线一向西方 那里有红光冲销而起 仿佛 是一个信号 与此同时 屡仲脸色微变 化身失联了 回想传来的最后记忆 他知道了失联的原因 是剑臣子 不愧是曾经的大成七修审 我引以为傲的脸稀数 在他面前 就如班门弄斧般可笑 亏之前还一直以为 隐藏得极好 屡仲对此并不在意 只是心中 觉得有些可惜 他本还想着 尝试跟红爵等人沟通一番 毕竟跟人斗法 难免有失利时候 在没有底气 以一抵五的情况下 如果能和气跟对方达成合作 倒也是不错的选择 他此行所需之物 有也只有功法不能放弃 如今却是没指望了 按正常情况 少不了大打一场 坏了 太阳金剑出事了 环沙子这时惊到 此番表情 显得比吕仲还要着急 吕仲瞥了此人一眼 心中保持警惕之余 也对他历经三万年时光 一直被禁锢在幽影碎牢中 却能保持神智清醒 而感到深深的疑惑 尽管心中如此想着 他表面仍是一如既往的平静 诞生到 如何个坏法 对于你我而言 的确是要二次合一 才能打开永固临阵 环沙子说到这里 叹了口气 可对于我曾经的师弟 却被诸恶意志侵占一切 不能以常理看待的剑臣子而言 起阵之法并不止这一个 对面的吕仲 心中泛起滔天波澜 诸恶意志侵占一切 可见臣子明明自述 自己只剩一缕残魂 看红绝等人的反应 似乎事实的确就是如此 除非 见臣子有蛮过五位炼须的实力 可这也说不通 若真是这种情况 那为何诸恶意志 不早点开启阵法 听到如此冲突之语 让他心中警惕更甚 所以 我们必须立刻阻止他 环沙子一脸正色 斩钉截铁道 否则 一旦他将封印在内庭的神涅放出 恐怕灵环界又要掀起滔天战火 神涅是什么 吕仲十分清楚 之所以称呼其为涅 单纯只是立场不同而已 确切地说 神涅是诸恶的子嗣 如果环沙子没说谎 那么永固灵阵中封印的 大概率是长春之子 所诞子嗣 此言若为真 问题的确不小 然而 吕仲对此持怀疑态度 可惜 若化身未被解决 我就能进行印证 不对 见臣子的出手 未免也太过果决 实在不像是正常做法 而且也太过于在意 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专门为了灭口 难道 他们二人之间 有办法联系不成 想到这里 他暗中来了次场景回溯 结果一无所获 得到如此答案的履重 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 只好暂且抱着相信的态度 似着神涅这种 拥有成为诸恶前置的存在 如果仍有其出事 免不了引动 无尽风云 纵使是最理想的结果 在神涅一番搅风搅雨之后 风源界 及附近几个修仙界的下场 也定然是以沦陷而告终 成为诸恶的乐土 真到那时 自己免不了一番逃亡 既然是这种情况 自然要将危险扼杀在摇篮中 当然 前提是 还沙子所言为真 该如何阻止 吕仲问及还沙老道 面对此问 还沙子苦笑一声 我知道 道友现在对我 心中定然抱着万分警惕 但至少请现在相信我 见臣子的确有办法 能绕过临时限制 对此 吕仲不置可否 继续听他说下去 至于阻止之法 如今敌手不明 我也没多少把握 能让太阳惊剑出世 将剑臣子从沉眠中唤醒 想来实力至少也是炼虚层次 合体期也并非没有可能 还沙子说到这里 忽然目中一亮 笑道 有了 我知道有一件宝物 可以制敌 哦 什么宝物 吕仲呼吸一致 问道 说实话 他尽管知道 面前这老怪物还沙子 有可能在射陷阱坑自己 但在听到有宝物之后 心中仍是十分感兴趣 毕竟 谁会嫌宝物多烫手呢 月灵剑 或许道友不知道 这是我太阴宗的镇宗之宝 在三万年前的那场大战中 它虽然被打得支离破碎 但外人不知道的是 曾炼入一尾真凤语的瓷宝 有涅槃重生之能 只要气灵尚未消散 就有凝聚恢复的可能 不可能 天底下 岂有这种宝卧 吕仲大声驳斥道 表面配合着环沙老道演戏 他的心中却是暗暗在想 连人道斩杀剑都无法做到之事 月灵剑怎么可能做到 顿了顿 吕仲又道 既然你这般说了 想来是知道此宝下落 无论是真也好 假也罢 难道 我们就靠他 区区一剑重生的灵宝 来阻止见臣子 当然 纵使是刚刚涅槃重生 月灵剑仍不容小觑 毕竟曾经的他 可是灵魂天榜上 名列第九的存在 哼 你这般说 难道就不怕 我出手抢夺 吕仲乎的发笑 望向气息虽是炼须初期 但境界却摇摇欲坠 仿佛下一刻就要跌到 化神器的环沙老道 灵魂天榜名列第九 似这种等级的先天灵宝 我可忍不住 宝物 有能者得知 环沙子说到这里 溃然一探 尘归尘 土归土 太阴宗已然不在 而我也不过一个 因机缘巧合 而暂时逗留在世间的 未死亡魂 既然是迟早要归去的 留恋这世间的宝物 又有何意义 说着 他将左手伸出 微笑道 道友可曾发现 有什么不对 吕仲望了一眼 初时并未发现不对 燃过了一息 经过细心观察 才终于明白 环沙子所言何意 本该流逝的时间 正在侵蚀着他的身体 吕仲并不知道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否涉及传说中的法则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长则百年 短则月余 环沙子 就会被时间侵蚀殆尽 得到本该有的安息 若照这么说 对方留恋宝物 的确毫无意义 真不愧是老怪物 吕仲深知 自己论洞察人心 绝不是环沙子的对手 不过 他也有鉴别之法 既然此人处心积虑 想引自己得到 所谓的月灵剑 那不妨将计就计 等到时 真见到了月灵剑 再用挥舞空间 设法试探便是 吕仲不认为 神奇的挥舞空间 对方也能料到 若真发生 只能说他命中 该有此结 根据海沙老道所言 昔日月灵剑破碎 是发生在重道门位置 彼时诸厄长春之子 带着海量眷属 突然发起袭击 若不是当时太阴宗 恰好有大成留守 靠着月灵剑苦苦支撑 恐怕太阴宗紧这一下 就要被连根拔起 去重道门的路上 吕仲对这段历史 大感兴趣 好奇到 之后发生了什么 后来啊 是连天血战 弟子 师叔 师祖 一味未倒下 你很难明白 这种场景 对我这名太阴宗弟子而言 究竟意味着什么 还沙子说到这里 语气异常复杂 但很快又笑道 是 没错 我太阴宗是败了 但长春之子 却也是别想好过 传承百万年 我太阴宗岂没有点底牌 被封印的神念 就是最好的证明 想必阁下不知 诸厄失去神念 究竟是何等的代价 如果我告诉你 诸厄虽强 却仍敌不过真险 而神念 就是他们更进一步的桥梁 倒有会相信这一点吗 为何 吕仲不解道 具体原因 怎是我这等楼椅小修能知 不过 我太阴祖师曾经之言语 或许就是答案 还沙老道说到此处 视线朝高天之上望去 表情更显复杂 南南道 呈现乃是此方世界唯一正确的超脱之道 唯一正确的超脱之道 吕仲越想这句话 心中越觉得迷糊 谁人能断定 又凭什么断定 自己的路是唯一正确 里面大概又藏着惊天秘密 生生将念头遏制 吕仲将思绪拉回一开始话题 他清晰地能感觉到 还沙老道方才所言 并没有半句虚言 这样说来长春之子失去神念 的确是异常惨重的损失 话又说回来 这一切都有个前提 那就是永固临阵中 真的封印着神念 对此 吕仲持半信半疑态度 他察觉到这一心态变化 不免感叹老怪的心思之缜密 城府之身后 一连番又倒下来 竟能令自己开始一点点相信 万幸 我有挥舞空间 吕仲能猜到 对方猜到自己会有底牌 但他敢肯定还沙老道 绝对猜不出底牌是什么 或者说 即便真的有所猜测 也绝对不敢相信 毕竟 穿越者带着金手指这种事 伪实过于离谱 之后的路 吕仲也并未停下 了解当年之事 对以后应对诸恶有不小的帮助 自然是多多善意 还别说 从环沙老道口中 他知晓了 关于盗盟崩溃的信息 都是些似是而非 图听道说 般的碎片 然吕仲从中 仍是读出一条事实 那就是 跟他之前所了解到的信息不同 盗盟的一夜间 突然崩溃 并未是诸恶所为 诸恶在此事件中 充其量只是充当 落井下石的角色 的确 诸恶不如真仙 怎么看 也不可能击败先使 那么 疑问又来了 导致盗盟崩溃 先使官盗子 陨落的原因 会是什么呢 又是一个注定 得不到答案的问题 到了 就是此处 前方的环沙子 这时停下脚步道 吕仲左右观察一番 还用出了天罗蜜铜 然别说是灵宝的痕迹 就连一丝灵光都未发现 崇道门这里 有且只有沉淀万年之久的死气 察觉到吕仲的疑惑 环沙子微微一笑道 寻常手段 自然无法发现 我太阴宗的镇宗之宝 想要找到月灵剑的踪迹 还得仰仗一秘法 说吧 老道朝前方虚空 打出一道法诀 漠然间 一股奇异波动浮现 尽管微弱 近乎无法察觉 然吕仲仍能分辨出来 这就是仙天灵宝特有的灵气波动 让他心中对此感到确信无疑的 还有避水扇传出的共鸣 毫无疑问的一个事实 附近的确存在着一件仙天灵宝 此为引灵法 施展此诀 就能让月灵剑现身 往昔这是请动此宝 震杀入侵者的沟通之法 如今稍稍改变用途 就能将其引出来现身 还沙老道一边施法 一边还解释起来 他的掐绝守法 浑弱天成 吕仲只是看了一阵 就大赶有不少收获 伴随着引灵法的施展 那股灵宝波动越来越强 才不过实习的功夫 就已经超越了避水扇 并且还在继续增强着 照此趋势 即将现身的那件灵宝 的确符合灵环天榜第九之名 难不成 此人之前所言 皆是为真 吕仲现在都忍不住怀疑 自己先前所见所闻 以及对剑臣子的了解 是否真的出现了错误 眼见月灵剑就要现身 老道忽然将目光移向这边 想要将月灵剑引出 现在还缺最后一步 既然之后 此宝的使用者是阁下 还请现在给我一滴 本命精血 吕仲文言毫无动作 平静道 如果 我不给呢 本命精血 对修士的重要性 他十分清楚 一旦被敌人得到手 无论是设法咒死 还是以密法施加控制 都是有可能做到之事 看来 道友还是心存疑虑啊 还杀老道面带笑容 似是并不在意吕仲的行为 继续说道 既然道友不愿意 那么只需一缕法力便可 同样也能借此完成引灵法 只是这样一来 纵使得到了月灵剑 之后 也要辛苦参悟灵宝绝 法力 固然带着修士气息 但能起到的作用 就要小许多 想通过这点 对主人进行反制 基本没有实现可能 这招算什么 折中画术吗 吕仲心中如此想道 或许 这就是老道的目的 怎么看 怎么像阳谋 偏生他 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是的 面对眼前这无可置疑的事实 一件号称灵魂天榜第九的先天灵宝 恐怕是大成七修士在此 也说不出拒绝二字 该如何选择 吕仲心中思绪翻涌 很快就有了主意 平静道 说实话 陈某现在十分好奇 道友为何如此执着 宁愿将镇宗之宝让与外人 也一定要阻止师弟见臣子呢 哪怕他被诸恶侵占了身体 也无法解释这一点 毕竟我等修士 自踏上追寻仙道之路开始 就注定会自私自利 说到这里 他心中回想起曾经的故人 当然 不免也会有例外 可吕仲不认为 还沙子就是这类人 毕竟那一类人的身上 带着一股特殊的味道 老道身上没有这种味道 何必戳穿呢 还沙子摇头 脸上却还带着笑容 继续装作糊涂 对我好 对道友也好 难道 真相对道友而言 还能比阅灵剑重要 我在此可以发誓 让道友得到阅灵剑 绝不含一丝一毫恶意 否则 必遭天前 此话说的质地有声 以至于再次让吕仲怀疑 自己是否做得太过分 无可奈何之下 他只能祭出底牌 挥舞空间 突破到炼虚七之后 得益于蜕变后的强大阳神 他推演未来的能力大大增强 从化神七的三西翻了三倍 如今已是能最多推演九西时间 当然 吕仲不可能再次耗尽神时 让自身置于危险境地 推演三西 已然够得到答案 微微一顿之后 他像是经过深思熟虑 最终做出决定一般 先是将目光投向还沙子 面色一如既往的平静 才到 无可置否 月灵剑的诱惑 难以让人拒绝 说完 吕仲凝出一股法力 送给了对方 接过这道法力 还沙子抬手看了吕仲一眼 什么话都没有说 右手直接凝出一道法印 将得到的法力融入 而后朝前方虚空一点 伴随着耀目的荧光 由仙鹤振翅而出 灵宝画形 道有不必多虑 还沙子呼道 仙鹤很快落地 侧头望向身前二人 目中似乎带着疑惑 口吐人言道 如等 就是方才呼唤吴之人 奇怪 我好像不该这般现身 真是奇怪 还有 汝之存在 似死非生 无疑似曾经见过数次 颇感熟 正待赫灵自言自语时 还沙子突然打断 并拱手道 赫灵前辈 这位是新一代太阴首席 还请您见证 首席 吕仲哪能不知道 这次所代表的意义 纵使在太阴宗 首席并非代表地位最高 但也至少是最尊贵的席位 哪怕仅仅只是一个虚名 其隐藏价值 也是难以想象 他没忘记 自己来太阴辅导的目的 只是想拜入太阴宗 拜入宗门之后 能当个高阶弟子 就心满意足 看还沙子的表情 在结合之前的推演结果 吕仲能确定还沙子此番话 并没有丝毫的作假 同时也绝不是什么险恶陷阱 原来如此 我的确能感应到 至纯至尽的太阴气息 多少年了 如这小辈 可算没有再给太阴祖师丢脸 终于培养出了合格人才 贺灵对还沙子说完这话 进入出解脱般表情 你 当为首席 紧接着 只见荧光一脸 在还沙子万分惊恶 满是不敢置信的表情中 吕仲突然感觉左手上一沉 漠然多出了一面 迎灿灿圆镜 啊这 这就到手了吗 吕仲抬起手 掌心上方 一只安睡小鹤 栩栩栩如生 直到现在 他还不敢相信 自己竟如此轻松 就得到了灵宝月灵剑 不过 很快吕仲就冷静下来 根据之前推演的未来 还沙子有所图谋这点 已然是确凿无疑 而且 此人的实力 也并非表面这般虚弱 在那未发生的三西未来中 曾爆发出 堪比炼须圆满的实力 可惜 关于还沙子的目的 还是未能找到 吕仲暗想到这里 将目光投向还沙子 后者方从震惊中恢复 目光复杂地打量吕仲一眼 才缓声说道 既然月灵剑你已拿到手 想必它的强大之处 你已经有所感觉了吧 此宝的确不凡 吕仲点头道 在获得赫灵认可 将月灵剑纳入石海的瞬间 吕仲就明显感觉到 纵使是先天灵宝之间 也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具体是在气灵方面 碧水扇气灵 勉强算是出生烟 稚嫩而脆弱 直到现在 仍未宁出真行 与之相较的赫灵 不但已经凝聚真行 还灵至颇高 如果没有之前的涅槃之事 恐怕心智成福 不会比万年老怪差多少 不愧是传承百万年的 震宗之宝 似这般灵宝 想要发挥其最强实力 对炼虚修饰而言 几乎不可能做到 但这并不意味着 月灵剑在吕仲手中会弱 确切说 这是一剑下线高 上线更高的灵宝 不知为何 看着此宝的时候 总觉得有种净花水月之感 吕仲观察石海鹤灵 心中没有来的 产生出此般想法 想法一经出现 就在挥之不去 为求心安 他再次推演未来 这次仅有一息 只为探查清楚一件事 那就是 月灵剑是否会对他不利 然结果令人意外 纵使在未发生的未来中 吕仲主动攻击还沙子 贺林也并未表露出敌意 确切形容其表现 及其后来所言的话语 更像是在抱怨 宗门财产被破坏 换而言之 并不觉得他在杀人 不管怎样 只要不会对我不利 这点便已足够 吕仲刚想到这里 地面猛然间一颤 继而 内庭所在方向 有惊人灵气风暴涌现 不过树西就形成千丈漩涡 难以计数的灵气 正在被这漩涡吸纳 同时 吕仲更感觉到 连天地元气也被搅动 顺着那漏斗状的灵气漩涡 散发出五颜六色灰光 跟着滚滚灵气 一并灌入下方 受此意向惊动 原本潜藏在太阴福岛各处 难以计数的鬼物 狮类 以及各类无法倒出名字的怪物 剧都一下子涌现 一时间 天空乌云大作 整一幅群魔乱雾景象 我那位师弟已经出手了 必须立刻阻止他 环沙子脸色一变道 他说完 立刻纵身朝前方掠去 吕仲紧随其后 二人沿着大道一路飞驰 很快永固灵阵就在眼前 吕仲定睛朝前方望去 果然是剑尘子 及红角等五人 方才一段时间未见 剑尘子就模样大变 再不是之前干尸形象 反倒变得心目见眉 跟常人无异起来 乍一看 竟好似复生一般 复生 他想到这点 不由瞥了眼环沙子 此人同样意识如此 难不成 这太阴宗 还有令死人复生的秘法 二位 还请止步 忽然前方光滑一闪 多出五道身影 正是红角 仙虎散人一行 几位 是这样 见对方位直接出手 吕仲自然没做过一场的打算 显然大家都想到了一起 出来是为了寻宝 而不是为了专门杀人 能不动手 当然不动手最好 他准备交涉一番 看能否找到解决办法 至于贱臣子 从目前迹象来看 显然一时半会 都打不开永固临阵 殊不料 旁边陡然升起一股惊人气息 却是还沙子施展这时秘法 一下将实力推到炼须圆满 纵使红角一行人中 有境界达到炼须后期的白手二老 此刻五人合力 也不是老道对手 同时 他挡在吕仲身前 开口道 首席 这几人由我来拖住 快去阻止建臣子 绝不能让他得逞 首席 红爵听到这词 心中掀起巨浪 太阴首席 何等尊贵之位 他那位做其出身的老祖 完全没有与之相比的资格 在昔日太阴宗尚存之时 至少要突破至七阶灵兽 才有资格参选首席灵兽 重点是 仅仅是只是参选而已 其他几人虽然不明白太阴首席的具体分量 但仍能猜出个大概 尤其是他们还看出来 吕仲分明是一个大活人 这一点相当重要 身为太阴首席 在目前太阴宗弟子敬丧 又或者是不见踪影 且高层 全无的情况下 自然就成了太阴宗的合法继承者 而这也意味着一件事 那就是他们五人 成了擅闯太阴中的入侵者 此时此刻 吕仲也终于反应过来 还沙子真是老谋深算 仅仅是一句话 就断绝了他跟对方谈和的念想 见他已经跟红爵等人交手 吕仲只能将目光投向剑尘子 此人实力虽然不知为何能恢复 但跟刚脱困的还沙子有得一比 同样也是在炼须七边缘 摇摇欲坠 真是个好对手 吕仲不禁暗想 这是生怕我打不过吗 一抬手 有贺鸣声传出 自从被贺铃认可 他就跟月灵剑心神相连 仅需一个念头就能操控 只见耀目荧光一闪 原地顿时多出一只杖许高仙鹤 斩翅 背后煞时多出一面迎镜 朴实无华 却气息惊人 未见贺铃动作 前方空中就有无数小镜铭线 而更多光柱璀璨爆发 跟星辰剑不痛不痒的静光相比 月灵剑所视静光不但数量极多 微能也是远超前者数倍之多 一番狂轰滥炸 剑尘子被淹没在静光中 吕仲双眼微微眯起 他不认为疑似被诸恶意志 轻夺身体的剑尘子 曾有着太阴执剑人之称的 这位大修士 会如此轻易就死在月灵剑下 果不其然 伴随着一阵绿光卷涌 有惊人气息乍现 模样一下大便 成了半人半数形象 身高被拉至十丈的剑尘子 缓缓飘浮在空中 周围一粒粒淡绿光点环绕 仅此烘托之后显得格外庄严 俨然小号长春之子 实力方面 更一下长到了练须后期 只见剑尘子一抬手 地面立刻有心牙萌生 紧偏西功夫 就成了一只只插在地上 跟诸恶手笔 极其相似的树状长枪 嗖嗖嗖 破空声大作 才到半途 就被静光拦截 然见尘子对此 似乎毫不在意 更多的心牙出现 如瓢泊与木一般 源源不竭的射向吕重 同时 它异化成木质的手臂微台 露出一枚金色持剑 猛一下插到永固灵阵表面 立刻就是无数藤蔓滋生 延伸出无数玄奥花纹 很快覆盖极大一片区域 受此影响 永固灵阵的护照臂 正在以惊人速度变化着 见到这一幕 吕重没有多想 既然真是诸恶 无理由斩杀了就是 不为阻止封印的神涅被放出 单纯就是个人恩怨 心面一动 头顶多出一面迎镜 同时左右手 也有灵宝浮现 换作是炼虚之前 此般三宝齐出 纵使是屡重法力 身后过人 不出一时三刻 也要被榨干 然如今却是完全不同 得益于无尽的天地元气 他的法力永不枯竭 这就是太阴首席的实力 木矿律同一缩 不禁暗暗与之对比 发现自己哪怕境界为炼虚后期 也仍不是此人对手 正想着 有一只肉掌袭来 还沙子跨步向前 一掌狠狠硬在木矿胸膛 碰 无形进风扩散 木矿被击飞出去 足足翻滚十数圈 才勉强止住身形 一感应自身伤势 心中顿时又感到惊诧万分 自己竟被一击中创 这是什么怪物 又是一道人影飞过 这次连红绝也被还沙子打飞出去 木矿顿感心中一松 看来丢脸的不止自己一人 可很快 他就看到仙虎散人 及白手二老 同样被一一击飞 无一例外 皆是杀不死 如此特殊一幕 不禁叫人怀疑起来 吕仲同样注意到这点 祭出三宝后 他跟贱臣子已成相持之事 暂时是谁也奈何不得对方 是已才有空隙时间 观察另一边的情况 不由再次回想起 还沙子有所图谋这一事实 忽然 吕仲惊觉贱臣子的气息 正在飞速减弱 猛然将视线移去 却见对方的形象 再次发生变化 并不是继续朝树人异化 而是逐渐恢复成人形 与此同时 剑臣子力量全消 僵持突然被打破 吕仲完全来不及收手 表面看起来异象不显 实则却是凝聚到极点 静光早就足以令山河路程 猛烈绽放出千百道 统统都打向剑臣子 后者不闪不避 仍由静光临身 正当吕仲为此不解 心中感到疑惑之际 隐隐绿光如洪水泛滥般 从剑臣子所在方位 朝四面急速扩散 冲刷至环沙子身旁 老道竟将太阴月池制出 仍由其被绿光吞没 至此 二池合一 满足开启条件 永固临阵 骤然泛起荧光 继而护罩迅速崩塌 狂风呼啸 吕仲面前立住身形 表情一如既往的平静 脑海却是万般念头涌过 对剑臣子方才堪称自杀的行为 心中已然有了答案 哪有什么被侵占 不可否认 剑臣子体内的确有一种力量 但能肯定的一点是 此人绝对没有被诸恶意志侵占身体 一切的一切 根本就是他跟环沙子的欺诈大戏 只为了一个外人所不知晓的秘密 而这个秘密 就在面前太阴内听中 啊 一声惨嚎传来 木矿被环沙子一拳穿胸 连带着体内那颗树腰木星 都一并被硬生生掏了出来 而后 环沙子按着重伤的树腰 一步步走向内庭 他要做什么 此刻场中几人 心中皆齐齐浮出这个疑问 忽然 一旁的红角脸色煞白起来 在无知前意气 阴阳五轮 没错的 一定是这样 离这数百丈 吕仲仍是听清楚 此女所言话语 阴阳五轮 口中喃喃 脑海中 默然有一道灵光闪过 关于这一说法 她在清河界时 曾在一篇典集中看到过 严吉人有五轮 或许可借此实现 阴吉而扬生 令人死而复生 本以为 这不过是猜想 输不料到了灵环界 竟真的有势力将之实现 吕仲暗纳住心中震惊 不禁好奇起 还沙子的真实身份 能让剑臣子都主动进行配合 手中还掌握着 换来月灵剑的秘法 怎么看身份也不会普通 是太阴宗宗主 还是 谜题 或许马上就要揭晓 糟了 我们被困住了 不知何时离开 又何时回来的仙湖散人 这时道出一个惊人事实 经她提醒 众人这才知晓 整座太阴府岛外围 竟不知什么时候 突然多了一层大阵护照 而且防护强度极为不俗 即可是做永固灵阵的简化版本 以在场修士之力 不存在击破可能 想要离开 剑红爵等人 齐齐将目光移向自己 吕仲不禁心中冷笑 这四人 修为方面的确占有优势 若还是全胜时期 那倒是要忌惮一番 然现在早已经被还沙子打伤 一身实力所胜无几 而他依旧全胜 很显然的是 对面的红爵等人 也想到了这点 这位太阴中道友 如今我们占据人数优势 想要击败你固然不易 可若是 闹一个鱼死网破 却是轻而易举 所以还请道友 说出离开此处的办法 仙虎散人站出来 言语中充满威胁之意 见事情发展到这步 吕仲也不禁感慨 造化弄人 原本双方是无冤无仇 井水不犯河水 却因为一个还沙子的算计 闹成如今这种场面 如果我说 我也不知道呢 你身为太阴首席 怎可能不知晓 白首二老齐声道 呵 太阴宗覆灭已有三万载 如今哪里还有盗脉残存 你们所见的剑尘子 即还沙子这二位存在 充其量不过是附生亡魂而已 吕仲顿了顿 只向自己 失笑道 至于我不过是为了得到领保 而实行权宜之计罢了 一番话 说得对面四人 进阶沉默不语 见四人如此模样 吕仲没有继续多言 寻了一处平地 直接就盘坐在场 他此刻非常笃定 还沙子虽有所图谋 但绝不会对自己不利 若要问具体原因 大抵是真的成了太阴首席吧 轰隆隆 远处内庭方向 忽有金色光柱冲销而起 璀璨光芒涌至外层护照 全都被阻挡下来 分毫都无法溢出外界 下一刻 光流如洪流般涌来 吕仲只觉浑身轻松 没有半点不适 然太阴府岛上 诸如鬼物 尸类及各种怪诞之物 却是遭遇灭顶之灾 纯净金光 拥有不知名作用 无论是六阶尸拔 还是同等级的恶鬼 被那光流一扫而过后 进阶在原地消失不见 一边愈演愈练 才实习 整座太阴府岛的死气 阴气 巨都沸腾起来 更多的东西被逼出 然后消失于金光中 阴急而扬升 没错了 消失的鬼物跟诗类 还有其他东西 一定都是被带到了内庭 吕仲心中忽有所悟 不过 这一切都跟他无关 充其量 只是个看客而已 另一边 红爵等人 却是惶恐不安起来 四人对视一眼 很快就有了决定 再次将目光投向吕仲 仙虎散人站出来 面带欠一道 抱歉了道友 光凭言语 实在难以叫人幸福 还请道友放开石海 仍由我等搜寻记忆 若道友真与此事无关 在下改日 定当邪后礼 登门谢罪 放开石海 吕仲冷笑一声 石海对一名修士的重要 素来是与性命等同 对外人放开 无异于将性命拱手让人 抱歉了 绝无此种可能 如此 那就得罪了 仙虎散人话音未落 身后就飞出一道紫光 落地后 化作一紫色葫芦 约莫有半人膏 表面布满玄傲花纹 此宝换作密灵狐 乃仙虎散人本命灵宝 只见他一催动 便有无尽紫光 从葫芦口溢出 仅是刹那间功夫 就将方圆千丈范围 染成了一片紫色地带 却是灵宝所带乱神光 身处其中者 无不六时混乱 然同时 仙虎散人 却可指定豁免对象 令其不受影响 吕仲立刻就尝到了 此宝的厉害 六时混乱中 红角及那白手二老 外加仙虎散人轮番突袭 从四面八方发起攻击 叫人根本防不胜防 如若不是有七色龙旗 恐怕一个照面就要败北 雷灵 无尽雷光蔓延 煞时巨成一汪雷池 雷池范围内 所有紫光进阶消散 吕仲得以赞松一口气 然危机并未解除 必须设法解决仙虎散人 解除目前的不利局面 心念电传 他很快想到对策 这一次只能靠越灵剑 只需心念移动 贺灵就理解了吕仲的意思 立刻有贺影展翅飞出 悬浮于滔滔雷池之上 正当红角等人惊疑之际 笼罩此地的乱神光 突生一变 竟一副摇摇欲坠模样 四人恶然抬头 发现头顶上不知何时 突然多出银灿灿光镜 范围之大 囊括千丈范围 而乱神光之所以摇晃 却是因为光静有无数光丝垂下 对其进行影响所致 此乃月灵剑之神通 万事灵应 简单说 就是心想事成之能 吕仲霞破除乱石紫光 月灵剑灵 因此般需求 立刻划出光丝 不过树西功夫 所有紫光 尽皆消散 怎么可能 仙虎散人心中震惊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有人能将乱神光破除 不由将目光移至 吕仲身旁气灵 瞳孔骤然一缩 像是忽然明白了什么 另一边 吕仲暗松一口气 这月灵剑 果然不愧是灵魂天榜第九 光凭这份神奇无比的灵应神通 能发挥出诸多意想不到的作用 无疑是一剑万能灵宝 也难怪 它能成为镇宗之宝 见对面依仗已失 吕仲没有留守的打算 一抬手 身后就是数千光静凝成 微能足可穿山洞月的静光 以美西三道的速度急促传射 静直朝四人所在方位覆盖过去 期间 有雷光一闪而逝 枪 红角挥剑格挡 燃下一瞬 就有数百静光射来 险些将它灭杀 饶氏侥幸逃的一命 却也是伤上加伤 其他人 情况也大都如此 眼见四人不敌 吕仲准备痛下杀手 怎料 内庭方向忽有黄光袭来 速度较之前明显快了数分 抢在他动手之前 一阵一扫之下 四人进阶不见了踪影 果然 吕仲目中金光一闪 猜到还沙子这样做的用意 五阴五阳 轮回复生 过程中 或许就需要五条性命 这是天意吗 吕仲不知道 为何还沙子过去三万年 才施行这一计划 是他意外放出此人 还是其他原因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这一计划 马上就要成功了 伴随着一道璀璨光滑的升起 持续七日七夜的异响 终于是进入到尾声 忽然 远处有脚步声响起 是环沙子 跟之前相较 他的身形已虚幻到极致 本该到来的死亡归宿 正在此人身上一点点复现着 显然马上就要离开此方世界 你对我的到来 似乎一点都不意外 没什么可意外的 吕仲一片平静 紧接着 他将左手一翻 月灵剑出现在手中 才继续道 你出现在此 想必是为他而来 没错 他要回到原本的主人手中 环沙子如实道 如果我说不呢 说实话 吕仲真不想交出此宝 月灵剑所带神通 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或许论沙迪 会败给天榜其他灵宝 但唯独有一点 是其他先天灵宝无法比及的 就是他的万世灵因神通 恐怕 这并非手心灵所能决定 环沙子淡淡一笑 目光一向内庭深处 眼神中充满了崇敬之意 那里正有一道气息 在缓缓复苏 虽缓慢 却坚定无比 大成 不 那道复苏的气息 给吕仲的感觉就好像 一尊从远古复苏的巨兽 但同时却又充满了 难以言喻的伟岸之感 杜杰七 吕仲心中 不由想到 关道子所言话语 天地一变后的成仙路 是成就真我唯一之嫌 然眼前这位 似乎并未走这条路 偏袭 他望向环沙子 诞生道 所以 这就是你的目的 我很好奇 里面复苏的哪位 究竟是太阴宗何谓存在 太阴宗 呵呵 首席这是把自己 当外人看了 环沙子汗首一笑 望着那道愈发强盛 机灵空间扭曲的气息 一脸狂热 那位正在复苏的不是别人 正是初代祖师 月英子 活了百万年的老怪物 吕仲完全没想到 正在复苏的 竟是此人 难怪环沙子方才会说 月灵剑要回到原本的主人手中 的确 若论磁宝的真正主人 那真是飞月英子莫属 不过 百万年也未能成仙 是不是 难道这就是走错路的后果 吕仲一时不敢确定 幸好他现在 只不过是练须初期修为 距离考虑该以合法成仙 仍隔着合体期 大乘七两个大境界 少说也是万年 数万年的事 将思绪拉回来 吕仲望着手中月灵剑 心中不经苦笑 原来 我只是得了张试用卡 既是如此 那也没什么可留恋的 毕竟 想要真正拥有月灵剑 估计要跟月英子敌对 似这般疑似经历 死而复生 年龄达百万年级老怪物 他可没有与之为敌的想法 在将月灵剑让出前 吕仲却还有些话要问 我很好奇 老祖他此番是复生呢 还是复苏 毕竟之前 那可是阴阳五轮 传说中有借此 令死人复生的可能性 逆转生死 岂是如此容易之事 还杀子大笑一声 一阵摇头 罢了 既然你已是我太阴首席 自然有资格了解这桩机密 没错 内庭中的确不乐阴阳五轮静震 但其作用并非死而复生 而是牵扯到成仙密室 具体内容我也所知不多 你全当作是复苏即可 事关成仙 吕仲面色亚然 没继续追问这个话题 转说道 既然贺林在之前 已经认可了我的首席资格 那么 关于功法的后续 又该如何获取 这个简单 还杀子说到这里 身形陡然暗淡数分 神色不由晦暗数分 摇头道 看来 我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继续方才话题 既然你已是首席 功法获取资格 不再是问题 只需跟贺林沟通 他自然会将功法传出 原来是这样 好吧 吕仲星道 这次自己可真是灯下黑 急忙跟贺林沟通 果然得到一篇功法 其名颇为不凡 竟是太阴仙京 之前他修习的太阴感应片 不过是此经启蒙篇幅 无愧于仙京之名 仅是粗略阅读 就令人沉浸无法自拔 等吕仲回过身来 发现还沙子 早已经消失不见 同样的 月灵剑也不见了踪影 不管怎么说 此行目的还是达到了 吕仲心中莫想到 顺带 还知晓了不少上古隐秘 目光望向太阴内庭 那里传出的气息 早已经是如鸳似海 散发着极强的威压 纵使是炼须七修史 此刻也是感到颇为难受 他心中还有许多疑问 例如 还沙子为何在此时 将月英子唤醒 是真的巧合 还是跨越数十万年的谋划 亦或者是其他别的原因 以及现在的月英子 究竟是何种状态 还有 此人又是以合法 非生成仙等等 罢了 没必要傻乎乎卷进去 将诸般杂念掐灭 吕仲生出了离开念头 不过在此之前 却是还有一些事情要做 那就是顺带搜刮一番 太阴宗覆灭后 在过去的三万年里 能登岛的人明显寥寥无几 以至于在许多地方 仍存留着珍贵宝物 一番搜刮 倒也是收获不小 吕仲将东西收好 见那股威压越来越强 再没有迟疑念头 转身就朝重道门掠去 跟之前来时不同 借助那重首席身份 竟能直接穿过护岛大阵 如此一来 日后我岂不是能随意进出 一边想 一边前掠 很快就来到福岛边缘 朝下方望去 是飞速后退的地面景色 吕仲对照着头顶星空 粗略估算了一番方位 令他大松一口气的是 此刻自己 仍身处于风源界范围内 坏消息 那就是离青囊玉有点远 确切地说 不是一般的远 哪怕是最保守的估计 也至少得全力飞个三五十年 深吸一口气 他纵身跃下平台 风源界 新杀玉 自履众离开太阴府岛 已经过去小半年 至于青囊玉 既然当初的目的 也及时获取月光金时 早已经达成结束 在有山河洞天出产傍身的情况下 他实际上不怎么缺资源 所以不打算回去 再者 关于未来的规划 也要一并提上日程 这要先找一处灵地 尽心思考方能决定 说到灵地 他目前已经有了眉目 数日后 临时租住的洞府 吕仲将一名肤色略黑 精神绝硕的老者 迎进屋内 老者的身份 可谓大有来历 乃是新杀阁长老 跟青囊玉不同 他目前所处的新杀阁 位于风源界东渝 是一处湖泊 新罗旗部之地 应在高空府市 如新界沙海而得名 如此中灵玉秀之地 灵脉自然也是异常秘籍 而其中 大部分灵脉 都被新杀阁掌控着 一个拥有多名合体修士 实力强决心杀阁的势力 所以 想要租住洞府 找新杀阁是最好的选择 陈道友 听闻你需租住一处洞府 眼下却是正巧 阁内刚好空置了一批洞府 位置都在这份灵图上 不知你需要何处位置 老者一落座 就将一画卷打开 赫然是新杀御地图 一条条灵脉犹如密网 相互纵横交错着 不同等级的灵脉 分别用不同的颜色标注 从最低阶的一阶 乃至七阶灵脉都有 并附注有对应的加码 六阶微型灵脉 翠微洞每百年需得支付 元金十枚 屡众知道元金是什么 本质上 它是仙灵气 与天地元气的凝结物 太阴仙经中 有提到过这点 到了炼虚七修为 修士对天地元气的掌控力 得到了空前的增强 因此获得了凝聚元气结晶的能力 元金的作用很单一 然却不可或缺 炼虚七修士 如果想要继续精进修为 则不可避免要借助此物 盖因修为提升制炼虚七后 继续吸纳灵气 已是效果锐减 而元金就是最好的替代物 相当于更高级的灵石 无论是将之用来直接吸纳 又或者调制成灵液 用到炼丹 炼药中去 都是极不错的选择 尤其是用到炼丹 可免去漫长的灵气吸纳环节 大大节省炼丹时间 也因此 元金成了上境界修士之间 最常用的货币 吕仲估散了一下 按照它的速度 凝聚一枚元金 足足要花费五年时间 十枚 即是五十年 也就是说 如果租住脆微动 一半时间都在提心沙格打工 如此 才能换来一条六阶灵脉的使用权 伪失没有半点性价比 吕仲估计 也就那些资源紧缺的修士 才会选择租住 而他 手头还不至于窘迫至此 目光旋即下移 落到五阶灵脉上 不看不知道 五阶灵脉 堪称物美价廉 纵使是最高等级的巨型灵脉 每百年租金 只不过千万零食而已 倒是挺适合我 如果稍稍经营一番 未必不能将租金赚回 当然 吕仲真正的想法 还是想要借此 找个合理渠道 将产自山河洞天的丹药 以不引人怀疑的方式 迈出去 心中有了想法 吕仲很快做出决定 指着地图上 一处适合栽种灵药的灵脉 沉声道 裴长老 这处金光灵很适合我 就选这里吧 哦 倒有眼光不错 见吕仲不解 裴长老解释道 实不相瞒 金光灵可是一处宝地 租用来当作道场 是极不错的选择 以前曾是一炼丹大宗的基业 是因为后来出了意外 才会挂到我们星沙阁中祭首 意外 吕仲面露疑惑 跟猪鳄有关裴长老略意停顿 小声道 在这里 老朽奉劝道有一句 金光灵固然有猪般好处 但唯一的缺点 却是可能会遭受猪鳄袭扰 当然了 若不是金光灵有这般缺点 如此宝地 估计也是 陪长老说到这里 忽得露出意味深长笑容 吕仲明白他的意思 的确 似金光灵这种宝地 如果没有负面影响因素 大敌早就被消息灵通之人截胡 哪里轮得到他这种外来修饰 能捡到这种漏 已然是运气了得 至于猪鳄吗 想到这里 吕仲心中冷笑一声 就怕他们不来 谈妥具体细节后 吕仲就在金光灵珠下 作为一条巨型灵脉 由于其高达五阶的灵气浓度 每百年租金高达1600万灵时 对低阶修饰绝对是一个惊人至极的数目 可对于炼虚修饰而言 不过是随便就能拿出的小钱 就吕仲目前身家 就算一口气租个三五千年 也能一次将租金付清 然为谨慎起见 避免引来亏似目光 吕仲最终选择 如大部分修饰那般 将本该一次付清的租金分期 每十年向新沙格支付160枚上品零食 一晃眼就是十年过去 期间 吕仲选出八名化身 分别化作不同模样 对外式徒弟宣称 让他们募集人手 在金光岭大兴土木 在原有单宗废墟的基础上 进行小规模的翻新改建 还开始重建 扩建新建灵药园 同时炼丹工房 也一并提上日程 吕仲的计划很简单 就是总结清囊玉的经验 将金光岭建成一处丹药产地 不指望能赚回本 只需要能做到掩人耳目 给山河洞天产出的丹药 一个合理的出手理由即可 为此 以大阵封闭金光岭 隔断窥四目光 就显得十分有必要 利用现有知识 及手头上现成的阵法 吕仲勉强做到了这点 云气卷涌 金光岭从此墨于雾气中 树载岁月 飞逝而过 静世中 吕仲盘腿而坐 双目紧紧闭着 周身有发光密纹悬浮 却是正在参悟 太阴仙经 好知晓炼虚期的修炼方向 半晌 才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面色有些不好看 太阴仙经认为 进入炼虚境界的时候 修士元神纵使被冠名 以先天虚无之阳神 仍难掩其虚空之本质 故而需要炼虚摆脱 然何谓之炼虚 顾名思义 就是炼却虚空 如此方能触及本真大道 对先修而言 本真大道一指先道 到了这一阶段 神器已不能满足炼虚要求 而元经 属于增炼法力之物 只能加满桶里的水 对元神增长质变 也即是拓宽筒的容积 没有丝毫帮助 要求如此之苛刻 难怪炼虚宗门遍地 却不见多少合体势力 吕仲心生感慨 就好比目前所在的新杀狱 明明是如此的富饶 地狱之辽阔远胜清河下界 各类天才层出不穷 然此地的霸主势力 却仅仅只是一个合体七星杀阁 起初 他还感到十分不解 到了现在 终于是知晓其中原因 非是天才不够多 而是物质上受到了限制 欲要炼虚 则必纳天元 在吕仲看来 功法中所提及的天元 虽然说的旋之又旋 实际上仍不过是一种物质 只是形成条件过于艰难 以至于增不及损 不用想 也能猜到一点 历经不知多少万年耗损后 灵环界的天元数量 定已经下降到极低水平 这点 能从高阶修饰的数量看出 在这里 吕仲只想说一句 此元修仙不可取 历代先贤前辈 大抵都能看出这点 可现实却又十分令人无奈 除了此种炼虚道路外 大抵已经没有更好的超脱之道 印证这一说法的事实 就是诸厄门目前的现况 强于杜杰七仙修 却始终无法更进一步 若不得超脱 纵使活得再久 意终要归于尘土 不得天元 纵使借助取巧之法 一步步突破到炼虚后期 实际也不过是镜中花 水中月而已 面对天元修饰 不但实力会有巨大差距 还会有无法突破的隐患 也即是说 将永远止步于炼虚后期 对吕仲而言 自然是最差选择 然而 就这是隐患极大的取巧之法 太阴仙经中还有专门提到过 是各大势力的不传之秘 除非付出极大的代价 才能获取得到 天元 吕仲发愁起来 自己该如何获取呢 现在的他 作为一名出入炼虚的修士 仅仅是刚知晓这一概念 连半点天元的下落消息也无 获取此物 自然也无从谈起 重回土皇宫 或许能吃到点残羹冷饭 但绝技无法支持到合体期 想想也知道 四天元这种稀缺之物 土皇宫嫡系修士 定然也不够分 哪可能大手大脚 将东西赐予忠心不明 半途投靠的外人 又或者 自行组建势力 吕仲很快将之否决 人多力量大不假 但针对的是一般情况 天元稀缺 关系未来道徒 在炼虚之前 吕仲越遍万千点击 天元二字虽见得多 然多是奇谱 或各类闲谈 在点击中 从未见到有提过天元 乃是炼虚无可或缺之物 可见信息封锁之甚 若不是有太阴仙金在手 恐怕他也要跟大部分炼虚一样 劳碌一生 迷途一生 呵 散修难 真是自始而终 吕仲不经发笑 思来想去 他只想到两个办法 都是抱大腿 一 寄希望于月英子 期盼祖师爷 也赏徒子徒孙一口饭吃 二 祈求道蒙能盛典残余势力 若真能跟道蒙连上线 好处自然无需多言 届时 无论是选择给道蒙打工 还是采用别的什么方式 获取天元的可能性 都要因此而增大许多 曾经盛极一时的道蒙 大成数量可是灵环界之最 烂船都有三金钉 残余的道蒙 纵使势力大减 手中仍可能握着大量天元 若以上两个办法不行 那就只能碰一碰运气 看能否打听到消息 然后在激烈争夺中 杀出一条血路来 实话说 吕仲对此不抱多少希望 时光匆匆 定居下来后 吕仲生活回归常态 平日里除了炼丹负担 就是炼丹负担 目前固然缺少天元 这一拓宽法力水桶的必要之物 但法力的提升仍未道顶 仍旧是不能有丝毫懈怠 须得日日修炼功课 在此情况下 法力一日日精进 固然微乎其微 却也能让实力继续提升 这一日 有修士来访 来访者共有三名 吕仲早已经通过化身 知晓了他们的信息 却是附近的炎鹤道人 梅花仙子 夜阳火君 从称号上来看 显然是各有各的特点 唯一的相同之处 都是炼虚修为 至于几人来意 吕仲能猜到个大概 哼 听说金光岭这边 最近搬来了一位道友 特意前来拜访 为首的炎鹤道人 冲吕仲拱手一笑 自我介绍道 在下于炎鹤 外人常叫我炎鹤道人 道场在附近的摇风坡 道友若是不嫌弃 可常来做作 必以上好灵酒招待 于老头 就别卖弄你的灵酒了 灵酒 哪急得上美奴呢 妾身梅花仙子 若道友平时觉得闷乏 一道桃花湖来寻点乐子 一舞媚女修 媚笑着说道 吕仲见他步步生花 心中也是十分好奇 这究竟是自身法力外泄 还是自身有特殊之处 为己 夜阳火军也拱手 道 金夜阳 请道友多多指教 我的夜阳山 专司器具断眼 消息灵通 每每风源界有流行之物 定然能第一时间产出 若道友有需求 可尽管下单定制 一定一定 吕仲拱手还礼 至于自我介绍 他这边自然是免了 其实的相关风声 早已经通过化身放出 若不然也不会有人前来拜访 只可惜 来的都不是预定 想要的目标 或许是前路未明 着实叫人绝望 据近段时间 化身们收集到的信息 在突破到炼虚期之后 很多仙道修士 都会放弃更进一步的念头 转而将精力放在经营室里 培养后辈等外事上面 似吕仲这般 截然一身的孤家寡人 常会沉溺于声色全马 也因此 才有了面前三人的来访 没有招待三人 只是简单客套一番 随后吕仲就找理由 将他们全部送走 回到近世 吕仲心中一阵感慨 若非自己仍心存希望 只怕也要跟外面的炼虚一样 在无法看到的绝望未来面前 选择用外物麻醉自己 一日日地沉沦下去 又或者选择别的道路 例如加入诸厄 想到这里 吕仲对仙道的未来 着实是没有半点看好 天元 一切起于天元 难道也要忠于天元吗 罢了 或许是我启仁忧天 又或许是井底官院 小小炼虚 也敢妄议仙道未来 真是可笑 将心中杂念抛除 他缓缓闭目 在前路未明的情况下 炼虚修士除了积蓄法力外 剩下能增强实力的办法 看似有无数种选择 但总结起来也就那么几条路 要么从灵宝入手 好去万载光阴 或许能炼出一件好宝贝 要么修炼神通秘法 从而战无不克 还有就是 寄希望于外物 无许玉兽 四重 养尸 皆是消磨时间的好选择 吕仲规划了一下 准备继续修炼 小子消雷法的同时 想方设法打听光药汁的下落 好进一步修炼翠灵药生法 令体魄得到更大提升 同时 造化秘阵的研究 也要让化身们继续推进 灵石对炼虚而言 虽然跟泥土无异 然本身依旧有不少价值 再者 也是给自己找点试作 剩下的 就是设法探听道蒙的消息 至于太阴宗那边 吕仲暂且不打算上去 而是准备等一等再说 等什么时候 月英子彻底复苏 在灵环界 闹出什么大动静再说 毕竟是太阴祖师 修为真挚化镜的存在 他怀疑 在杜杰七大能面前 自己任何秘密都无法保住 既是如此 自该有多远 就必多远 眨眼间 142载 吕仲得到一个消息 心情顿时激动起来 有位证实证据表明 位于新沙域北境之地 有名为鹿谷水的险地 疑似有天原出世 无论这个消息 经过了多少手 我都有必要去一趟 不为别的 就为得到一个希望 因为就在不久前 他受限于水桶的容积 修为已是在无法经济半点 唯有亲身经历 才知道此种情况 究竟是如何的令人绝望 未有丝毫迟疑 吕仲立刻动身 十日后 有红光落地 很快显现出人影来 吕仲一身黑袍 面色平静如常 将目光向四周投去 却只见目之所急处 皆为灰色毒杖 正不断腐蚀着 他的护体钢器 脑海中 很快浮现 关于鹿谷水的信息 北境鹿谷水 其与其羊山之首 没于死水之渊 途径处鹿谷毒杖弥漫 其中异兽族群众多 同时也有一宝诞生 根据那则消息 天原出世的地方 应该就在这附近 吕仲胡乱扫了几眼 发现不少新鲜痕迹 纵使消息封锁 看来知晓天原价值的修饰 仍就是一点不少 如果没有意外 应该大半都是宗门或家族修饰 像我这样的散修 估计寥寥寥无几 正当他想要借助挥晤空间 找寻天原出世的位置时 忽然 前方传来爆响声 吕仲心中一动 缓缓朝那边摸去 几个呼吸间后 吕仲来鹿谷水盘 一处沙化空地上 前方千丈处 灰色独障弥漫 两道人影正在争斗着 其中一名乃是位身穿霓裳羽衣 神色清冷的素面女子 恋须初期修为 另一人则是披肩直锐 紧露出一双眼睛 在外的假饰 恋须中期修为 二人此刻打得不可开交 前者明明境界较低 然此刻却丝毫不落于下风 吕仲看得出来 此人是跟自己一样 不借助取巧之法的传统修士 至于那名披甲修士 修为高则高矣 然只是徒增境界 原神并未因此 进一步蜕变 此二人 为何会大打出手呢 他心中好奇 继续在暗处观察起来 不一会 假是头盔被鸡飞 露出张样貌猙獰 一脸利器的中年人面孔 盯着素面女子的眼眸里 愤怒中蕴含着 些许震惊之色 你是什么人 这点 你不必知晓 素面女子诞生说道 随即 她一个箭步前冲 翻滚着挥出一箭 啪 沉闷打击声 令假是脚下 摆杖地面株裂 无形进气扩散中 更是将千丈范围内 毒杖吹开 一切顿时 变得清晰起来 一箭接一箭 素面女修 似要置假 事与死敌 没有丝毫留守意思 远处的吕仲 通过挥晤空间 看到这幕 心中不禁生出疑惑 此情此景 怎么好像有点古怪 我明白了 哈哈 难怪一直无法寻到天元 原来只是个假消息而已 中年修是乎地大笑起来 望着素面女修 露出恍然表情 对此话 素面女修并未确认 然也未否认 二人再次交手 女修出手较先前 明显灵力数分 仅四回合不到 中年修是再次受窗 再次笑道 果然被我猜中了 此次天元出世之事 果然真就是一个陷阱 我猜猜目的 是为了专门针对我这种散修 莫要太高看自己 素面女修脸色平静 同时右手向前一握 只需一虚幻大手 骤然浮现 目标赫然是中年修士 然在大手即将合卧的同时 后者却忽然讥讽一笑 身形化作黑烟消失 再出现已是在百丈外 这人完了 作为旁观者 吕仲这时呼道 他对素面女修的小动作 可以说是 看得一清二楚 在虚幻大手凝出之际 此女暗中施展了一道树 但那中年修士一现身 立刻就打出一道红光 刹那间越过数百丈距离 不偏不以正中目标 啊 惨叫声转瞬即止 不多时 一具中了倒数的臃肿身子 摔落到地面 见结果出来 吕仲悄然隐去身形 直至离开万丈距离 这才回想起方才的遭遇 方才听到的信息 若是为真 那么天元这潭水 恐怕比我想的还要深 天元的获取竞争 估计是难以想象的激烈 以至于那些宗门大势力 竟会特意放出假消息 借此猎杀那些知晓真相的修士 而偏偏面对此般诱饵 被定为目标的散修 必如飞蛾扑火般 正前赴后继的出现 这一次 还不知多少人会被猎杀 一想到这点 吕仲的心中 就是一阵后怕 忽然 他脚步一致 视线向前望去 只见前方数百丈开外的地方 赫然站着一名紫袍老者 这名老者身材轻瘦 手里握着把纹龙目障 长眉急须 带着脱尘气质 乍一看 颇有得到高人风范 但那背后所立的几具棺木 却是破坏了此人形象 滚滚黑气不断从中涌出 还隐约可听见阵阵咆哮声 道友既然来都来了 为何还要离去 老者咧嘴一笑 摸出一盏地中 朝着吕众就是一摇 只听得砰砰树声 紧接着就是黑气卷涌 所有棺木 进阶齐齐炸开 从中各飞出一道浮翼身影 从其青面獠牙 头发如绿燕燃烧 仇恶至极的形象来看 显然是归属夜叉范畴 而且实力巨都不弱 不亚于恋须修士 共有六名之多 夜叉 若我没猜错 阁下定是盘元宗修士 吕众面色微沉 祭出灵宝的同时 缓声说道 对方如此不掩饰 直接将标志性的 换养物放出 显然对面老者的心中 也是存着 跟素面女修一般的想法 既是如此 自然没什么好说的 动手 老者听到这话 面色丝毫未变 却导出冰寒命令 现身的一众夜叉 顿时手中冰刃光亮大作 或带上熊熊烈焰 或是燃起滚滚毒烟 震翅直奔对面 吕众而去 燃才冲出不到百丈 剑气呼啸 一瞬间数以万计的剑光 将夜叉群淹没 偶尔有鱼波外泻 灯时就是山川横断 聚悦轻颓 可见威能之恐怖 对此 老者丝毫不慌 淡定屡虚 他所练的夜叉 无意不是精选用料 皆是以炼虚修饰尸体炼成 浮以海量珍惜灵才炼制而成 不但未来拥有非凡潜力 肉身也是近乎刀剑难伤 只见得一阵剑光破碎 六具夜叉 果然完好无损 冲破了剑光洪流 吕众一见此目 表情依旧淡定从容 他左手右手一合 催动十海雷印 掌中顿时泛起阵阵雷光 而后猛然一拉 凝出一紫色雷球 较之过往鸣雷枪 在进一步经验小子削雷法后 再加上注入其中的大量神器 威能早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 也不见有惊人声势 雷球绽放出六道雷丝 分别贯穿冲来夜叉 令其再无法动弹 同一时间 盘王宗老者面露骇然之色 就在方才那瞬间 他一下跟所有的夜叉 失去了联系 此种速度前所未有 给我破 吕仲低喝一声 所有雷丝脱离雷球 途中一闪 消失不见 紧接着被定住的夜叉裙 皆是身形一颤 紧呼吸间功夫 皆已成灰烬散落 老者见此 心知对面敌手 绝非往西杂鱼 毫不犹豫身形一转 只见得一阵清光暴涌 转瞬间化为双手巨兽 飞蛇四胶 却生有四足双翼 吼 老者所化巨兽 仰天咆哮一声 激荡起无尽清光 身上双翼好似点燃一般 喷发出璀璨光滑 不及多想 就是张口一吐 煞石滚滚 清光弥漫 却不曾想 另一边同时雷声轰鸣 轰隆隆的一阵闷响传来 雷光与清光互冲之下 连绵地爆炸开来 吕仲对此熟视无睹 见对面巨兽分化出千百幻身 心中怡然不惧 头顶星辰剑顿时灵光四溢 净影飞弹不输分毫 反倒要比对面多出十数倍 再一波对冲 百里地貌为之巨变 刹那间 山川化平原 连路骨水也要为之改道 老者见结果 兽联猛的一尘 他没想到 自己化作盘兽之躯 居然还无法奈何得了此人 就在他心神震动之余 对面的吕仲却是再次出手 红的一声雷响 巨兽漠然发出刺耳惨叫声 其中一翼被连根斩断 随即就在汹涌雷光中 化为一团血雾 又化作滚滚精纯灵气 消散重归于天地间 碰 巨兽猛一转身 挥爪击中钢线身的吕仲 接连十数爪 每一爪皆能毁山振月 给我死 巨兽目中狠毒之色一闪 剩余三亿喷勃出更多绿光 身形陡然加速到极致 两颗猙獰巨手张开血盆大口 竟各有幽光在其中酝酿 一看便知 定是压底杀兆 但是此刻的吕仲 哪会给他施展机会 早就两手一掐绝 比先前还要快数倍的动作 与两掌之间再凝出一雷球 刹那间海量蕾丝爆发 几乎与此同时 他后方突有冷光一闪 虚空破开 划拉出一处祸口 先是杀意扑面而来 接着从虚空中冲出一道身影 却是先前所见素面女修 此女一出现 手中常见光滑璀璀 直取吕仲石海要害 叮 气道灵光汇聚 抵挡住这必杀一击 仅不过片夕 灵光就彻底溃散化为灵奇原形 但对吕仲而言 已然足够 只见得蕾丝绽放 瞬间贯穿双手巨兽 似之百骸 顺着经脉蔓延 很快冲进石海要害 未等盘坐于其中 模样半人不轨的老道 有所动作 就瞬间将之覆盖 紫光一闪 进阶化为积粉 而这距离二人交手 不过才过去实戏 刘璃丝 你是太阴修士 素面女修健壮 不经师生教导 那雷丝 尽管经过伪装 跟寻常的雷电无异 然出身新沙格的他 仍旧能一眼就看出来 正是太阴宗 赫赫有名的秘法刘璃丝 据传 此法无坚不破 端得是可怕之极 没想到今日尽得一剑 意识到这点 素面女修面上金色 很快又转化成贪婪 太阴宗 早已经彻底灭亡 历经三万年岁月 传承该毁灭殆尽 此人居然还能习得此法 想必是有一番机缘在身 很快 他又将贪婪压制 不再多言 灰剑就是往前一斩 吕仲面无表情 于雷光一闪中消失 早在之前 他就已经知晓此女 极擅长贴身近战 而且还是一名纯粹见修 自然不会有硬碰硬的想法 回想方才素面女修 那一傻式的表情变化 吕仲心道 果然还是暴露了 不过这道也正常 毕竟用的是太阴宗秘书 似这般曾经名震一时 还曾出过杜杰七修式的大宗 怎可能不被人研究提防 枪枪几声后 雷光一闪远离 这时吕仲双手一合 法力与神器汇聚 再次使出琉璃丝 此法看似施展极快 能将同阶对手一为积粉 然对身体原神而言 巨都是极大的负荷 仅仅才使用两次 他就感到原神略有眷乏之意 好在距离原神极限 仍有一大段距离 只见雷斯击射 朝女宿覆盖而去 天明 展空剑 高空中突然传出 宿面女修的声音 接着虚空剑影一闪 密集交错剑光 漠然爆发 不但瞬间摧毁所有雷斯 还将空间展出道道连衣 此剑修 竟险些斩破虚空 吕仲心中一惊 对此女实力 有了更高评估 片兮功夫 对面又展出更多剑影 他对此 都是闪避躲开 可这下 下方的山岳 却是遭了殃 要么从中被一分为二 要么平原上 陡然多出一条大裂骨 地形地貌在飞速变化 眨眼间就是沧海桑田 见得此目 吕仲大胆棘手 面前此女的实力 跟她只在伯仲之间 要想胜 怕是不容易 枪 素面女修斗法经验丰富 在保持着一定距离的同时 又紧紧缠住吕仲 不叫她使出琉璃丝这一手段 被此女纠缠 若再有人前来支援 我少不了麻烦 吕仲干脆把心一横 眼前此女 固然见到造诣了得 同境界恐怕含有敌手 然她的雷法也不差 强强碰撞之下 鹿死水手还未可知 大不了 拼着重伤受创 将之斩杀便是 吕仲化作奔雷 冲向宿面女修 后者见状 却剑影一闪 批出石术道剑光 展向吕仲 吕仲催动七色龙旗 一层光照 护住身形 砰砰的石术声 光照阵战 灵光陡岸数分 吕仲没有丝毫惊慌 经过这么多年的运养 以磁宝的防护能力 纵使是这种攻击 再来石道 七色龙旗 也能尽数挡下 呼吸间 就已逼近到女修身前 她寄出引雷针 浮以雷法雷印催动 雷威惊人 借而猛的一剑斩出 慈拉拉 宿面女修心中恼火 这一剑非是单纯剑斩 还附带了惊人雷电 光是与之对抗一下 就令她虎口感到发麻 全身法力地运转 也因此出现不畅 雷光若火 吕仲转身又是一盏 丝毫不给对方喘息机会 一时间 此处金铁交击声大作 同时 无数雷电与剑气迸发 如若剑持雷汤一般 宿面女修连连举剑招架 脑火之意更甚 终于是猛然一爆发 浑身冲出无尽剑气 继而全身灵光大战 为持剑的左手忽然插入身前虚空 只见得剑气卷涌 无数剑影喷射 她的动作看似迟缓至极 然却只在一瞬间完成 对面的吕仲 此刻心中已是紧招大作 这是什么招式啊 不及多想 她本能寄出遗物 几乎是与此同时 一道璀璨到极致的剑光 如墨色细线袭来 叮 细线撞上金色剑刃 一分为二 继而化作滚滚剑气 横荡翻滚向极远方 所过处 无论是山脉还是丘陵 竟都被削成光滑镜面 其上之物竟都被剿成积粉 足足绵延三百余里 吕仲察觉到这点 鹅脚满是斗大冷汗 这一招 丝毫不亚于琉璃丝 能施展出此般剑招 素面女修 极可能已经服用了天元 也唯有元神进一步蜕变 才能解释这种非同寻常的实力 幸亏我还有此物 吕仲低头一看 发现手中的斩杀剑 依旧完好无损 对面的女修 此刻心中震惊不已 近断一剑是她毕生所修之剑 唯有清净心神才能斩出 可现在 却被吕仲轻松接下 未伤及一根毫毛 不待她多想 察觉对手气息衰弱 实力开始下降的吕仲 立刻开始痛打落水狗 出招一次更比一次凌厉 根本不给对方求援机会 左肢右拙 女修忠实受伤 整条胳膊被斩下 可这对恋须修事而言 不过是轻易能恢复的小伤 一阵法力狂勇 顿时有白皙蕉臂生成 这仿佛是个开始 随时间的推移 她受的伤越发严重 不断耗损着法力 同时也对元神造成极大负担 剑行士对自己愈发不利 素面女修银牙一咬 仰手寄出一张银符 其表面布满玄傲符文 不时流动 又呈现出另一种晦涩形态 并隐隐有荧光闪烁 散发着极大的灵气波动 却是一张罕见的七阶符录 咫尺天涯符 此符效果简单却强大 能使激发者瞬息间 远顿出百万里之遥 可屡重的动作 比他还要快数分 清明静平 疯 一声大喝 原本激荡不定的空间 顿时如波平如尽 而与此同时 本该被传送走的女修 此刻从虚空中跌出 脸上除了更浓数分的诧异 还有难以掩饰的后悔 可惜 此刻 已是有点晚了 吕仲剑指向前一点 早已就绪的引雷针 就飞旋着斩下 紧一击 就将山穷水尽的女修 灭杀了个彻底 伸手一射 两枚储物戒落入吕仲手中 他稍稍检查了一下 发现里面的东西着实有点多 一时半会 估计无法清理完成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要赶紧离开才是 吕仲不敢耽搁 以免再被赶来的修士拖住 他先是处理了一番战场 而后才寻了个方向 身形一闪 很快隐没于雾气间 就在宿面女修死亡的同时 一处深不见底的巨渊中 随处布满数十万年不化的尖兵 俨然已是一个冰雪国度 而就在此地的最中央 矗立着一座冰金宫殿 殿中一名存在 已不知沉眠了多少年 忽然 双目微睁开一丝缝隙 居然有人在同阶情况下 能灭杀本座分身 空旷巨殿中 有疑惑声音回响 有趣 有趣 也仅仅是有趣而已 历经无数载岁月 世间之事再如何离奇 也不过是略感新鲜 不值得去揪根据底 相较之下 唯有大计划才是一切之重 而此存在又陷入沉眠 待到斗转心仪 命定之日开启时 才是复苏之客 洞府中 吕仲正满脸笑容 经过一番检查 他此番收获着实不小 数以千万计的灵石 暂且不论 还得到了不少珍惜灵物 矿石 灵药皆有之 笼共加起来 价值足有上益 不过让他心情如此愉快的原因 却是从那素面女修 储物界中得到的遗物 只见吕仲缓缓张开手 手心赫然有着一道悬浮金光 金光四人形 却飘忽摇摆不定 似有实质 触之无感 这就是天元 吕仲没想到 自己在斩杀素面女修后 竟能有如此大收获 尽管这份天元数量极少 不足以支持到 突破至炼虚中气 然依旧能修行很长一段时间 事不宜迟 立刻运功修炼 锦片西 他就亲身体验到 为何以天元炼虚 能使修饰的原神鱼白齿干头 再进行一次极致蜕变 盖因其中 蕴含大道鱼蕴 虽无法体察 亦无可探究 然原神在鱼蕴影响之下 好似受到辐射一般 确实在发生变化 呼吸间 一份天元就已初步炼化 接下来的时间 吕中要将之一点点那为己用 如此 才算炼化完成 悠悠数十载 不过转眼一瞬间 吕中的金光领道场 经过这么多年发展 已经是初具雏形 得益于此 持续多年入不敷出的状态 也在开始对外出售丹药后 彻底扭转过来 并开始呈现出稳定的上升势头 立之一字 果然是麻烦源头 吕中月丸手中欲减 目中 有冷色闪过 根据化身的情报 近来已有修士 在金光岭附近出没 或是以灵木树 探查大阵虚实 或是在暗中打听 丹药总量 及对应的类别 很显然 发展势头 正盛的金光岭 已经吸引来了 有心人目光 这点无可避免 吕中早有所料 只是没想到 竟会来得如此之快 本来 他还准备去 鸣风域一趟 近来频频有消息流出 那里有盗蒙修士出没 而且已经有过 数起目睹事件 可信性较之 先前天元出世事件 高了不止一个层次 也因此 吕中可是颇为异动 加之晋级思动 多增加一些阅历 对消化天元 也有不小帮助 偏偏是这个时候 吕中思来想去 决定让布下陷阱的化身 提前收网解决亏伺之人 就算因此会打草惊蛇 令那些人背后的高阶修饰警觉 也在所不惜 跟金光岭的收益相比 获得持续而稳定的天元来源 才是他现在最关心之事 灵石赚得再多 也只是锦上添花 哪里急得上修炼提升重要 时间又过数日 一番血腥震杀之后 金光岭顿时又安静下来 只不过 这平静的表象之下 却是正在酝酿的风暴 早在这之前 吕中就已经出发 目的地正是鸣蜂玉 鸣蜂玉 正如齐鸣所述 一年四季皆有狂蜂肆虐 然生命依旧再次生根发芽 珠般生灵中 以鸣蜂胶最为出名 好比现在吕中身下 所成的就是一条鸣蜂胶 体轻无灵 背声交叉薄翼 胶形且瘦 在狂蜂肆虐的鸣蜂玉 鸣蜂胶绝对是最好的出行工具 不但能在狂蜂中如鱼得水 还能精准辨别前进方位 同时还具有相当强的实力 忽然背后传来脚步声 却是鸣蜂交其手 当然称其为御寿师 也未尝不可 这位客人 前方就是您要去的蓝丰城 还有不到一刻钟就能抵达 听来往的客商说 那里似乎刚生大乱 据说跟传说中的道蒙有关 还请您多加小心 一名戴着护目镜 全身包裹岩石的修饰 提醒道 多谢您的好意 我会注意的 吕仲淡淡一笑 冲对方拱手 现在的他 披着另一重身份 是前来鸣蜂玉游历 寻求突破的化神修饰 之所以多此一举 全是因为吕仲之前探听道 历经道蒙修饰数次现身后 已经有大量势力涌入鸣蜂玉 无论他们是为了什么目的 此刻的鸣蜂玉 都成了真的风暴中心 事故 由不得吕仲不谨慎 正想着前方风暴渐消 一座巨城轮廓摇摇在前 跟他处建筑不同 鸣蜂玉的建筑更注重防风 为了防止风时侵害 样式可谓是相当之特殊 远远看去就像一座巨型金字塔 屹立在滔滔避风树海中间 靠至近处能见到一个个倒三角小洞 鸣蜂焦灵活飞入 通过一条条岔道分流 很快落到空闲降落处 未等主人吩咐 就痛引起面前清水来 吕仲通过侧梯走下 不仅多看了鸣蜂焦一眼 心中却是在想 此焦看起来筋肉劲道 想必烹制成灵石 定别有一番风味 不过他也仅是想想 终归还是正式要紧 脚步不停 寻了个没人的僻静处 吕仲将十八道化身放出 让他们前去打探消息 重点放在疑似道蒙修士的信息上 同时也要关注一番 城中外来势力的情况 接下来就是近代信息汇总 也不知是否巧合 吕仲才来到鸣蜂玉三日 那名神秘修士再次现身 通过目击者的流影 他确定此人就是道蒙修士 原因无他 实在是道蒙味太纯了 一身金光闪闪 兼且衣袍密布巨树花纹 除了道蒙 其他势力的修士 断然不会如此痴迷一种颜色 同时 关于此人的目的 也一并被分析出来 修士中傻子不多 高阶修士更是一个野无 经过这么一段时间 外界早已经将此人之目的 给分析得一清二楚 吕仲的解读 也跟这些人不谋而合 此人故意露面 是在吸引特定目标出现 若无意外 应是道蒙修士 或许正是猜到了这一点 根据化身收集到的信息 近来混入蓝丰城的修士 不少人的装束 已经出现变化 但或许是化虎不成反类犬 并未引出那人露面 吕仲自存有九成把握 能将那人引出 毕竟 曾经的他也算道蒙一员 如假包换 问题在于是否要行动呢 他对此有些犹豫 那名道蒙修士 敢频频露面 吸引注意力 绝对是手中有所依仗 而自己不同 完全就是一个炼虚修士 身上一张底牌也无 若暴露在合体期面前 绝无半点逃生可能 罢了 还是谨慎为妙 到了炼虚期 寿元大劫虽仍是三千 但想要度过最初几次 难度叫化身期时候 早已是低得近乎可以无视 既然时间尚且充裕 自然没必要贸然犯险 思来想去 吕仲决定还是派化身试探 数月后 一名神秘修士 潜入蓝丰城 而这自然就是吕仲 特意派出的接洽化身 装扮经过精心的考虑 虽外表跟细节 跟盗蒙修士 好似相似之处 然光凭一份气质 其实就已经足够 正如吕仲笃定的那般 化身才刚刚进程后不久 就察觉到有目光聚集 虽仅是短短一瞬间 仍可确定 就是他要找寻的目标 临时洞府中 吕仲缓缓睁眼 目录思索之色 第一步成功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如何取信对方 直至完成会面 静世内 吕仲的石海内 元神笼罩于金色柔光中 正在朝某个方向 缓缓蜕变着 异异生辉 给人以一种蓬勃迸发之感 炼虚阶段 天元果然不可或缺 吕仲心中暗想到 确切地说 是仙道之路 不能缺少天元辅助 若借助其他办法 令元神换条道路蜕变 未来成就未必会低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么必将是前路未明 一如现在的猪鳄般 可天元的获取 何其艰难 吕仲估算 自己若要完成炼虚 以上次所获天元为伎量 少说也还差一百分 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 如果想要令未来仙徒 更加畅顺 树木少不了 要再翻上一番 一想到这一点 他心中顿感压力重重 希望能跟道蒙联系上 免却一番奔波收集之苦 日子一天天过去 蓝风城外风暴 强盛衰落周期 往复十数载 吕仲一直都在闭关修炼 炼化天元 助元神蛻变 以此拓宽水桶上线 等法力积攒上来 元神又蜕变一步 劲儿又能继续积攒法力 如此往复 乐此不疲 期间 化身的行动十分顺利 对道蒙修士的试探 多是以成功而结束 照此持续下去 距离最后邀约的到来 应该就在不远时候 不过平静之下 却也让吕仲察觉到 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 并非是针对化身 这点他通过场景回溯 早已进行过确认 暗中视力针对的 乃是道蒙修士本身 眼下似乎正有一场阴谋在酝酿 无法知晓 他们持着何种目的 这点并未能通过场景回溯 得到想要答案 或者说有 只不过线索模糊 无法判断出有效消息 这种古怪情况 让吕仲不禁暗想 或许 为的就是防备 类似我这种人 毕竟无论是独心秘书 还是玄之右玄的神通 乃至一些稀奇古怪的法宝 都能达成类似场景回溯的效果 区别只在于 效果无法达到场景回溯 这般近乎于时光回溯的效果 将思绪扯回到阴谋上来 吕仲在想 是否能借助这一点 进一步取得道蒙修士的信任 正想着 他表情微微一变 却是方才化身 接到一则传音 是道蒙修士主动发来 提到三日后 在城中见面 会面地址 镇峰台 镇峰台 吕仲记得此处地方 位于兰丰城正中央 看似是节日庆典的举办之地 实则底下 就是兰丰城大镇核心所在处 只是后者平日把守森严 常人难以进入 当然 对于炼虚修士而言 守卫形同虚设 在这种地方会面 究竟有何用意 吕仲一瞬间 猜到了好几个可能 然无法确定是哪种 然无论是哪一种可能 都是风险与机遇并存 考虑到最坏可能 他准备先留点后手 三日 不过转眼一瞬间 这一日的蓝丰城 刚好是西风季庆典举办日 明风玉没有一年四季 只有西风 狂风两种季节 以此区别风力大小的情况 而且 每种季节持续半年 如此周期更替 对明风玉生灵而言 西风即是万物复苏的季节 此域的土地 经过整整半年的狂风肆虐 非但没有变得平级 反倒会因为充满灵气 转变为类似灵土的存在 十分适合栽种作物 无论是栽种什么 都能获得极好收成 在此情况下 吕仲来到了阵风台 此刻 兰风城举城上下 早已沉浸在浓厚的节日气氛中 阵风台自然不例外 目之所及处 尽皆是黑压压人头 修士 凡人皆有之 寻了一处汤食摊 吕仲随意叫了几碗风来时 其实就是明风玉板云吞 一边吃 他一边借助场景回溯 开始流星周围情况 尤其是阵风台另一边 化身所在之处 更是观察的重中之重 结果不出预料 还是一无所获 这种情况 已经发生过多次 吕仲对此毫不意外 那盗蒙修士敢露面 手里若没有点手段 再引起巨大关注的现在 无疑是在自寻死路 能隐没在人群中无法发现 可谓再正常不过 想要找的目标没发现 老鼠倒是发现了好几位 来历不明 修为方面都是化神器 显然只是小卒子 这些人早引起屡重的注意 背后黑手正在酝酿着什么阴谋 他再次尝试 在场景回溯中 从他们身上获取信息 依旧是无果而终 无奈 只能选择放弃 另一边的化身 此刻也在摊子中坐着 明风玉环境特殊 自然造就了独特的美食文化 好比面前这一杯藏风饮 就相当的特殊 乃是以蜜糖 佐以多种果斧 再加上米酒调和口感 最后投入一枚藏风时 如此就算大功告成 若要说它的饮用口感 吕仲觉得像气泡饮料 有一口没一口的 慢慢品着杯中之物 忽然前方一按 不好意思 其他位置都满了 不介意我在这里坐一下吧 一名额头挂着防风镜 看起来风尘扑扑的青年 微笑着说道 请自便 吕仲诞声道 表面看似平静 心跳却忍不住加速起来 来了 对面的青年 就是他一直要找的道蒙修饰 而且还是真身轻智 不动声色 吕仲打量起对方 乍一看 跟鸣风玉修饰 并没有多大差异之处 一样习惯性佩戴防风镜 身上裹得极为岩石 以此防止风沙灌入 同时 对方也在打量着吕仲 泽泽 想不到 我居然能在灵环界 碰上身外化身之法的修炼者 青年以神识传音 语气中充满了吃惊 若我没有猜错 阁下应该是下界非生之人吧 也唯有如此才能解释 身外化身神通的来历 道友见识当真不浅 吕仲诞生道 此刻他的心中忍不住掀起波澜 能道出化身来历的修饰 目前此人还是第一位 只能说 真不愧是道蒙修饰吗 见吕仲不反驳 青年哈哈一笑 看来真是被我猜中了 自我介绍一下 灵环道蒙第十书积院直视 叶盘言不知道有是何来历 陈东下界非生之人 吕仲如实道 原来是陈道友 不过我记得下界并不会有道蒙存在 阁下又是如何对我道蒙之之甚祥呢 对此 吕仲依旧如实回答 将小灵环戒之事稍作删减后道出 叶盘言听完表情显得有些震惊 目光呆滞道 什么 你竟然得到了关道子前辈的接见 这 陈兄莫不是在开玩笑 作为道蒙书姬直视 对关道子的地位 自然是一清二楚 关道子虽未在道蒙中领职 身上只有先使一重身份 但在道蒙中依旧是尊贵无比 纵使是统领道蒙的十二书姬 也要隐隐中矮他一头 似这般大人物 他至多也就是在千年先祭中 远远目睹一眼真容 至于接见 叶盘言是想都不敢想 可根据吕中的描述 面前此人的确得到了关道子前辈的接见 献煞我也 修道数万年 他的心情第一次这般剧烈波动 叶盘言好不容易才平复下来 将跑偏话题拉正 道有见我的目的 大概也就那几个 盘言虽不敢保证 但都有实现把握 说到这里 他面色一正 沉生道 作为交换 我想要你 助我一臂之力 要做什么 吕中十分好奇 是秘境寻忧 还是了却仇怨 亦或者是 等叶盘言将交换条件到出 他才发现 是自己完全想歪了 确切说是被惯性思维 导向了错误的答案 吕中面露古怪 再次确定道 你确定 要我帮你完成此事 当然 叶盘言一副肯定模样 他的条件很简单 就是让吕中帮忙解决 其他事例为了捕获自己 而在蓝丰城各处设下的大阵节点 以防止蓝丰城民众出现死伤 那你现身的目的 是为了什么 吕中不解道 转移注意力 叶盘言对此 并未给出答案 更未说是 为何是转移注意力 接着他又道 至于遇上道友 纯属意外之喜 之后只要你的要求不太过分 盘言都可以实现 真有底切 吕中心中如此想道 不过 既然能实现此行目的 拯救蓝丰城民众 当一次圣母 又如何 等吕中答应执行 叶盘言才开始道出细节 以及二人如何分头行动 然而他却不知道 对面的人比他还更清楚 那些阵法节点所在的位置 说完 叶盘言望向吕中 问道 你看计划如何 没问题 只是 有些细节 或许要改改 吕中指出几处 他认为有些不妥的地方 这些地方 在纸面上看来并无问题 然结合眼下情况 却是有些不合时宜 如果碰上什么意外 弄不好 还要引来麻烦 的确要改 是我考虑不周 叶盘言脱塞道 从善如流 接受了吕中的观点 他见吕中投来 疑惑目光解释到 第十书记院 比较专注于学术 实务方面 还是其他书记院擅长 计划敲定 接下来就是实施 按照二人拟定计划 分别要破坏 一十八处节点 执行难度不高 关键在于 如何在事成后脱身 考虑到这一点 叶盘言专门提醒道 道友 你这画外画身之术 虽便利 但眼下却是例外 那伙修士中 有眼母眷属加入 不擅长斗法 却精善标记之术 道友这次得小心了 一旦被其标记上 身份必然会暴露 为何 吕中亚道 事关法则 三言两语难以道清 叶盘言摇头 并未详细解释 而是掌心灵光一闪 取出一枚金色预检 递于吕中 这是一篇论文 涉及岩母的具体研究 道友可以细跃一番 论文 我难道幻听了 吕中忽然发现 自己对盗蒙的了解 似乎还是有点浅薄 至今也不过是 只见枝叶而已 同时 他大概猜到 第十书记院 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接过预检 跃进海量信息 里面记载的 与其说是一篇论文 倒不如 说是道蒙修士 对岩母这种 外道传承的详尽研究 确切说 该是一本百科全书 署名者为林森子 是一位大成七修士 由他历经 三千三百零九载 偶心立血著成 字字朱姬 剖析到位 根据论文所述 岩母跟大部分 城汽后的朱厄一样 并非由灵环界 生灵演化而生 受到了高层次力量的影响 吕中读到这里 感觉一扇大门 在眼前缓缓打开 这是涉及到 真仙领域的知识 看来 朱厄跟朱厄之间 还存在着区别 好比长春之子 虽在仙道眼中 被归属于朱厄范畴 然其实是 灵环界的土株势力 那位神秘的 长春之子尊神 大概是一位 实力极强的 灵环界生灵 四眼母这般 受高层次力量影响的朱厄 则是不折不扣的 外来入侵者 当然 仙道或许也是 吕中更好奇的一点 是这么多高级势力 一味味强于 杜劫期的存在 费尽心思 抢夺灵环界 到底是为了什么 显然不可能是 无聊之举 将预检收好 吕中准备抽空戏月 这时转身 对夜盘炎拱手 请笑道 多谢道友提醒 关于标记之法 我自有办法可以应对 好 那事不宜迟 我们即刻行动 夜盘炎跟吕中对视一眼 分别走向城东城西 分开后 吕中根据规划的路线 轻松找到第一个节点 位于一处洞府内部 此节点有修士专门助手 但都是些杂鱼 修为最高 也不过士化神中期 其余之人明显是雇用而来 原因至结单不等 甚至外围 还有助机修士参与 紧百息功夫 吕中就解决了一切 此举无疑是在打草惊蛇 很快 他体表就有星光浮现 像以前更加深邃 来自暗中的窥探 被疑心换斗神通阻隔 吕中对此并未放松警惕 根据那篇论文所述 严母眷属 如若付出巨大代价 就能引动高天之上 严母的力量 届时 纵使是他有神通遮户 也会被洞穿精准定位 麻烦将随之涌来 电光石火之间 吕中撤电一步踏出 抬手将引雷针射出 将第六处节点助手修士 也如之前那般 解决了个干净 与此同时 城中变故咒声 来自于夜盘岩方向 只见得一阵光滑巨脸 伴随着如雷轰隆爆响声 两道顿光一前一后 瞬间飞离蓝风城 眨眼间功夫 就消失在云气中不见 考虑到外道大阵的杀伤力 哪怕残留一个节点 都能造成数以十万计的杀伤 故按照既定计划 接下来剩余的所有节点 都要由吕中负责全部破坏 树西后 吕中再次从节点出来 速度一如既往 可就在此时 他的目光忽然间一转 停在右前方一空地上 不知何时 那里呼得多了一人影 却是个面容苍老 好似枯枝残竹的老者 在他满是褶皱的沧桑面容上 尽是或大或小的眼珠子 比起这骇人面容 老者所持杖扒黑帆 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皮做翻面 拼足七七四十九 人骨拼翻肝 皆取怨骨尽血之 似这般打扮的外道修饰 吕中还是第一次遇见 跟长春之子这种土著势力相比 眼母诈仪看还真是邪恶之极 他很能清楚地看出来 面前这一杆黑帆上面 少说积攒了数以千万条姓名 毫不怀疑 若任由其中怨气是出 刹那间能使乐土变鬼欲 此刻 老者正用阴冷眼神盯着吕中 一番上下打量 树西之后 老者呼得一笑 楼草打兔子 没想到这一次 顺带还能解决一名盗蒙余孽 小辈你的原神不错 若是稍加祭练那么一番 来当我这百诺眼番的主魂 倒也够格 话音落下时 老者持着番旗 又往地上一处 灯时间 周围一切好似泡影般破碎 一股无形的力量忽然出现 无视了吕中的反抗 强行它拖到一个诡异空间 目之所及处 近阶是一片血红 这里好似蓝风城的倒影 一切都完美相似 紧接着 老者的身影出现在无人街道上 望着沐浴在金光中的吕中 表情忽然一致 转而露出惊诧之色 吃惊道 怎么可能 明明只是个炼虚先修 而且还未真正受禄 为何护体神器能强盛至此 还没想出个所以然 眼见前方有雷光俱勇 老者只得扬起手中黑帆 朝前方刷落 煞世间功夫 就是成千上万鬼头喷出 形成一道洪流 朝起朝右落 隐约有具大眼珠子 在其中沉浮 此为炎石 巨性是炎母无穷化身之一 裹挟冤魂行径间 眼珠子喷射一道道光柱 将来袭剑光尽数击碎 然这 却阻挡不了屡众的权力一展 噼里啪啦爆裂声响起 一道雷光落在洪流当中 煞世间崩开巨大窝口 并继续朝前方贯穿 迟迟不见微视减弱 就这样直射向迟翻老者 后者低贺一声 脸上眼珠子呼地滑出两只 在空中一阵飞射后 如太极鱼般回旋 待他再将黑帆一甩 打出两道躯黑气流 一左一右没入眼珠子中 随即一阵黑风呼啸 原地顿时多出一畸形怪胎 像是捏坏的陶土人偶 被胡乱粘合起来 偏生又能保持基本人形 就这样反取着双腿 将头颅拖在地面 一瘸一拐地朝前方移动 待雷光破镜 他才搁之一笑 其身上胸口附近 一张酷似老者的脸庞 呼得张口喷出一股泥浆 连番举动看似缓慢 实则电光石火间 叮 吕众伸手将倒飞而回的引雷针接住 面色凝重起来 眼前这畸形怪胎 来历可以说是非同寻常 好比原神之鱼仙道修士 在炎母修士口中 他被称之为神胎 此道修士十分坚信 只要以此为根基 修炼出千手白眼 即可如仙道成仙一般 抵达更高的无上境界 此种说法是真是假 吕众丝毫不在乎 关键在于 神胎近乎坚不可摧 吕众不知道 外道修士是如何做到这点 无论是依赖于眼母也罢 还是掌握了什么逆天秘法 但目前有一点相当确定 那就是他有麻烦了 对面老者 这时一处黑帆 面露笑意 那神胎立刻挪动身形 缓慢朝吕众爬来 所过处留下遍地泥泥 速度依旧看似缓慢 实则无论吕众如何后退 二者之间的距离 仍在飞速地减少着 要不了实习功夫 就会面对面碰到一起 世界中忽然有黑影闪过 那是由无数眼睛 聚合而成的怪物 看起来就像个充满血丝的大眼球 猙獰且可步 令人看到就心底发寒 是借用了眼母的力量吗 吕众暗响至此 眼见神胎欲逼欲尽 心念电转之下 一抬手将火龙灵奇祭出 并着引雷针一道 煞时就是两道光柱击射而出 他偏偏就不信了 在没有成仙之前 有人能做到万法不清 这一次 吕众毫不吝惜法力 只要经脉能承受住 就将灵奇灵剑之微拉至最大 嘿 你这是痴心妄想 老者这时候 自信已看出吕众虚实 不由咧嘴一笑 的确 神胎并非坚不可摧 能轻松破坏他的办法不少 但他能十分笃定一点 目前都还会被盗蒙掌握 所以在现在 我是无敌的存在 话音落下时 老者呼入惊恶之色 神胎的心口处 赫然多出一口金色长剑 剑身名有引斗纹 造型优美如若天成 此刻正义一声灰 将本该属于他的力量 尽数掠夺西去 不 老者大喊一声 就立身在那里 再无丝毫生息 好办上 吕众才长出一口气 此番 祭出天道斩杀剑 完全是一次冒险行为 虽说早已知晓 此剑专斩诸厄 对外道修饰 更有莫大杀伤力 但方才他心中 其实也没多少底气 好在 结果十分理想 在斩杀剑面前 神胎好似豆腐堆成 轻易就被刺穿 这也让吕众更加好奇 著称这天道斩杀剑的材料 到底是何物 论对付仙道修饰 他甚至不如一件正常法宝 可如果是针对外道诸厄 却又能阳光消融冰雪般 轻易造成巨大伤害 用到同阶时极为明显 好比现在 趁老者疏忽大意 一击就必敌成功 没等他多想 眼前空间开始扭曲起来 事不宜迟 吕众将提前准备好的 疑心换抖印 一把打在了黑帆上 顺带将老者尸骸碾成积粉 以免方才那一幕 被岩母知晓 不一会功夫 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一道人影凭空现出 随之一起出现的 还有一滩乌黑血浓 极易感阴气森森的黑帆 伸手一射 吕众将黑帆抓住 立刻的 就能感觉到 黑帆传来反抗之意 不过 这些都是徒劳 只见一阵紫雷弥漫而过 此宝表面 顿时有雷浮成形 横竖交错 将他所有的力量 死死封印 不得卸出分毫 像这种外道之物 对仙修如同鸡肋一般 吕众自然不例外 他准备等此件事了 就将黑帆彻底炼化毁掉 不过现在 还是正式要紧 剩下的六个节点 再没有遇到其他阻碍 待最后一个节点被摧毁 蓝风城的危机就此解除 如此 之前吕众跟叶盘炎的交易 也算是彻底完成 也不知道 此人现在情况如何 念及至此 吕众准备寻中追迹 追上去看情况 天元珍稀南巡 好不容易找到的获取渠道 他可不想就这么没了 寻迹飞略 很快来到一峡谷中 从一片狼藉的现场情况来看 显然是刚发生过一场恶战 结果以外道修饰身陨结束 然现场并未见到叶盘炎的身影 一番搜寻下来 吕众最终找到一则密文 按照二人的约定 他很快翻译出意思 却是一个坐标 照着找过去 果然见到叶盘炎 看清盘坐在炎洞深处 气息虚浮的那道身影后 吕众止步于远处 平静出声道 需要帮助吗 你现在的情况 看起来可不算好 无妨 只是小伤而已 叶盘炎回道 炎石 这种外道修饰可不好对付 尤其是那以天外将 铸成的神胎 纵使是灵宝也难展开 我也是 费了好一番功夫 猜 炎石 吕众心中暗道 原来自己斩杀之人 是炎母的炎石 难怪实力强到那种程度 话又说回来 天外将又是何物 能借此筑成神胎 想来也不是普通之物 论文中有提及过 但也是语言不详 吕众想到这里 不动声色地 将目光移向夜盘炎 后者迎向头来视线 呼地笑道 既然大阵已毁 道友有话但说无妨 按照你我的约定 只要在能力范围之内 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条件 闻言 吕众将心中想法道出 我要稳定获取天元的渠道 呵呵 这倒是个难题 夜盘炎沉饮一阵 组织好语言才开口 实不相瞒 在道蒙一夜倾覆之后 纵使是我也面临着 天元紧缺的麻烦 毕竟此物 非土地可出产 用一点就少一点 炼虚促使元神蛻变 以此获得触及大道的可能 需要大量的天元 对我等先修而言 是修炼不可或缺之物 说到这里 夜盘炎微微一顿 才继续说下去 办法吗 我这里倒不是没有 曾经是道蒙的不传之密 如今 怕是只有我一人知晓 如果道友有足够的实力跟运道 甚至能一劳永逸 解决天元的获取难题 哦 是什么办法 吕仲一听 来了精神 追问道 虚空剑 夜盘炎神色凝重道 实不相瞒 天元就是来自那里 一如在海面随波漂浮 偶尔受到种种意外因素影响 才会坠落至我们所处的此方世界 紧接着 他开始向吕仲介绍 何谓之虚空剑 乍一听旋之又旋 然吕仲很快就有了概念 按照他的理解 里世界是现实的边缘地带 那么虚空剑就是一个中间夹层 起到隔绝的作用 异端是他熟悉的现实世界 异端则可能是真先存在的世界 之所以说是可能 是因为夜盘炎对此 也并没有确切答案 然即便如此 仍是刷新了吕仲的认知 若夜盘炎此话为真 那么传说中的仙界 估计跟他一直以来想象的都不一样 而所谓的飞升 也要换成另外一个概念 那为什么 还要皈依世界线 直至只剩唯一真我 更关键的是 我又该如何做到 世界线这种东西 一看就跟时间有关 哪里是为成仙前的修饰 能做到之事 吕仲回想起官道子 曾对自己所言的成仙路 心中疑惑更甚 关于这个点 他没继续深想 转而问起夜盘炎 既然天元存在于虚空界 那么我该如何获取 是借助什么秘法 还是使用什么特殊器具 都不是 虚且只需 以原神寻游识取即可 夜盘炎大有深意地 看了吕仲一眼 缓缓说道 只要道友有足够实力 那么天元对你而言 就相当于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虽然我这话说得有些夸张 但的确是事实 前提是有足够的实力 吕仲自然明白这点 随后他从夜盘炎口中 得到了如何进入 虚空界的办法 方法倒也简单 只需念动一段 名为夜有影的口诀即可 切记 虚空界中危险重重 你一定要做足万全准备 否则 后面的话 夜盘炎没有继续说下去 非是他不愿意 而是不能 无法议会 亦无法言传 不过夜盘炎相信 吕仲对此也能猜出个大概 毕竟都是修炼几千年的修士 想到这一点 其实并不难 还有一个问题 盗蒙现在如何了 吕仲好奇道 听到这话 夜盘炎苦笑一声 两手一摊道 实话说 我也在寻找着答案 别看我是第十书记院执事 其实也只是刚刚苏醒 同样对此事一无所知 若要说我对此的猜测 那大抵是跟仙迹有关 仙迹 吕仲一听这词 脑海中就不由自主 浮现出一个画面 是无边黄金花海中 翩仙起舞的无忧身影 他所跳的支舞 明显是跟祭祀有关 到最后 吕仲一未能知晓 究竟是和导致了盗蒙 在一夜之间突然崩溃 哪怕吕仲心中有所猜测 可在没有决定性证据的情况下 也仅仅只能是一种猜测而已 说不定跟事情真相 偏离了十万八千里 随后 夜盘炎细说虚空界的注意事项 跟现实世界不同 虚空界所存在的一切 并非现实物质 然而 根据书记院的研究 却也并非是比端之物 具体是什么 目前未可得知 原神出窍去往虚空界 必须消耗神器 虚空界中的存在 若是想要抵达现实世界 则必须获得形体 天元 算是唯一的例外 这可能跟它来自彼岸有关 只要能将之得到 就可以吸纳至原神之中 无条件将天元带至现实 夜盘炎声音平缓 表情略带回忆 虚空界浩大无垠 虽然统称为一界 但实际上不同的区域 情况各有所不同 夜游营只能去往夜游域 其他的诸如幽渊域 巨物域等等地方 除非获得对应入界之法 否则只能通过移动 来实现跨域行动 跨域 十分危险 听到这里 吕仲其实早有预料 继续听对方说下去 虚空界并未平静凝合之处 确切说是危机四伏 我等仙道修士进入其中 大半手段都要废掉 又或者是危能锐减 只有诸如倒数 雷法等特殊手段 才能似在现实中般 发挥出原本该有的危能 夜盘炎说到这里 将一道预检递出 里面记载着不少 关于虚空界的内容 既有关于其中生灵的研究 也有部分已知地图 还有诸般景象的研究 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吕仲将预检接过 冲对方拱手称谢 聊完虚空界 夜盘炎便闭口不再言语 到了这里 吕仲知道自己该告辞了 很快回到金光岭 在吕仲离开的这段时间 外界的窥似目光 又重新活跃起来 许是觉得 此间主人在虚张声势 又或者是觉得自己猜到什么 竟来开始动作频频 就算化身频频出手 也未能遏止势头 对此 吕仲并不打算多费心思 依旧全权交于化身 相较于临时得失 目前最紧要的还是探索虚空界 以确定是否能借此 得到一条稳定的天元获取途径 事关修为境阶 容不得半点拖延 三十年后 吕仲终于做好了准备 得益于太阴仙晶的氧气术 他的神器总量相较化身七十 足足增加到十倍之多 同时还学会了一门新倒数 月光剑 本质上 此倒数跟法术灵剑术 并无不同之处 区别只在于 前者是以神器为介质施展 只适合在虚空界中使用 若放到现实 月光剑倒数平平无奇 甚至要比灵宝略逊几分 或许是练形不同的缘故 吕仲惊奇发现 自己所施展的月光剑倒数 并非是描述中如角月般的洁白无瑕 而是轻中微微泛白散发出朦胧灰光 好似千万年前地流江之夜在线 就叫你古老月光吧 随后 他放出九道化身为自己护法 一翻盘坐 调息尽气 待状态调整至最佳 吕仲这才开始口诵夜游饮 仅是道出第一句口诀 原神就感觉一股莫名吸引 他能很清楚地分辨出来 这跟平常的出窍状态不同 的确是要去往未知世界 确定了这点 吕仲动用了未来推演 根据典籍所述 每一位修士进入虚空界的位置 纵使使用相同的入界法 也只能保证身处于同一域 具体出现位置则是完全未知 他推演的目的 自然是为了防止可能的危险 在盗蒙以往的记录中 曾有过不少运气极差的修士 一进虚空界就扎入险地 事后纵然能侥幸不死 也要落得个原神大伤的代价 幸好 吕仲的运气还不坏 对面是一处宁静之地 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 得到答案 他念出最后一句口诀 原神也不再抵抗西 闭眼睁眼间 已是出现在一片青葱草地 这里就是虚空界 吕仲望着前方 那充斥着光与暗 光怪陆离的世界 突然发现 只有自身脚下之处 尚且算得上正常 其他别的地方 堪比疯癫之人的吃鱼幻想 可很快 他就不得不将这话收回 只见前方脚下草地 一阵蠕动扭曲 竟化作一张巨大人脸 看起来跟驱黑老农相似 却带着诡异的微笑 裂开巨口 却吐出长蛇 急速朝目标卷去 长蛇所过处 竟是滚滚毒烟 杂嗦 看清生灵样貌 屡众不经心道 自己的运气 还真是坏透了 所谓杂素 专指掺杂现实世界各种信息要素 所组合成的虚界生灵 形态常极为诡异 非常人所能理解 实力也是有强有弱 修饰按照习惯 将其分为一道九阶 一阶杂素 等同于炼器实力 九阶杂素 不亚于杜杰期 后者极其罕见 纵使是盗蒙书鸡院 也只有一次目击记录 经过一番小心试探 屡众最终确定 眼前这只杂素的实力 介乎于注击跟原因之间 对出入虚空界的屡众而言 正是再合适不过的恋手对象 还可以在他身上 实验古老月光及雷法 对虚空界生灵的效果 先是古老月光 屡众两手一合 而后缓缓拉开 顿时 清白月光笼罩此地 一口造型古朴的大剑 很快经由神器凝聚而成 不知为何 它叫现实世界 多笼罩了一层弹金灰光 星面一动 清白剑影 机设略出 待击中杂素 立刻有盈盈光波一出 光波并非凭空而生 一方来自于古老月光 即杂素本身 是现实力量 跟虚界力量的交织碰撞 如中和肖米一般 最终是古老月光取胜 点击中 将这种现象 称之为归虚 稍加试探 杂素费拉不堪 吕仲没了实验心思 在确定雷法 也能起效之后 没有继续试下去 在它压倒性的力量面前 杂素显然不存在丝毫胜算 连片息功夫也未能坚持 很快就耗尽所有力量 于一阵光丽四剑中 彻底化为虚无 啪哒 一粒如绿豆般大小 由无数方块堆砌成 散发着虚幻光芒 无相形体变换不定的小小光球 落到地面发出声响 无相晶 吕仲面露诧异 将光球一下射到手中 经过一番仔细鉴定 它确定 此物就是虚空界中 少数对修饰有用的奇物无相晶 常常诞生于虚界生灵归虚之后 无相晶的效果很简单 那便是能够修复原神 因有利虚空界而受到的侵蚀 同时 虚界生灵造成的伤害 也能通过此物平复少许 总而言之 算是一种有用之物 身处虚空界 屡重仅是原神进入 在没有储物手段的情况下 只能用神器幻化出一口袋 然后将无相晶装入其中 贴身收好 它这才继续探索 胡乱选了一个方向 只能看中虫迷雾 雾气由来未知 也并非由水气所凝 它们似乎是虚界的隔绝机制 借此将不同的部分 相互隔离开来 于雾气中缓慢前行 孤寂而静谜 很快 前方景象逐渐清晰 是一片青葱沼泽地 不闻虫鸣 也无鸟声 尤其只有安安静静 四道栽葱一般 凌乱无比分布在 水藻密林中的一座座道观 十分诡异的是 所有道观皆是如母子般刻出 七岛八歪 充斥着前方沼泽 也不知此地存在了多久 道观建筑多满青台 甚至还有淤泥漫入 诡异丛林中 有一道道身影游荡 这些杂素 具都是同一副面孔 为刻薄中年道士形象 给人以古靶而严肃的印象 一手执着低血的戒齿 另一手则拿着金卷 布满稚嫩字体 看到这一幕 吕仲想起了道蒙修士 对杂素由来的推测 关于这点素来众说纷纭 不过主流说法一直认为 杂素即可能是现实世界中 某人梦境在虚空界中的投影 汲取激烈情绪而成 光怪陆离 却能部分被现实生灵认知 这一杂素成因 被称为梦境说 眼前景象 套用这一说法 无疑可以解释成 是现实世界中 某一位道童 对师父的恐惧情绪 转化而成的虚界场景 吕仲尝试着 避开杂素 通过此处沼泽 可结果出乎预料 每每他迈入沼泽范围 无论是以何方式 都会立刻惊动游荡的杂素 同时身上莫名传来抽打感 令护体的神器 飞速减弱 尝试数番 吕仲不得不选择放弃 盖音神器的数量 经过这么一番消耗 只剩下半数不到 为谨慎起见 他决定结束此番探索 退出虚空界很简单 只需要再念一次夜游影 同时抗拒虚空界的吸引 就可以令原神回归现实世界 近视中 吕仲徐徐睁眼 却并未立刻起身 进入虚空界 危险不止于里面的虚界生灵 还有虚界对原神的侵蚀 仔细进行全身检查 他很快发现不对之处 记忆 凭空消失了部分 这就是被侵蚀的代价 吕仲面色一变 立刻想到了 被严重侵蚀的后果 岂不是 会迷失在虚空界中 一想到这里 他就感到不寒而栗 关于此事 盗蒙典集中 仅是粗略提及 不过却是数番严厉警告 显然是认识到了 被虚界侵蚀的后果 但并未记载解决之法 脑中灵光一闪 吕仲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那就是通过挥晤空间 给自己的记忆进行备份 同时 每次进入虚界之前 都对记忆进行复制稀释 以庞大的记忆总量 来对冲 轻时损失记忆的影响 想到这两条对策 他心中稍安不少 休息十余年 吕仲将之前耗损的神器 以氧气法完全补回 并按照之前想到的对策 一一做足了准备之后 这才开始第二次探索 还是跟之前一样 先推演未来 确定落脚地安全 确定没问题 才原神降临虚界 再近来 已是换了一处出现位置 脚下不再是草地 而是一处铺着金砖的地面 就好像站在一座巨大的广场上 放眼四周 皆为浓雾所环绕 那种好像永远走不出去的感觉 着实令人心底发慌 这算什么吗 按照虚界梦境说 吕仲猜测 大概是某位迷路之人 心中生出的恐惧情绪 具象化 就有了眼前场景 稍加探索 他并未在此处发现杂素 同时也遇见了麻烦 那就无论选哪个方向前进 哪怕照着金砖缝隙 也都会诡异地迷失方向 最终回到刚进来的地方 就好像真的是一个鹿吃一样 尝试以倒数破坏地面 已得到前进参照 结果依然没有变化 兜兜转转 又回来了起点 虚剑 真是古怪又理气 吕仲不由感慨道 建议试办会 都无法找到离开之法 他只好信心放弃了探索 鉴于此行草草结束 神器并未有多少损耗 吕仲只是稍加修整一番 就立刻开始了第三次虚界探索 好在这次吕仲的运气上加 出现在一处正常地方 他悬浮于半空 打量身前场景 是一片暗红花海 花是铁花 四牡丹又四十算 花瓣皆由鲜血沁染而成 花梗遍布铁刺 同样是锐利且伤人 抗拒着外来的一切 也不知是谁的噩梦 往前行径一阵 前方凭空出现一道身影 明明是男身 却似少女般伪坐余地 他的形象 同样是抽象无比 长着三手并三身 一脸俊美异常 一脸不怒而微 一脸同质模糊 连着头的身子 则分别对是猪 胶 人 猪躯 胶躯柔和 却呈现出人形模样 吕仲见了 不由嘖嘖称奇 难怪主流大众 都认可虚见梦境说 眼前这种抽象杂素 匪夷所思的离奇构造 恐怕也只有在 光怪陆离的梦境中 才会出现 正当吕仲心想着 是否该绕过此物时 呼得 那杂素呼得起身 俊美脸旁漠然张口 吐出一道道血色见光 数量铺天盖地 一如剑潮般汇聚成红流 浩荡朝吕仲覆盖而来 吕仲的感知何其敏锐 在杂素动手的一刹 就发起反击 雷霆声咆哮 他身上爆发出战子雷光 煞时就是一道雷网轰出 同时 清白月光洒落 一口迷你小剑 在双掌之间成形 剑光一掠 紧随雷网冲出 待雷网冲破剑气红流 剑光就已冲至杂素面前 枪 杂素那威严脸庞 手中呼现出一金色权杖 闪烁乌黑幽光 跟来袭的月光剑 碰撞到一起 煞时间 卷起漫天烟尘 更有无形冲击波四散 连卷起成千上万铁花 倒是不弱 吕仲面色凝重起来 才遇到第二只杂素 其实力就已经直逼练须 真不敢想象之后 若继续往须界深处去 究竟会遇上什么怪物 轰隆隆 杂素酝酿完毕 手中全杖一挥 铁花风暴席卷 燃在吕仲的雷法面前 纵使声势浩大如潮 一如风中 残竹般脆弱 雷光一闪 瞬间击破风暴 许事件第二张脸 亦无法奈何吕仲 杂素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那同志之脸缓缓睁开 双瞳皆是一片漆黑 隐隐倒映出吕仲样貌 扑通 刹那间 吕仲只觉周围一片黑白 耳鸣伴随巨大心跳声 正当他未知不解 试图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之时 身上忽然散发出浓烈金光 尽皆来自于石海位置 很快就有一枚种子 飘浮而出 色泽金黄 散发着纯净光泽 额尔落地生根 将周围一切 氢染成金色 这是 天道斩杀剑的本体 吕仲一脸难以置信 他之前对此 曾有过大量猜想 或是真仙断住兵器 或是仙物蜕变成的宝贝 却没有想到 本体竟是如此简单 仅一枚种子而已 看起来 平平无奇 若不是还散发着金光 就跟大荒中的树种一样常见 带金色将周围氢染 所有黑白之色褪去 原本铁花平原 被金色花海所取代 那只三面杂素 已不见了踪影 原地只剩下一株金色幼苗 在旁边 还散落着一枚小碎片 正是吕仲 渴求已久的天元 数量不多 也就先前那份的十分之一 然即便如此 仍是令他激动不已 看来叶盘眼所言为真 依靠虚界 的确能获取到天元 而且目标特征也十分明显 那就是实力强大 且诡异的杂素 变相来说 吕仲手中 相当于掌握了一条天元矿脉 剩下的问题 就在于如何挖掘 这一时半会 得不到答案 吕仲现在最关心的是 天道斩杀剑 发生如此变化 是否会对现实的形态造成影响 事不宜迟 他立刻没送夜游影 退出虚界 静世中 吕仲一回来 就立刻内视自身 结果 令他大松一口气 现实中的天道斩杀剑 一如既往的平常 并未因虚界中的萌发 而对应着出现变化 或许 是我想差了 吕仲清楚记得 虚空界中的存在 想要出现在现实世界 就必须获得实体 很显然 斩杀剑就是所谓的实体 至于它在虚界中 为何会是以种子形态出现 自己的虚界探索 又会因此 而产生怎样的变化 吕仲觉得这点 非常有必要深究一番 经推演未来 吕仲确定进入虚界 并不会遭遇危险 这才再次进入虚界 跟之前不同 这次他进来之后 眼前的景象 再无半点怪诞之意 反而是跟现实世界一般 极度符合现实生灵的认知 这地方给我的感觉 吕仲很快找到答案 刺激了他曾去过的仙灵之地 没错 就是仙灵之地 目光一向深浅 那株巴掌大的金色幼苗 它盘坐在一旁思考起来 脑海不经意浮现出 那株黄金巨树 难道说 眼前的这株树苗 未来有可能成长到那种程度 并非没有可能 没继续深想 吕仲更关心树种萌芽 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 尝试沟通 滴血认主 猪般手段用尽 它意味有丝毫收获 其实 也不算真的没有 吕仲将目光移向周围 发现此处的雾气退去不少 相较一开始的实数里范围 足足扩大的百倍还不止 同时空间也异常稳定 这岂不是说 以后我进虚界 都能固定在同一个位置 对吕仲而言 这绝对是一件好事 固定的探索起点 意味着它以后可以从树苗处出发 有计划地向周围探索 而不必四道蒙修饰以往那般能碰到什么 全凭运气 以至于提供的地图 基本没有参考价值 从虚界中归来 吕仲暗纳激动心情 一番调息静气过后 它才将收获 一小眉天元取出 仔细端向一阵后 确定其中并未暗藏危险 才将之纳入元神中炼化 原本停滞不前的元神蛻变 又再一次开始了进程 吕仲仔细估算 若自己将这枚天元炼化 修为必将因此增长不少 加上之前修炼的成果 炼虚初期已然是走过了三分之一 等凑到更多天元 炼虚中期也是可期 往后的日子 吕仲都在闭关中度过 在此期间 他多次尝试探索虚戒 然每次都是徒劳无功 这倒也正常 若天元是这般容易 就能在虚戒中得到 那此物也不会在现实中 稀缺到另上层宗门 专门发布假消息 绞杀石宝人 以防止宝物外流 注定急不来 只能徐徐徒之 另一方面 吕仲发现一件有趣之事 自己多次归虚杂素 平定那一处虚戒空间后 树苗竟会将之同化 变成如仙灵之地般的存在 他不知道这样 会给树苗带来什么变化 但就个人直觉而言 应是好事一件 时光匆匆 三十年转瞬即逝 对于炼虚修饰而言 时间概念早已经淡化 毕竟动辄数万年的寿命 让他们实在很难感知 那些重复无数次事件 身体会本能地将之忽略过去 一番闭关 收获不小 除了元神蜕变更进一步 法力也有了不小的增长 相较刚炼虚时 实力有了长足提升 作为一名走正统道路的先修 他若对上那些走捷径的炼虚修士 有实力越阶反杀炼虚后期 这一日 吕仲刚结束每日功课 正在亭中坐着 品尝灵厨精心烹制的菜肴 忽然 桌面有光滑乍现 如月龙青纱 脚白灰光逐渐退去 只留下一纸银书 望着上面署名 吕仲本古井无波的心情 一下掀起了滔天巨浪 月英子 此人专程传信于我 到底有什么用意 名义上他是太英首席 可实际未入太英门墙 只不过是个外人而已 带着心中疑惑 他看向纸上内容 神色先是凝重如水 继而化作满脸疑惑 赵月英子说法 这是一件办起来略有些麻烦 却可能获得不少好处的事 北央大会 吕仲念着这词 记得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 细细检索记忆 很快想起 对了 土皇宫底报中 有提到过北央大会 说到北央大会 就要提及一个地理概念 那就是 包括风源界 及周围的修仙界在内 其实都归属于北央的范畴 所谓北央 指灵环界北方的陆地 而北央大会 每万年举办一次 在道蒙尚未崩溃之时 是一个宗门新秀 展露头角 获取更多宗门资源的好途径 三万年后的今日 屡重不解月英子此举的行为 作为疑似渡劫期的存在 对方不可能不知晓 道蒙已然崩溃 纵使如此 也要他代表太阴宗前往参与 其中定然有什么深意 不过 纵使是刀山火海 屡重也准备去一趟 盖音乐英子在信中透露 此届的北央大会固然特殊 然对小小恋戌而言 却也是机缘重重 杜虚连 就是其中之一 此物的鼎鼎大名 屡重分别曾在 道蒙书记院典籍 太阴中的太阴仙经 及土皇宫底报中 多次听闻过 到了炼虚期 若说还有什么天地灵药 能对此阶段的修饰 有所注意 那无疑要鼠度虚连 它的效果 普通也不普通 能起到增幅天元的作用 简单说 若在炼化天元时 浮以度虚连并用 就能起到一份天元 当作两份使用 并产出一家一大于二的效果 如此神物 怎叫人不可求得到 而眼下 屡重就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关于北洋大会 本质上 是一场斗法取胜的淘汰赛 一旦大会开始举行 便会有大能炼制的虚迷介子 非洲出动 于各修仙界中 群寻穿梭 将一位为与会者接上传 上传者 仅代表有参会资格 是否能抵达终点 还要看有没那份实力 须得战胜所有挑战者 笑到最后 才有资格参与北洋大会 作为参会的奖励 自然能得到不少好处 其中之一 就是杜虚连 纵使盗蒙崩塌 先到往日不在 但杜虚连的价值摆在这里 我要面对的对手 恐怕无以平凡之辈 这哪里是什么麻烦 罢了 一分风险 一分收获 屡重知晓 机遇跟风险并存的道理 决定还是尽量多提升些实力 眼下距离北洋大会召开 上还有五百年时间 他若能利用得当 从虚界中获得更多天元 说不定能突破到炼虚中期 更强的实力 就代表着更多的获胜希望 一番休整 屡重准备再次进入虚界 探索以获得天元 殊不料 外面竟有人拜访 来者在屡重预料之外 然其实也是情理之中 正是才见面不久的道蒙修士 叶盘言 后者这般突然上门 显然是为了急事而来 将之迎到大厅 二人分别落座 一番没意义地寒暄后 叶盘言拉扯话题 顺带道出来意 神神秘秘地道 道友 眼下我这边 却是有一桩机缘 要送于你 屡重文言 表情丝毫未变 送机缘 他从来不指望 也觉得天上会掉馅饼 见吕众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叶盘言不愧是修炼老怪物 表情丝毫未显尴尬 笑着道 道友莫要误会 机缘从来都是跟风险并存 我口中的这桩同样也不例外 不知你可曾听过北洋大会 有所耳闻 吕众诞生说道 此刻心中却在嘀咕 叶盘言突然找上门来 居然是为了此事 难不成 按理说已经覆灭的道蒙 对这事 还有什么想法不曾 另一边 叶盘言继续道 知道便好 那成功参会的奖励度虚连 想必道友也是知道吧 这可是罕有的 可适用于炼虚期的天才地宝 得知能使天元效用大增 而道友若能协助我 顺利参与这北洋大会 等事成之后 杜虚连大可以分你一成 听到这里 吕众心中暗笑 此人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若不是月英子来信在先 他恐怕真会在一番讨价还价 达到心中预期的价格之后 答应叶盘言提出的交易 不过从中他也能看出 北洋大会估计真的不简单 否则叶盘言也不至于四现在这般 自己主动找上门来 最终吕众谢绝邀请 将叶盘言送出门外 送完人 转身来到静视 照之前计划 继续探索虚界 花了几十年时间 绘制出一篇偌大地图之后 吕众对自己目前身处于虚界何处 已然有了大概的猜测 若无意外 应是在接近忧冤狱的位置 也正是因为这一因素 他遇上的杂素 才会如此的光怪陆离 跟盗蒙所给点击记载 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根据盗蒙的获得的资料 忧冤狱比叶游狱更加扭曲 心中如此想着 吕众很快进到虚界 关于这次的探索 他准备朝西边进发 那是叶游狱中新的方向 或许这样做能降低沿途所欲危险 同时还能发现点什么 半月后 一处幽暗丛林中 吕众口吐雷火 将面前一犬状 杂素坟面 待龟虚完成 手指朝一射 有银银光丽入手 赫然是一只妈大天猿 似这般收获 他在眼前这处丛林中 已经重复了十余次之多 就在这时 哄 大地猛然一震 剧烈震荡 地面隆起 是有庞然巨物出世 将地块撞飞数十丈高 他这才缓缓显露出身形 却是形象跟之前所占 犬状杂素类似 燃体型暴增数百倍的 巨型杂素 吕众双眼微眯 知道是对手来了 嗯 他有些不对劲 吕众注视前方杂素 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在原神世界中 此杂素的形象 并非完全杂乱 且隐隐间凝聚出 一虚幻形体 兼具一部分原神的特性 使原神转化 杂素吞噬所致 他脑海闪过多个猜测 另一边 只见巨犬杂素仰天咆哮 发出一圈圈无形气浪 无数土黄长枪 在他背后成形 继而如雨点般传射落下 目标直指下方的吕众 吕众雷光一闪 轻松避过这波枪雨 继而 他手一抬 同样也是背后凝出一片长枪 只不过是以雷电所凝 轰隆隆声不断 巨犬杂素被打得连连后仰 为等他撑过这波雷枪雨 呼的一道电光从远处袭来 吕众仗着雷顿之力 骤然突袭至他身前 郑玉动手 将这实力不过化神后期的杂素 彻底归虚实 忽然 吕众脸色一变 只得听三声咆哮 一左一右 及头顶处分别有拳手 于金光战放中涌出 实力方面 竟与巨犬杂素相等 好脚诈的畜上 吕众暗骂一句 心中未有丝毫慌忙 以练须期的修为 对付四个化神后期 纵使对面心神相连 能做到配合无间 也至多费一番手脚而已 实在算不得什么麻烦 古老月光 急 一个转身 三道清白 红光乍现 吕众口中大鹤 以雷铃破开巨犬杂素的同时 御使月光剑 分别展向三拳手 一阵流光闪烁 仅能轻松 就将它们压制 死后 剑埋伏失败 巨犬杂素 愤怒咆哮 哗啦啦 更远处的地面碎裂 草木翻岛间 翻涌出更多犬型杂素 只是体型远不如前者 发出一声声咆哮后 飞略朝这边蜂拥而来 打不过 就想车轮战 还是 吕众冷笑不止 无论是哪一种 这具犬杂素 都要死在这里 掌心一抬 又是一口月光剑凝出 相较前三口 此剑光芒暗淡 说明已是到了它的极限 不过用来对付那些犬群杂素 依然还是杀鸡用牛刀 去 雷光冲入犬群 顿时所向披靡 这时 吕众眼角余光捕捉到 那具犬杂素 转身急速后掠 只剩下那三颗犬手 在继续与月光剑缠斗 自身则是朝远处飞顿 果然想逃 为谨慎起见 它并未立刻追击 虚界危机重重 不同区域 更是盘踞着不同的杂素 在此情况下 贸然追上去 指不定会陆入什么陷阱 最好的办法 自然是借助挥晤空间 看一步走一步 嗯 吕众推演完 露出疑惑表情 出人预料 前方区域居然进空了 看那里残留的痕迹 应是那只巨犬杂素所为 有意思 还有会占地盘的杂素 它这些年来 探索的虚界区域大大小小 以不下数百 亲手斩杀的杂素 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个体 脑海中 不由回想起之前所见 是因为原神的缘故 为寻找答案 吕众一路回溯追踪 终于 在一处土黄天幕下 它找到了那只杂素 同时在杂素身旁 还看见一具盘卧的犬形骸骨 足有百丈大小 纵使已死去多时 其骨骼依然晶莹如白玉 散发着极强的妖气波动 是妖羞遗骸 不难猜到 巨犬杂素与之有关 被侵入老巢 巨犬杂素愤怒之急 一双毛子喷出土黄光柱 仰天咆哮 随后只见它身形一缩 居然没入到那妖羞骸骨 咔 咔嚓 地龙翻身 地面如波浪般聚颤 翻滚的土黄天幕 如漏斗状朝中心汇聚 在一阵阵剧烈妖气狂潮中 原本空洞的犬羊骸骨 漠然与那杂素合二为一 表面忽然多了一层土黄光芒 隐约可见是犬羊生前模样 杂素猛一个前扑 张开血盆大口 露出尖利獠牙的同时 并有无数石球飞射 吕仲不畏不惧 即射出三道清白剑影 煞时 暴响声不断 无视飞剑的石屑 吕仲发现 对面杂素的力量 在融合犬羊骸骨之后 静一下提升至炼须期 心中之震惊 可想而知 此妖生前 修为必不止炼须 否则 光凭一具死了 不知多少年的朽孩 无法令杂素获得如此大提升 这时杂素身躯 凝出一层土黄光芒 动作骤然一致 身后有无数蜜纹如藤蔓慢生 口中喷出一道虚幻土黄光柱 看似平平无奇 却让吕仲心中紧照大作 吕仲不加思索 提表涌现一层神器 虚余间光柱凌身 神器飞速消耗 好在并未对他原神 造成丝毫影响 同时 眼角余光还注意到 但凡被光柱扫过地面 皆是化成了土黄色岩石 好厉害的手段 吕仲心想 若自己中了这招 只怕七色龙旗毫无作用 也是难免石化下场 再看那杂素 他使出这一招 将在原地久久未动 对吕仲而言 显然是一个好机会 却 吕仲操控的月光剑 刹那掠过千丈距离 于半空中合在一道 未能更胜之前 下批狠斩向杂素身躯 一剑结束又是一剑 碰 碰 碰 每斩出一剑 杂素身下地面 都要下沉数丈 他发出痛苦吼叫 却处于后遗症中 迟迟无法挣脱 一连斩出百剑 吕仲依旧未能解决此杂素 不由为其皮操肉后探服 若换作是同阶修士 哪怕实力是靠天元修炼上来的 此刻也要死得不能再死 见状 他左手掐绝 激发石海雷印 子拉声大作 无数雷电自虚空中生出 紫色电芒闪烁 形成一巨大雷团 将杂素笼罩 两相夹击之下 他气息更快衰落下去 不多时 就彻底失去动静 轰隆一声 腰还失去支撑 坍塌在地 伴随着力量流失 之前经营的玉骨不在 现在腰骨朽化如渣 四风化彻底的石头般 脆弱的只能勉强维持外形 吕仲伸手一射 立刻崩碎成一地尘土 一番搜索 又一块天元到手 分量并不少 加上他之前列取的天元 加在一起相当可观 若再来同样数量 我有信心借此突破到炼虚中气 吕仲满心激动 一边将确认没有问题的天元 纳入石海 一边暗暗想到 可惜 天元实在难得 为了得到这点天元 斩杀的杂素堪称海量 连树苗的领地都已经翻了树翻 达到了两万里方圆 比现在的山河洞天 还要大上一倍 吕仲正欲离开 眼角忽捕捉到一光亮 伸手射来 发现是一股片 此物 如果我没有看错 好像是妖族的传承秘宝 看来这妖修生前的确不一般 死后精华汇聚 竟能自动留下传承 能做到这点的 要么是上古其受血脉 要么修为真挚化尽 屡众此刻 面色相当平静 盖因妖修的传承 对仙道修士而言 堪称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的典范 通常而言 内力功法仅适用于妖修 人族若想修炼利用 必须要加以改进 耗时耗力不说 未来上限还会因此大受影响 除了身怀特殊血脉的修士 极少有修士 能在这上面 获得超过要修的收益 当然 这也是屡众眼界太高 对于一般修士而言 这股片依旧是难得至宝 从股至今 超脱之法素来难得 能侥幸入手一套 岂还有挑挑减减的道理 退出虚界 吕仲回到现实 这次收获可谓颇丰 短时间 他都不用再进去探索 只需潜心消化天元 增强实力 应对即将到来的北央大会 杜虚莲 能大幅提升天元使用效率 既然侥幸遇见 哪有放弃道理 杜年如日 时间就这么平静地过去 期间 叶盘岩多次来访 架码是一提再提 可惜他哪里知道 吕仲本身也要去争上一争 按照北央大会的规矩 二人中有碰面的时候 到时候为了杜虚莲 不免要大打一场 即使如此 吕仲自然不会答应对方 转眼间百年过去 这次天元的消化时间 着实是有些久 不过 吕仲从中得到的好处 却也是非之前闭关能比 元神经蜕变后 较闭关前又增大一圈 体现在实力上面 就是对天地元气的操控 进一步得到增强 能调动更多数量的同时 持久力也有所提升 待后续将更多天元炼化 实力还将进一步得到增长 秀为顺利增长 自然新生豪情壮志 吕仲不禁将目光 投向了如何突破至合体期 太阴先经对此 有详尽的描述 将那些晦涩词句简化 能简单概括成一句话 将肉身与元神合二为一 这也是合体期之称的由来 届时 修士将能初步感应到 何谓之天地规则 不入其境 难以想象合体期的伟丽 真希望我也能有这么一天 吕仲心中期盼想到 同时也知道 想达到这一境界 自己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获得天元 获得更多的天元 又百年时间过去 这一日 吕仲难得出门 却是跟附近修士熟络之后 接到了一交换会邀请 总是闭关修炼 日子未免过于无趣 有时候 也要调剂一番心情 他准备跑上一趟 顺便出手积攒的丹药 换些能用得上的灵物 同时看能否在高阶 修士云集的交换会上 寻找到犬妖传承的潜在买家 升至万丈高空 一路都是风驰电掣 到了炼虚期 还是屡重这种 素不与人结怨 一直窝在洞府中前修的 路上自然不会遇上意外 很是顺利 就抵达了琥珀海 说是海 只是一片极大的水域 因其水色 则如琥珀而得名 水面烟波浩渺 偶尔有岛屿引漠期间 此间土地的主人琥珀散人 似乎曾造过井 因此看起来颇有一番异景 此刻 远处有光柱冲销而起 起到指引方向的作用 循着指引 前方很快出现一片楼阁宫阙 巨大山门悬浮于半空 百丈高看起来颇为气派 当中有一块琥珀牌匾 赫然上书着琥珀宫三个大字 山门前 有修士迎来送往 是一血气方刚 身板挺直的盎然青年 化神后期修为 见到吕仲到来 甚是恭敬地迎上前来 拱手道 晚辈土玉良 乃琥珀宫二弟子 在此恭候金光子前辈大驾光临 家师在琥珀店中已酒后多时 还容晚辈替您引路 金光子是吕仲给自己批的一重身份 按照新杀玉的习惯 即先修取名号的癖号 直接取了个金光子 一路先月不断 很快来到一具店前 正是琥珀店 见到此店 吕仲心中起了比较心思 更觉自己的金光道场寒沉 之前还浑然不觉 但现在 他却是越想越不舒服 果然 烦恼都来自于比较 才至店门处 呼听的一声大笑 就有一黄袍修士 满面带笑走出 琥珀散人 是一倦戒狂放修士 非是行为猖狂 性格怪乖利 而是张弛有道的眷守修士 换成人话来说 就是道徒前进受阻 转而中庸自守的修士 也正是因此 此人才能积聚大好名声 若不然 光凭炼虚初期修为 既无大势力做背景 也无大能师尊做依仗 哪有实力能广妖炼虚期修士 组织起这么一场大交换会 哈哈 金光道友远道而来 琥珀有诗远迎 还望物要怪罪 琥珀散人拱手 冲吕仲深深行了一礼 吕仲闻言微笑 还礼道 道友实在客气 素闻琥珀散人急功好意 在新杀欲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在下却迟迟未来拜访 该道歉的是我才对 哪里哪里 来者是客 来 快快请见 琥珀散人大笑 指引道 吕仲点头 跟对方一同入殿 目光环扫一周 发现人数有点少 不过二三十 此番交换会 它是刻意掐点来的 时间已快到交换会开始时候 偌大的琥珀店内 仅聚集如此数量炼虚修士 乍一看 还真有点人气稀疏 可这已然是新杀欲 及附近几欲 有空参会炼虚的总和 吕仲见此目 不由想起旧时看过的画本 每每主角突破至某一境界 某境界原本罕见的修士 就会遍地走 低阶修士 更是不如狗 如今看来 画本果真只是画本 落座少请 在吕仲身旁 一球然灰山打扮 衣着干练的修士 这十面带笑容 主动靠过来道 在下空炉洞马韶方 若道友日后有空 不妨过来一续 一听此话 吕仲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正常的拉近关系流程 目的吗 大抵是物色个合作对象 至于杀人夺宝什么的 则是纯属多虑 想来琥珀散人 为了自己的名声 也不会放任邪修 随意混入交换会 却也不好直言拒绝 于是 吕仲嘴上说着一定一定 心中却并未将之挂在心上 没多久 交换会开始 作为东道主 琥珀散人理所 当然成了主持人 一因规矩都大差不差 还是那老一套 这次的交换会 能有三十一位同道参与 真乃南某之幸 废话不多说 请第一位道友上台 琥珀散人笑着说完这话 就冲下手艺修饰拱手 示意对方可以开始了 后者倒也不客气 先是冲店内 诸人拱手一圈 才朗声说道 这次 柴某专程带了遗物 想必诸位道友会感兴趣 请看 话音刚落 一团隐隐光球 凭空出现在他手中 见此物 不少人面露亚色 吕仲也不例外 小小星鲨鱼 居然也是卧虎藏龙 那光球的来历可不小 属于转修寄托物的一种 先修若感前途灰暗 大可以借此走一走捷径 摆脱对天元的依赖 跟一直被困链须初期相较 明显是突破到链须圆满 更为诱人 而寄托物是实现这点的 必要条件 屡中这时注意到 就连琥珀散人的眼神都变了 此物对一个修为困顿之人而言 吸引力不言而喻 琥珀散人神色一脸 大声笑道 柴道友还真是手笔惊人 若我所料未错 这应是长春之子使徒 第六道师的遗物吧 不愧是琥珀道友 柴信修士对此 并未否认 脸上更露出自傲之色 外人皆到第六道师强 但他以炼须中期对炼须后期斩杀 证明外道修士也不过如此 所以 这寄托物他看不上 才会拿出来交换 由此注意在前 不少人对此场交换会 更是期待起来 下一位是个面相平平无奇 浑身找不出特点 几乎毫无存在感的中年修士 若不是特地留意 大多人都会下意识将他掠过 我这次来 着实带了不少宝贝 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一一介绍了 若在场哪位有看重之物 尽管过来洽谈 保管最后让你满意 说话间 此人倒提储物带 放出一大堆事物 零零总总 不下百样 正如中年人所说 的确都是难得一件的宝物 担架或许不如那枚寄托物 但若要论总价值 定然还是此人胜出 可任由在场修士 如何绞尽脑汁 人未能想到此人来历 吕仲倒是看出了一点眉目 若他猜得不错 此人大抵是林颖楼的传人 亦或者意外到了林颖楼的传承 而林颖楼曾属于道门外围势力 名义上规第三书记院统侠 此院专门处理见不得光的事 精通隐藏之道 再正常不过 看来道门崩解后 并非所有力量都消失 还是有部分残余力量幸存 得出如此答案后 吕仲未继续深想此事 仲修士挨个将交易物拿出 或是稀缺难得一件 或是量大价值非同小可 无论是否真心交易 至少态度是展现出来了 很快就轮到吕仲 他一将股片拿出 顿时吸引来众人目光 有疑惑也有惊讶 但更多的是不解 之前的交易物 部分人纵使不认识 也能凭经验猜个大概 可眼前此物 却是完全不同 乍一看 就是一普通股片 不存在任何神意之处 若不是时间特殊 都有人会怀疑这金光子 是否在用杂物随意敷衍 当然 没一人提出质疑 这相当于承认自己眼拙 恋须修士 城府身心性坚定不假 但连总归还是会要一要的 少数几个看出的 一时间也不敢确定 将众人表情尽收眼底 吕仲表情未有改变 平静说道 此物乃是一犬妖大修所留传承 足够修炼至大成七 目前尚未使用过 听闻此言 众人面上表情 显得复杂起来 居然连大成七传承也看不上 转修妖道 不失为一条名路 至少比依靠寄托物 修外道好 存在突破到下一个境界的可能 而且 后期若是有足够机缘在身 甚至能重返先到 论价值 狗妖传承数倍于寄托物 正当场中气氛沉默之际 琥珀散人 却哈哈一笑起来 哈哈 没想到金光道友 竟然能出此种高阶传承 浮原之身后 还真是羡煞窝的 若无意外 等下竞争最激烈的 大抵就是此物了 这话无人能反驳 至少目前如此 交换会的气氛 到此一改之前的沉闷 开始火热起来 很快 所有人就轮过一遍 分别展示了交易物 正如琥珀散人之前所言 吕仲拿出的 夭修传承 的确是最贵重的物品 排名第二寄托物 加上往后八样交易物 才能堪堪等同比较 此刻那柴信修士开口了 他将视线一向吕仲 哼 既然是金光道友的 交易物价值最高 我看不如就先让金光道友 说一说 自己交换物品的价码 如此一来 也省得之后 我等束手束脚 就为了多一丝 交易成功的机会 而舍不得交易 其他心仪之物 的确 此言有理 我赞同 不少修士 硬喝道 琥珀散人稍稍沉吟 这才开口说道 金光道友 你意下如何 无妨 吕仲对此 的确不怎么介意 迎着众人目光站起来 诞生说道 如此传承 其价值究竟多少 想必在座诸位 都心中有数 陈某的交换条件很简单 天元 极品零食 亦或者能精炼 新陈领宝之物 只要有人拿出 对等价值的东西 在下没有不卖的道理 此番条件 实在算不上苛刻 却并未有人 立刻站起来 想要交换这 要修传承 非是不想 而是姿势重大 由不得他们不多 仔细考虑一番 道友 这传承 我出三枚心神髓 可肯哥爱否 有一名蒙面女修 代价传音道 吕仲听了这话 微微一摇头 这价格实在太低 没有丝毫诚意可言 或许这已是女修的极限 但吕仲不准备 做亏本生意 反正也不怕 传承放着贬值 大不了多参与 几次交换会就是 闭目静坐 继续等待其他人出嫁 过了好一阵 不少对传承感兴趣的修饰 都一一给出了加码 部分人能看出来 抱得架充满诚意 可奈何 始终无法令吕仲满意 最后场中 就只剩下柴信修饰 即琥珀散人未有动作 前者是不懈转修 后者面色平静 终于 琥珀散人传音过来 金光道友 非是男某多疑 实在事故 可否将传承中 关于气息运转的部分放开 好让在下借此确定真假 琥珀知道他在顾忌什么 很是爽快地冲骨骗 打出一法诀 当时 树道风条跌落 琥珀散人要求的气息运转部分 除去关键位置 隐去不限 其余都被他以水晶术投影出来 大方展示在店中所有人面前 这一下没人再迟疑 新一轮报价 更是大胆了许多 琥珀散人目光扫过店内 最后落在吕仲身上 翻手送出一储物袋 并道 传承 我要了 吕仲接住飞来储物袋 略意检查里面的东西 露出满意表情 是精炼领保之物 论价值 比他的心理预期高上些许 是比不错买卖 见错失一桩机缘 不少人目露失望之色 同时心中也开始活泛起来 那传承股片非是一次性 尽管被使用过后 其中信息会消失部分 但剩下的内容依旧价值不菲 能修炼至合体期 就不算亏 不过 这些都是后话 而且还得看琥珀散人的意思 若他不愿意转手 其他人同样无法奈何 柴信修士这时起身 神色平和说道 这寄托物 柴某不要东西 只需助我到风来船上走一遭 东西某愿双手奉上 若最后能成 还有额外厚礼奉送 风来船 柴信修士的话语 出乎不少人预料 但少部分知情修士却明白 所谓的道风来船走一遭 其实只是充当北洋大会助力 出力时倒也简单 尽自身所能 消耗对手 实力即可 这一招 用来对付独行修士 常常有不错效果 但坏就坏在 因此会激怒对方 有可能在这场不限生死的争斗中 不幸失去性命 风险 不可谓不小 哼 想得挺美 有人冷哼道 道友难道不知 这北洋大会的竞争程度 你的寄托物价值高不假 凭此想要我等替你卖命 却还是可笑了些 谁人不知 此事的危险程度 历次大会早已经证明 定是十死九伤结果 林颖楼中年人吃笑说道 吕仲见到此幕 只是平静地看着 就在这时 一道沙哑的声音 却在他耳边响起 金光道友 既然你能斩杀仓土护法 得到他所留传承 想必是知晓其最后下落 稍后会散 可否赏面一叙 有一桩交易 想要跟你谈谈 吕仲寻声望去 发现是坐在上手 一名红衣老修 论修为 此人不是全场最高 但实力绝对遗留 此位一见吕仲望来 微笑着点了点头 继续传音道 金光道友且放心 我并没有恶意 只是有一桩合则两立的事 想要合作一番而已 此事涉及到一处秘宝 秘宝的价值妈 现在不便细说 只需知道 它源自于三万年前 而彼时的仓土护法 是盗蒙密库的看守者即可 密宝 吕仲没想到 那犬妖竟有这种故事 略意私存 他最后答应下来 谈一谈也无妨 若真能借此找到盗蒙密宝 那么多冒些风险 也是值得 另一边 交换会还在持续 柴信修氏提出的条件 尾时过于苛刻 以至于迟迟未找到交易对象 无奈他只好主动降低要求 只需撑过对手三轮攻击即可 如此 才有一修氏敢于搏命 往后的交换 吕仲有不少看重之物 以二阶单要作为交换 倒也有不少人松口 如此又收获十数件灵物 谢云婷 吕仲一到此处 就见到了红衣老修 随手设下几道进阵 他才语气平静说道 好了 足够屏蔽暗中窥视了 现在道友是否该细说一下 你我究竟要合作什么 很简单 寻找遗失的盗蒙秘宝 方一平 在三万年前的大乱中 他极可能被看守者仓土 无法盗走 找他的原因也很简单 方一平据传可转化出天元 过程虽迷废甚至 投入产出严重不成比例 然也不失为一条好路 红衣老修说到这里 颇有深意看了吕仲一眼 笑道 似金光道友这般 有志于更高境界 面临着天元短缺的修饰 想必也渴求此物吧 无可否认 吕仲面色依旧 方一平 他也是进来才知晓 据传是真仙炼制之物 后赐予道蒙 以镇压气运 以保证天元源源不竭 道蒙正是有了此物 才能培养出海量大乘修饰 成为灵环界第一势力 此物疑似被仓土护法所盗 想到这里 吕仲不禁回忆起来 他十分清楚地记得 自己那日检查股粉时 并未发现有任何异常 怎可能还藏着一件方一平 纵使有 也是在那传承股片内 可听对方笃定的语气 显然对此极为确定 其中定隐藏着什么秘密 吕仲目录思索 略意沉吟后 说道 既然你我皆渴求此物 合作一番理所当然 只是丑话说在前头 方一平到手如何分 自当是你三我七 签下契约轮流使用 红一老修笑道 对此话 吕仲并不当真 嘴上道 轮流用我没问题 不过 三七分未免过分了些 现在知晓仓土护法下落的 就只有在下一人 其价值 几乎可等同于方一平 分配该是六四才对 而且我六你四 听此言 红一老修面色一沉 道友莫不是在开玩笑 非是我泥熊自吹 而是现在这世间 知晓如何取得方一平的 尤其只有我一人 这点我可以打包票保证 换作是其他人 纵然知晓方一平存在 也绝技无法取得 此话言语之中 显然是一由所指 吕仲微笑 语气平静道 以虚戒之大 道友觉得自己 有几分可能 可以独立找到 仓土护法陨落地 即使合作 道友最好还是 拿出多一点诚意 哼 呜呜呜呜 这是我最后的底线 红衣老修冷亨道 就按这个比例 吕仲见好就收 没有继续争取 方一平磁宝 拥有着转化天元的能力 虽然不知道其产能 但绝对值得尝试 若是现在太过贪心 以至于跟对方闹翻 那绝对是得不偿失 不过 虚戒如此之大 你我如何会合 难不成 你倒有事准备将办法倒出 脚游再下去完成 吕仲淡笑着 看向霓雄 后者此刻脸色不大好看 不过还是翻手 取出一张奇特蓝符 此符长三尺宽二尺 尺寸极为罕见 表面有花鸟重转 看起像介乎于真实与虚幻之间 带着虚戒的气息 霓雄将蓝符递出 不忘解释道 这是指虚符 有勾连区域之效 你指虚将它带到虚戒激发 我就可以过来会合 还请金光道游仔细收好 此符连我也只有一张 安心就是 吕仲印完 后将指虚符收好 随后 二人约定好时间 定在十年后 结束跟霓雄的谈话 吕仲见还有时间 便开始推销起自己的单要来 品质上加 海量供应 对那些不擅长炼单 亦或者需求过大的势力而言 有不小的吸引力 在经过一番简单推销之后 吕仲足足卖出了一半的库存 尽管到手的都是零食 可六万上品零食 对炼虚修饰来说 仍是不可小觑 而且 此次交易即可能是开始 如果对方使用满意 后续即可能会专门下订单 小半时辰后 交换会进入尾声 吕仲满载而归 正准备离场之时 琥珀散人却靠了过来 金光道游 虽不知你跟那泥雄 究竟达成了什么交易 不过据我所知 此人似乎即刻同道 与之同行者十死九伤 我劝你最好还是远离为妙 多谢琥珀道友提醒 不过这颗同道 吕仲下意识地就以为 泥雄是个伪装极好的邪修 但转念一想 琥珀散人既然知道泥雄有蹊跷 又怎会邀请此人来参与交换会 而且方才在会上 其他修士也又跟泥雄交谈交易 说明此人是邪修的可能性不大 金光道游想差了 只是泥雄这人有些邪门而已 具体情况兴杀欲无人知晓 但若是 让我猜 可能是会让同道沾染霉运 又或者是个天煞孤星的命格 琥珀散人解释起来 说到后面 则是一脸古怪 还有这种人 吕仲听后 心中微压 心中不禁暗想 自己之后要去跟对方 一同寻找方怡萍 怕事也要 将念头收拢 吕仲冲琥珀散人拱手 笑道 再次谢过道友的提醒了 关于这点 我回去后会仔细衡量一番 就不劳道友远送了 告辞 不出琥珀店 他化作红光冲天起 不一会 就没入到深沉夜色中 一回到金光岭 吕仲就闭关起来 琥珀散人的提醒 自然引起了他的重视 从描述来看 那泥熊大抵不是邪修 但想来也不是什么好人 否则之前在商谈之时 就会将自己 这一特质 合盘道出 不过 我也并非没有应对之法 吕仲的疑心换斗神通 对此有不小作用 兼且 修士的神器 也能抵御一部分 只是为谨慎起见 他还是给自己下了一点限制 那就是 一旦神器消耗过半 或是受到难以在短时间疗愈之伤势 就立刻放弃 获取方一瓶 想好后 吕仲双目一臂 呼吸渐渐悠长 日子一天天过去 正如吕仲所料那般 金光岭产出的丹药 由于量大且致忧 受到了不少势力的欢迎 无论是买来自用 又或者是运到他处转卖 都能从中获取利益 也正是因此 来金光岭求购的修士 一日更多过一日 为此 吕仲还让化身设置专门的对外窗口 以满足海量交易所需 就这样 十年时间眨眼就过 这些年里 吕仲的实力几乎毫无变化 盖因这短短的一段时间 实在无法练化多少天元 元神不蜕变 装法力的水桶就不会变大 最后体现在实力上 便有了现今的结果 在约定的日子 吕仲施展夜游影 顺利进入虚界 睁开眼 眼前就是一片花海 而就在身后 树苗得益于掌控区域的扩大 成长速度异常惊人 早已是长出了枝压 上面更有三片树叶 每一片好似黄金铸旧 且密布着玄奥纹路 多看几眼 吕仲从来到仓土护法陨落处 并取出纳指虚符 跟现实世界中 那种介乎于虚时间的状态不同 眼下的指虚符 完全就是实体 激发后 很快化作一扇原形门飞 几乎是立刻 尼熊就从对面穿过来 伴随着他脚步落地 指虚符化成的原形门飞 成了一层朦胧微光 镀在了此人的身上 并且在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缓慢减弱着 尼熊打量周围 感应到这里经久不散的妖气 点头道 的确是仓土护法的陨落地 金光道有 只虚符的效力不长久 我们速战速决 他说着 口中吐出一团金光 带表面光芒散去 却是一块金色令牌 尼熊拿着他 朝吕仲展示了一番 并道 想要取得方一瓶 须得配合着预保令 这是世间第一无二之物 唯有他才能引动宝瓶 且看好咯 啪啪 竖道法觉打出 预保令 灰光一卷 射出一道光芒 至虚空中 不多时 虚空中传来回应 吕仲只见到白光凝聚 那尼熊的面前 就多了一百余小瓶 乍一看 没有半点灵气波动 表面看来 平平无奇 若不是看了 他出现的一幕 真要叫人怀疑 只是个普通酒瓶 好了 方一瓶已经换出 不过想要将之得到 我们还得花些力气 尼熊转过身来 冲吕仲缓缓缓说道 你是指我们进去 吕仲道 没错 方一瓶乃是现实之物 现在他身处于虚界 出现的只能是投影 想要真正将宝瓶带走 就必须要进入瓶中一趟 通过一阴 先加试炼 尼熊说着 还将手摸向方一瓶 果然摸了的空 随后 他也不等吕仲回应 就寄出那预保令 在打出几道法法诀之后 就画出一扇青铜门飞 头也不回地进了里面 吕仲稍加推演 确认无诈后紧随 进去之后 跟预想中的不同 里面并未有什么限权 单纯就是一明亮空间 周围还有云气环绕 叫人看不清虚实 之前进去的尼熊 此刻正站在一座犬形雕像面前 在跟雕像沟通着什么 但从他愈发难看的脸色来看 沟通显然不怎么顺利 我说过多少次 道蒙早已经彻底毁灭 世上已经没有道蒙修饰 没有 那阿七只能拒绝 雕像口吐人言 拒绝了尼熊开启试炼的请求 顺带一提 这是主人设下的规矩 不容更改 他说完后 一下彻底沉寂 尼熊望着雕像 面色阴沉似水 不过 他对此早有准备 金光道有 过来助我一臂之力 若绕不过这雕像 顺利开启试炼 那我等就要失败在此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借助我寻来的这句古诗 只需合力激发 埋在里面的长春寄托物 就能使之短暂复生 足够 未等尼熊说完 吕仲将他的话打断 沉声道 不必如此麻烦 我或许有办法 说着 他走到雕像面前 将以身份排出世 几乎是立刻 沉寂的雕像泛起微光 继而更是传出声音 验证通过 阿七正在为你效劳 只见得光滑一闪 雕像竟化作一大黄狗 活灵活现 似真狗一般 他脖子处挂着一米米玉瓶 正是方一瓶缩小后的模样 阿七望着尼熊 不屑说道 哼 区区画外野人 竟然想骗阿七 真当阿七不知吗 仙道的灰光 早已传遍万界 而盗蒙作为重道传播者 怎可能会覆灭 尼熊闻言 却未跟雕像置气 全当作是未听见 同时 他心中也对吕仲的身份 有所怀疑起来 尼熊可不会单纯相信 光凭区区一块令牌 就能顺利通过气灵认证 但他也不觉得 金光子会是盗蒙修士 盗蒙覆灭至今 已有三万年之久 若此人真是盗蒙修士 哪里还需要费力跟自己合作 以盗蒙修士的身份 多的是办法可以绕开 就让你得意一时 等之后试炼开始 你是盗蒙修士又如何 只要意外足够 最后能通过试炼的 只会剩下我一人 尼熊暗想道 试炼设定完毕 参与者二人 阿七口中说完 双目各投射出一道光柱 落地后化作光门 通道开启 请参与者就位 他这话 是看着吕仲说的 吕仲点头 又察觉到尼熊难看脸色 不禁心中暗笑 后静止走入光门 刚一跨过光门 周围景色就开始飞速变化 最后 是一片忘不到边际的荒漠 第一关 镜像挑战 阿七的声音从荒漠上空传来 略显空洞 参与者是否准备完毕 吕仲没回答是否 而是目中若有所思 想了好一阵 一仰手将天道斩杀剑祭出 跟外面的方一平一样 此剑现在也是投影 请求新权献认证 阿七沉默一阵 原本消失不见的身形 凝聚出现 但跟之前相较 现在少了几分灵动 显得机械起来 仙姬方一平 编号贾成 气灵阿七 恭迎寻天仙石大人 寻天仙石 吕仲听闻这话 也是强忍着 才没倒吸凉气 这般称号 端得是吓人 被自己的灵机一动 狠狠吓了一跳 吕仲好不容易才镇定下来 后正色道 我有些问题 想要问一问你 眼前这气灵 既然是出自真仙之手 或许知道许多仙界信息 而他对此类知识 可求至极 仙石请说 阿七机械硬道 紧接着他又补充 注意 阿七并非记录者 仅搭载通用数据库 可能无法满足要求 汪汪 阿七 你既然来自仙界 可曾见识过那里的风光 警告 此问题已违反第一律令 下界者不得透露仙界相关信息 违反者 操控权限已开启 正在强制搜索中 未在数据库 发现相关信息 待机械声结束 阿七踩歪头说道 回仙石 阿七没见过仙剑 吕仲听到这个回答 想起方才阿七口中 爆出的冰冷机械声 哪里不知道是那些真仙 对此做了限制 心中要说不失望 那是不可能的 好可惜 一步登天的可能性 没了 收拾好心情 他问出第二个问题 阿七 道蒙轻浮的原因 信息检索中 阿七目中划过文字流 很快回答道 原因如下 此条目已删除 阿七回答完毕 吕仲 他不信邪 顺着阿七说话习惯 又道 给我调出删除者信息 几乎是立刻 机械声再次响起 要求拒绝 警告 此要求已违反第一律令 数据回馈 已是第二次违反 已上报寻天先时 操控权限已开启 删除记录如下 此条目已删除 随后 阿七恢复正常 阿七回答结束 汪汪 吕仲摸了摸他狗头 大抵想明白了缘由 若无意外 定是被比寻天先时 更高级别的存在 抹掉了相关信息 可能是道蒙中的高层 也可能是来自于 仙界的存在 又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 总而言之 就是不用指望 获取仙界信息了 吕仲细思极恐 从手头现有信息来判断 很难不让人 做出以下猜想 道蒙的一夜覆灭 极可能跟仙界有关系 而且恐怕瞬间覆灭的 远不止灵魂界道蒙 仙道的灰光 传遍万界 好一阵 吕仲才平复好心情 类似此般的惊世隐秘 自己知道的事越来越多了 也不知是好是坏 还有 这寻天仙史的身份 一听就不简单 吕仲深知 此事一旦泄露出去 引来的麻烦恐怕难以想象 到时候别说是诸恶来袭 就算是未比真仙的存在出现 怕也是存在着可能 面对这种存在 他无异于蝼蚁 将杂念抹去 吕仲将注意力转移回来 望着阿七脑海中灵光一闪 脱口出道 阿七 我要直接通过试炼 请求已收到 试炼判定通过 阿七话音刚落 这时 一道光柱从天而降 将吕仲笼罩住 光芒闪烁 不见了身影 再出现 已是站在一百玉小瓶面前 吕仲将之设在手中 看着平平无奇的此物 表情微压 这就是方一瓶 是的 尊敬的先使 阿七 将头从玉瓶中探出 回答起吕仲的问题 接着 他继续道 阿七这边 侦测到对先使有恶意的存在 是否立刻将之灭杀 一道光幕出现 赫然是霓熊 方一瓶此宝 当时归我霓熊一人所有 不过事宜落魄散修 如何与我这种名门之后并论 等出去之后 定要寻一机会 结果此人 试炼中的霓熊不知 此刻自己所有的心声 竟都被阿七展露出来 这么一番恶意满满的话语 听得吕仲是眉头大皱 虽说他对此早有预料 但人心在宝物面前 也尾时是太过于不堪 即使如此 自然没有留对方的必要 他转看向阿七 微微一点头 请客间 试炼空间如沸腾般 各类攻击如暴风骤雨 疯狂朝霓熊袭去 熟悉后 只听到一声凄厉惨叫 之后再没有其他动静 威胁已解除 汪汪 阿七摇起了尾巴 说道 做得很好 吕仲不令表扬 望着手中的放一瓶 道对了 听说阿七 你能转化天元 到底是怎么个转化法 很简单 只要阿七吃到足够多的神器 就能将它们转化成天元 阿七道 他说着 张口一吸 顿时 远处有无数气流涌来 是霓熊陨落后 溢出的神器 他们在失去原神寄托后 很快就会分解消散 被阿七吸到口中 很快消失不见 没多久 吕仲只觉手中方一瓶一尘 竟真的倒出了一粒 芝麻粒大小的天元 然不知是否错觉 他总觉得眼前这里 比之前获取的其他天元 要明显浑浊数分 如此明显的差别 让他不禁心中多了些猜测 阿七 你宁出的天元 跟其他天元有什么区别 阿七摇了摇尾巴 才道 回先使大人 阿七宁的天元 是为伪天元 有着跟天元相同的效果 伪天元存在副作用 需要搭配狄青元魂诀 才能将之清除 狄青元魂诀 很快 一片法觉就被道出 吕仲一字不落全听完 将之铭记在心 随后 他借助挥晤空间 对伪天元跟狄青元魂诀 都进行了一番推演未来 结果令人欣喜 阿七没有隐瞒什么 数年后 金光岭到场 月光透过重重天井 落到下方近视的最中央 吕仲正闭目盘坐 竭力炼化到手的天元 然就跟前几次一样 不过三五西功夫 方一瓶产出的天元 哪里敌得过他的炼化速度 是已被迅速消耗殆尽 正如阿七所言 先机方一瓶所产的伪天元 跟天元的确效力相同 在此情况下 吕仲的元神继续蜕变 捅大了 能装的法力自然更多 同时 有着狄青元魂绝在 他也可以免确 应服用伪天元 给元神带来的污染 唯一的不足之处 就是神器的恢复速度 伪时太慢了一些 不过吕仲对此 已是十分满意 诚然 方一瓶的天元产量 极其有限 但得到这样一件宝物 无疑能大大缓解天元的需求 若是不计时间 愿意为此花个数万年 这样光靠方一瓶就能满足自身修炼所需 真是件好宝贝 可惜 仙姬并非领宝 吕仲心中暗暗想着 玄机再次闭关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金光领人气 一日胜过一日 金光领方式早已不堪重负 已经连着扩建了三轮 却依旧未能满足需求 目前已有规划成先程的打算 外面的繁华 传递不到闭关近视 一直闭关不出的吕仲 则是继续将精力投在修为提升上 很快 又是一百年过去 距离北洋大会开始 只剩下三百年不到的时间 在此过程中 吕仲借助先机方一瓶 得以获取不少天元 连带着之前到手的那部分 很好满足了闭关的资源需求 得以于此 元神蛻变进度大幅推进 连带着一身法力 也是精湛远胜过闭关之前的状态 这一日 吕仲从修炼中退出 原因有二 首先是之前斩杀杂素所获天元 已经被它彻底消化完毕 需要尽快掠取更多的天元 以满足自身修炼所需 其次 是虚界中的树苗发生异变 有必要专程去看一看 下境界缺灵药丹药 到了炼虚期缺天元 真不知道 等到了合体期 大成期的时候 我又会缺少什么修行资源 吕仲暗响一阵 将心中杂念抹除 继而 他借助夜游影 顺利进入虚空 一进到里面 吕仲不禁面露亚色 实在是变化太大了 树苗在之前 不过是三尺高 可现在 已是一仗有余 发生了什么 吕仲对此 感到十分不解 正想着 一片树叶落到他的手中 色泽金黄 显然是黄金树所出 伴随着萌萌金光 叶脉上有纹路显现 悬傲且令人看到就头痛 吕仲的脑海中 更浮现出 一段关于此叶作用的信息 树叶是一件保命之物 在身处虚界的前提下 无论身处于何方何处 只要激发这片叶子 就能立刻传送至黄金树前 借此避祸 看来 还真没白培养你 吕仲露出满意笑容 将那黄金树叶仔细收好 由此物护身 他未来行走虚界寻找天元 无意会安全许多 随后他施展顿树 一路穿过大量清理完的区域 阳光明媚的蔚蓝天空 垂下无数条丝线 层层叠叠的身影 好似腊肉被串在上面 随风摇摆变换出各种形状 猙獰可不又诡异 刚穿过迷雾的吕仲 望着眼前这一幕 面色凝重起来 他分明看到 那些被挂腊肉的身影当中 除去大半来源未知 形态诡异变换的杂素外 还有着数量相当不少的修饰 其中部分 赫然散发着合体漆气息 危险 吕仲心中紧召大作 未有丝毫迟疑 身形立刻向后飞退 他心中更是已经决定 将这片区域列为禁区 除非日后提升至合体期 拥有了应对此地力量的实力 否则期间绝不踏此地一步 正想着 吕仲忽然脸色微微一变 袖中飞出一清白剑光 继而被他握在左手 杨剑对着身后就是一盏 当 金铁交击声 出乎意料 倒数索宁月光剑 竟奈何不得一根傀儡丝 不信邪 又拼了数计 结果还是一样 无奈 吕仲只好选择边打边退 幸好他之前足够谨慎 很快就进入到了浓雾范围 没多久 涌来的傀儡丝就消失不见 顺利退到安全之地 吕仲这才长舒一口气 没忘了借助挥舞空间 仔细检查自己一番 以防止被方才那股力量 在身上留些什么手脚 还别说 真让他发现了一处 不知什么时候的 衣袖中净多了一根细丝 细丝乍一看 跟寻常灵残丝无异 可实际上 却好似有生命一般 被发现后 就想往法医里钻 幸好吕仲眼疾手快 及时拦截并补获 傀儡丝 绝对是傀儡丝 仔细研究过细丝 吕仲很快得出了结论 若要说 在灵魂这么偌大的一个修仙界中 哪种手段最令人防不胜防 其中定然有虚戒傀儡丝的一份 此物 介乎于虚时间 抵达现实世界 也无需获得实体 对灵绝不灵敏的修士而言 傀儡丝绝对是一偷袭利器 凡中招者 少说也是法力运转不灵 若是一个不走运 被傀儡丝控制了神魂 那更是要落入万劫不复之地 从此沦为一介傀儡 可惜 吕仲得到的傀儡丝 由于来源十分特殊 所注定无法为他所用 既是如此 他手中雷光一闪 就将傀儡丝碾成积粉 随后再次踏上探索路程 吕仲将方才那处标注为傀儡天空 并标记为禁地 修为不到合体期 不得进入 然后重新换了一个方向 继续碰运气 这一次总算是顺利了许多 一连清除三个区域 除却一次落空外 其余二处地方 聚都获得了天元 尽管数量不多 一让吕仲感到一阵欣喜 数日后 吕仲刚清理完一处区域 这次运气依旧不错 获得了一枚芝麻力大的天元 他忍不住在想 要不要提前结束 等炼化完这批天元再出来 忽然 心中闪过不好预感 雷光裹着全身 顿时就是一个闪烁 在出现 已是百战开外 几乎是同时 一整片冰枪洒落 彻底覆盖吕仲之前所站处 不留丝毫死角 见没有其他攻击 吕仲这才朝冰枪射来出望去 这一瞥 叫他寒毛直竖 只见不远处雾气中 赫然有一长发 倒数的人影 被悬挂在半空中 看不清具体的面容 只有一双空洞的毛子 透过重重雾气 朝吕仲望来 然这并非吕仲关注的重点 却是在人影背后 他看到了一根通往天空的细丝 居然追到了这里 吕仲意识到不对 决定先下守围墙 下一刻 就是一箭射出 同时 还打出一道阴时镜 对面傀儡来不及躲避 接连吃下他两道攻击 哪里经受得住 只发出一声凄厉惨叫 就砰的一下 炸作烟雾 可几乎是立刻 雾气中又冲出三道身影 实力跟方才那傀儡相似 背后 雾气翻涌如潮 显然有更多的傀儡在赶来 隐隐绰绰 怕不是得数量上百 吕仲见此情况 果断下定决心 手一翻 就将黄金树叶翻出 动作没半点迟疑 继而将之激发 只见眼前空间扭曲 一股天旋地转感产生 等吕仲世界恢复正常 发现自己已是回到了黄金树面前 回想方才经历 他不禁感到振振后怕 虚界果然不讲道理 竟存在此种诡异力量 毫不怀疑 方才若我再晚走一步 恐怕就要被那些傀儡包围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好在还有黄金树叶 除了这档事 吕仲没了继续探索的兴趣 干脆结束此行 莫颂夜有影 很快回到现实 嗯 刚睁眼 吕仲就面色一变 手中雷光一闪 引雷针被祭出 后拔剑向前斩去 扑斥入肉声传出 一连着傀儡似的 魁梧身影 才刚刚随着出现 就被这时大力尘的一剑 给狠狠地斩飞出去 直至撞到对面的墙壁 这才停了下来 可很快 这身影又站了起来 他抬起头 露出挤在一起的五官 咧开嘴鬼笑道 我 找 到 你 了 声音回荡 吕仲默然睁眼 他这时发现 自己还站在黄金树面前 不知是否错觉 此树的颜色似乎淡了一些 奇怪 方才发生了什么 吕仲回想方才之事 心中就是一尘 再结合黄金树如今的异常 未有迟疑 他立刻进入到挥晤空间 借场景回溯 寻找答案 很快 来龙去脉完全展现在眼前 方才发生的一切 居然都是真的 吕仲不敢相信 自己明明借助夜游引回到现实 现在却被一股力量 硬生生拉回了虚界 反复回溯数次 吕仲找到问题原因 之所以千方万方 仍着了那股力量的道 是影子 吕仲摆密一书 在这上面出了漏洞 不对 与其说是不小心 倒不如是受了影响 他现在回忆起来 之前解决那傀儡私时 自己明明产生过类似想法 却依旧忽视了这点 至于现在 能反映过来的原因 大抵是本身原神修行不弱 再加上黄金术的进化 吕仲伸手一射 就从影子中射出一透明丝线 跟傀儡私有数分相似 正在物资地挣扎着 竭力想要摆脱控制 吼吼吼 几乎是同时 远处就传来了咆哮声 仿佛有什么存在被惊醒 那是什么 吕仲面色一变 方才咆哮的那一瞬间 他只觉神魂战力 像是面对什么恐怖存在一般 估计大臣威压也不过如此 杂素 异货者 看来这虚界 远不是我了解的这般简单 吕仲想到这里 心中没有来的一尘 随手将傀儡私碾碎 站在原地略意私存 决定还是稍稍做一番试探 很快 来到花海边缘 这是黄金术力量的极限 再远处就是虚界分隔各区域的浓雾 此刻的浓雾中隐隐绰绰能看到数量极多的傀儡 在雾海中起伏 从他们的表情来看 恨不能直接扑进来 将吕仲撕成碎片 很显然 有什么力量令他们顾忌 这点 吕仲一眼便知 凡进入花海边缘 傀儡都会迅速失去力量 在他看来 分明是被掠夺所致 这显然是斩杀剑所为 力量的源头 是诸恶 吕仲心有所悟 开始记忆中思索 在一篇太阴中的典籍中 发现的确存在着 一个名为大魁神天的诸恶存在 此诸恶的所作作为 跟他之前所见相同 善傀儡他物 喜好挂腊肉 看来 我真是发现了 什么了不得的存在啊 不过 现在似乎是黄金树的力量更强 只能说 真不愧是寻天仙史的配件吗 纵使是诸恶 强绝杜结期的存在 亦无法侵犯领域分毫 可为什么大魁神天会如此紧张 吕仲理清思路 开始细细分析 似黄金树扎根这般 极可能是高位存在的一种手段 具体作用不明 却又十分重要 顾大魁神天一感应到威胁 便立刻展开反击 绕行黄金花海一圈 他发现周围的雾气中 巨都隐藏着傀儡 不必多说 显然是被包围了 带吕仲出去 必遭海量傀儡围攻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条路 就这样被堵死了 往后我的天缘 难道就只能靠方一平 吕仲对此甚是不甘心 先机方一平 虽能化符朽为神奇 将神器转化为天缘 但效率伟实不堪 难以满足他的要求 只依靠方一平 那就只能通过掠夺神器 以此维持修行所需 罢了 解神还需寄神人 既然问题的源头 出在诸恶上 或许从大魁神天的动机出发 就能找到解决之法 吕仲想到这里 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 想知道大魁神天的动机 它倒是有两条县城的 获知渠道 最简单的 自然是去问月因子 似这般活了不知多少万年的存在 定然是知晓其中缘由 问题在于 如何求见 其次 叶盘炎或许也知道 此人作为道蒙第十书记院执事 能知晓许多常人 无法了解的隐秘 不过想要从他口中 得到想要信息 定要付出不少代价 不管怎么选 还是先回到现实再说 没了大魁神天的影响 这一次 他顺利回到现实 望着周围真实 且熟悉的一切 吕仲心中不由感慨 没想到 我居然有一天 连回到现实 心中都会产生庆幸之感 正想着 一抹银色灰光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他凭空出现 很快凝聚成一张书页 上面仅有寥寥数字 锚点 干涉现实之基础 吕仲读过之后 立刻明白 大魁神天对自己敌意的由来 极可能是误打误撞下 发现了大魁神天在虚界的锚点 从描述来看 锚点的确十分重要 若没有了此物 那诸恶就不能被称为诸恶 纵使在虚界中再强 亦无法影响到现实 充其量就只是一个 实力强大的杂素而已 等等 吕仲忽然反应过来 锚点的作用 岂不是侧相证明了 诸恶的起源由来 既然盗蒙在分类上 将本土外道势力 跟外来诸恶归于一类 就说明 在本质力量方面 无论是长春之子也好 岩母 大魁神天也罢 都是属于同源 让我想想 吕仲冷静分析 如此一来 说明所谓的诸恶 极可能是起于虚界 如长春之子这般 源自于灵环界的外道势力 极可能是灵环界的强大生灵 为了追寻更高位 更高层次的力量 效仿之下所模仿出来的道路 一切只为突破凡事的极限 唯有如此 才能解释二者同源的本质 话而言之 恐怕仙道起源亦是同样如此 关键之在于 起源的那位究竟是虚界存在 还是四长春之子这般 追求更高层次的现实生灵 吕仲想到这里 不禁苦笑 我好像又知晓了什么禁忌知识 他没敢继续声响 迅速将思路拉回正规 得知了问题根源所在 想要解决目前困境 一下就变得容易起来 吕仲本能觉得 月英子对此锚点坐标 会非常感兴趣 其他诸恶及高阶修士 各种希望再进一步的存在 怕也是如此 他只需将坐标倒出 自然有存在会出手 将大魁神天解决 确切地说 该是破坏大魁神天的灵式锚点 使之无法干涉现实 可惜 我不能这样做 吕仲叹了口气 黄金树扎根之处 同样也是个锚点 他隐隐有种感觉 他会在未来 给自己提供巨大帮助 因此 黄金树锚点 绝不能暴露 锚点暴露是双向的 他可以对外泄露 大魁神天的锚点坐标 对方同样也能 具体该怎么做 还要仔细想想 话又说回来 是谁提供了这道信息 吕仲不觉的是月英子 太阴宗老祖 固然已是杜劫期修士 但如果连虚戒之事 都能知晓 那么世间 恐怕再没有其他事 能瞒得过这位了 显然不可能是这位 那么 究竟是谁 排除错误可能 吕仲很快想到答案 黄金树 看来有必要谈一谈 而且我总感觉 解决之法 也在黄金树身上 吕仲没想到 事情到最后 又绕了回来 于是他将天道斩杀剑 寄出 却久久没有得到回应 正要放弃 又有银色灰光生成 这次只是一缕一年 蕴含蒙发之意 同时带着一道信息 经过解读后 吕仲明白了信息的内容 才知道 黄金树扎根 是为了恢复力量 并非是为了构筑锚点 随时可以化种舍弃 当然 一旦重新化为树种 之前他阔下的地盘 也要付诸东流 有黄金树提供的信息 吕仲很快就想到了解决之法 那就是让黄金树化为树种 虽说这样做损失有点大 但胜在能一劳永逸 等此事结束 之后再找一个地方 让黄金树重新扎根就是 很快将细节想好 吕仲准备来个借刀杀人 将大魁神天的锚点锁在坐标 通过化身对外传递出去 想必那些渴望呈现的存在 对此会非常感兴趣 说做就做 很快 关于大魁神天的消息 就传播开来 经过一层层传递 很快汇入有心人耳中 既然是更高层次的存在 尽管吕仲提供的坐标 称得上是模糊异常 可对那些存在而已 已是精确地不能再精确 事情的后续 吕仲对此并不知晓 毕竟在传出消息的第一时间 他就让黄金树化为树种 不过 从远方传来有诸恶势力 在一夜之间 遭到重创的传闻 来猜 大魁神天 应该是遭遇了什么不测 不招惹仇家 不对外惹事 吕仲的修行 却并非顺风顺水 修炼资源上的紧缺 导致元神蜕变的停滞 迫使他重新将目光投向了虚界 希望借此 获取更多天元 同时 他也在尝试着 开辟新的获取来源 例如斩杀诸恶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方一瓶 可以将神器转化为天元 话而言之 诸恶等于天元 偏巧 天道斩杀剑 可以掠夺神器 如此一套完美循环 唯是让吕仲忍不住多想 吃人修仙 不外如是 经过一番物色 吕仲选定了目标 是一个活跃在百方域 被称为归异教的诸恶势力 此教宣称天下苍生中虚归异 即一切尽皆归于无上尊神 最终所有教众都要跟归异尊神融为一体 如此才算完满 形式是不折不扣的邪教风格 当然 归异教坏事 做尽名声差 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吕仲选择归异教 还是世子软好捏 不同于颜母 长春之子这类成器后的诸恶 归异教兴起才不到万年 加之又遭到土皇宫连番打击 高层力量几乎是实不存一 残余者 最高也不过是炼虚实力 正好适合吕仲解决 想掠夺神器 转化成天元以助修行 这是再好不过的目标 百方域 百方先成 吕仲改换身形 化作一青年建修 出现在此处 此刻正在一茶楼 感受久违的烟火气 旁边一桌是两名助击修士 四是忙里偷闲 正品着五香灵斗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都是眼下的八卦时事 楼内其他人 也大多是如此 边疆土皇宫 跟诸恶大军的熊熊战火 暂时还烧不到这边 能让他们感到有危机感的 或许就只剩下一阴 渗透进来的诸恶眷属 好比有富然苗头的龟一教 就是这里热门的讨论话题 听说真应成那边 足足有好几个方式 被皈依教徒攻破 离道友 你速来消息灵通 不妨透露透露些信息 一白衣修士 拱手问同伴道 消息室友 我告诉你们 攻破方式的 可不是皈依教徒 而是朝主 朝主 难道坊间传闻是真的 白衣修士一脸吃惊道 其他人听到朝主一词 也是竖起了耳朵 仔细倾听起来 没错 就是朝主 说话那人 故意停了一下 才继续道 就跟你们知道的一样 朝主就是举行协计后 由教徒 归义而成的产物 当然 照那些 归义教徒的说法 这是尊神之四 是引导所有人 走向归义的使者 听到这话 楼中 修士皆是吃笑起来 如果修炼到最后 都是变成朝主这种鬼样子 连自我意识都已经不存在 要跟别人彻底融成一体 那修炼又有何意义 熟对熟错 又有谁能知道 说不定 皈依或许是 李道友正准备说下去 忽然外面 传来脚步声 一对修士走进来 静止将李道友制住 为首黑脸修士 一脸冷意 出示一份盖印文书 留重云士吧 你作为皈依教徒 犯下的事已经查明 按照百方宗律法 抓到当该处以 就地格杀之刑法 这人说着 竟真将李道友格杀 如此突然一幕 几乎惊呆了众人 尤其是之前 那名白衣修士 此刻更是一脸煞白 他见黑脸修士 朝自己望来 心中煞食一慌 险些被吓尿了裤子 真是个废物 黑脸修士 这时确定白衣修士 并非是皈依教徒之后 方才吐出这话 后又目光环视楼内一周 这才带人出去 他走后 其他人如获大事 再不敢停留在茶楼 纷纷逃也是地离开 唯独吕仲 仍自顾自地喝着茶 方才发生的一幕 在他眼中 不过是小插曲 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 才是吕仲这趟目的所在 根据他先前追查到的信息 龟一教的确有重新归来之事 并准备在百方城大闹一场 按照此教一贯的形式风格 必是举行盛大祭祀 以享龟一 吕仲想要做的 就是趁机截杀龟一教高层 以此掠夺大量神器 作为供应自己修行的养料 龟一教的动作很快 通过一条条隐秘渠道 即被洗脑之人的协助 大量教徒在百方宗眼皮底下 悄无声息地潜伏在城中各处 不过 吕仲的收割速度 同样也极快 有挥晤空间在 借助场景回溯寻踪索索计 龟一教自诩隐秘的行动 在他眼中 毫无秘密可言 轻易就能找到想要目标 前面有座秘店 一名中年修士走在前面 抹了把额头上冒出的汗珠 说道 前辈 你要找的人就在里面 看来带路的份上 可否 吕仲卫等他说完 末地弹出一道蕾丝 雷光闪烁间 就将之焚为灰烬 紧接着 他将目光移向前方 望着空无一物处 平静道 猎物都主动踏入了陷阱 如果猎人不跳出来 岂不是浪费了精心布置的陷阱 我说的对吗 暗中的十一位 阴影中引去所有气息的山龟这时忽然打了个寒战 同时一股前所未有有的危机感莫名涌上心头 作为龟一教左护法 他经历的生死危机少说也有近百次 可如此强烈的死亡预感 山龟还是第一次感应道 要造 这位左护法呼吸一致 顿时感觉大事不妙 他猛地跳了起来 力声喝道 动手 看位等他话音落下 就愕然看到 一道雷光游远极近迅速扩大 旋即裂开分射向暗中的其他皈依教徒 与此同时 一股强大灵压席卷而来 化神后期的山龟 顿时感觉被人扼住喉咙 瞬间呼吸不能 炼虚老怪 他心中一惊 却没有反抗能力 怎么会有炼虚老怪介入 山龟对此震惊不已 要知道 百方玉作为一个偏僻小玉 素来没有拿得出手的资源 也因此极少诞生高阶修士 此地的百方宗老祖 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个百方玉 炼虚 百方老祖的动向 一直在归一教的监视下 现在 莫名有陌生炼虚出现了 这叫他如何不惊 雷光如潮 将还没反映过来的 龟夷教徒 尽数淹没 唯有山龟 凭着化神修为 及千年以来的积累 侥幸撑过了第一波子雷 却也浑身叹化 再活不了多久 没多久 也跟着步了下属后尘 一番掠夺之后 吕仲又得到些许天元 辽胜于无 却也好过没有 经过场景回溯后 他获得了下一处 龟夷教据典的信息 一路都是顺藤摸瓜 转眼已过去三日 吕仲一直出手 寻踪所寂寻找 将遇到的所有 皈依教徒斩杀 这些教徒 没有什么可值得怜悯 根据他目前所了解 他们表面看上去 虽然还是人形 可精神上 早已是一只只小巢主 待时机成熟 就会聚合化作巢主 过程中遭殃无数 待聚合完成之后 所有人都将融为一体 我即朝主 朝主即我 朝主本质上 属于一个集群意识 由海量教徒 聚合成 包含了他们的一切 法力 肉身 神识 乃至于魂魄 以及共同的信念 飞伤 在屡众看来 这皈依教教徒的举动 倒也不算是可笑 而是大开脑洞的 另辟蹊径 在追求更高层次的路上 找到了新的道路 等同于众筹修仙 谁能告诉我 在我闭关的这三日 到底发生了何事 地下的密殿中 布满诡异符文的高台上 一道身穿仪式红衣 高大魁梧的身影 望着面前跪倒的一众人影 在愤怒咆哮着 短短几天不到 底下的据点一个个失联 诡异的是 还查不到半点原因 这已经严重影响到 皈依大计 聚合计划被迫 因此一推再推 回回诱护法 我们也正在追查原因 可派出去的人手 全部都落无音讯 就好似泥牛入海一般 出去就再没有音信传回 一道下跪身影 这时迟疑着回道 全部 皈依叫诱护法 面色凝重道 全部 无一例外 下属紧张答道 右护法面色一沉 顿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紧接着 他心中一惊 翻手取出遗物 却是形似烂肉的令牌 飞速往里面打入数道法掘 毫无反应 糟了 左护法那边难道也 未等他多想 忽然眼角捕捉到一抹雷光 却是吕仲卫揪出皈依教主 顺着线索追踪到这处秘店 见到想要找的皈依教徒后 没有半点留活口的意思 仰手就是一记雷枪之初 但是下一刻 虚空陡然裂开 一道人影 现身而出 此人面若浓腹 长得也是三大无粗 却自带上位者气息 正是皈依教教主 如今已是炼虚中期修为 他盯着对面包裹在雷光中的大敌 眉毛的眉头紧紧皱在一起 似是忌惮面前之人的实力 此女伸出左手朝虚空比划 只听华逆声大作 无数肉条从中一出 紧接着竟爬出一巨虫 模样与油盐有几分相似 却无半点假靠 所有血肉皆裸露在外 头上布满大小肉须 体大如牛 散发着堪比炼虚七的气息 此即为朝主 只是不知为何 他此刻少了些灵动之意 好似被牵线的傀儡 皈依教换出朝主后 才神色一松 开口道 阁下是谁 试问皈依教于你 素来没有半点仇怨 为何大肆屠杀我教仲 玷污我教典仪 毁坏我尊神之想 吕仲神色从容 笑道 既无仇也无怨 只是路剑不平出手 顺便获取些修炼资源而已 这是实话 他单纯只是为了天元而来 至于剿灭邪教 都是顺带为之 眼前此女 尽管境界要高于自己 然不过是外强中干 并非是借天元修来 面对吕仲这种依靠天元蜕变的 仙道修士 实在是有点不够看 这个真是好理要 剑吕仲这般说道 皈依教主知道 没有说下去的必要 心中的杀鸡也不再掩饰 忽然单手冲那朝主一招手 朝主动作 所有处须默然一抖 血口一张 一片血色霞光电射飞出 霞光破镜的同时 吕仲只觉眼前乱象分成 一时间竟难以辨别真实虚假 直到一股雷光绽开 才将这些幻觉击碎 可这时血色霞光已至近前 皈依教主见到这幕 嘴角不仅泛起一丝微笑 那血色霞光 乃是朝主所放出的意识神光 他可以直接冲击修士的元神 一旦毫无防备地被击中 至少也是元神重创的下场 不过下一刻 他目光落到前方时 神色却是陡然一致 只见金光暴闪 被寄予厚望的意识神光 好似不搏般被随意撕碎 一道金色剑影破空掠出 瞬息间飞掠百丈 一下斩中触不及防的朝主 吕中这十面露喜色 眼前的朝主 不愧是海量修士众筹成的怪物 所含神器如鸳四海 几乎等同于众筹修士的总和 这效率相当之惊人 一剑下去 斩杀剑掠夺来的神器总量 已然超过他之前斩杀的 龟一教教重 这哪里是什么朝主 在吕中的眼中 分明就是一块行走的天园 对面 龟一教主大感不妙 吕中方才的表情 他竟都看在眼底 那炽热的眼神做不得假 像是见到了什么西式珍宝 而这可是朝主 近乎于不死的存在啊 可突然 龟一教主面色大变 不对 只是一剑 怎可能让朝主实力受损 他早与朝主心神相连 能感知到他此刻的状态 较刚出现时滑落了不少 这种情况 本不该出现在朝主身上 要知道 他可是汇聚了海量修士的元气 早已近乎不死 未等龟一教主想出原因 吕中再次出手 两袖一台 放出二色光团 分别是引雷针跟避水扇 各掀起滚滚雷光 并避水浪潮 汹涌着 朝他这边拍来 刹那间 地下密电崩毁坍塌 彻底化作废墟 身处其中的龟一教徒 上至幼护法 下至一般教众 皆是瞬间浪潮被淹没 只来得及惨嚎一声 就死得不能再死 龟一教主视若未见 一手不停掐绝 另一手却指出一方小印 再一张口 一口萌萌血光吐出 落到那小印上面 灯石就微微一颤 扭曲化作一迷你朝主 就化为一道虚幻光影 一闪地没入到朝主体内 小印中封印的不是他物 正是朝主的集群意识 朝主得回意识 实力不再如一盘散沙 立刻得到了整合 气息猛然间水涨船高 一下提升至炼须中期程度 更吐出滚滚黑风 不过一人 哪里比得上我们千万人的智慧 别小看群体的力量 接招吧 龟一的敌人 一阵阵杂乱声音 不断地从朝主口中吐出 都是参与聚合的修饰发出 他们尚且保有着自己的意识 此刻对群体意识充满了信任 以往如屡重这般实力的敌人 他们早已经合力击败过极多 这次定然也不例外 雷光碧水与黑风相碰 竟瞬间湮灭于无形 吕仲心中一惊 他没想到重获意识的朝主 实力并竟然能统合在一起 估计已不亚于大宗的精英修饰 这就是众筹的力量 他连忙催动斩杀剑射向朝主 好借斩杀剑削弱此物 同时也借用刚掠夺来的神器 毫不犹豫施展一技 因实境 狠狠地朝那皈夷教主打去 未料那朝主又咆哮 吐出更多黑风 先将斩杀剑吹开 后汇聚成一小小旋风 朝旅仲刮来 至半途忽有一袖口张开 有巨大犀利传出 却是旅仲施展秀李乾坤 就这么迎风一兜 将那些无主无控制的黑风 尽数收入到袖口之中 缓免 旅仲袍一展 滚滚黑风呼啸而出 黑风所过处 坠落的乱石并泥土 以及皈依教徒的尸骸 一切都毫无差别地被摧毁 继而被狂风一吹 彻底消散于无形 碰 又一股黑风被朝主吹出 跟还回来的汇聚在一起 两相中和 同时消散 后展杀剑席致 一见命中朝主之后 令吕众感到意外的是 朝主的力量 仅是衰弱片息 然后又很快恢复如初 体内力量 尽好似源源不尽 没有用的 区区独夫智慧 怎及我等千万人合力 你要拜 且你必败无疑 更多声音从朝主口中传出 带着迷神或心的力量 听得吕众是心烦意乱 不由猛意催动引雷针 破开皈依教主的重重防御 扑斥一声 剑刃刺入肉身 皈依教主双手易化 化作一双巨大鼓掌 正死死抓住胸口处雷剑 仍由雷电如何自拉作响 也不敢放开一分一毫 目中早已是金句交加 他没想到 对手的灵宝竟如此犀利 自己完全不是对手 眼下 唯一的希望就在 下一刻 一剑穿胸 斩杀剑直观 皈依教主身躯 疯狂掠夺他体内的神器 肉眼可见的 此女的气息在摔落着 吕仲保持距离 默默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在充满警惕与戒备的同时 心中已是念头翻涌 思考起观道子之前的话语 为何要成真我唯一之先 而不是继续走一友的超脱道路 就有的道路不出预料 就是如我现在所做的这般 靠掠夺已成就超脱飞升 他望着手中的斩杀剑 心中忽然有了猜测 或许是存在着什么隐患 又或许路已到尽头 想要寻找答案 根据吕仲对仙道修士境界的理解 至少需要修炼至大乘七 届时修士的元神 再一次地完成了蜕变 掌握着诸斑不可思议力量 到了那时 才是真正选择路线的时候 关键是 如何成就真我唯一 吕仲没想下去 到了大乘七 自然会有答案 解决完归一教主 对手只剩下潮主 作为集群意识 他的实力简直真是统合了千万人智慧 端得是棘手至极 再加上 那聚合万千修士获得的身体 生机更是源源不绝 不过 吕仲很快想到可能的解决之法 只需给予接连的挫败 击溃集群意识建立起来的自信 潮主就会陷入到自我怀疑中 在没有消灭个体差异 融合所有的意识前 自私跟质疑足够令集体崩解 原理简单 可想做到并不容易 坍塌地洞里 巨石坠落如雨 不时有剑影 触须掠过 引发更大范围的坍塌 吕仲悬浮于空中 正一脸的凝重之色 星辰剑 引雷针 碧水扇 七色龙旗珠宝 连带着斩杀剑都同时就寄出 远处更有三口月光剑环绕 全身上下 竟包裹于雷光之中 可见已是使出全力 纵使如此 也仍难以击败朝主 站在他这处可看到 在稍远的对面 有阵阵黑气弥漫 一道巨大身影 若隐若现 这身影就是朝主 屡中目测现在的他 在彻底献出真身之后 至少有千丈之高 浑身 以血肉聚合而成 遍布大大小小处须 正在疯狂地舞动着 看上去依旧跟油盐相似 只是显得极为猙獰可步 堪称是噩梦一般的存在 此刻 一根根树根般的肉须 正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扎根 在朝地面延伸着 不难猜想到 朝主这是想要聚合地表生灵 好借此恢复 提升实力 可屡中岂会如他所愿 紧接着 天地元气疯狂涌动 恋须修士全力出手 足以将万里地狱掀翻 如今力量凝聚在一起 场面看起来极具迷惑性 若是抛开那惊人的气息对撞 看来跟杰丹修士斗法几乎无异 双方你来我往 朝主这边同样也不甘示弱 独夫凡人 岂之众志之妙 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等得泄服群厉害 更多的声音在咆哮着 嗡嗡声逐渐响起 一块块血肉从他身上落下 很快就化作一只只飞行怪物 壮若福分 密密麻麻 呼啸间聚集成血云 速度异常惊人 虚余间 这些小东西就越过雷枪雨 朝吕仲涌去 吕仲察觉到这一情况 未敢有小区念头 当即剑决一掐 头顶星辰箭瞬间爆发 星光点点 数以万计 在强大的神识锁定之下 很快撑起一片静光防御网 如洪流般的血浮群 很快就跟防御网撞上 血肉横飞间 逐渐包成一圆形罩子 充斥着吕仲视线的每一处 虚余功夫 就包成了一血肉大球 雷灵 吕仲浑身雷光汹涌 一下就将成形肉球冲散 一下子 不知有多少血浮于哀嚎中 被雷光焚尽 瞬间清空出百丈方圆空间 然而很快空缺又被填满 更大的血肉之球 缓缓成形中 远处还有更多怪物飞来 朝主的血肉 就跟他的生命力一般 几乎是永不枯竭 全是棋风对手 吕仲心之不妙 照这样下僵持下去 除非拼至神圈力竭 否则他跟朝主这一战 短时间绝对分不出结果 他不由望了眼头顶 心到地下如此大的动静 百方宗就算再怎么迟钝 也该反应过来 可如今 吕仲不知道 地面早已一片火海 百方宗忙于救火 哪里有空关心地下发生之事 此刻此刻 无数处需从地下破土而出 从上面落下的血浮群 正无差别的攻击遇到的每一个生灵 一旦被它们扑到身上 立刻就会被转化 紧接着 一只只威形朝主 就这样被转化出来 跟朝主一样 这些转化的产物 同样可求聚合 它们会竭尽所能地感染一切 表现出来就是极强的攻击性 所过之处 毫无活口可言 不一会 就连被它们杀死的生灵 血肉也会聚合在一起 变化成血浮 病毒是蔓延 面对海量血浮群 凡人毫无还手之力 低阶修士亦是如此 纵使是结单真人 若是陷入重重包围 在筋疲力竭之后 也要被这些嗜血怪物淹没 眼见事态斗转即下 站在高台上的百方老祖 此刻面色阴沉似水 关于龟一教的危害 土皇宫那边曾再三发来警告 但他一直对此不以为意 殊不料 今日狠狠受到了教训 回首再看 分明是被蛊惑的门人 在龟一教有预谋的配合下 一直在向上传递错误信息 最终使他做出了误判 传令下去 立刻开启护城大镇 这里的东西绝不能放出去 还有 引导幸存者向内城靠近 百方老祖连番下令 随后他才将目光投向南城方向 那里深处的处须最多 地面震动也最频繁 更有惊人的气息 从里面狂涌而出 可见此事起因就在那下面 可现在 已管不得这么多 所有人 随我一同出手 荡青百方城 百方城 是百方宗的根基所在 也是百方域的重要地脉节点 不容有失 地下深处 吕众仍在苦站着 之前预想的计划 在巢主惊人的生机面前 已不存在实施可能 至于斩杀剑 此剑一直都在掠夺巢主神器 可无论掠夺多少 它依旧是生龙火虎 气息飞弹未见减弱 反倒通过那些触虚的输送 正在变得越来越强 现在已是逼近炼虚后期 若被它聚合整个百方城 只怕是要突破至合体期 吕众想到这结果 不禁感到吃惊万分 这就是众筹的力量 虽说现况 他不介意持续下去 毕竟掠夺的神器越多 最后转化出来的天元 自然也就越多 可玩火自焚的道理 吕众同样清楚得很 如果不将这潮主解决 天知道 最后会聚合个什么东西出来 万一要是尹德归一降临 不单只是百方玉 恐怕附近的所有修仙界 都要因此遭逢大捷 如此滔天灾业 无人承受得起 念及至此 吕众决定 还是放手一搏 其实他之前的计划 绝对是对付四朝主 这种存在的最好办法 自私 怀疑 永远是致命毒药 吕众立刻转为防守 击退潮水般 来袭的血腹群同时 他开始推演起未来 探究心中想法实施的 可能性 及寻找最优的行动步骤 这一次 是前所未有的九夕未来 时间 一下变得缓慢 每一夕时间 都如一年般漫长 在此过程 吕众的元神 飞速疲倦者 掌控天地元气的能力 也因此而回落 可他的一双眸子 却是越来越亮 未知的可能 正在变为确定 第九夕 我看到了 未来 吕众不再犹豫 放出数十道化身 借雷顿数传送至地面 让他们不做丝毫抵抗 主动跟朝主聚合为一起 啊 你做了什么 可恶 都怪你吗 杂乱的声音 一如推演结果 开始互相攻劫 朝主原本节节攀升的气息 在这一刻终于停滞 继而迅速滑落 数以千丈的庞然身躯 出现囊肿溃炮 一副即将瓦解模样 不 你休想 归一之主 请您向我们投以注视 聚合 归一 就在此刻 黄黄然 有惊人气息降临 吕众暗骂一句 将天道斩杀剑收好 以免被诸恶察觉 继而 凌空悬浮起来 到了这种时候 他个人的力量 已派不上用场 至于最后结果如何 只能看被吸收的化身们 是否能如先前计划中那般 从内部引发朝主的意识坍塌 最终从根源上毁灭这个怪物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伴随着归一的靠近 一股令神魂战力的气息 降临大地 吕众还是第一次 亲眼见到诸恶降临 只见漆黑夜空 刹那间变得通红 在遥远的高天之上 赫然有一轮雪月在逼近着 这就是归一的真实面目 一轮由血肉组成 无数生灵聚合而成的存在 众筹飞升的最好力证 这一幕 为风源界各地所见 一味味沉寂的存在 皆因此而惊醒 土黄域深处 有一万丈高山 光秃秃的山顶上 尤其只有一座古朴宫殿 殿内有道人缓缓睁眼 在他的身边 剑气争争作响 似要冲出去 试杀天外之敌 道人掐指一算 安抚手中清风道 不急 事情还没到那一步 伴随着归一的破镜 吕众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忽然 他面露狂喜之色 成了 只听得潮主 开始一顿胡言乱语 继而 庞大身形开始崩溃 使头下的毒药起了作用 强大的堡垒 最终还是瓦解于内部 潮主崩溃 天空的血月发生变化 令人窒息的气息逐渐消失 归一再逐渐远离灵环界 很快就消失在高天之上 奇怪 为什么诸恶不进入灵环界 吕众心中浮现新的疑问 按诸恶的实力 在道蒙崩溃的现今 光凭杜结期修士 绝技无法起到阻挠作用 他们大可以同时入侵 将灵环界彻底转化成神国 而并非是现在这般 通过培植势力缓慢渗透 费时费力不说 过程还充满了不确定性 除非是不得已而为之 吕众莫想到 要么是道蒙留下了后手 要么是灵环界本身的原因 又或者是他没想到的其他因素 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的事情总算是结束了 吕众心中大松一口气 将准备好的方怡萍祭出 开始大肆收拢神器起来 神器等同于天元 而天元是元神蜕变不可或缺之物 最后一和解 数量较吕众也是吃惊不小 够了 完全够我突破至炼虚中期 甚至还有不少余遇 若是 若是我能在北洋大会中 顺利取得那度虚连 岂不是 想到这里 吕众心中更坚定了出现的信念 收集完神器之后 他从地渊中飞掠而出 看到外面满目疮痍的百方城 心中并无多少情绪波动产生 龟夷叫的谋划 若不是有他阻止 莫说是眼前百方城 恐怕整个百方域都要因此受灾 而如果龟夷降临 那后果更是 飞出不远 前方忽有身形浮现 是百方老祖 吕众没有跟他交谈的念头 直接从旁边一掠而过 未有半分停滞 百方老祖也一动不动 静静牧师面前之人离去 百方域事件 自然引发了一场巨大风波 边疆处 那些大大小小的修仙界 对此皆是抱着看笑话的态度 常年跟诸厄对抗的他们认为 如果这件事放在边疆 根本不会闹出这般的大动静 而类似百方域这种 承平已久的土皇宫内地修仙界 则是开始反思起来 一个个以审慎的态度 反思以往地对诸厄看法 对此 土皇宫自然乐见其成 而此事的主角 吕仲对此漠不关心 回到金光岭 他就一头扎进了静世中 如往常般闭关起来 这一次 吕仲将闭关至北洋大会 开始为止 春秋轮替 斗转星仪 时间一年年过去 金光岭道场的主人 再没有显露于世间 渐渐地 就连金光岭方式的修饰 也下意识忘记了 此处有金光子这么一位存在 他们继续沉浸在 愈发的繁荣方式里 竭尽所能地赚取财富 以功修炼所需 不知不觉间 四个甲子过去 在距离北洋大会召开 倒数第九个年头时 漠然间 原本无云的碧朗晴天 一下降云震震 漫天的金霞 惊呆了所有此地修饰 这 这是什么意象 有人一脸呆滞 将视线投向金光岭深处 终于回忆起了那位金光岭道场主人 曾一度被自己遗忘的炼虚存在 突破了 金光子前辈突破了 不知是谁喊了一句 现场气氛一下沸腾 欢呼声如浪潮 此起彼伏 作为利益既得者 所有生活在金光岭方式的修饰 自然是希望金光子修为越高越好 这样就能紧紧掌控着金光岭 继而确保他们的利益不受损 此刻的金光岭道场深处 近视中 吕众双目紧闭着 气氏如潮水般 激烈起伏不定 在它的背后 有一轮青月若隐若现 并环绕着朵朵星云 内有无数星辰闪烁 这是急速运转弓体之下 所必然引发的异象 气氏经过潮起潮落 终于抵达最高点 阻碍修为突破的因素 在这一刻被吕众彻底冲垮 一如溃疤般 他的实力开始节节攀升 可修为突破的喜悦 并未出现在吕众的脸上 他一反常态地紧紧皱眉起来 盖因突破之后的情况 跟点击描述有着不小出入 吕众细细检查自身 很快找到问题所在 我被污染了 他敢肯定 方一平并没有问题 那究竟是在什么时候 吕众思来想去 并多加回溯 终于找到问题根源 却还是之前 他为了解决朝主危机 避免让诸恶皱夷降临 最后冒险 让化身参与聚合 所亲手酿成的苦果 我还到这次 怎么一下得了如此多好处 却是在这里等着 污染 乍一听极为害人 令无数修饰文之色变 因为他专污原神 而原神 乃仙道之根本 然吕众对此 有不少应对之策 无论是用雷法自恋 还是以斩杀剑取除 都不视为解决的好办法 当然 这两种办法 都不怎么容易做到就是 前者痛苦万分 后者元气大伤 若换作其他时候 吕众定然会选择立刻闭关 将身上的隐患彻底解决 不过现在嘛 北洋大会召开再急 却是暂时抽不出时间 吕众皱眉 旋即又松开 问题并不大 目前 元神仅受到轻微污染 并不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实力 至于潜移默化三观方面 吕众自存 挥舞空间 有专门的记忆备份 这点倒也不足为虑 为谨慎起见 他决定 趁眼下上还有点时间 去太阴府岛碰碰运气 或许 月英子能给出什么办法 楼须域 风云顶 吕众未解决污染 再次来到这里 等了一年 太阴府岛如期而至 沿用上次的方法 他很快就成功登岛 可随后眼前所见 却是大大出乎了预料 原本该是一片废墟的太阴府岛 此刻 竟似仙家圣地 若不是只见华丽宫殿 不见太阴宗弟子 吕众都不禁要怀疑 月英子有逆转时空的本事 一边走 他一边对照着记忆 观察起太阴府岛的变化 重道门往好如初 不像是重新做的 长春之子那只树枪 此刻也不见了 除此之外 之前大战造成的痕迹 也一并消失得无影无踪 沿着清津大道 一直步入太阴内庭 在这里 吕众并未见到月英子 正当他以为 自己白跑一趟之际 忽然 前方护凝出一道身影 却是许久未见的环沙子 跟之前相较 还沙子发生了不少变化 相较之前风中残竹般的状态 现在身体不但凝食 若真人一般 连气息也大有提升 已是相当于炼虚中期 吕首席 好久不见 关于你的来意 祖师他早已知晓 环沙子说着 将一御茧送出 含笑道 此预见中记载了一道保禄 其名为月方玉露 有镇定原神之效 虽不能驱逐污染 对吕首席而言 却也够用 吕众接过一看 凭着自身阅历 确认了对方此话的真假 月方玉露 的确有效果 本来 皈依的污染对他而言 算不得什么大问题 现在如果有此幅先行镇压 之后处理起来 则更是方便 大可以徐徐徐之 无需四肢前想的 用猛要下狠手解决 得了好处 自该有所表示 吕众没真当自己是太阴首席 否则现在还沙子所给的 应该是污染的解决之法 而并非什么环解之策 从中亦可见亲疏有别 念及至此 他当即拱手道 环沙道友请放心 此次北洋大会 我定当会杀入重围 不过 吕众说到这里 话锋一转 他此次登上太阴府岛 除了来碰碰运气外 还有来问一问情报的意图 眼下既然遇见了环沙子 岂有不打听打听的道理 文言 环沙子汗手一笑 未拒绝 实不相瞒 月音师祖他老人家 确实交代过这点 本来 这该是吕首席成功入围之后 才会告知 可既然你已经证明了实力 提前告知也无妨 证明了实力 吕众立刻联想到 前不久的摆方程之事 竟如此之快 他心中 对太阴宗的实力 又有了新的人知 另一边的环沙子 这时开口解释道 关于吕首席此行目的 首先自然是杀入重围 而后却是要敲响一座大钟 它具体位于何处 等你入围之后 自然会知晓 仅仅是敲钟 吕众不怀疑 太阴宗此举的深意 只是在想 单纯敲钟 未免也太过简单了 对了 此行特别注意 不单只是提防诸恶 还有暗中的势力 会阻挠那座大钟敲响 当然 相应的也会有援助力量 这点还请吕首席自行分辨 还沙子这时 又提醒了一句 吕众觉得 事情越发地复杂了 太阴宗为何要执意敲钟 而那些阻挠敲钟者 他们的意图又是什么 所以 为什么是我 吕首席 这太阴宗现在 除了月音祖是他老人家外 就只剩下 你这一位活人 所以这趟任务 自然是非你不可 还沙子含笑着道 一番拉扯 吕众并未得到想要答案 不过就目前手头的信息 却也是暂时足够了 至于背后真相如何 大可以之后亲自发掘 告辞还沙子 吕众趁着还有些许时间 转身来到星沙仙城 专门在此采买材料 毕竟想炼制月方玉露 并非是一件简单之事 费时费力还在其次 关键是大量需求灵物 月方金沙 不是灵药 它就无法借造化秘阵解决 也因此 只能花灵石大肆采买 足足花了小半月 数以亿计的天量灵石洒出去 整个星沙仙城的月方金沙 都被吕众彻底掏了个金光 饶是如此 却也还差小半之数 实在不行 就干脆练到半成品吧 月方玉露对吕众而言 本质上只是应急之物 就算降低些功效 也算不得什么大问题 只需防备心污染的同时 多多校对自我三观即可 眼见北洋大会召开的日子 一天天地临近 这一日忽然有客登门拜访 却是一名素衣仙子 就此女容颜 的确也当得仙子一词 修为尚且算低 不过原因而已 晚辈白潮山风月 听闻近来星沙城中 金光道友在大肆收购月方金沙 正巧风月手中有树方要出手 故特意前来拜访 听她道明来意 吕众依旧面无表情 星沙城明明已经被她搜刮过 面前此女还能拿出 数以方计的月方金沙 很难不让人怀疑 是否在囤积居齐 事故 吕众对她没有多少好感 于是道 鲜艳获成色如何 有言在先 我这里不是什么都要 多谢前辈 请看这边 风月保持笑容 仿佛笃定吕众挑不出毛病 只见她取下腰间一箱囊 轻轻朝空处一道 立刻有朦胧光滑显现 待宝物灵光渐渐脸去后 半空赫然多了一颗悬浮沙球 粗略一估计 至少有六方之多 这树木比吕众需求缺口 还多了半方月方金沙 见货品橙色不错 吕众的面色多了些变化 东容说道 银银如月沙龙水 不错 都是上好的月方金沙 我全都要了 多谢前辈 别这么快高兴 先报个价吧 这桩交易是否能谈拢 暂且还是两说 吕众神色一脸 淡淡地说道 对面 风月立刻爆出加码 令人意外的是 他需求的并不是零食 前辈 若晚辈以此为定金 之后再凑齐足够金沙 可否请您出手一次 替风月炼制一道月方玉露 哦 吕众意外地看了他一眼 好奇道 你也知道月方玉露 为等风月回答 他直接拒绝了此女的条件 摇头道 不行不行 这些月方金沙虽价值千万 可对我而言 其实不过是九牛一毛 月方玉露的炼制 不值得我如此辛苦 你想清楚否则 还请令寻他处去吧 前辈 我 我愿意身相迭 风月咬牙道 呵呵 风道友倒是有魄力 可惜 你容貌过人不假 足可令千万人为之倾倒 可这美色的价值 最多也就值得化神修士考量一二 可对于我而言 不过是唾手可得的皮囊而已 既无灵体 也无修炼专门炉顶功法 我得知又有何价值 吕众淡淡一笑 再次拒绝了此女 当然 我也并非一无所求 若你知晓什么重要信息 炼制月方玉露这种事 陈某非但一文不取 事后还定然有重力相仇 听得这话 风月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是在为自己之前提出的条件 而感到羞愧不已 同时她的心中 也掀起了滔天巨浪 在这之前 风月以为大肆收购月方金沙的 按理该是跟自己一般的原因修士 顶了天 也只是为化神太尊 却根本没想到 见到之后 根本看不穿修为 到最后 竟是为炼须修士 似这般存在 素来是神龙不见首尾 一位位 皆是坐镇各大势力 严重如山的存在 稍有一动 何止是令一欲斗三斗 就算是将心沙玉翻过来 以炼须修士的实力 也同样能轻松做到 风月这时意识到 现在可能是她摆脱噩梦的唯一机会 毫不迟疑 她一把跪在地上 前辈 晚辈的确知晓一宝物的下落 是名为白纯枝的天地奇珍 她目前位于一处密地 我想 以前辈宁的实力 想要取到绝不是难事 你说的可是此物 吕仲一挥手 宁出一水浸树 水浸中 赫然有着一朵泛着白光 纯净无瑕的纯色灵芝 她紧盯着风月 呼吸更不自觉加速 正是此物 风月压抑道 她没想到 眼前这位炼须修士 居然见过白纯枝 再三确定后 吕仲得到肯定答案 心中已是被喜悦淹没 方才她所给的影像 里面的哪里是白纯枝 应该是光药枝才对 多少年了 吕仲为寻找此物 继续进一步练体 付出的代价 不在少数 可海量资源投进去 光药枝始终没有消息 直到现在 暗纳住心中激动 吕仲没有贸然答应 而是问起了具体情况 毕竟再好的宝物 如果无法将之取到手 依旧等于是没有 见吕仲问起 这风月道也是聪明 想要她先签署灵器 哼 希望你所言为真 否则 陈某也不是好脾气的 吕仲洋装不月道 可实际上 作为一个修炼数千年的老怪 哪有这么容易生气 除了像刚才那样 得知自己一直渴求之物的下落 会产生情绪波动外 大多时候 都是心静如水 晚辈不敢 风月惶恐道 随即 她开始细细解释 唯恐漏过一处细节 引得吕仲不快 听此女一点点讲述 吕仲对光药枝的所在之处 逐渐有了了解 却是在一株恶势力手中 这对她来说 显然是好消息 此株恶名为 丰饶大帝 当然了 既然是归类为 株恶的势力 在仙道眼中 多少有点不正常 跟字面意思完全不同 此株恶丰饶的 可不是真的土地 根据吕仲 对此株恶的了解 丰饶信徒 耕的是血肉之田 如农夫一般辛勤劳作 依靠种植的灵药 提升实力 乍一看 像是人畜无害 可实际上 丰饶大帝在风源界 可谓是恶民满贯 常年饭边掠夺人畜 尤其喜好生人 常将之作为肥料灌溉田地 也能滋养出更好的果实 将话题拉回正轨 屡众所需的光耀之 就是在北云玉边境 一处丰饶神殿的血肉之田中 想到这里 它忍不住皱眉起来 丰饶大帝不同于其他诸恶 在风源界也算是一流势力 据传拥有多位大成七战力 从目前的手上的信息来判断 加上可能的诸恶降临等因素 在整体的实力方面 仅仅也只是 逊于风源界霸主土皇宫而已 故哪怕只是 一处丰饶神殿 其实力也绝对不容小觑 一番深思熟虑后 吕仲转身对风月说道 此事 一时半会得不出结果 所以我无法立刻 替你炼之御露 可前辈 晚辈已经没有时间了 风月一脸黯然 只见他转过身 吞下身上衣衫后 本该光洁的后背 赫然长着一肉瘤 其表面有一张人脸 隐隐间跟风月有几分神似 周围延伸出好几条发青血管 深深扎入到风月的体内 源源不断地抽取着他的一切 无论是精气 还是法力 乃至于神魂 这是风饶 赐予每一位信徒的恩赐 对于叛道之人而言 则是梦眼一般的诅咒 这是 神气跟邪念的混合物 吕仲看着那张肉瘤 眉头不经意间紧皱起 唯有亲眼见识过 他才知道 诸厄的花样 还真是出人预料得多 竟连这种堪称不可思议之事 也能将之做到 吕仲借助原神世界 能清晰地看到 风月身上这瘤子 有一条若有若无的细丝散出 直通往高天之上 跟诸厄风饶存在着某种联系 诸厄风饶借此 源源不断吸走风月的一切 看到这里 他转身看向风月 平静到 诸厄的手段 充满了诡异 纵使是我也无法解决 不过 想要缓一缓 却也不是不能做到 前辈 您是说 风月眸子中 燃起希望 将他表情尽收眼底 吕仲神色不变 办法的确有 只是 要你多受些苦 在他看来 风月所受咒法 虽然离奇 却也可归类为污染的一种 大可以通过精炼自身 而将污染减轻 效果虽然低微 无法做到四月方金鹿那般 将污染封印近乎永远的镇压 却也能借此 争取到不少的时间 毕竟是原因期 怎么被污染 也有个极限 随后 吕仲将办法道出 风月听后 翘脸一白再白 饶事他早有心理准备 且已经是原因期修为 可以听到要自己置于雷海中生炼 依旧是忍不住打了的寒战 这真的是人能想到的办法 见他置无半天 吕仲冷笑一声 没有说话 前辈 晚辈不是怀疑您 只是这这办法 实在匪夷所思 将人放进雷海生炼 难道真的 还能活着出来 风月半是害怕 半是稀奇地问道 被肉流折磨百年 他早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在此之前 更是失望过一次又一次 如今再次见到希望 风月已不敢相信 方才会显得如此纠结 放心 以我雷法造诣 恋不死人 在阵中盘坐十年 代价顶多是受些痛苦而已 吕仲冷冷说道 对此非常笃定 实际上 他的底气都来自于小子消雷法 此雷法虽为 未提供斗法秘术 然各种精妙理论及应用 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越是深入研究 就越叫人欲罢不能 同时深感自己 对雷法的认知浅漏 可曾想好 给我一个答复 吕仲没兴趣 再跟一位小小元英继续废话 半晌后 风月最终还是下定决心 请前辈就晚辈一命 明智之旋 吕仲微微一笑 抬手放出九道化身 替元英布设雷阵 稍稍镇压诸恶污染而已 还不用到他亲自出手 由刻录了他雷道造诣的化身来完成 甚至都有点杀鸡用牛刀 若不是为了完成交易 得到那丰饶神殿的位置 风月何得何能 享受得到这种待遇 名为安智 时为软静 将风月此女安排好 吕仲于中堂一连静坐数日 这一日 他默然睁开双目 这就是接引传 吕仲本以为 参与北央大会的非洲 是自己心中所想的模样 怎料 竟只是一夜偏周 自虚空中度来 不知要去往于何处 稍稍一推演 吕仲确定没有危险之后 踏上这一艘无人小舟 而后他泛滥滔滔水声 又如出现时那般 再一次没入虚空 世界一转 吕仲满脸亚瑟 他惊奇地发现 小舟竟带着自己 来到了虚界 跟以往借助夜游引法诀 进入到虚界的状态不同 吕仲确定现在的自己 百分百事 肉身与原神一起进入 这大大超乎了他的认知 难道 是因为这层空炮的缘故 吕仲看着小舟外 那一层灰蓝色的空炮 陷入了深思 根据他方才的观察 发现在进入虚界之后 正是这层空炮 包裹住整个船体 才形成了一个 不受虚界影响的静态区域 继而不免想到 如果连虚界都能来去自如 那么 是否能借此抵达虚界比端 吕仲觉得不大可能 成仙男 这并非什么空话 早已是众所周知 且公认的真理 若能借此空炮 直接抵达仙界 那么天底下的修道之人 岂不是都成了笑话 没等他想出什么 只觉前方有光亮靠近 仔细一看 发现同样是一空炮 就跟吕仲这边一样 里面也同样在这一人 资格竞争开始了吗 他暗想到 随即 打量起对面来人 是一如山打扮的青年 从契机方面来判断 修为大抵在炼虚初期至中期 实力算不得高 然不知是否错觉 此人总给吕仲一种危险之感 同样的 对面如山青年 也在打量着吕仲 请客 二周并排飞到一起 未等二人明白发生何事 就来到了一空旷空间 上不见天 下不见地 吕仲顿时明白 这里就是决斗场 对面 如山青年打量周围一眼 后将目光移向吕仲 有礼道 在下守阳苑山正 陆云青 敢问道友姓名 金光岭 金光子 吕仲回了他一礼 答道 原来是金光道友 你我二人相遇就是有缘 日后若能再得相见 定要真饮一番 回归正题 不知道有此番是效仿先贤 来一番闻斗呢 还是 陆云青一脸微笑 似是要将前戏做足一般 如此向吕仲问道 吕仲知道对方所言闻斗 到底是个什么斗法 不算迂腐 斗法也颇有乐趣 唯一的不足 就是要多费口水 这一点 他不满意 于是摇头 不必了 无备修饰只争一线 还是手底下见真章吧 如道友所愿 陆云青笑容收敛 翻手寄出一书册 却是一件不俗灵宝 从其灵气波动来看 丝毫不在吕仲的本命法宝之下 此为书山卷海 还请道友赐教 说吧 漫天书页袭来 每一张书页 看似都平平无奇 实则灵力无疲 蕴含着惊人杀鸡 丝毫不亚于剑修所占剑光 对此 吕仲也不客气 直接将珠宝祭出 眼下二人身处于决斗场 不必担心将大地打得崩坏 故可以放手尽情失为 避水扇一斩 顿时就是滔滔避波 如洪流般席卷 汇聚成一条条青壁水胶 于上下翻腾间 将面前书页尽数撕毁 紧接着 就是无数静光爆发 将整个空间灰映 此目看得陆云青微微一呆 这一招书山卷海 虽未加持神器 却也并非寻人所能接下 靠着这一精妙术法 在守阳玉炼虚中期 无疑人是他意合之敌 可现在被金光子轻描淡写解决 好 真不愧是北洋大会参与之人 陆云青回过神来 非但没有半分懊恼 反倒是露出激动之色 大笑着道 有道是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唯有出来才知道 世间真是藏龙卧虎 这一趟我还真是来对了 那这一招又如何 且看 笔墨春秋 这一世不同之前 他融入了不少神器 故危能陡增 吕仲面对这招 罕见得认真起来 此刻的他 竟好似身处于漩涡之中 一眼历史兴衰更替 一眼因果轮回 这话虽说得夸张 用词也多有偏颇之意 却是在真实不过的感受 未到真仙之境 光是个花里胡哨的空壳 也能如此吓人 面前这陆云青 的确不简单 不过 吕仲并非没有破解之法 立刻就是一指点出 却是施展因实境 以点破面 以力破巧 瞬间将漩涡崩毁 好 倒凶好手段 这次是云青败了 陆云青十分果决 见自己最强手段也无效 也不再做无畏争斗 立刻就认输起来 道友实力不弱 承让了 吕仲客气道 胜负已分 二人所处空间 立刻崩溃 等吕仲回过神来 陆云青已不见了踪影 他自身也回到了小舟上 不多时 此舟继续前进 而此刻吕仲心生疑惑 正暗暗在想 守阳玉 历数风源界 108大玉 360中小玉 曾作为青囊执政 阅读过不少土皇宫典籍的他 自然知晓 其中并无此玉 毫无疑问 陆云青定是 其他大界的修士 大会才刚开始 就出现此般变化 看来这场北洋大会 注定是无法平静 吕仲想到这里 忽觉前方血光一片 心中隐隐间感到了不安 想要敲钟成功 怕是没那么简单 恐怕要经历数番波折 将想法深埋 他盘坐在周上 一动不动起来 往后数日 又接连遭遇树战 跟陆云青不同 吕仲曾一度怀疑 后面遇上的这几位对手 是否都是来凑数的 毕竟相较守阳院山正 他们实在弱得太多 直到一番交流后 才得知了事情真相 原来这些人 竟是来自于沦陷区 沦陷区 泛指那些曾属于盗蒙筒侠 沐浴在黄金树的光辉之下 却后来被诸恶势力攻陷 类似于风源界的先修大界 资源匮乏 点击不全 作为诸恶的眼中钉 肉中刺一般的存在 这些先修在沦陷区的出境 端得是困难且凄凉 不但要日夜遭逢追捕 更还要提防同伴的背叛 能坚持到现在的 无意不是向导之心 极为坚定之人 于是乎 吕仲脑海灵光一闪 跟这些人做起了物资交易 以基础担要 先前缴获的无用点击为交易物 向对方交易各大界的特产之物 非是救济 只是单纯交易 你情我愿之下 倒也是所获不菲 尤其是吕仲付出巨大代价后 所得到的三块清金灵血时 更是精炼灵宝的好宝物 待将它们炼入避水扇 此宝必将因此更上一层次 对于一件先天灵宝而言 每一次变化 都伴随着微能的巨幅提升 它对此已是充满了期待 新的一日 小舟依旧在虚界中穿行 吕仲盘坐齐上 身前有一小扇悬浮半空 正有节律地发出阵阵灰光 给单调的虚界带来几分新鲜之意 但很快又会被淹没 一切如此周而往复 成了 吕仲目光金光一闪 一直点在碧水扇上 几乎是同时 一道碧波光潮一散 看似声势不鲜 却引得周围虚空振战连连 不少莫名身影被此惊动 纷纷朝空炮下 小舟扑来 可就跟之前的结果一样 无论这些身影如何诡异 莫测 在那层空炮面前 都只有冰雪消融下场 此刻的吕仲 注意力不在这边 顺利将碧水扇精炼后 瓷宝果真如它先前料想那般 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其控水之能如翻天覆地般 得到了惊人幅度的增长 毫不怀疑 一善之下 纵使是四海之水 也要为之倾覆 这就是先天领宝的成长速度 吕仲稍稍有些吃惊 难怪先天领宝令人为之痴迷 光凭这一份可能就足以解释 现在光靠此宝 它的实力能借此提个半程 别看只是小小半程 在同阶修士的交手中 足以造成碾压优势 不得不说 那等价于十二亿零时的十二枚元金 真是花对了地方 心中喜不自胜 吕仲对碧水扇左看右看 放在手心好一阵把玩 忽然 侧边又传来一道光亮 不是先前的灰蓝 而是格外圣人的一团惨绿 是新的对手不对 有问题 吕仲面色一宁 望着直冲而来的那道惨绿光团 仰手将所有领宝制出 七色龙旗分布于周身各处 组成一灵照将它护在里面 其他领宝也都是灵光灿灿 以示叙事待发 做好了迎击来的准备 哄 光波四散 包裹在小周外的空炮 在此刻发生了剧烈振战 吕仲不知道 失去这层空炮 自己以肉身接触虚戒 究竟会导致什么效果 可有一点十分确定 根据疯狂报警的直觉判断 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哄 碰撞再次发生 这一次 吕仲终于看清了来者 朝主 原因不用猜 定是根据原神上的污染追来 至于为何出现的 不是诸恶皈依 吕仲不认为自己这个小小炼虚 会值得诸恶真身降临 派来一尊朝主 已然算得上是重事 当然 若他暴露了斩杀剑 却又是另一种说法 电光石火间 双方已是交上手 接触的一瞬间 吕仲就暗道 大大不妙 跟百方玉内尊相较 眼前这朝主的实力 明显要在墙上竖筹 他如山崩一般轰然袭来 硬生生撞上那层空炮 自身非但没有被消融 反倒使空炮剧烈振战起来 隐隐间有溃破迹象 身处其中 如惊涛骇浪里的小船 或许下一个瞬间 就是周毁人亡的下场 换作其他时候 吕仲有无数办法阻止 奈何眼下身处于虚戒 他纵使有避水扇这般灵宝 也不敢遇使攻击 眼下只能凝聚月光剑 不断地斩击朝主 意图逼迫对方放弃撞击 否则 后果就在眼前 面前的朝主 明显是受了归翼指引 以肉身突入虚戒 作为代价 无数虚戒杂素 受到吸引而来 正疯狂啃视着他的身体 同时 虚戒也在剧烈侵蚀着朝主 令他出现猪斑不可名状变化 能很明显地看出 此刻的朝主 正在杂素化 猪斑信息要素 轮番摧残着他的肉身 既而化作一只只怪蛋杂素 又加入到其他杂素群中 一起对朝主 发起更猛烈的攻击 正是以上这点因素 迫使吕仲不得不改变想法 毫不怀疑 若将领保寄出 回来的定不是领保 眼下之际 只能先稳固空炮 待之后出现变化 再另谋其他 只要空炮不破 它就不会有危险 早在之前 吕仲就依靠挥晤空间试验过 修饰若将法力度入 的确能起到补充消耗 变相地维持空炮 虽说此举的效果微乎其微 却总好过干坐着 不迟疑 他立刻将鼓动全身法力 维持起空炮来 如此一番动作 还真收到不少成效 原本岌岌可危的空炮 此刻正处于一微妙状态 就好似该原本起到关键作用 用以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硬是被吕仲给搬走了一般 场面一下陷入僵持 吕仲看得出来对面的巢主尽了全力 可惜总归是差了少许 面对海量杂速的疯狂攻击 及虚界那诡异莫测的侵蚀 任凭巢主生机再如何逆天 集体意识再如何强大 也终究只有落败下场 不多时就化作一团黯淡阴云脱落 消失在无垠的虚界中 呼 吕仲长输一口气 方才那一幕真是危险至极 差一点 朝主就能攻破那层空炮 届时他将葬身虚空 将来袭之事复盘 屡众不难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阻止敲钟的势力 极可能跟诸恶势同阵营 又或者干脆就是诸恶势力 看来 这中我真是非敲不可了 如此过了好一阵 他好不容易将心情平复 忽然 视野中又捕捉到一抹光亮 是灰蓝色 吕仲刚提起的心 得以重新放下 不一会功夫 对面小周靠近 这时 吕仲面色一宁 继而变得阴沉起来 却见那周上 赫然沉着一具血淋淋湿海 尽管面貌毁得不成样子 仍能凭借残留气息辨认出 正是他之前所遇见的 沦陷区修饰之一 怎么会 难道在北洋大会中落败 已不会被小周送回远处 还是大会发生变故之后 比斗规则发生了变化 因为按理来说 本该是炫耀目的的北洋大会 并不会出现人命伤亡 无论是哪一种 对吕仲来说 都不是好消息 仔细检查 他发现 击杀周上人的 极可能是猪鳄 这种气息 似曾相识 吕仲一番回忆 很快找到了源头 却是当年进入灵环界时 曾一度将他逼入绝境的那抹血光 当时若不是门官道子 一则所有 早已被对方破开传送屏障 涉夺心智 彻底成为玩物 意识到这点 他心头不妙 欲感更甚 期间 小周继续在虚界穿梭 愈发深入 扑吃 吕仲一箭消首 将对手处决 对此一感到麻木 他早就记不得 这是斩杀的第几位外道修士 多 太多了 源源不断 前赴后继 涌着来送死 不难猜出 这是疲敌之策 纵使是炼须修士 也有极限存在 法力虽不枯竭 燃神卷不可避免 盖因元神未完最后一重蜕变 就是目前尚不可知 现在阻挠敲钟势力针对的对象 到底只是他屡重一人 还是全体参与其中的仙道修士 若是后者 则大难临头矣 面对这种情况 屡重深知必须改变 于是乎 他将所有化身放出 能尽量拖延时间 就尽量拖延一点时间 晚一点神卷 就能多保留一分实力 再者 从遇上外道修士的频率 一次更比一次的急促 就能很明显地看出一点 眼下小周即将要抵达终点 刚准备好 远处又飞来一抹光亮 此刻 若从虚空中俯瞰 就能看到四面八方 有无数光点 如飞蛾扑火般 朝一处聚集 中心处 赫然是一片金色光海 隐约可见 里面有无数华丽建筑群 如仙界造物般威蛾 规格超乎寻常人认知 却又异乎寻常的合理 很难想象 在虚无一物的虚界中 竟存在着这样一处地方 在这时 有不少聚集而来的光点 遭受追逐 或逐渐暗灭消失 或坚持屹立不倒 继续朝着前方一的金色光海前进 直至最终突入其中 金光坠地 显化出一道人影 这 就是北洋大会举办地 吕众望着眼前 那一片片灰红建筑群 第一次感到词穷 原因无它 尾时是过于壮观 若说这里是道蒙驻地 它也一定会深信不疑 毕竟在事业中 到处都充斥着道蒙的特色 那就是纯净无瑕的大片金色 以及随处可见的巨树纹饰 还有远处那一株黄金树的虚影 曾经何时 这里也定然矗立着一株黄金树 昔日道蒙的凡圣 从此可得窥见一斑 到了现在 吕众所能看到的 再没有心圣鼎的人气 也不见身着华衣穿行期间的道蒙修士 尤其只有遍地的衰败 与数不尽的凄凉 突然 它感应到一道气息 对方似乎也察觉 来了吕众的存在 在爆发出属于仙道修士的气息后 化作一道红光飞跃重重华丽公园 飞速在朝他这边靠近 带到了近处 吕众认出了来人的身份 正是曾经的道蒙修士 也盘言 对方见到吕众 显得略有些诧异 不过很快就冷静下来 见识叶盘言 吕众心中一动 脱口而出道 叶道友 现在我等的处境如何 想必已沉默无需多言 就眼下权益之计 不论什么主从关系 你我既是相熟之人 自然就有了合作的基础 你看一下如何 眼下北洋大会发生变化 后续还不知会遇上何种困难 选择跟叶盘言合作 能大大减轻面临的风险 再者 作为曾经的道蒙修士 出身于灵环界的叶盘言 显然要比他这个非生修士 更清楚 二人眼下身处何处 又面对着怎样的局面 清楚这两点 自然能更好找出破局之法 叶盘言稍稍迟疑 最终选择答应下来 他的理由 其实很简单 只是很单纯的因为 吕众也曾是道蒙议员 尽管并未入书记院 却是曾得到过 先是接见之人 眼下共同面临为难 付诸于信任也是值得 随后 二人结伴行 趁此机会 吕众开始了解信息 而叶盘言之无不言 经过了解才知道 原来他目前身处之处 居然来历十分不凡 是曾经的北洋书记院 也即是第七书记院驻地 但这不知为何 却成了这次北洋大会的举办地 吕众对此 只能做出模糊猜测 或许是跟敲钟有关 对第七书记院 我知晓得不多 但有一点值得道有注意 那就是 此院重好技巧 第七书记 更是掌握天宫之道 尤其精善铸造 断眼 因此 就算就算 第七书记院全体失踪许久 也极可能还有武装傀儡残存 说不定会对闯入者发起攻击 一旁的叶盘言 这时提醒道 你是说 不远处那只 吕众呼道 叶盘言循着视线 朝二人左前方位置望去 只见千丈之外 有金光卷涌 却是守卫在一华丽宫阙前 分别守直巨斧 巨月的金甲雕像 在这时 忽然活动了起来 随着石粉速速落下 堪比炼虚的气息 也在逐渐强盛 不止这二尊巨像 仿佛被连串激活一般 周围的一尊尊雕像 也从沉睡中复苏 以金金石雕筑而成的毛子 刹那间亮起纯净金光 更远处的地方 还有类似的气息接连出现 一道比一道强盛 最高者甚至可与合体七媲美 怎么回事 吕众问道 我也不知 叶盘炎一脸无奈 后指着转身离开的傀儡们 庆幸道 唯一的好消息是 他们并非针对我们而来 若不然 纵使是合体七修饰在此 恐怕也要难逃一劫 正是作为书记院议员 叶盘炎才深知 此地傀儡的可怕之处 在同街同境界的情况下 就连修士中的天才人物 也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正想着 头顶有轰隆声传来 吕众抬头望去 顿时明白了 傀儡复苏的真相 诸恶入侵 只见外面的虚空中 不知何时聚集了海量身影 狂乱散发着诸恶的气息 长春之子 严母 菩提树 皈毅吕众说得出来历 说不出来历的一位位诸恶 此刻为了为之目的 齐聚于此 引发出难以言喻的威势 不止他们 还有个诸恶的眷属 此刻也一并出现 聚集如此规模力量 目的昭然若揭 摧毁第七术积怨 亲眼目睹诸位诸恶的真容 感受到那如冤似海的恐怖气息 吕众纵使心智坚定 此刻仍难以遏制地 感到了强烈恐慌 一旁的叶盘炎 自然也不例外 须知诸恶的实力 纵使罪弱 也要强度结七一丝 面对如此存在 似二人这般 只是感到恐慌 已然是了不得之事 换作是心智脆弱之辈 纵使是吓得当场心胆剧烈 也并非不可能 道 道友放心 他们一时半会攻不进来 叶盘炎好不容易回过神来 提醒吕众 顿了顿 他掩饰眼中的尴尬之色 又继续道 话虽如此 轻微天静也支持不了太久 毕竟当初建造的时候 就没想到过会被打上门来 从叶盘炎这话 吕众读出了道蒙修士的自信 正是因此 堂堂炼虚修士才会感到尴尬 生不逢时 生不逢时啊 吕众心中好一阵感慨 眼前这座金色天幕 能抵挡漫天诸恶攻势的轻微天静 难道还能是随便设置的 道蒙兴盛 从中可见一般 若我早生五万年 何必似现在这般辛苦 将杂念抹除 吕众继续朝前方行进 根据叶盘炎透露的信息 在击败所有对手入围之后 入围修士都要齐聚北央殿 那里是颁发入围好处 也即是杜须莲的地方 按照正常的流程 北央大会也将在彼时召开 可就眼下情况 大会显然已无开始可能 要不了多久 就将彻底毁灭于诸恶的进攻浪潮中 敲钟 钟在何处 吕众暗想着 纵身飞略过一座座无人宫殿 可见一道道傀儡身影 从各种他意想不到的地方 甚至就是建筑某一部分 又或者干脆是建筑本体 经过一阵变化 加入到头顶的入侵对抗中 可面对有备而来 集结了惊人力量的诸恶大军 却也似飞蛾扑火一般 往往在造成巨量杀伤后 就会被对面以数量优势淹没 最后 在一声极尽璀璨的爆炸中 化作流星雨落坠地 在此过程中 夜盘炎一言不发 随着时间的推移 流星雨的频率愈发急促 二人于雨目中赶路 避开沿途 遇见的其他修士 埋头向北央殿靠近着 过了一阵 他突然开口 平静叙述道 道蒙并非一开始 就如道友所了解的 这般强大 曾几何时 在历史尘埃的尽头 也曾像现在这般 遭遇过海量强敌的围攻 比石尸体陨落如雨 血泪洒满了天空 满目的金色 只为纪念而存 听得这话 吕仲猛然回头 发现此刻的夜盘炎 突然多了莫名的变化 顷刻间变得极度陌生 完全像是另外一人 是被夺射 还是 吕仲心中惊疑 暗暗进行场景回溯 得到的答案 更令他吃惊 夜盘炎并未被夺射 另一边 气质大变的夜盘炎 正正望着头顶天空 莫名地叹了口气 而后 他将视线一向吕仲 稍稍停留一阵后 平静开口 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 但已经没时间解释了 请务必将钟敲响 有缘再会 话必 夜盘炎身上 冲出一道苍老身影 不知是否吕仲的错觉 他总感觉这道身影 颇为面熟 与跟夜盘炎十分相似 就好似一个人的老年状态 及其年轻力胜之时 而且这道身影 怎么看怎么像原神 难道 未等吕仲把话说出口 只见流光闪烁 对方以他从未见过的速度 瞬间出现在轻微天静之上 也不知 这位做了什么 原本杂乱无章的傀儡群 迅速组成严整阵势 一边倒的局势 受此影响大为变化 隐隐间 有向僵持转变的势头 将这幕收入眼底 吕仲手中滴溜着昏迷的夜盘炎 继续埋头向北央殿前进 心中同时在想 方才那道苍老身影 到底跟夜盘炎是何关系 道蒙覆灭之后 所有修士一夜绝迹 无论怎么看 这都是一件十分诡异之事 而夜盘炎作为此事经历者 却能够成功生还 甚至可能是唯一的生还者 其中定然有天大的隐秘 吕仲不由联想到夜盘炎 乃是第十书记院执事 根据道蒙划分 此书记院专注学术 或许 作为道蒙修士的夜盘炎 能幸免于难 是采用了什么秘法 得以从一夜覆灭中幸存 但却因此受到了什么限制 以至于只能藏身在眼前 这具身体中 吕仲觉得此般猜测 或许就是事实真相 正想着 北央殿已是遥遥在望 作为北央书记院核心 此殿拔地而起千丈高 远远望去 好似一座巨大金字塔 同时 这座千丈长宽的巨殿 还坐落在一片万丈方圆的广场之上 无数的灵气汇聚成风暴 在源源不断地猛灌入殿中 令其闪烁着五彩光芒 此时此刻 殿前广场处已聚集着不少修士 相互间 都是隔着极远距离 屡重的到来 吸引了不少的目光 不过大都在停留片息后 转移至他手中滴流的夜盘炎 不少人都因此露出隐峻不惊的表情 呃 我这是 夜盘炎这时睁开眼 正好对上那些目光 饶是 他已修到数万年 此刻脸皮也是经受不住摧残 不争气地 煞时间泛红起来 屡重能计量划算出 手中滴流之人 心中受到的伤害 强忍住心中笑意的同时 他装作若无其事 将对方放下 方才我见你突然晕倒 现在情况可好了些 多 多谢道友 夜盘炎面色一脸平静 突然 他后知后觉 面露惊恐之色 什么 你方才说我晕倒了 对 听到这确定的答复 夜盘炎的表情更加惊恐 声音发颤地说道 那道友可曾见到过 另另一个我的存在 曾有过一面 屡重回道 我就说 不可能有外人能见什么 道友不但见到另一个我 还完好无损地活着 得知屡重见过另一个自己 夜盘炎的表情 好似见鬼一般 显得比之前还要夸张数分 这话都是声嘶力竭地喊出来 唯有他才知道 自己体内究竟隐藏着什么 那是比噩梦更噩梦的存在 见夜盘炎这番模样 吕仲善意地指了下天上 提醒道 夜道友所言的另一个自己 是否天上的那位 直到这时 夜盘炎才恍然惊觉 吕仲联想方才经历 接着又道 我想道友之前 可能对体内的另一个 嗯 自己有误解 从方才的接触来看 那人并不似什么大奸大恶之辈 反倒是再正常不过 闻言 夜盘炎摇摇头 这点我十分确定 并没有什么误解 既然另一个我已经离开 那么眼下的当务之急 就是赶到北洋殿中去 将你我的杜须莲拿到手 然后 尽快离开这处是非之地 吕仲看了看恢复常态 跟自己初时接触 一般无二的夜盘炎 没再说任何话语 二人一言不发 静静在原地等候 随着时间的推移 广场上聚集的修饰越来越多 气氛也因此 更加剑拔弩张起来 经历过之前被诸恶眷属追杀 任谁在此刻都不会相信外人 吕仲此刻正四处张望 目之所及处并没有所谓的钟 不可能没有 无论是月英子 还是那苍老身影 都在提醒我敲钟 所以这钟定然存在 只是我目前尚未察觉 还记得月英子曾言 见到钟自然会知晓 吕仲想到这里 放弃了寻找的打算 转而将目光移向周围 有一说一 偌大广场上的修饰 着实不少 哪怕是粗略一数 都达到了三位数之多 而且 远处源源不断有顿光 再朝这边急速而来 却不知里面有多少是修饰 很快 嵌由北洋殿字样的巨殿 底下一三角门洞开 修饰们发现这点 纷纷争强涌入 见此目 吕仲并未立刻动身 旁边抬脚的叶盘岩 心中一番思索之后 也一起停止了动作 二人安静看着 目送一道道身影 飞入通道 片息后 并未有一变发声 难道 是我想多了 吕仲暗想到 就在他迟疑之时 通道中忽然传来爆响声 接着就是难以置信的气息爆发 掺杂在愤怒至极的嘶吼声中 紧接着 喊杀声大作 隐藏在修饰当中的诸恶眷属 这时候仿佛接到信号一般 齐齐动作起来 果然有埋伏 吕仲目中一亮 知道自己没算错 一旁的夜盘沿见此目 不由多了看吕仲一眼 可谓等他说什么 周围就有数名诸恶眷属冲来 而在更远处的广场边缘 还有更多的身影在赶来中 大有想将二人彻底合围的架势 好一个十面埋伏 几乎是同时 天上的动静也大了起来 走 进通道 吕仲说完 一飞冲天 眼下时间早已过去熟悉 入殿通道中仍有喊杀声传出 这说明里面诸恶一方的实力 并未能超过先修一方 甚至还有可能成僵持状态 纵使是最坏情况 也只是诸恶眷属即将获胜而已 总也好过眼下 即将被包围的情况 叶盘炎很快明白这点 紧随其后 进入通道 吕仲就知道自己猜对了 里面血迹斑斑 好似激战过后的狼疾战场 令人奇怪的一点是 散布其中的尸骸 居然是以诸恶眷属居多 而且多是以一剑销售结束 进入其中 就好似误入剑气森林 饶是他在炼体方面 投入了不少精力 体魄早已经超越蛟龙 可面对这些易散多时 未能不足百亿的剑气 皮肤仍有一种强烈挣扎感 好厉害的剑气 吕仲心中诧异不已 有这样一位厉害的存在 难怪会是诸恶退却的结果 事不宜迟 他立刻加速冲入 不多时 穿过一层屏障后 前方豁然开朗 却是一座金色殿堂 两排朴素巨型方岩柱 如灵般紧密排列着 随中间金色地板一直延伸 而就在此殿的镜头 吕仲一眼就看到此行目标 赫然是一座金色小钟 供奉在殿堂镜头 不大 堪堪一握而已 钟找到了 问题是该如何敲响 吕仲打量着镜头处 那座如纯金铸铸的小钟 随即目光落在附近 那里已聚集着十数名修士 站位有远有近 越靠近中气息越强 其中有三人 显然在这里属于实力顶层 分别是一池剑道姑 手持木杖的勾楼青年 还有位先锋道鼓的求然老道 在吕仲眼中 殿内就属这三人最具威胁 至于其他站在中外层的修士 则纯属陪衬而已 看到这里 吕仲将目光投向夜盘炎 后者心领神会 主动解释起来 杜须莲并非现实之物 他诞生在须界之中 故而才有增幅天元之效 想要让杜须莲具现于世 灵环界目前唯一已知的办法 就是借助眼前这金事中 金事中 吕仲默默将这名字记下 所以 想得到杜须莲 需要先敲响此钟 这倒不是 叶盘炎摇头 解释道 金事中乃是先机 想要敲响绝非一事 据我了解需要 不说这个 现在只是获取杜须莲而已 哪里需要将中敲响 让杜须莲具现的办法很简单 只需合力度入法力 即可引动磁宝力量 还有 道友可曾看到金事中表面处 那层隐约可见的光膜吗 那是小轻微天静的力量 千万不要小觑他的厉害 根据我的了解 就算是大成七修士 如果不慎触碰到这一镜法 下场也只有灰飞烟灭一图 对他这话 吕仲深信不疑 毕竟小钟旁边地上 就有两堆灰烬 很显然 有倒霉但不慎触发镜法 瞬间就被轰尘飞灰 听到这里 吕仲也明白了 殿中这些人为何干守着 并非是他们不想早些拿到杜须莲 好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而是小轻微天经不允许 时间 一分一秒流逝 喊杀声在逼近着 从殿前广场迅速移动 眨眼就到了通道口 再要不了多久 诸恶眷属就会攻入到北央殿内 待之后取了杜须莲 我们该如何脱身 叶盘炎将目光从金石中上收回 思索片刻才到 若是其他人就只有被传送走意图 在如今北央大会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传送不一定安全 我这边倒是还有一个办法 远比被动传送离开安全 眼下这北央殿中 尤其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见他话语止住 为再继续说下去 吕仲瞬间明白叶盘炎的意思 平静道 什么条件 很简单 只需要道友助我夺得一朵杜须莲即可 我相信道友有这个实力 叶盘炎对此仿佛非常笃定 丝毫不担心吕仲会失败 杜须莲难道还能多次获得 叶盘炎摇摇头回应吕仲的疑问 当然可以 只要不怕招人极恨 大可以将所有杜须莲夺走 依我了解 每次催动今世中后所具现出来的杜须莲数量 也不知是故意与否 总是不能满足现场之人 对了 能带走的 尤其只有一朵 吕仲听到这里 心中瞬间明白过来 天底下没有新鲜事 这不就是二淘沙三世 通过限制杜须莲数量 使参与北洋大会的实力 内部分离 不能协力同心 同时 限制每个势力的杜须莲莲取量 以防止有势力做大 得到想要答案 吕仲答应了叶盘炎的条件 助他一臂之力夺取杜须莲 同时 还得到一张金色秘符 叶盘炎在上面 滴入了一滴本命精血 使之生效 届时 只要激发此符 就可以传送离开第七书记院 吕仲仔细打量手中秘符 根据以往的制符经验判断 此符的绘制难度并不算高 心中不由起了复制的念头 这一幕 被叶盘炎看到 他微微一笑 金光道有 此符关键在于我的精血 没有他书记密符 就无法生效 除非你能找到 似我精血这般 在轻微天境中备暗之物 吕仲心中一动 暗想这所谓的备暗之物 自己身上怕事也有 而且 可能性极大 若不是 现在场景不适合 他都要拿出来事一上事 有了退路 吕仲的心思回到敲钟上 组织好语言 吕仲对着叶盘炎试探道 既然正常方法 所能具现的杜虚脸有限 那么 是否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 其实是需要我们将中敲响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叶盘炎直接否定吕仲的说法 继而望了这边一眼 自顾自道 也不瞒着道友 毕竟你知道了也无用 据我所知 此中想起的条件 在盗盟中 是隐秘中的隐秘 随着众书记的离开 这灵环界 已无一人知晓 该如何敲响金氏中 所以 我该怎么把钟敲响 吕仲暗想着 又将视线移向那那层三人 这三人的实力 可谓是鹤里鸡群 很可能的 环沙子所提到的敲钟势力 就在这三人当中 甚至乎还有可能 这三人都是他的潜在盟友 当然 也不排除一种可能 其他敲钟势力早已失败 或死于进入北央书记院前的比斗 或死在外面的广场 又或者陨落于方才殿中的争斗 只剩下吕仲自己一人 念头翻涌不定时 金氏中方向传来骚动声 只见小青微天静这时 已彻底从金钟上退下 当即 就有修士忍不住出手 是诸恶眷属 只见站在人群中 原本还是人形的这位 仅一阵绿光卷涌之后 就化作一尊盘根囚结的树人 提表老皮层层叠叠 一看就知道 不是什么异于之辈 为了无主长春 树人高呼一声 静止朝金氏中冲去 他身上涌出无尽绿光 想做什么不言而喻 周围修士见此目 无人催促就立刻出手 各施手段 纷纷阻止起树人的行动来 唯恐真被他毁了金氏中 突然 有人惨叫一声 吕仲弹出十数之雷枪 才寻声望去 只见那人脸色死灰 气息在飞速减退 一条血肉触手贯穿头颅 而偷袭他的 则是一头颅裂开 脊椎上顶着一颗硕大眼球 双手一化成触手的诸恶眷属 不只是这位倒霉蛋 仿佛是早有预谋 其他隐藏于修士中的诸恶眷属 也在此刻奇奇发难 片刻 北洋电城混乱战场 迅速白热化 程度比外面的惨烈广场 有过之而无不及 吕仲一抬手 煞时就是一片雷海 不偏不倚 正好挡在那树人正前方 树人未有迟疑 仗着强刃身躯就要强闯 可一进去 立刻就感到后悔 紫色雷海乍一看平平无奇 可只有领教了他的厉害 才知道具体威能的恐怖 天雷轰隆 在此情况下 生机如退潮般消逝 半夕不到 树人就不得不退出 见树人受阻 不少诸恶眷属改变目标 齐齐朝吕仲攻来 一时间各色光芒 并着道道惊人秘法 如潮水般汹涌 吕仲宜然不惧 面色未有半分改变 注入神器 他将手中避水扇一挥 立刻有滚滚掏声响起 无穷水流这时凭空而现 幻化出无数条蛟龙 于咆哮声中齐头并静 在殿中修饰惊讶目光中 将所有光芒淹没 顷刻间 轰隆爆炸声不断 静 静是先天灵宝 可恶的雷袖 咒骂声响起 巨事来自于诸恶一方 反观之仙道修士 一个个的表情 则是复杂得多 一方面 他们希望队友越强越好 可为了保证自己能得到杜须莲 却又不希望见到吕仲这般对手 心态端的是复杂无比 唯一的例外 就是叶盘炎 他此刻心中暗喜不已 几乎乐得要笑出声来 我真是做了个正确选择 轰隆隆 就在殿内形势 开始朝着先修一方倾斜时 变故再一次发生 只听得一阵急促风声 无数条血肉触须 顶着一道身影 狂暴冲入北央殿内 不偏不已 正好轰在一根方言柱上 发出一声巨大爆响声 动 北央殿都为之一阵 受这样的重击 摊在柱上那人的结果 自然是死得不能再死 几乎是 开始有诸恶眷属 从处须缝隙冲出 朝殿内众人杀来 外面的人已经完了 速战绝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效果显著 原本殿内的诸恶眷属 就颓势进险 经这么一声呼喊后 更是节节败退起来 吕仲在挥扇 玉石水流将对手绞杀 等他用水流凝成水牢 将另一外道修饰困住 金氏中附近 已无其他诸恶眷属 就连之前冲得最快的树人 也都已经被那倒估斩杀 他只用了一箭 吕仲目光飞快扫过 发现殿中连带着自己 只剩下七人 在此战之前 北央殿内的人数是92 何其惨烈 吕仲将视线一向电竞投处 那里站着一对双生子 二人之前明显是隐藏了实力 否则断然无从修罗场 活下来的可能 二人合力 只怕不下于 持剑道姑三人之一 诸位 是否该合力激发此中 再晚 恐怕就机会了 这时赤膊上身 露出文龙刺青的囚然老道 冲在场剩下的几名修士说道 早该如此 道姑柳眉微动 冷声回应 吕仲微微点头 表示赞同 一旁的叶盘炎看到 也开口表示同意 如此一来 场中就只剩下一人 还未表达自己的意见 见众人将目光投向自己 勾搂青年咯咯一笑 目光闪烁道 我 我就算了 再者 那些虫子也马上要冲过来 杜须连巨线需要时间 没人拦着它们可不行 说吧 不等其他人反应 就静止转过身去 咚的一声 木杖狠狠敲击地面 煞时间 无数星牙 破突而出 片刻的功夫 就组成合并成一堵树墙 将来袭的猪恶眷属 以及那狂蛇般的血肉处须 一并阻隔在北央殿中央处 不管它 我们继续 求然老道 右手微躯成爪 率先向金氏中 度入法力 几乎立刻 金钟就有了反馈 萌萌金光将它笼罩 继而弥漫开来 同时 一股熟悉的气息 为场中七人所感知 是虚界的气息 见此情况 吕仲跟另外四人也动作起来 分别向金氏中 度入自己的法力 不久 一朵朵莲花浮现 吕仲仔细望去 发现所有的虚幻莲花锁 都呈半透明状 且无论大小皆为七半 跟点击描述中的一般无二 毫无疑问 定是度须连无疑 可等吕仲数清数量 心中顿时就是一尘 只有三朵 除去他答应叶盘炎的一朵 即自身所能带走的第二朵度须连 剩下的五人只能分到一朵 要同时与五人为敌 吕仲光想到这里 就觉得头皮一阵发麻 该如何是好 其他人这时候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面色都不大好看 到了这时 我想没有道友会愿意 主动主动放弃度须连的拥有权 求然老道还是第一个开口 他呼地发笑道 现在我们几个 该如何决定归属权呢 还用想 老一套 道姑言简意该 修饰的老一套办法 自然是宝物能者居之 他的言下之意 就是通过斗法决定归属 这属于再正常不过的解决方法 道姑刚开口 就先后得到叶盘炎 及其余三人的赞同 可此刻的吕仲 却正眉头紧皱着 方才注入法力时 他为寻找破局之法 借助挥晤空间 做起了推演未来 借此对场中几人做了一番试探 结果大出所料 剩下来的这六人中 居然还有两位诸恶眷属 他们隐藏可谓极深 一直都没有暴露身份 若不是在不存在的未来场景里 被屡重攻击 不得已暴露身份 只怕还能一直隐藏下去 这二人 其中之一 是那沟楼青年 另一位 则是那双生子 没错 双生子压根是一个幌子 表面看似双生子 实则由一人分裂而成 同样也是在推演场景中 遭受攻击 误以为自己自己暴露之后 才叫屡重知晓了底细 二人隐藏如此之深 其目的无疑是为了阻止敲钟 敲钟到底有何意义 以至于诸恶不惜其其现身阻止 还让疑似叶盘言真身的存在 一味极可能知晓三万年前 真相的道蒙存在 拼死也要维持轻微天境不破 以保证敲钟顺利进行 屡重暗想到这里 对谜语人的痛恨又多了几分 若有这种可能 他定要抓住月英子 彻底问个清楚 屡重决意把钟敲响 此刻得知七人中 还有两名诸恶眷属后 心中已然起了除掉的念头 好减少之后 敲钟过程的意外 不过 想做到这点 麻烦并不少 若直言告知 以先修一贯多疑谨慎的特点 效果实在难以保证 在道姑及老道二人身上 甚至会起到反面作用 思来想去 他决定还是顺水推舟 借斗法之名下狠手 屡重正想着 那双生子中的一人 这时却呼地站了出来 他环顾场中诸人一周 而后拱手悠哉悠哉 懒洋洋地说道 时间紧迫 现在既然是能者居之 在下自信有能力占据一躲 可有道有不服的 哼 如此有自信 那就让我来领教领教 道姑的脾气 亦如既往火爆 见二人斗到一起 打得不可开交起来 吕仲没有半点出手意思 而是将注意力分到双生子 另一人 及远处的沟楼青年身上 作为场中知晓 他们底细的先修 吕仲不难猜到双生子 站出的意图 不外乎暗中偷袭而已 无容置疑 这办法老套归老套 效果绝对出众 刷刷刷 正在打斗中的道姑 骤然手掐剑指 瞬间连斩三剑 剑光如铺 朴实无华 看似毫不起眼的三招 竟有压制同阶对手的威能 且仿佛契机锁定 使之只敢咬牙对拼 而不敢闪躲避让 眼界二人立马就要奋出胜负 正在观战的另一双生子 突然抬手指着二人方向 口中轻轻吐出一词 病 立刻的道姑就面色大变 再无法动弹 早有准备的 吕仲此刻骤然发难 瞬间隐没在雷光中 同时 求然老到脚一点地 为理会其他人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静止冲向空中的杜须帘 一把捞起其中一朵 就撕碎手中灵符消失 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间 此时此刻 叶盘炎却走到金石中前 对着上处于小轻微天静的瓷宝 面色凝重 一连打出数道法绝 顿时光波阵阵 并有仙月长鸣 无人知晓 他在做什么 轰隆 雷光乍现 吕仲手持雷剑前击 一下荡开双生子批来的一剑 护住了道姑的要害 就眼下勤快而言 若敲钟一方 还有幸存者 也只剩这位了 解决他 双生子呼其声道 这话是对那勾楼青年说的 后者闻言 就是咯咯一笑 口中喷出一道道绿芒 仔细看 会发现是一枚枚碧玉种子 每一粒都带着奇异纹路 这时如雨点般挥洒向旅众 尝尝我这青蔓童 集半图 所有种子生根发芽 化作一只只青色童子 无意不是面目猙獰 且轻面獠牙的模样 呲牙咧嘴地扑来 与此同时 双生子一前一后 夹击起吕仲来 吕仲瞥了一眼叶盘炎 并未对此人有丝毫指望 手上动作同时不停 决一掐 灯石就是滔滔雷光爆闪 无数雷枪于雷光中 分化凝成 呼吸间就化作雨幕 瓢泼而出 那群青曼童还未接近 就尽数 没在惊人的雷雨中 仗着七色龙旗 手中的碧水扇 及星辰剑影雷珍珠宝 吕仲以一敌二 面对实力相近对手 硬是不落下风 然眼下情况 正在飞速对他不利 没了沟楼青年 假模假样的阻挠 之前被挡住的血肉触手 及其他诸恶眷属 此刻马上就要 杀到殿中尽头 而吕仲这边 道姑被定住 看着驾驶 至少还要树西才能脱困 这时 吕仲眼角忽捕捉的 一抹金色亮光 从惊世中上发出 却不知夜盘炎做了什么 竟使得此中泛出一层金光 继而扩散成一金色罩子 朝着四面八方 飞速覆盖过去 寝客间 就掠过殿中诛人 双生子奇奇惨叫 身上更有火光溢出 沟楼青年也毫不例外 被那层金光一扫而过 顿时再没变点人形 臃肿膨胀 化作一种子模样圆球 悬浮在半空中 凄厉哀嚎 同样的 他身上也燃起了金色烈焰 随着金光向远处过去 沿途的血肉触须 进阶化作灰烬 而那些猪恶眷属 跟前面双生子 沟楼青年一个下场 剧都是被金火焚身 现在只有吕仲 道姑和叶盘炎能幸免 三人巨事完好无损 你做了什么 道姑不知为何格外惊疑 只是小小激发惊事中 若不这样做 可叶盘炎话还未说完 就突然两眼一番白 再次晕厥过去 几乎是同时 十数道恐怖气息乍现 见此目 吕仲哪里不知道 那道疑似苍老身影 只怕这事已经败了 梅这位主持大阵 调动傀儡进行阻击 诸厄已突破青薇天境 即将要杀入北央殿 敲装 想到这里 吕仲一个闪烁 朝京市中冲去 然早在他之前 道姑就已经出现在高台之上 他看也未看旁边的杜须莲一眼 目中露出果决之意 竟要投身 撞向小青薇天境 训身 这是为了敲钟 吕仲不由分说 将那道姑拉扯住 你等等 只有这一个办法 有人愿意自愿现身 替自己把金氏中敲响 他心中对此事再乐意不过 但不必要的损失 还是能少则少 你我既为敲钟人 自该知道 想敲响此钟 办法有且只有一个 向仙中示警 除却我这身树林血脉 能引发金氏中告警外 世上还能有其他告警之物 道姑一片平静 仿佛即将要牺牲的 并非是自己一般 这个呢 吕仲手一翻 将一盏杀剑碎片取出 若真的示警 就能敲钟 他实在想不到 还有什么能比 先使官道子的配件 也即使人道斩杀剑更合适 纵使只是一块碎片 也绝对足够了 这是 道姑看清他手中之物 吃惊的表情掩饰不住 随即他 像是想起了什么 目光灰暗下去 冷哼一声道 如此宝物 价值远超度虚连 那些老东西舍不得 所以让我来送死 就因为用碎片敲钟 会将仙剑碎片毁掉 知道了这点 你还舍得吗 说这话时 道姑目光死盯着吕仲 如何舍不得 吕仲淡淡一笑 弹指将残刃射出 在道姑不敢置信的表情中 一道金光击中金事中 没有丝毫动静传出 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融入进去 瞬间消失不见 继而 远比之前惊人的光波 扩散而出 瞬间掠过二人 沿途诸恶眷属处之 无意不是灰飞烟灭 一如虫撞诸恶冲在最前 恰好跟金色光波碰个正着 他的身体没有多少抵抗能力 竟也飞速溶解 小小虫目中 竟都是骇然 其他诸恶 无一是例外 金色光波 以极不可思议的速度 在抹杀沿途诸恶眷属的同时 急速扩散出北洋书记院 抵达茫茫虚界 光芒汇聚之下 赫然形成一万丈高中影 黄黄然 如仙中将士 当 浩荡终生随之响起 这一声 响彻整个灵环界 无数沉睡中的存在 剧都是被他所唤醒 朝虚界中的钟响之处 投来目光 存在们 据已知晓 各自所期盼的时机 即将到来 同时 钟声还在沿着虚界 继续向更深处传播 投出斩杀剑碎片的结果 吕仲 其实早已经知晓 毕竟挥晤空间 从不是摆设 他这时伸手一设 轻易将金士忠收好 在钟响之后 金士忠彻底暗淡下来 在无知前 先机风采 表面还布满了裂痕 不过直觉告诉吕仲 此物并未彻底损坏 若日后设法修复 或许又能是一件好宝贝 用一枚斩杀剑碎片 换这么一个金士忠 吕仲觉得值了 记住 我还欠你一条命 道姑这时面色复杂 冲吕仲如此说道 接着仿佛是逃走一般 翻出一张书机密符 瞬间不见了踪影 这算是天头吗 吕仲摇摇头 将剩下杜须连踩下 未看散落地上的东西一眼 方才金士忠激发时 他可是看得仔细 尽管那光波未能惊人 能顺心灭杀诸恶眷属 却无法灭杀诸恶 顶多只是使之受伤而已 吕仲招手一射 低流起夜盘炎 激发书机密符离开 一阵天旋地转 待吕仲回过神来 已是到了一荒山上空 周围山林一片荒芜 灵气也不甚充裕 料来没修饰 会注意二人的出现 至于凡人 按照高阶修饰的习惯 为避免打扰 或是常顾脸吸逆踪法术 或是佩戴类似效果的物品 是已往往无法被凡人察觉 落在山顶一侵蚀上 屡众静静等待 一等就是数月 咳 嗨嗨 声音一出 夜盘炎才悠悠行转 他从地上站起身 建议不在北央书记院 而是身处于荒山野岭之中 顿时明白自己 又被吕仲救了 多谢金光道兄大叫 夜盘炎说完 将刚到手的杜须帘取出 不舍得多看两眼 才忍痛将之递出 区区小礼 不成敬意 还望到凶能收下 有心了 吕仲笑了笑 没有半点客气 就冲这朵杜须帘 顺手救人 真是救就对了 将东西收好 吕仲没管夜盘炎脸上的郁闷 静止向他讲述了金士忠之事 希望能从这位道蒙修士口中 得到此事可能引发的后果 什么 你说金士忠被敲响了 若真是如此 那倒不是一件坏事 夜盘炎作为第十书机院执事 能够了解的道姓息 远比一般道蒙修士要多 自然清楚 金士忠被敲响意味着什么 金士忠响 未向上界求援之意 据说 仙界真仙有感 就会降临于现实 除恶解难 医保仙道惶惶 不过对这一点 我也并不能确定 吕仲目录思索 你是说 敲钟之后 可能会有真仙将士 夜盘炎摇头 我不确定 可能有 可能也没有仙界是什么个情况 现实的灵魂界这里 素来无人知晓 吕仲明白他的意思 只能说 真仙将士与否 全凭心情 心情好了 说不定会跑一趟 拯救下界的修士 若是心情不好 眨眼就能是几十万年过去 你也奈何不得人家 但不管怎么说 都是给未来添了一丝变数 同时 金士忠敲响之后 诸恶实力都因此大损 眷属更是损失的无比惨重 可以料想到的将来是 诸恶实力 必将因此而被迫收缩一阵子 对灵魂界仙道而言 着实是一个喘息机会 直到现在 吕仲才回过未来 若无意外的话 这次他是成了月英子博弈的一枚棋子 丰厚的收获就是回报 实力低微 入局被人当棋子用 吕仲对此并不介意 天地万物皆在棋盘中 谁知当前下棋的棋手 又怎不是他人手中的棋子 着眼当下即可 何必起人忧天 不过 恐怕连月英子也未能想到 我此番的收获 会如此的惊人吧 一想到此行收获 吕仲心中的阴霾 就一扫而空 两朵杜虚帘 天元的增幅至宝 有了它们 未来天元的需求量 就能减少许多 如此真是未来可期 还有 黯淡的先机金氏中 若能找到修复之法 同样也是一件好宝贝 无论怎么看 这次都是赚大发了 向叶盘炎告辞后 吕仲折返新杀仙城 他在这边上 有件事要处理 炼之月方金鹿 还在其次 主要是光药枝 此外作为突破材料 是修炼翠灵药生法的 必须之物 既然难得打听到消息 又岂有不去一探的道理 况且 眼下诸恶眷属损失惨重 那处丰饶神殿的守卫 定会因此减弱不少 如此难得机会一旦错过 以后再想遇见 怕事不已 吕仲心中做出决定 新杀仙城 已是遥遥在望 待他进到城中 这里跟上次来相比 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依旧是一如既往的繁荣 来到之前租下的洞府 他面色微微一沉 风月不见了 死女死活他不在意 毕竟只是个交易对象而已 能救则救 救不活就是他命该如此 可光耀之的下落 绝不能救此不明 拖了这么久 翠玲要生法 也该突破了 吕仲换来管事 质问其此事 管事是一劫单中年人 此刻战战兢兢 只觉面前之人的身形 不断拔高 如山四月 虽无一丝气息泄出 依旧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回 回前辈 风前辈是自己 退房离开的 断断续续 管事艰难地回答道 吕仲冷笑一声 抬手抹去洞府大半 只留下一些明显痕迹 指着道 哼 那洞府中 这些偷懒未抹去的打斗痕迹 跟穴子又是怎么回事 不动用场景回溯 此刻他也能猜到 风月遭遇了什么意外 不外乎 被盯上掳走而已 吕仲手一射 对管事掠尸小成 很快从他的记忆中 找到了掳走风月的势力 却只是一化神宗门而已 至于动机 全是为了炼药 得知这点 吕仲不由陷入沉思 一盏茶功夫 深沉夜幕之中 吕仲只身来到白桃寨 作为一方小势力 此寨的城建非常一般 占地不过百里而已 楼却也不胜辉煌 根据他探知到的信息 风月就是带到了此处 炼药 在知晓不少信息后 他对白桃寨的炼药手段 提起了不少兴趣 这种被白桃寨称为血带法的手段 跟造化秘阵存在相似性 区别只在于血带法四式媒介转化 或许正是因此 白桃寨炼药效率极高 只要保证媒介的稳定供应 就可以源源不断产出丹药 不再受到灵药匮乏的限制 转念 吕仲想到了自己的造化秘阵 由于研究遭遇瓶颈 改良进度十分缓慢 甚至已近乎停滞 目前转化效率只有三成 而逆造化秘阵更是不理想 连一成效率也无 若能从中汲取灵感 说不定能让造化秘阵的研究突破 如此一来 增进法力的耗费也能进一步降低 骤然 两道身影出现在前方 修为不低 一化神后期 一化神初期 从二人模样来看 显然是一对父子 吕仲一眼认出 正是白桃寨寨主白灵月 及少寨主白月生 不知这是哪位道友 白灵月是一华服中年人打扮 此刻已察觉到对面之人 气息竟是深不见底 顿时收起了之前的打算 拱手客气道 吕仲瞥了他一眼 看也未看旁边的白月生 诞生说道 区区山野散修而已 就不劳白寨主知晓了 我要找的人叫封月 听说你们抓他是为了炼药 可是这种情况 封月 白灵月向一旁白月生 投去询问目光 寨主 寨中的确有此人 白月生确认完 冲吕仲露出歉意笑容 道 道友 这里面是定有什么误会 我白桃寨素来行的端正 怎可能会做拿人炼药的邪修行径 封仙子只是应我白桃寨之邀 参与一场酒会而已 请您在此稍后 月生这就去将他请来 等封仙子跟您解释之后 一切都将真相大白 对此话 吕仲不置可否 只是淡淡一笑 白桃寨隐藏的极深 若不是他有挥晤空间在 也无法结合搜魂得到的信息 推断出是白桃寨在用血带法炼药 更无法一路追踪到这里 目送白月生远去 吕仲静静等待起来 一旁的白灵月此刻表面看似一脸平静 实则心中早已是忐忑无比 因为他知道 等下白月生带回来的定然不会只有风月 大战无可避免 白灵月不相信面前之人会没猜到这种可能 敢如此淡定定是有所依仗 想到这里 他对白桃寨的未来顿时有些不确定起来 不一会 白月生去而复返 他并非独身一人回来 身旁还带着明女修 容貌跟风月一般无二 风仙子 这位道友你可认识 他兴冲冲找上门 说是我白桃寨要拿你炼药 岂有这种荒谬之事 还请你解释清楚 白月生面露苦涩说道 前辈 您的确是 风月说着 就要解释清楚 吕仲看着此女演戏 心中再冷笑不止 不得不说 面前之人的伪装 的确是称得上是天衣无缝 奈何 他有鉴别之法 那就是挥舞空间 平静听完 吕仲未等对方有所动作 也未等风月靠近偷袭 骤然发难 在对面三人吃惊目光中 手一番祭出碧水扇 泼洒出盈盈水波 碰 碰 两声 修为不过化神的白氏父子 顷刻间就炸成了血污 死得不能再死 那伪装之人反应极快 手一抖 弹出一铁齿 硬是击散了水波 不过此刻虎口军裂 心中更是震惊不已 他目光一沉 死盯着吕仲 阁下到底是何来历 来历 我早已经说过 山野散修而已 吕仲实话实话 见来的只是个普通练须初期 修为全靠取巧之法精进后 顿时安心不少 又在一挥扇 甩出一股水流 水流在半空中 哗啦啦化作一浪潮 声势郁猛地拍向对面 哗啦啦 浪潮瞬间将它淹没 继而水势不断增强 升起百丈高的浪花 化作一滔天狂澜 朝着后方的白桃寨拍打而去 只一击 百里方圆便泽国 这时人影一闪 之前化作风月那人 终于不再伪装 却是一风雨女修 此刻的他 可谓是狼狈之极 双方视力差距极大 吕众只是随手一击 差点要了风雨女修的命 待看到被洪水淹没 靠大阵勉力支撑的白桃寨 此女面色更是难看 可恶 不管你到底是何人 都奉劝阁下少在这里闹事 否则 纵使你是宗门贵子 也承担不起后果 人 我现在可以还给你 但必须由我亲自抹去所有记忆 女修先是恶狠狠警告 而后语气一缓 竟服软起来 他现在心中 早已是后悔起来 那风月 只查到是一叛离 风饶大帝的外道原因 可谁知道 背后竟还站着 一名炼虚修士 实力十分不俗 至少也是大宗门的 敌传层次 也正是因此 他才会有那番 色力内忍之言 对面的吕众听到后 表情未有丝毫变化 心中则是冷笑 难怪妙如雪带法这种手段 会出现在化神七坐镇的白桃寨中 若无意外 白桃寨及面前风雨女素 都是在为背后势力做事 让他人背负骂名 自己坐享其成 不得不说 这番痴人 还真是吃得舒服 根据一路找到的蛛丝马迹 吕众不消此女说 也能猜到他背后是何势力 星沙格 难怪此刻能强决一欲 有雪带 炼丹密法在 有这结果 可以说是必然 阁中高阶修饰如灵 只怕暗中吃的人不少 明白事情来龙去脉 吕众也投鼠忌气起来 似这种合体七大势力 目前不过是炼虚修为的他 可不能随意招惹 可若答应对方条件 让他消去风月的记忆 自己又等于是白跑一趟 光要知道底该如何取舍 选择再明显不过 在风雨女修惊恶目光中 吕众在一挥扇 煞时间平地涌起一道水流 不过须一功夫 就将一切都搅得渣都不剩 一转身 吕众来到白桃寨上空 到了这时 此寨中修饰惊慌失措 更为惊人威压的降临 而发自心底感到恐慌 深怕自己所犯之事被清算 然而 见不到半个人影逃出 盖阴洪水中 蕴含着吕众的炼须微压 修为不到化神者难以对抗 一入其中 将如同身处弱水中一般 永无浮头之日 这时 吕众将神念放出 很快再一密室找到目标 继而身形一闪 化作雷光 消失不见 再出现 已是在风月身前 多日不见 此女状态倒是不错 不但身上的肉流被压制住 修为竟还略有精进 若非脸上挂着一番惶恐不安的模样 身上还有限制修为的静止 光看眼前这番滋润脸色 还真像是被白桃债邀来的客人 见到吕众出现 风月如遇见救星一般 一脸惊喜 求求前辈 请您救仪救我 当然 我就是为此而来 吕众手上动作不停 很快 就将风月身上的静置 一一给解除干净 找到人 她就准备带着风月离开 至于这白桃债世人魔窟 吕众没打算继续掺火 只准备让化身斩了金丹以上的修士 至于剩下的首尾 就让被动静吸引而来的修士们解决 不多时 一道雷声轰隆乍起 得罪了星沙格 金光道场自然无了 不过这对吕众而言 实在算不得什么损失 在外人看来 财源滚滚 源源不断产出丹药的金光道场 实际就是一样子货 里面的药源数量看似多 但也仅仅是看起来多而已 总价值加起来 甚至还不如她在白桃债的收获 岂之 毫不可惜 带着风月 吕众静止朝西边 位于风源界边境的北云玉飞去 其间 二人身上不止一次 有星辉亮起 很显然 是有人在亏天机定位 可在疑星唤斗神通面前 无一例外 都是以失败告终 一连飞出千万里 这才找了一处地方停下 倒不是吕众需要歇息 只是飞行一小端路程而已 并不会导致神圈 而是她准备抽空 再次将月方玉露给炼制出来 有前车之鉴在前 她可不想 这次再沾上污染 月方玉露并不一般 此路能在镇压污染的同时 还起到抵挡污染的作用 眼下既然要闯一闯风饶神殿 带上此物 也算是多一重保险 能免缺不少的麻烦 简单修整 调理好状态 吕众没管风月 就开始炼制起来 这一炼 转眼就是百年 望着手中盈盈发光 好似被月沙 笼罩的玉符 吕众稍微一感受效果 脸上露出满意表情 不枉自己费这么多心血 这月方玉露的确 效果不俗 之前所受的污染 此刻已是被死死震住 她稍后只要多加进化 很快就能彻底拔除干净 不足为律意 随后 吕众将风月换来 二人面对面 吕众盘坐在蒲团上 将另一道月方玉露亮出 叫风月感受一下效果 然却并未将玉符交出 而是淡淡说道 此即为月方玉露 效果如何 想必你有切身体会 说完 才将玉符交予 风月颤抖 接过月方玉露 表情怎一个惊喜了得 恨不能大喊发泄出来 好一阵 她才勉强平复情绪 风月将一御剪 以双手捧着缝上 前辈 这就是那风饶神殿的准确位置 请您过目 吕众伸手射来 随意看了一眼 亮你也不敢骗我 交易完成 你我就此分开吧 我赐予你那道秘印 记得之后多多灌注法力 否则 下面的话 她懒得说下去 随即 身形一闪 见雷光一闪后 洞府之中只剩下自己一人 风月的心中忽有点失落 不过很快又露出笑容 有了月方玉露 她一直以来期盼的新人生 终于可以开始了 北云玉 此玉处于边疆 环境险恶异常 中年风沙不止不说 经常有天火坠地 有名为北沙礁 及云中雀的两大妖族 却能在此盘踞极久 甚至可以追溯到百万年之前 北云二字地名 就是由此而来 未知得天独厚 并得上天之钟爱 借助以上两点优势 纵使是道蒙时代 两大妖族也仍未屈服过 经过连番惊天大战 最终三方确立了各自的底盘 根据协议 云中却翱翔于天 北沙礁七余地表 而人族只能减剩下的 于是此域修饰 皆构筑地宝 在两族看不上的地底之下 鸡脚嘎拉的缝隙之处 慢慢寻求发展 真是无奇不由 吕仲来到北云狱 得知此域的情况后 不由心生感慨 随即开始行动起来 根据风月的提醒 光耀之存在的那处 风饶神殿 似乎跟北沙妖族暗中有染 为防止不必要的风险 打听清楚具体情况 十分有必要 进到暗沙城 北云域最大的修士聚集地 四世受环境影响 就吕仲一路所见 城中的修士 无不是容装一身 除却大部分人 都是北云军议员的身份外 吕仲回想起卷宗里 对边境战争的描述字句 猜想着大概跟此地修士 常年都跟诸厄大军作战有关 边境战争 只能用惨烈形容 数不尽的修士 受不住谎言好处 急困窘的现况 被土皇宫招募而来 然后就被源源不断地填到 边境血肉大漠盘中 侥幸生还者 成一方巨拨 失败则化为飞灰 再加上 诸厄势力的手段 往往诡异防不胜防 甚至能直接渗透进来 在这种情况下 石刻戎装在身 显然是自保之道 毕竟谁也不知道 下一场大战 发生在何时何地 往往有可能 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有鉴于此 吕仲也相应提高了警惕 很快 他找到一位前客 之所以找上这种人 是因为北云狱在石质上 是一座大军营 想要在这里打听消息 找北云军以外的势力 不靠谱 也无用 要找就找郑主 北云军 北云军主部吗 幕府大门外 吕仲手上拿着信物 安静等待着 按照前客的说法 持着这枚花百万零食 买来的信物 就可见到北云军主包 届时 只要不是过分的问题 都能得到对方的解答 当然 仅限三个问题 还真是生财有道 他望着身后 长达数十人的队伍 心中不禁感慨道 不过这些人 并非全都似他这般 是来找北云军主部 或是找司马疏通关系 或是找司徒洽谈事务 皆是为利益而来 很快就到散崖时候 只听得钟声一响 阵阵脚步声传出 就有幕府官员或独自 或三两成行 带着满脸的疲惫走出来 见到门口排着的队伍 都早已是见怪不怪 有相熟者 甚至会打上一声招呼 不多时 就有修士从门中走出 是个样貌清秀的青年 他一眼就看到了吕仲 是一根自己进去 走出几步之后 刚一跨过大门 青年不忘回头提醒 府中静置重重 多数狠辣无比 前辈还请注意 不要脱离我三丈范围 吕仲点头 跟随青年前行 二人穿行在一片 古朴建筑群中 沿途经过处 仍有不少房间灯火通明 更有军事行色匆匆 来回传送军书 显然边境平遭诸恶袭扰 是一刻也不得太平 一块告示牌上 任职名单刚贴不久 就有人来私下换心 伤亡如此之大 吕仲扫了一眼 觉得是北云军规模太大 以至于显得过于平凡 从这一点来看 边境显然并非什么渡经宝地 考虑到之后的 丰饶神殿之行 他觉得自己 或许该多做些准备 再不计 也至少将化身数量补齐 边走边想 很快前方青年 很快在一处大殿前停下 他示意吕仲稍等 进去之后 很快又出来 前辈 王主部以里面等候 有劳了 吕仲冲他微微一拱手 才跨过门槛进去 刚一进去 就闻到浓浓墨香 并有浓浓的书卷味 在法术灵光的照应下 店内鲜豪必现 可见到有一锦袍中年人 视为炼虚初期修饰 他带着金花玉冠 仍浮在岸上急书着 尚有事务未处理完 老请道友稍等一阵 王主部投卫台 边写边说道 又过熟悉 他将写好的文书 交给在门外等候的青年 劳烦道友久等了 近来诸恶动作平平 边境可是一点都不太平啊 王主部说这话时 满脸的苦涩 然后就端起岸上茶壶 分别给自己跟吕仲争了一杯 请 一口冰凉茶水下腹 吕仲不禁心中付费 这究竟是有多忙 王主部则是欠然一笑 抱歉 忘记叫人换了 吕仲看得出来 对面这位是真忘了 不过 他对此也不在意 零茶少喝一杯而已 随即拱手道 王主部 寒暄就不必了 我们直接步入正题吧 没问题 道友尽管问就是 王主部点头 将杯中凉茶一饮而尽 吕仲也不客气 将准备的问题道出 是这样 我想了解一下 近来丰饶大帝 跟北沙妖族的动向 不知王主部 对此是否方便解答 原来是这个 是稍稍有些敏感 已涉及到隐秘军机 若换作是其他人文讯 我是定不会外传的 直言片语 不过 既然道友也曾是我的 土皇宫议员 想来也不是 会是什么外道案件 说一说倒也无妨 王主部说到这里 略微组织了一番语言 才压低声音 关于丰饶大帝 跟北沙妖族 跟其他突然安静的 诸恶势力不同 他们近来 的确是异动平平 有可信的消息 似乎要联手 搞什么大动作 模糊迹象显示 并非是针对我人族 而是要对云中妖族下手 听到这里 吕仲觉得是个好消息 北沙妖族跟风饶大帝 要联手对付云中妖族 高阶力量必然分散 加之还要防备北云军 后方必然会出现空虚 正好方便他行动 那尖孝山一带的情况如何 尖孝山 道友你所图不小啊 王主不呼的一笑 并未多问下去 将钢针的茶水引进 风饶大帝要对付云中妖族 内部力量分散 是前所未有的空虚时候 若道友对他们老巢十分感兴趣 自然是可以进去 不过 却也要注意一点 里面栽种的风饶神谱可不少 纵使风饶祭祀不在 这些实力堪比炼虚 生命力异常强悍 数量好似海一般的怪物 也并非是什么好惹的 若要说弱点 大抵只有是血肉之躯这一点 王主不这时 望了吕仲一眼 胡笑道 若道友真有此意 我这边倒是可以提供一点帮助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帮助也是一样 吕仲的想法很简单 如果这帮助真的有用 他并不介意多花点 毕竟临时而已 有远远不断产出的山河洞天在 真是要多少 要有多少 拂袖一扫 桌上多出一个储物袋 王主布也是直接 拿起就看 而后满一点头 既然道友出手如此阔潜 那我这边也不能藏着掖着 正说着 他手一挥 放出二道霞光 分别是一御碱 一流李小平 御碱中 是丰饶神殿的相关信息 属于北云军的机密 需要注意神殿结构部分 主体方面可以相信 但旁之偏路谨慎考虑 至于这瓶中液体吗 王主布眼神微微变化 又很快恢复正常 这是杀生液 能削弱丰饶神仆的实力 大约是百人份 北云军能提供的帮助 就只有这些了 预祝道友此行顺利 心想事成 他呵呵一笑 将两物都交给了吕仲 吕仲确认无误 没有继续废话 立刻向对方告辞 事物繁忙 恕我实在不能远送 请慢走 王主布一脸欠然 将殿外青年换进来 吩咐道 子萱啊 替我带这位贵客出去吧 出门途中 再次经过那告示牌 这一次 上面贴满的是 抚恤名单 吕仲多扫了一眼 扭头问旁边的青年 意犹所指道 你们这边的抚恤额 似乎有些高啊 这都是常例吗 根据他的了解 北云军所给的阵王抚恤 足足是正常的三倍 相当的惊人 以至于有些不合常理 这点晚辈不知 还请前辈恕罪 青年并未回答 纵使如此 吕仲也得到了想要答案 若无意外的话 未来北云军给出的超额抚恤中 定然会有他这次给出零食在里面 离开北云军府后 吕仲租了监洞府 静心修炼并等待时机 时间逐渐流逝 眨眼就是八载春秋 在此期间 吕仲开始拔除污染 效果倒也是显著 若照此速度持续下去 想来再来个三五十年 就能将后患解决 这一日 他刚结束运工 忽然 地面开始震动起来 解除静音静置 外面的喧闹声 爆炸声 才得以传进来 真是一年都不得安生 自达吕仲住在暗沙城 对边境又有了深入认知 隔三差五 必有诸恶作乱 以各种想不到的角度 有时候 是一场棘手无比的瘟疫 而有时候 则是针对军粮下手 丰饶大帝的手段 称得上是匪夷所思 也不知是何种原理 竟能使灵米化作怪物 乌泱泱的一大片 忙得北云军是手忙脚乱 一番动作 才能将之斩杀下锅 吕仲特意尝了尝 发现里面并无丝毫污染 且味道十分不错 他不禁想 如果丰饶大帝 愿意安生度日 或许光靠卖灵米 就能实现发家致富 只不过 由于诸恶跟仙道之间 存在不可调解的矛盾 双方注定要你死我活 边境的日子 就是这样怪诞且混乱 每一日 死的羞逝都不少 多则上百 少则实数 至于暗沙城的凡人 或许以前有 但现在都已经绝迹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转眼间又是二十年 吕仲一直等待的时机 终于是在这一天到来 根据他得到的消息 丰饶大帝 丰饶大帝跟北沙妖族组成大军 已是浩浩荡荡杀向了云中妖族 而后者拒绝了北云军的援助 决意自行对抗来犯之敌 云中妖族有这份实力 可既然丰饶大帝跟北沙妖族联手 对此也必然是有所依仗 事后不管如何 北云玉只怕都是要变天 对此 吕仲并不在意 见时机到了 他立刻动身出城 有所动作的修士 并非只有吕仲一位 不少修士收到消息 准备在此期间某点好处 也同样一一行动起来 朝着各自预定的目标赶去 至于北云军 却是罕见的不动如山 没有人知晓北云军主的想法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这位以运筹帷幄著称的 合体七军主 他心中也必然有自己的想法 现在北云军毫无动静 或许只是计划中的一步而已 受此事影响 边境处的诸厄势力 静一下安静下来 得益于此 吕仲很是顺利地穿过了边境 一出北云雄关 感觉立刻不同 若说关内的环境 是无比的险恶 那么关外的情况 就是歇斯底里的程度 恨不能一切生灵都置于死地 天风 天火 大沙暴 诸般天象轮番上演 纵使强制练虚期的吕仲 也感到寸步难行 可偏生 就是这样的险恶环境 还频频遭遇袭击 不时 就有蝙蝠怪物冲出 发出阵阵尖笑音波 口中弹出带着尖刺的长舌 带着浑身的火焰 及一阵臭肉烧焦的味道 从风暴中扑出 它们往往一出现 就是成群结队 根据资料 这些怪物来历相同 都是丰饶大地培育出的 尖笑飞幅 也是北云玉 除了北沙妖族 及云中妖族以外 唯一能在北云玉露天活动的物种 不过 纵使尖笑飞幅肉身强悍 甚至不惧天火焚烧 借助北云玉的天时地利 在实力方面 既可与原因修饰媲美 可想要奈何 一名炼虚修士 却依旧是无能为力 吕仲指一个念头 未等来袭奸笑飞幅群反击 它们就统统抱成了血污 未等肉块蠕动 后有雷爪将它们覆盖 里面的一切尽为积粉 袭击的频率 越来越快了 察觉到这点 吕仲加快了前进速度 时间诱过半个时辰 待它飞掠过重重蜂目之后 前方豁然开朗 天火 天风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座 带着诡异美感巨型山巒 此集为 丰饶神殿 它由数个部分组成 观之好似人手之五指并拢向上 拔地而起 足有三千余杖 矗立在慢慢血肉之田上 数不清的身影 在飞进飞出 是忙碌的园丁 经由那些被生双翼 尖面獠牙园丁的悉心照顾 血肉之田上的一个个肉茧 在得到足够的养料及养分之后 正在茁壮成长着 不时的 就有身影破茧而出 园丁们往往会在这个时候 一拥而上 若是出生的东西太过弱小 就会将它分而食之 唯有合格者 才有生存机会 就这样 尖笑非福 园丁 苦力等等风饶造物 源源不断地出生 仅屡众观察的片膝功夫 数量就达到了近千之数 继续观察下去 只不过小半时辰 这些出生的风饶造物 就已成熟 或是加入到劳作大军中 或是集结成群 朝天上飞去 履行生来的职责 难怪杀之不绝 有这么一座风饶神殿在 兵力可以说是源源不绝 看来这风饶大帝能名列诸恶 的确是有几分道理 网大了说三千大道 风饶或许在涉足其一 想到这里 吕仲心中庆幸 若不是恰好遇上机会 只怕想要获得光耀之 难度将会远远出乎想象 一个不慎 甚至会有陨落可能 随后 吕仲借助场景回溯 开始仔细探查情报 以他现在的能力 足够将整处风饶神殿覆盖 大方向上 跟北云军提供的信息 基本没有多少出入 只是在某些细微末节 会出现一点小小的变化 不过也都无足大碍 不过一个时辰 此处风饶神殿的信息 就都了然于凶 稍作结论 不是一般的棘手 风饶神殿中 诸恶眷属数量不多 真正能威胁到吕仲的 实际也就一人而已 关键在于 风饶神谱的数量 尾时多了些 足足有九位之多 吕仲估摸着 自己大约能拖住三位 再加上杀生叶 若他削弱神谱的效用为真 这个数字 或许能增加到五位 战力缺口并不小 还有四位风饶神仆 及诸恶眷属 无法应对 在外人眼中 只怕无论怎么看 这都是一场自杀行动 幸好的是 还有身外化身 为了这趟 吕仲差不多掏空了家底 足足从山河洞天中 带出来三十六道化身 可谓是下足了本钱 每一道化身 都是原因期的修为 实力爆发 能坚持九夕时间 化身是吕仲此行的最大底气 他估摸着 有这些化身的帮助 纵使此行无法成功 也定然能做到全身而退 光凭这点 便足以一事 正想着 吕仲忽然目光一宁 落在身前不远处 何必遮遮掩掩 出来吧 哼 金光道友的灵爵 还真不是一般的敏锐 随着话语声 有纤细身影缓缓现身 却是一名身着贴身彩衣 容颜妖异的女子 他口中这般说着 心中却是略有些吃惊 明明才刚接近 居然被此人立刻发现 对一向脸稀 造诣过人的女子而言 着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可随即 妖异女子展颜一笑 欠身道 妾身武蝶 奉君主之命前来 再次见过道友 吕仲瞥了对方一眼 发现这蝴蝶的实力 居然不低 竟也有炼虚初期层次 而且他如果没有判断错 这位也定是借助 天元修炼上来 果然 什么层次 就接触什么样的人 以前难得一见的炼虚 此刻好烂大街 一般涌现 将杂念抛开 他面无表情道 还请武道友道明来意 蝴蝶妹笑一声 当然是为了帮助道友而来 妾身可是听说 有人想要孤身入风饶神殿 起初听到还以为 是哪位想不开了 没想到 竟是一高人胆大 长话短说 吕仲冷冷回道 原来道友喜欢这吊吊 那妾身就不废话了 君主的意思很简单 他老人家会支持北云军 侧应金光道友这边的行动 而妾身需要跟在道友身边 直到成功突破 进入风饶神殿 再之后就是各行其事 啊 还真是看得起在下 吕仲一番思虑 但还是答应了五蝶 理由很简单 助力不用白不用 关于北云君主的用意 他大致也能猜出来 就是趁风饶大帝清朝而出时 借助自己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意外因素 来行一步嫌棋 成功则风饶神殿被毁 失败也无妨 左右不过是死个外来人而已 这要换作是吕仲 坐在那个北云君主的位置上 也会是相同想法 不过 能让北云君主派出一名炼虚 专门侧应此次行动 吓得本钱并不小 这五蝶绝对是他手上的一张底牌 只怕 想到这里 吕仲心中微微一沉 立刻就意识到一点 自己的身份怕是泄露了 就是不知 到底泄露了多少 以及 是何处出了问题 思来想去 不外乎二人而已 也及北洋大会纳道姑 以及道蒙修士叶盘炎 具体是哪一位 吕仲暂时无法确定 轰隆隆 忽然 远处风饶神殿传来异动 只见他的主体部分 此刻好似花瓣般一一展开 又以五根手指为基点 瞬间展开一血色罩子 将方圆千里笼罩其中 寝刻间 风云变色 一血色风暴寝刻间成形 源源不断向神殿灌去 与此同时 原本盘踞在神殿中的造物们 也在大量倾巢而出 不少气息惊人的诸恶眷属 夹杂其中 聚都是如灵大敌模样 看飞行的方向 显然是北云关 是北云军在侧应行动 精光道有 眼前这乌龟壳子 你可有办法迅速破开 我这边倒是有办法 只是好事要略久一些 我恐久则生变 所以还是速战绝为妙 这时 一旁联系完北云君主的五蝶 指着远处护照问道 吕仲略意沉吟 回道 是有一法术 砖破这种坚固堡垒 不过我对此并不确定 为谨慎起见 还是你我共同出手 如何 正有此意 五蝶舞媚一笑 事实上 他并不想将希望 寄托在外人身上 二人商议完 立刻开始动作 五蝶这边抬手放出一片霞光 落地后化作九根巨竹 每一根都有十丈之高 且上面布满符文 密密麻麻 妄之令人头晕目眩 这是断生柱 借助他可不成断生大阵 借助此阵 我们就可以进去 吕仲正施法 听他根本不提如何出来 顿时就知道是有进无出 若不将风饶神殿解决 只怕真会被困死在里面 这五蝶怕是个死士 将心中结论做出 他手中动作丝毫不慢 感应天地 遥照天外 没错 吕仲正在施展千辛术 对付坚固乌龟壳 此术可谓吕仕不爽 但具体能否对风饶神殿起效 此事尚且存疑 纵使千辛术再如何稀有 连灵环界也无类似的法术 也改变不了其本质 就是一出自下界的小小传承法术而已 权力之下 声势浩大至极 四方灵气汹涌而至 天地元气疯狂搅动 进阶汇聚于他一人之身 而后化作一惊人光柱冲销而起 连蝴蝶都感到一阵吃惊 忍不住平平投来目光 这边的动静 很快惊动丰饶神殿 奸笑声顿时大起 这次神殿出动的不止造物 就连诸恶眷属也一并出现 他们或齐或站在奸笑飞服背上 呼啸着聚拢成团 凶艳滔天地朝这边杀来 吕仲扫了一眼 发现有威胁者 寥寥无几 仅易隐藏其中的丰饶神仆而已 从这规模来判断 显然神殿中的诸恶眷属也不傻 知道先试探试探 对此 吕仲的做法很简单 他左掐剑指 袖袍中顿时有剑影飞出 雷声乍响后不见 而后 远处扶群就有雷霆闪烁 不一会的功夫 大半造物化为飞灰 隐藏其中的神仆 这时也被引雷针逼出 正一脸惊疑地看着吕仲 面色竖翻闪烁之后 镜头也不回地折返 倒是果断 吕仲可惜想到 如果对方敢留下 或是进一步试探这边的实力 他就有可能将这神仆留下 可惜 没有这么多如果 下一波 你说那些诸恶眷属 会如何决断 吕仲望着没入神殿的神仆身影 忽然冲一旁的五蝶说道 后者五指翻飞 打出一连串手印 喘息间 那就要看他们 对丰饶神殿的防护 有多么自信了 一切深看 他们定是选择固守不出 丰饶大帝一向如此 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靠着经营出的海量造物 一点点蚕食对手地盘 相较其他侵略如火的诸恶势力 丰饶大帝这种 更令人感到头大 除非有压倒性的力量 能一次性将之拔除 否则日久天长的消耗站下来 总归是另一方吃亏 好比眼下的北云军 正如五蝶所料 接下来 丰饶大帝果然龟缩不出 纵使飞出浮群 去探查周边的情况 也会特意绕过二人所在处 在没有像之前那般的动作 看着驾驶 俨然是准备死守 直到主力回原 吕仲乐得如此 不受打扰 专心牵引允兴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北云玉局势 好似开水般沸腾 云中妖族方向 早已经是连天大战 惊人的声势 裹挟着滔滔杀意 甚至能穿透重重风暴 为暗沙城所绝 此战无论结果如何 云中妖族跟北沙妖族 定会覆灭其一 而北云关也成了鲜血战场 北云军主力出关 对手不只是风饶大帝 就连其他诸恶势力 乃至于北沙妖族 都一并齐齐出现 双方血战黄沙之上 唯独风饶神殿这边 出奇的平静 吕仲一边施法 一边向五蝶好奇问道 五道友 你觉得这世上 是否真的存在灾星 就是那种 无论走到何处 何处就会随之动乱的存在 或许有吧 蝴蝶微微一笑 又道 不过 妾身却是觉得 灾难不会凭空爆发 只是矛盾积累之下的必然 与其说是这种存在是灾星 不如说是火星更为恰当 哥哥 好比现在的道友 蝴蝶痴痴一笑 调侃其吕仲来 眼下的大战 其因自然不可能是吕仲 大战爆发的根源 或许在两大妖族诞生之初 就已经埋下根源 不过作为火星 它推波助澜的效果却不小 若不是这位 要闯一闯风饶神殿 此刻北云域的大战规模 绝不会如此惊人 据说 受此影响之下 整个风源界西境 都乱成了一锅粥 原本明朗无比的局势 经这么突然一乱脚 顿时变得扑朔起来 谁也不知道 未来会如何发展 就不能是没运连连吗 吕仲难得苦笑 细细说来 他这三千年先途 还真是坎坷不断 无论怎么看 运气都着实不大好 若早投胎个五万年 又何必辛苦至此 吕仲随即不再多想 集中精神 专心牵引允星 以练虚期修饰的实力 再加上长时间 施法牵引的加持 允星的规模 将前所未有 他就不信 硬砸 也砸不开眼前这龟壳 外面风平浪静 风饶神殿的气氛 却是格外紧张 随着天空一点点的亮起 一股压迫感 也随之而来 此刻谁都知道 即将会有巨星坠地 神殿护照 究竟能否挡下 目前仍还是未知数 可偏偏 他们却只能固守 无法迈出神殿一步 戴祭祀 我们需要一个答案 血肉殿堂中 丰饶修饰群情汹涌 带着难以遏制的愤怒 纷纷聚集在一道 向堂上之人大声发问 文言 一闭目人影 缓慢转身 他面无表情看着底下 轻飘飘吐出二字 神域 听到这答案 人群陡然间一静 但很快又情绪爆发 他们实在无法忍受 这种一无所知的无力感觉 尤其是还关系自身性命 神域内容 我们有权知道内容 没错 我们有知情权 不 你们并没有 戴祭祀平静说道 几乎是同时 殿堂两侧暗处 就有血肉触手弹射飞出 将底下的抗议人群一一卷住 无视他们惊恐的大喊 在一声声鼓碎肉烂声中 这些人很快被拖拽消失 不听话的种子 没有被栽培的资格 说完这话 人影转过身去 面对风饶神像 他继续闭目等待 转眼三日 于深夜之时 此刻 天空早已亮如白昼 迎着刺目的白光 赫然能看到一具形允星 拖着长长的伪迹 带着难以言喻的惊人威压 正朝着风饶神殿破镜 克星已至 见到这惊人一幕 蝴蝶心中惊异浮现于表 这真是练须七修士 能引发的动静吗 别说合体七难以做到 恐怕连大成七想要引发 也并非是什么意识 这世上 只有一些特殊大阵 例如轻微天静 能瞬间抹除接触一切 能将挡下 换作是其他护照 根本无能为力 直到这时 蝴蝶才终于明白 为何自家君主 接到有人回信后 会果断制定这么一个计划 不惜拿视若珍宝的北云军冒险 盖英眼前这位金光子的出现 允星还未坠地 就已经开始影响地面 终日不歇的风暴 此刻早已经荡然无存 就连天火也被搅散 此刻天地间的主角 就尤且只有允星 呼啸风声响起 这是允星压迫空气 是即将坠下的前兆 考虑到允星的惊人威力 极可能造成范围误伤 在此情况下 纵使二人失恋虚修为 也不敢过于靠近 吕仲远远退开 近待结果到来 忽然 丰饶神殿动作了 只见展开的护照 在此刻陡然消失 血光乍现 一道惊人光束 轰然间轰出 狠狠撞在坠落的允星上 对此 吕仲并不觉意外 哄 受光珠一击 允星抵挡不住 小半部分就此裂解 然这无法阻止允星的坠落 骤然间 一道耀目白光亮起 原本漆黑的夜空都被照亮 屡众整个世界都被白光所充斥 随之而来的 还有冲击波 无差别地席卷过沿途一切 瞬间山川变平原 沙丘化低谷 蓄力半月的千星术 引发的威势恐怖如斯 带冲击波过去 是雷霆轰隆的巨响 再一次轰击着古魔 一切持续了树溪 这才缓缓平复 原本处立在平原的丰饶神殿 所在处已是化作熔岩海洋 坠下的允星威力之大 甚至引发了地下火脉爆发 此刻它漂浮于熔岩之上 正在缓慢下沉中 各处不断喷火 主体结构也是破烂不堪 端得是凄惨无比 见乌龟可以破 吕仲跟蝴蝶对视一眼 齐齐朝神殿方向掠去 而几乎是同时 神殿中先后飞出十道身影 正是戴祭祀 跟九位丰饶神仆 虽说吕仲早已见识过 丰饶神仆那扭曲模样 然此刻在剑 心中仍是有些不适 它的模样 跟大尼类似 却只靠一双强壮有力的手臂爬行 浑身上下竟是裸露血肉 无头的脖梗 是一大大血洞 无数血肉处须在蠕动着 缝隙间 偶尔塞有未消化的骸骨 破破烂烂的布条 又或者是金属兵器之类物品 神仆浑身上下 都散发着令人厌恶的气息 与诸厄同源 或许不是 就是来源于此 金光道友 将杀生液涂抹于锐气之上 只要能破开它们体表外皮 就能起到削弱神仆实力的效果 以丰饶神仆恐怖的再生力 只要它们一直站在地上 除非是以决定性手段抹除 否则极难将之灭杀 一旁的蝴蝶脸色凝重 出言提醒吕仲道 吕仲点头 将手中杀生液取出 于雷剑表面形成 一均匀镀层 随即 袖袍一抖 就是十八道身影飞出 剧都是化身 且散发着不弱的气息 见吕仲真是有备而来 五蝶眉间愁色稍退 又见蜂饶神仆朝着自己冲来 顿时专心应敌 欲指翻飞之间 九根断声巨注如轮飞转 借助阵法之力 他竟能一人独占三神仆 而不落下风 吕仲这边 则是跟那蜂饶祭祀交上手 刚一交手他就发现 对方似乎将自己跟神仆 彻底链接在一起 无论如何受伤 蜂饶祭祀都能汲取神仆的生命力 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恢复 且这种再生能力 近乎于滴血重生 没有丝毫的弱点可循 难怪北云军会 专门炼制杀生业 对上蜂饶祭祀 若想要将他们击败 或许唯一的办法 就是先将蜂饶神仆斩杀殆尽 否则那一份恢复能力 蜂饶祭祀就近乎是不死之身 当然 对方这样做并非没有代价 根据吕仲的观察 仅是交手的短短时期 蜂饶祭祀就发生了一变 他正在朝蜂饶神仆转化 可对方非但不抗拒 反倒还一脸享受模样 这究竟是为何 来不及等吕仲多想下去 对面蜂饶祭祀就手一抬 五指瞬间炸成血雾 继而无数触手从中爆炸而出 铺天盖地地朝他这边袭来 雷琳 伴随着雷光爆发 所有血肉触手进阶成灰 战场为之一空 可这仅仅持续片息不到 蜂饶祭祀爆出的触手 数量好似无穷无尽 纵使前方有雷爪阻拦 可轻易将它们轰击成灰 仍无法阻挡触手群的前进 吕仲剑试探出蜂饶神使的几分虚实 决定不再继续纠缠下去 伸手一挥 袖中又飞出六道化身 每一道皆价值千万 令他们上前缠住蜂饶祭祀 吕仲自己则是寻了一蜂饶神仆 准备先从根基之上 斩断蜂饶祭祀的再生来源 你不会得逞 蜂饶祭祀一时无法脱身 然神情依旧平静如初 另一边 吕仲跟蜂饶神仆交手 感觉立刻大大不同 神仆再生速度不一般 但在能叫人接受的范围 他能力将之灭杀 而不似蜂饶祭祀那般 近乎获得了不死之身 涂抹了杀生液的雷剑一掠过 神仆重生的伤口顿时不再愈合 带经雷爪洗练 浑身更是焦黑一片 一来二去 他的实力开始锐减 百曦功夫不到 第一位神仆便已陨落 这一结果 令场中三人震惊 饶氏吕仲也没想到 在以杀生液削弱实力之后 蜂饶神仆竟变得如此不堪一击 近三下五除二就能将之解决 另一边 蜂蝶忘了自己的对手 实力不过减退半成 相互对比下 差距明显至极 要说场中最震惊的 自然非蜂饶祭祀莫属 按他估算 对面的金光子 再如何厉害 即便曾是从北央书记院 杀出的狠人 也绝技无法在一日之内 以炼虚修为 斩杀蜂饶神仆 可现在 金光子做到了 蜂饶祭祀 哪里猜不到 一切的变数 都在此人剑上的神秘度层 没有意外 只能是出自北云军 关于北云军在暗中 为了对付蜂饶神仆 及祭祀 全力研究杀手简仪式 蜂饶祭祀有所耳闻 他没想到 北云军居然真的成功了 能克制蜂饶神仆的神秘底牌 再加上 金光子此人恐怖的实力 二者合二为一 造就了现在这个不可能的结果 不过 我还未办 蜂饶祭祀大吼一声 身后神殿立刻颤动起来 生根吧 发芽吧 出来 尊贵的神仆们 他话音刚落 立刻就有一道道扭曲身影 身上带着滚滚烈焰 嘶吼着尖笑者 从灼热的熔岩池中爬出 赫然是一群 与蜂饶神仆相似 体型迷你的怪物 种子虽未汲取足够力量 可一旦发芽 也能长成参天巨数 蜂饶祭祀说到这里 一直远处的吕仲 而你 无罪可赦的一道 将埋骨于此 对此 吕仲的回应 就只有 杀 他手一翻 多了一个破碎小钟 正是金氏中 此物尽管支离破碎 却还具有一定威能 敲响之后 有阵战神魂肉身之力 对付一般修饰可能无用 但眼前这些怪物却未必 吕仲能看出 这些酷似蜂饶神仆的怪物 身体并不稳定 毫不迟疑 立刻就将金氏中催动 当的一声 一道璀璨金光 乍现 无差别掠过所有人 吕仲略感不适 而蜂蝶得到他提醒 防备之下也并无大碍 至于蜂饶祭祀 跟蜂饶神仆 则是靠身体硬抗了过去 唯独刚出现的那血肉怪物 浑身血肉喷溅 惨叫连连 几乎是立刻 就有怪物维持不住身形 于原地崩解成一堆烂肉 继而 烂肉凭借着自带的惊人生命力 开始飞速增值起来 一道道人形肉块 好似排泄一样 被吐出 这一幕 被吕仲看在眼中 感觉异常怪异 并无看到怪物怪形的通常反馈 而好似看到 一株冰死植物 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 疯狂的结果已在世间留下自己的种子 闹剧就到这里吧 吕仲毫无怜悯 手一招就是雷海打出 顷刻间 所有烂肉化为飞灰 激斗持续 仗着杀生液才不过百息功夫 吕仲就又轻而易举地 在斩杀一神仆 随着时间流逝 倒下的神仆越来越多 在此情况下 丰饶祭祀的自信落到了谷底 毫无疑问的一点是 若照此情况下去 待所有神仆将被一一击破 到了那时 一切都将无可挽回 与其如此 倒不如极尽生命璀璨 种子再不完整 也总要生根发芽 丰饶祭祀扯去衣裳 而后向丰饶神仆展开怀抱 未等神仆有所动作 就有成片雷枪席致 却是吕仲出手 试图阻止这一行为 然结果毫无意外 纵使失去一神仆 丰饶祭祀的恢复能力 依旧是强得几乎无解 至少再练虚期如此 来吧 将养分供给于我 一起长成参天大树 丰饶祭祀面色平静 仍由神仆聚合到身上 他原本堪称完美的躯体 在这一刻臃肿膨胀起来 顷刻间就画得好似神仆一般 区别只在于 相较畸形扭曲的神仆 他所画形态更加完整 是一掌着茂盛树盖头颅 表皮静多如树皮一般 形丝大泥却并非大泥的生灵 再不见多少扭曲怪异 反倒给人以一种协调美感 完美的种子形态 丰饶祭祀打量自己的身躯 表情满意无比 可下一刻 他又面露落寞之色 终究是燃烧生命 算不得什么完美种子 仿佛是印证 丰饶祭祀的身体 开始扭曲崩溃 全身上结实冒出血肉出须 华丽的树盖也瞬间枯萎下去 被一根根骨刺所取代 见他发生巨大变化 吕仲未有动手意思 若无意外 就算现在他不出手 面前此人也会因身体崩溃 而跟之前的不完整神仆一样 化作一团无序增值的烂肉 纵使飞蛾扑火 也要感受火焰的热度吗 换个角度来看 仙修和其相似 不一会功夫 正如吕仲所料的一般 丰饶祭祀因身体崩溃 很快就化作一团烂肉 继而开始逢疯狂的繁殖 若按照丰饶眷属的定义 此刻该是茁壮成长 种子生根发芽 自该长成参天巨树 吕仲本想一烧了枝 却被蝶劝阻停下 金光道有 丰饶之术的出现 对此地并非坏事 它能改变此处环境 使之适合生灵繁衍 二人说话间 一株螺旋巨树 已是拔地而起 起初 它还成血肉模样 越到后面 越是接近树的定义 待千丈巨树挺拔之时 原本呼啸不止的九天狂风 竟因因有了平息迹象 地上因允星砸出的熔岩湖 也被蔓延的根系所覆盖 活脉重新退回地下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此地定会化为青葱绿洲 事情的结果 大大出乎屡中预料 一场大战就这样突然结束 幸好它此行目的 还是成功达到 在破碎的丰饶神殿深处 它找到了目标光耀之 环石一周 皆是发育未成形的神仆胚胚胎 以及 尚未消化完全的如山尸骸 光耀之作用不凡 是一等一的炼体质宝 想来对神仆的培养 也大有助力 吕仲略意猜测 觉得这大概就是风饶眷属 将此物安置于此的用意 毫不客气 他一把僵之踩下 出了神殿废墟 吕仲发现 面前的参天巨树 已是开始焕发新芽 树底下 武蝶正正望着 不知在想什么 北云玉 八景方氏 结束风饶神殿之行 吕仲并未急着离开 而是租下一栋府 此刻静世内 他正盘腿而坐 待气息调理完毕 这才缓缓睁开双目 体表的灵光也渐渐连去 一切恢复到平常时候 旋即吕仲手一番 多出一样事物来 正是光耀之 他的模样 与白灵芝有几分相似 然却朦胧虚幻 并没有真正实体 事实上 说不是吕仲已静置 将之禁锢 立刻就要化作灵气 重归于天地 闻着愈发浓烈的一箱 纵使是吕仲 也不由喉咙滚动 果真是一箭一宝 吕仲暗赞不已 待确认无误之后 将之一下吸入口中 时之若无误 真正的入口即化 下一刻 他的身体皮肤变化 一下就通红无比 好似烧红的铁块 与此同时 吕仲运转翠灵药生法 小小的静视内 煞时间形成灵气风暴 幸好 吕仲早有所料 提前布下不少静止 否则 眼下静视内的异象 定会瞬间 惊动外面的方式修饰 此时此刻 他的身体开始发光 这是真正的药生 原本的纯灵之体 在接连突破之恋虚后 已然跟不上吕仲的脚步 可现在 他也似原神一般 开始了蜕变 无名的心香 弥漫于近视之内 这时 光药之药立在起效 运转翠灵药生法 吕仲正痛病快乐着 肉身好似在被潮水冲刷 带走里面的杂质暗伤 带来难以忍受痛苦的同时 也令全身焕然一新 继而 开始从细胞的层次 增强着现有的一切 更强的纯灵之体 整个过程 足足持续了百年 这一日 静视中 吕仲缓缓睁眼 目中静视兴奋之色 下一瞬 他猛一握拳 砰的一声乍响 带五指骤然张开 赫然有一叶滴在气化 没想到 光靠肉身的力量 就能令空气液化 这就是玄修的力量吗 以前我的身体强则强矣 可实际上跟龟壳近似 只是抗揍而已 毕竟本质上还是一法修 要做到如此迅猛爆发 要费一番不少功夫 可现在吕仲想做到 如吃饭喝水般简单 而这 仅是翠灵药生法 突破到第二层 带来的最前显好处 除此之外 还有更高的法力输出 更强的天地元气 感应能力等等 很难相信 这会是缴获自黄泉道修饰的功法 无比契合仙道 翠灵药生法到了第二层 不再居于前表的翠炼身体 而好似真的炼丹一般 要将纯灵之体洗尽千华 实现向更高层次的蜕变 是的 蜕变 一如元神蜕变一般 肉身自然也有类似说法 修炼至最高 即为肉身成圣 吕仲对此不做指望 毕竟光是元神蜕变 就已经千难万难 若再分心他故 说不定道徒无望 定下心 他回忆第二层功法 即是肉身炼丹 自然需要不少材料 好在此功法的要求虽多 却算不上苛刻 除却必要的突破材料外 如光药之一般难寻 愚者都是一量大取胜 不止药石 还有妖兽材料 若光靠造化秘阵 修炼耗费将会是天文数字 所以降低不必要花费 精打细算 就成了非常要必要之事 仔细阅读一遍 吕仲心中已然有数 该烧的零食得烧 该省的零食却也得醒 还有 他在心中默默补了一句 必须以修为突破为重 要分清轻重缓急 毕竟境界修为 才是一切之根本 所以眼下 吕仲还需将体内残存污染 给拔除干净才行 这点并不困难 只是略需要多点时间 这一日 八景方氏 新开了一十四 店主来历不明 不过方中修士 对此也不在乎 只要北云军不敢走 就代表没有问题 对苦寒的边军修士来说 十四那位能化福朽为神奇 什么食材都能烹调成 美味云吞的店主 简直是他们生涯中的救星 跟诸恶熬战一天 只要能吃上一碗简单的云吞 第二天 依旧能精神满满 而这不过是吕仲随手调出的零食罢了 作为炼丹师 兼美食家 他想做到这一点 可谓是再简单不过 之所以动起开店心思 则是吕仲自省时 察觉到 自己的道心 近来变化不少 或许是少了亲情的滋养 以示变得愈发淡漠无情 酒离人群 有时候也要静静烟火 如此方才能保持一颗为人之心 否则真就是一灵气生物 渐渐地 十四的名气也传来开来 不少途经此处的修士 无论修为高低 都会特意前来一品 久而久之 甚至有在这里顿悟 获得莫大好处的信任在 于是 这八云十四的名气 愈发地远扬起来 吕仲对此 毫无情绪波动 做菜 只是他的消遣 待之后厌倦了 就会继续专心道徒 一年又一年 八云十四甚至闻名北云玉 连北云军化神统领 但凡只要经过八景方式 都会特意过来一趟 可无论是何人前来 吕仲都是一视同仁 尤且只有云吞 这一日 店中来了两名客人 其中一位是道姑 吕仲曾与之有过合作 共同作为敲钟人 在北洋书记院的时候 成功敲响了金氏忠 至于另一位 他的目光变得凝重 若无意外 该是北云君主 不过吕仲没想到 在外面传的神乎其神 既能运筹帷幄 还神机妙算的北云君主 一位成名已久的 合体气大秀 竟是面前 这位小家碧玉的 普通女子 素群欲簪 容貌也无过人之处 华琼素心 见过金光道友 道姑走进前来 略失意里说道 华琼 吕仲略意回忆 才知晓眼前这道姑的来历 着实一点不凡 华琼宗 比肩全盛太阴宗的存在 跟名存实亡 前途未卜的太阴宗不同 华琼宗如今不仅尚在 而且还极尽辉煌 在道蒙崩毁的三万年后 一连出了三位大臣七修士 像这般的势力 才符合他对桥宗势力的想象 太阴宗 只会拉人充数罢了 若无意外 北云军之所以会派五蝶 大抵是此女谢的命 让他做出这种事 想来二人定然关心密切 说不定北云君主 也是出自那话穷宗 想到这里 吕仲向素心道姑还礼 妾身云奴 见过金光道友 这时那不仪女子 欠身也行了一礼 吕仲见疑似北云君主的这位 不自动曝出身份来历 干脆就只是拱手一礼 才开口道 欢迎二位光临 不知要吃些什么 云奴闻言 想了想 才笑道 云吞 听说道友烹调的云吞 称得上势一绝 吕仲目光一向素心 问道 素心道友 你呢 云吞 好的 素云吞两份 吕仲说完 就开始忙活起来 将特制豆腐压成泥 再加入灵药快筋小丁 搅拌均匀之后 佐以药油及调味料 如此素馅便可算调制成功 再包在云吞皮里 下锅中煮至皮软透明 如此 素云吞即可出锅 二位 趁热尝尝 吕仲将云吞奉上 热情说道 作为十四店主 若能得到十克认可 心中无疑能获得巨大满足 而此刻的他 早已将自己带入了这一角色 素心道姑忘了店内一眼 无视其他闲聊的修士 笑了笑 炼须修士做的云吞 我还是第一次尝到 用汤匙咬起一粒 闭目品尝起来 味道不错 还因蕴含了道友的悼念 得以陡然增色 的确称得上不错 云奴也是笑道 二位过奖了 只是用了心而已 吕仲说完 并未立刻离去 二人不远而来 堂堂北云君主 甚至放下繁重君主 若说二女没有目的 光是来品尝美食 那她是绝对不幸 若我说 此趟是为撮合而来 道友意下如何 云奴这时一笑 目光转向吕仲 撮合 吕仲心中意外 这她可真是没有想到 还有 撮合什么 该不会是 她的视线 落到了素心道姑身上 后者 似是察觉到了一般 浑然不似炼虚修饰的脸皮 她夹尖染上一抹红韵 竟略带着羞涩 微微将头低了下去 这真是想以身相许 见鬼了 吕仲没想到 到了炼虚期时候 竟还会遇到这种事 思考良久 她才慎重开口 抱歉 我早有良配 道理什么的 对吕仲而言 早并非必须之物 听到这一答案 二女似乎早有预料 素心道姑目中闪过失望 可很快就恢复如常 至于她旁边所坐的云奴 这时又微微一笑 扶着密友的手稍作安抚 视线又一向吕仲 在开口前 她欲指轻弹 在座位周围结了道静止 吕仲一见此目 顿时知晓正是来了 否则不会这般郑重其事 果然 云奴这边神色一正 站起身道 之前未让道友知晓 妾身还领着北云君主一职 此番特意前来扒云方式 却是还有另一重目的 是为招贤纳财而来 素闻金光道友实力不俗 不知可有意入我麾下幕府 任行军司马一职 统帅千军 行军司马 算是北云军中的要职 云奴一下拿出如此位置 还真是充满了诚意 同时 这并非她的草率决定 在北央书记院 即丰饶神殿之战中 吕仲将实力展露无遗 绝对是同阶修士中顶尖存在 不会比那些古老宗门 及影视势力 所培养的天才差多少 若当北云幕府行军司马 定能轻易压服不重 从而让北云军如虎添翼 对这邀请 吕仲想了好一阵 他丝毫不怀疑 自己若是答应下来 定然会获得重用 毕竟光凭那一手千辛术 就足以在战场中派上大用 并非每一次大战 都要牵引来巨型允星 有时候光是一阵允星雨 都能起到预料外的作用 再者 一旦遇上攻坚战 巨型允星 足够令大部分对手头疼 可惜 他实在没有从军想法 除却部分特殊修士 大部分人从军的出发点 都是为了获取珍惜资源 但吕仲早已经过了这一阶段 纵然真的缺乏某物 也不是北云军所能提供 也因此 北云军行军司马一职 对他来说如同鸡肋 念及至此 吕仲心中已然有了答案 多谢君主美意 可在下不过咸云野鹤之辈 早已经习惯了自由 也不愿再受束缚 吕仲将姿态尽量压低 唯恐拒绝会触怒对方 合体期修士之怒 目前的他还吃不消 看来 倒有是一心向道 不为外物所扰啊 云奴对此仿佛早有所料 然脸上笑意却丝毫不减 一旁的肃心道姑 此刻捧着手中云吞 开始慢慢品尝起来 对二人间的话 持默不关心的态度 既是如此 那便做一桩交易如何 云奴再次开口 脸上依旧带着笑容 以你在北云军服一百年为条件 我可以道出 亦关乎此阶未来的信息 见吕仲皱眉 他补充道 难道 你就不想知道 今世中敲响之后 会有什么影响 无可否认 我的确 对此非常在意 对这一点 吕仲没有否认 但灵环界的未来 跟在下的未来道徒 难道有关联不成 纵使如今诸恶事大 灵环先到轻颓之事尽险 可终究是需要不少时日 在大厦倾倒之前 我不认为 没有时间看清结果 道有说得有理 云奴淡淡一笑 忽然话锋一转 宁声道 可如果我说 今世中敲响之后 若后续发展不出意外 将会有真仙降临于世 导致灵环界百万年 未有之变局 关于此事详情 道有可有兴趣一听 吕仲一听这话 不禁回想起叶盘炎的话语 此人同样提到过这一点 同样的 北云君主 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 也即说是此事 即可能发生 可究竟为何 此女笃定 此事会发生 毕竟连叶盘炎 对此都是持着不确定态度 敲钟的后续发展 难道 只要满足什么条件 就会引发真仙降势 吕仲觉得 这可能就是答案 她深吸一口气 心情渐渐平静下来 想到真仙降临可能导致的后果 顿时觉得 有必要一听 再怎么王小处说 此事也关系到自己的未来道徒 早知道 就能早做打算 总好过一无所知 到时再随机应变 想了想 吕仲冲云奴拱手 愿携耳恭听 明智之雪 道有未来 会为自己的这个决定 而感谢现在的自己 云奴淡淡一笑 旋即收敛笑意 细细讲述起来 原来 这灵环界 竟是有两口仙中 一为金氏 二为皆隐 从字面意思即可知 它们因不同的意义而存在 若有人同时敲响此二中 就会引发真仙将士 为灵环仙道的最后一重宝障 一旦真仙将士 必将抵挡诸恶 更重要的是 每当仙门开启之时 沟通两界之后 除去那难以计数的上界灵气 也将带来大量的天元 而这根道蒙的记载 几乎是必然发生之事 对你我这般仙道修饰而言 这已然是最大的馈赠 说到这里 云奴顿了顿 才继续 除此之外 若要说到个人好处 就不得不提蒋道会了 金光道有作为敲钟人 有着敲响金石中的大功 自然会有参与资格 不过 有资格归有资格 何时蒋道何时参与 却又是另一回事 而作为回报 我可以告诉你 蒋道会必然地举办之地 那里是第一次仙灵之地 位于中原界的仙灵山 若见仙灵 道有务必放下手头之事 第一时间赶往此处 否则错过了机会 恐将此生追悔莫及 多谢提醒 吕仲谢完 心想这笔交易 倒也不亏 似对方道出的信息 像自己这种 没有背景的散修 想要知道是千难万难 很多事情 如果无法融入相应的圈子 纵使知晓了知言骗语 也只是一般亏全报 不经提点 哪里能明白信息里面 到底还藏着什么真意 不过 他猜测 或许月英子那边 也会向自己透露 却不知道时会是有偿 还是无偿 按照交易条件 吕仲的十四自然开不下去了 经过一番复杂操作后 他顺利成为了北云军行军司马 行军司马 与参谋无疑 时间一天天过去 丰饶神殿毁灭的影响 开始一点点地显露出来 前方战士不利 后方遭受沉重打击 丰饶大帝跟北沙妖族的处境 从原本一片大好的形势 眨眼间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可这点改变 并不能逆转先到轻颓的势头 也是成了行军司马 吕仲才知道 在大的方向上 北云军竟是岌岌可危 实在是因为 跟诸厄金人的总体力量相比 北云军实力过于单薄 厄郎环似 有朝不保夕之威 能称到现在 可以说是全靠了云奴 这位北云军主的运筹帷幄之功 若换作是他人来 只怕北云玉早已经沦陷 自己这是揭了的烫手山芋 吕仲并不这样认为 北云军兴荣 对他这匆匆过客而言 只是弹指云烟 只要恪守本职即可 这是吕仲给自己定好的要求 亦或者说是底线 留在北云玉 转眼已过去五年有余 手底下的修士 换了一茬又一茬 掌控的土地也后退了数千里 吕仲一直恪守本职 素来只做自己该做的事 从来不过多出手 身上见不到半点光芒 饶是如此 在外面的人眼中 这也是为了不得的修士 时局日渐艰难 能够一直好好地活着 已然是一件难事 对吕仲来说 日常出征不是问题 相反 这还是一件美事 对于拥有方一平的他而言 诸恶 变相等于天元 痛苦的地方在于 难有安稳的修炼环境 出征时 因为肩负司马一职 自然不能随意摸鱼 就算派出化身带行 也要时刻保持防备之心 以迎接随时到来的大战 就算到了修整时候 打坐调息还好 可要想运功修炼 提升修为是难之又难 每次刚一入修炼状态 还未修炼多久 必然就有大战爆发 一来二去 若继续强行修炼 会有失误之余 不过即便如此 吕众仍未放弃 提升修为 夜幕之下 滚烫的黄沙中 仍掺杂着浓烈血腥味 白天的大战 此刻才刚到尾声 一如既往 北云军又是以少胜多 这算不得什么骄傲事 毕竟都是用人命换来的 就好比土皇宫刚制原来 那一万人的冲边修饰 此刻已只剩一半 行军营杖里 吕仲刚清洁完毕 将事物交给化身处理 他开始日复一日地修炼 一边感应弓体运转 一边炼化 天元为己用 脑海事 却忍不住浮现白天时 那惨烈的厮杀场景 北云军修饰 一味接一味地倒下 饶食他们奋力厮杀 外道修饰仍源源不绝 乌泱泱的一大片 遮蔽天空 见不到尽头 叫人忍不住猜想 到底有多少修真剑 沦陷在诸恶的手中 没人知道答案 但绝对是惊人数字 这样的日子 何时才是个头 吕仲摇了摇头 或许会持续到街影中敲响吧 不知过了多久 这是 吕仲从修炼状态中退出 察觉到一片漆黑 寂静无声的营地 第一时间就知道 这是又遇上习营了 似这般情况 一月总要发生几次 或三五 或七八 该如何应对 早已经有了流程 吕仲借挥晤空间 开始探查起营地来 诡异的是 无意活物 在此处营寨 本该有三千北云军 可现在 他们全部失踪 可到处 都见不到袭击痕迹 到底发生了什么 吕仲心中一沉 回溯起方才的场景来 很快 他就知道了答案 是影子 一个能隐藏在影子里 从未出现过的诸恶势力 袭击了这处迎战 吕仲忽然感到一种浓浓的异样 就好似 身体在下坠 不好 他心中一惊 煞时雷光漫身 几乎同时 就有惨叫声接连传出 还不止一道 原本暗无声息 暗中吞没整个营帐的影子 也在此刻纷纷炸散 石树道身影跌落而出 以惊骇的目光望着吕仲 暗影们本想合力 将吕仲拖入阴影之中 却不料 竟是碰上了一名雷羞 直到这时 吕仲也终于认出了 对面这些外道修士来历 却是土皇宫前不久才通报 曾攻破过风源界一大狱的诸恶势力 暗影 该势力以此自称 也以身为暗影为荣 全是他们 吕仲心中吃惊不小 难怪能够悄无声息地 偷偷潜入进来 甚至连化身都未能察觉 见暗影们蠢蠢欲动 吕仲下意识地手一弹 直接飞射出大片雷枪 好似瓢泼的羽目一般 朝着外道修士泼洒 且角度经神识调整 极为刁钻 不留余地 几乎是立刻 就接连有七道惨叫声传出 接着 他又试了道雷爪 发现对付暗影 雷法效果惊人地好 戴吕仲覆灭了这波暗影 原本那些被吞噬的北云军修士 此刻一个个从影子中浮出 大部分人昏迷不少 只有少数修为较高者 才能挣扎着醒来 司马大人 我们这是 遭遇了暗影 麻烦不小 吕仲面色平静 解答完问题后 让仲修士开始撤退 面对暗影 目前他们所处的营地 早已经成了漏风筛子 方才他仔细观察过 发现 只要是影子相连处 暗影就能轻易渗透进来 甚至能凭此绕过大阵 大阵失去作用后 营地没有防守的必要 对了 这招 你们可以试上一试 吕仲灵光一动 将无影灯的原理 告知给了手下修士 后者一听 顿时露出欣喜之色 原理简单归简单 但正好可以应对暗影的袭击 没有了影子的情况下 说不定这些外道修士的威胁 会大大减少 也说不定 而此刻 吕仲正远眺前方 在漆黑夜幕下 影子如潮水般 激荡不休 这一次 来袭的暗影 这一株恶势力 还有其他株恶势力 也参与到了里面 面对这种情况 吕仲的眉头 不经意皱起 若不再做些什么 那么 他身后的三千北云军 覆灭将成定局 罢了 吕仲袖跑一台 将九道化身放出 毫无疑问 是准备让他们自爆 这下 既是为拖延时间 也是验证他心中猜想 那就是 若没有了寄身的影子 那暗影的下场究竟会如何 之所以放出九道化身 就是想要借此组成 一巨型无影灯 去吧 吕仲头顶星辰剑 煞时间放射药木雷光 继而 轰隆声大作 化身一道道消失在原地 巨都是被雷法送走 等他们再出现 已是到了诸恶大军上空 几乎是立刻 就有潮水般攻击 一波波地砸出 可还为触及化身 一轮轮璀璨耀阳已升起 经过他的精准计算 亮如白昼的战场 煞时间再无半点影子 结果相当喜人 没了藏身之处的暗影 立刻好似见光老鼠 在惊人的自爆冲击波面前 顷刻间就化作灰烬崩解 死得不能再死 看来只要找对办法 暗影也并非不可击败 心中有了底气 吕仲这才身形一转 朝撤退队伍掠取 按照他的推算 接下来 只要这边不失误 就可保证三千北云军无恙 可就在这时 前方陡然闪起一道黑光 在吕仲的亲眼目睹下 黑光化作一暗影巨兽 死猫又似虎 大口张开覆盖百里 以迅雷之势 朝下方队伍猛然照去 触不及防之下 竟无一人逃出 跟之前完全不同 若说习婴的暗影 是为了捉活口 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 那么现在出现的暗影巨兽 则纯纯是为了杀戮 巨口一开一合 三千性命静默于其中 吕仲的脸色 一下阴沉无比 就接连将引雷针 避水扇祭出 前者化作惊雷一闪即逝 后者则是凝聚出道的灰光 被他持着轻轻一扇 就是滔滔洪流涌出 寝客间 来袭的诸厄联军 仁阳马帆 而此刻的吕仲 已是借助雷顿 出现在那暗影巨兽前 见到吕仲 他张了张嘴 口吐人言 你人话露出讥讽表情 鲜修的滋味 还是一如既往的美妙 你是他们的头头吧 未能守护住部下 此刻心情 应该是难受 悔恨 自责吧 哈哈哈哈 我就爱 还未等巨兽说完 口中便泪光狂勇 身体也没在雷光中 不多时 这只实力堪比 练须的暗影巨兽 于雷光暴战中 就彻底成了飞灰 替三千北云军报了仇 吕仲头也不回离开 往后的日子 一天比一天艰难 吕仲无奈地发现 无论自己怎么杀 外道修士仍源源不断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新的诸恶势力出现 裹挟着惊人力量前来 而己方 土皇宫输送来的支援 则是日渐减少 直到这时 他才终于明白过来 那些杜劫妻 大成妻的修士 为何会将希望寄托于真仙降临 实在是诸恶大势已成 在他们的铁蹄面前 已经轻颓的仙道 注定要苟延残喘 在此情况下 吕仲也只能独善其身 不过受死的骆驼 终究是要比马大 眼下风源界虽节节败退 然距离最终沦陷 仍还差一大段时日 等到土皇宫那些大成 杜劫妻修士出手 局势才真是到了 无可挽救的时候 五十年后的一日 厮杀仍就是生活中的主旋律 杀 杀呀 一场大战尚未结束 新的大战又已经开始 这一日 还未等吕仲解决现有敌人 新的诸恶大军已经杀到 他们好似一头蛮熊般 横冲直撞地杀入血肉战场中 杀戮继续 北云军只能苦苦支撑 而吕仲一人成军 在独抗三名强大诸恶眷属的同时 还放出化身 成片收割着外道修士 一路杀 一路险 整处战场 好似沸腾的血海 铁锈般的血腥气 浓郁得不能再浓 再对拼一击 吕仲将一数人逼退 面色不大好看 他这次碰上了强敌 而且还不止一位 仿佛早有预谋般 一下冲出来三名 就好似一精心准备好的陷阱 三人没有废话 出手就是直取要害 招招伶俐 招招致命 相互间 则是配合无间 一股浓烈的危机感 浮现在吕仲心头 这次恐怕麻烦了 吕仲心中忧虑 越是交手 心中就越感到不对 尚未明白怎么回事 余光忽然捕捉到旁地虚空中 陡然击射出一道影子 三两下凝聚成一人影 窄而薄的漆黑指甲展开 飞速朝他袭来 吕仲心中一领 当即一指朝影子点去 指尖 漠然闪烁出连串雷球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挡在对方必经之路 出乎预料的是 只见影子指甲交错 所有雷球击破 当力量不再凝聚 哪怕声势再如何惊人 对高阶修饰也毫无作用 吕仲面色微变 又注意到背后传来的寒意 毫不迟疑地两手一掐绝 雷光爆裂了开来 瞬间覆盖周围摆帐 一数人跟易毒炎老玉 这时候见紫色雷光汹涌 想到面前此人的实力 再不敢继续先前 皆是身形一闪后消失 再出现已是在千丈外 剑将对手逼退 吕仲没有选择脱身 而是冷冷盯着三人 一言不发 这时影子一阵扭曲 化作一黑袍大汉 大汉扭动漆黑毛子 抬手仔细望了眼吕仲 宁笑道 你就是金光子 久仰久仰 今日得以一见 实力果然如传闻中那般 是同阶中的绝顶存在 你们三人 是如何掌握我的行踪 吕仲没回应黑袍大汉 反问起他来 要知道 他对自己的行踪 一直都是极尽所能的保密 好比现在 只不过是临时起义 过来支援这一处战场而已 按道理说 本不该被人伏击 可现在 伏击发生了 事情处处透露着蹊跷 让吕仲心中不禁怀疑 诸恶那边是否有什么存在 能堪破他的疑心患斗神通 竟然借此做到提前伏击 阁下如此聪慧 自然能猜到答案 何必我多此一言 黑袍大汉哈哈一笑 并未正面回答 可他言下之意 分明是在暗示 有人通风报信 哼 吕仲冷哼一声 自然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见温不出想要信息 索性不再继续废话 眼前这三人实力强不假 但他并非没有取胜可能 手底下剑针张罢 有一剑算一剑 无论是星辰剑 碧水扇 还是七色龙旗 即引雷针 此刻 剧都被他一一祭出 一时间 漆黑夜空被灵光映亮 与此同时 达到炼须中期修饰层次 堪称浩瀚如海的灵压 也一并从吕仲身上迸发 叫对面三人察觉到 皆是纷纷忍不住色变 他们不理解 为何同事练须中期修为 差距也会如此巨大 此人实力太强 一起上 一句妙龄女子声音 漠然从那老玉口中传出 其他二人闻言 皆是下意识点头 心中虽不愿意承认 但事实摆在眼前 对面的金光子实力不俗 早已是远远超出了 他们中的任意一人 若不联手 结果必败无疑 三人刚达成默契 就见白光一闪 却是庶人率先出手 木制画双臂一扬 一只如扬之白玉的小平 出现在他身前 未等庶人催动 小平悟自伸出手脚 竟活泛过来 射人瓶 老玉脸上献出凝重 吕仲也认出了此宝 正是长春之子眷属们独有 并赖以成名的诸恶珍宝 经由生机灌溉 由果实一点点发育而成 拥有略次于先天领宝的威能 射人瓶 作用顾名思义 专为射人而生 一旦被收入其中 不出三日 就要化作血水 沦为树肥 而这只射人瓶 看起来圆润通透 瓶身隐隐有密纹浮现 并散发着极强气息 料想酒精打磨 绝不容小觑 见此 吕仲毫不犹豫 将树人选为目标 手一落 雷柱轰隆劈下 却是要叫这树人 当场变作雷劈目 休想 老玉立鹤一声 将腰间两缠带摘下 立刻有清白二光喷出 分别现作两道人影 共示一男一女 这对男女现身时 目光呆滞 若傀儡一般 可待老玉独目转动 一道斜光闪烁过后 他们顿时好像活了过来 迸发出近乎炼须后期的强横气息 联手催发出颜绵见光 如波涛一般 发出惊崩石裂之声 排山倒海袭来 那黑袍大汉也未闲着 只见他身形一缩 在猛然间急速膨胀 眨眼间就化作一虎形巨影 直接占据了半边天穷 数之不尽的黑影 从虎口中喷出 赫然都是一只只图具人形 经转化后变成的猖鬼 他们一阵犹疑 就出现在吕仲的面前 疏忽一闪 面目猙獰的咬来 吕仲处变不禁 先催动引雷针迎向见光 才顾及冲进前来的猖鬼 手中紫意雷光平闪 将这些被吞噬的亡魂 送往他们该去的地方 但未等他解决猖鬼群 那庶人一见吕仲被阻 立刻猛催动那射人屏 一阵白光闪动后 屏口陡然对准目标 几乎是立刻 吕仲就察觉到 有犀利传来 作用于他的原神 初时 不过和风细雨 可随之时间推移 竟是愈发厉害起来 不妙 若任由他继续 只怕我 吕仲见此 手一番寄出惊事中 当的一声光波一散 能清楚发现 此中表面裂纹 顿时又大了不少 可吕仲管不得这么多 见那庶人仍能支撑 射人凭犀利不减分毫 只得咬着牙 朝小钟灌输神器 再敲响一击 当 又是一声钟响 此时 第一波钟声 已传至地面 未能一下显现出来 无论是诸厄联军一方 还是北云军 皆如割麦子般倒下 得幸亏今世中 敲响之时 乃是位于万丈高空之上 否则光凭这一下 两边中的低阶修士 都要落得个魂体分离 神霄身陨的下场 观之庶人 连挨了这两下 终于是坚持不住 射人凭白光减弱 后被一子雷击中 煞时多了不少裂纹 雷光闪动 轰隆隆雷响过后 吕仲出现在瓶子镜前 左手灰光 右手月灰 打定主意 要趁着大好机会 将射人瓶背回去 可还未等他出手 那老玉久冷笑一声 独目中泛出黄光 继而那对男女剑修 再次飞出 同时剑一点前方 伴随着龙吟凤鸣之音 顿时剑气大放 二人剑气汇聚到一起 化作龙凤缠绕而出 龙凤剑吕 没想到失踪多年的这二人 竟是在在了这老玉手中不对 看起来像是尸身 大抵是被这老玉设法控制 旅中目中 有金色一闪 心中原本还想凭着七色龙旗 去接一接纳龙凤剑气 可在认出二人来历之后 却是再也不敢 毕竟这龙凤剑气 可是二人生前的成名记 稍有不慎 就是七色龙旗损毁的下场 他不愿意赌一赌可能 只得身形一转 化作雷光消失 再出现 吕仲已是在那暗影身旁 若论三人中最弱 他猜测该是这暗影眷属 稍一试探 果然如此 为寻找突破口 吕仲立刻发起猛攻 逼得银虎不得不接连闪躲 其余二人见状 老玉即令龙凤剑吕阻阻拦 而那庶人召回摄人瓶 再次将瓶口朝向吕众 四修站于高天之上 鱼波坠地仍恐怖异常 剑气坠地 能离出百里峡谷 若换作雷枪 顿时是十数里雷尺 炼虚修士间的斗法 对低阶修士来说 恐怖比天威还甚 就算是化神修士在此 也要被那惊人威压所设 连半点天地元气也无法调动 吕众目中绿色一闪 周身紫霄雷枪如灵骑出 铺天盖地地朝银虎而去 轰隆隆雷声骤起 紫色雷光瞬间将它吞没 另外二人见此 也是心惊肉跳 半晌 只见一焦尸落下 那暗影眷属 死得不能再死 可为了解决它 吕众也付出了不少代价 水焦旗并惊炎焦旗 还有木骄旗接连承受剑旗 早已经是威能耗尽 七旗就此去旗三 少了三旗的阶梯支援 原本水密不漏的防御 开始出现破绽 面对龙凤剑旅 七色龙旗开始不知 受此影响 旅重的护体钢器 开始急速锐减 正朝危险界限逼近着 而外道修士那边 此刻未见多少喜意 反倒是面色凝重起来 方才陨落的暗影眷属 论实力不逊二人多少 可仅仅在交手百息 就被对方强杀 一想到自己 也有可能落得如此下场 老玉与庶人对视一眼 皆是心有戚戚 露出忧色 旅重这时 又飞略向前 解决了暗影眷属 接下来该是那庶人 方才为了抵抗射人屏 可是消耗了他不少神器 更险些就抵挡不住被射走 若不设法找不回来 难消心头之气 他将引雷针往空中一记 剑指前点 煞时间 风云变色 一道紫色雷柱 自引雷针中射出 直冲那射人屏 老玉见此 恐惧那雷柱威能 不敢直接阻挠 依旧让龙凤剑吕 杀向吕仲 意图行唯威救赵之事 避免被各个击破 吕仲口中冷哼一声 还以为是方才 然后他手一翻 避水扇散发出银印水波 朝龙凤剑吕刷去 无论这对苦命鸳鸯 斩出多少剑气 剧都被水波化解于无形中 仅实习不到 就已经逼至他们身前 龙银凤鸣 龙凤剑吕在合击 将水波彻底撕碎 可吕仲一挥扇 当时又是水波滔滔涌出 这次威能更胜之前 见此幕 老玉面色难看无比 心中更知晓 大势去矣 不迟疑 他召回龙凤剑吕 立刻身形一闪 掠过那惊恶的庶人 静止朝远方顿去 行动如行云流水 仿佛编排过无数次一般 够果断 吕仲冷笑一声 朝落单的庶人杀去 双方灯石展开激烈交手 可失去援手后的庶人 再无法专心控制射人屏 只不过交手时数回合 就已然处于下风 无命休矣 树人呜呼一声 全身顿时被青光包裹 无数天地元气向他汇聚 此人的身形一下膨胀 散发的光芒 亦愈发耀眼 下一刻 一株三千丈高巨树乍现 树人献出真身 是想要做最后一搏 然就在下方数万修饰的目光中 一道惊雷从高空直观而下 自树观直辟到树根之下 紫色雷火 瞬间就将它吞没 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 吕仲望着化作火炬的树人 目中闪过一丝激讽之色 保持画形 或许还能纠缠多一战 可直接献出真身 想要靠皮糙弱后拖延时间 却是直接暴露了弱点 正好被我的紫霄雷柱所刻 不多时 巨目就被雷火烧成灰烬 止于最精华部分 吕仲手一抄 将一碧绿树星纳入手中 至于那摄人瓶 早已经毁于雷火 对此 他并不觉可惜 诸恶珍宝 无论再如何珍惜 也难以为先修所用 毁便毁了吧 又放出树道化身 令他们去援助下方北云军 吕仲这才陡然加速 朝着老玉逃走方向追去 他心中对自己行踪泄露一事 可谓是极其在意 若不然 面对三名强敌 直接离去便是 何须付出大代价 与之一番纠缠 一路追踪 结果无功而返 对此 吕仲早有所料 那老玉既然能果断逃走 想来也不是什么愚蠢之辈 在未遭重创的情况下 定是会一下逃到安全之处 不过他却也并非一无所获 再来是路上 图进过三人的会合点 经一番场景回溯 终于得知行踪泄露的真实原因 直到这时 吕仲才明白那日暗影西音时 为何会将人扶而不杀 却是为了将之控制 以作为暗奸打入北云军中 而他的行踪之所以泄露 正是被这些暗影内奸传出 到现在 北云军已不知有多少修饰 被暗影眷属悄然间控制 或许正是因此 才会有一大狱被诸恶暗影攻破 毕竟再坚固的堡垒 也无法防止来自于内部的破坏 一想到这里 吕仲心中就感到不妙 若任由事态继续发展 恐怕北云军覆灭 就在旦夕之间 真是多事之秋 吕仲心中莫叹一口气 心中暗想着 事已至此 我也只能进人事 听天命 稍作提醒即可 若是连北云军也 那就只能换一处修炼 想到这里 吕仲身形一闪 朝暗沙城急速掠去 带回到暗沙城 让吕仲得以松一口气的是 此处依旧平静 不过 表面的平静之下 是湍急的漩涡 他能感觉到 暗沙城底下涌动的暗潮 说明暗影眷属 早已经侵入此处 此刻城中已不知 混入了多少间隙 而且依照暗影眷属的能力 说不定还在转化他人 不断扩大己方的数量 若无人察觉 就是病毒式蔓延 照此情况 暗沙城定要失守 一想到这里 吕仲不由加快了速度 北云军府 早有阴云笼罩 并弥漫着一股恐慌情绪 城中现况 瞒不过聪明人 很快 吕仲便见到了北云军主云奴 你来了 云奴站在书案前 抬头将视线从沙盘上移开 声音和缓道 怎么 来找我有事 吕仲能感受到 他声音中的疲惫 能叫一名合体修士 出现如此状态 可见 此次并非小事 看来稍有不慎 北云军就真要从这世间出名 随后 他将自己所见所闻 及暗影眷属的能力 一一道出 看来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棘手 云奴柳眉一昼 尤其是听到后面 更是神色微变 这可是 他之前未知晓的情报 而这是关北云军存亡 云奴目光落在沙盘上 目中闪过金色 不行 部署要调整 这里 还有这里 以及 统统都要调整 对之前的计划 近乎于全盘推倒 一番推演 他才最终确定新的计划 做完这些之后 云奴长舒一口气 轻松笑道 这一次 还得多亏了我的行军司马 若不是有你提供的新情报 只怕这一次 就要出大乱子 他此言并非乱语 身为合体欺修士 云奴见识过暗影眷属 那种能力的破坏性 尤其是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 但若提前知晓 情况则又完全不同 先修有太多的办法 可以针对或化解 总而言之 这次都是多亏了你 这是司马的分内之事 君主不必如此谬赞 吕仲一脸谦虚 见情报能帮上忙 他心中也是一阵轻松 曾朝夕相处几十年 若北云军因暗影眷属 大量死伤 自己的情绪要说不受影响 那定然是不可能之事 总归会留下些印记 若我没记错 百年之期就要到了 想到这里 云奴一脸惋惜壮 想到再有十四年 这位行军司马就要离开 不由再次挽留吕仲 难道你就不能留下 若是缺资源 我这里虽然不多 但也能满足你的修行 至少到炼虚圆满之前 绝对没有问题 树难从命 吕仲依旧婉拒 事实上 云奴曾不止一次 想要挽留于他 可每一次 吕仲选择了拒绝 过去的八十六年 在与诸厄交战的过程中 他积累了不少天元 早已是没有留下的必要 至于临时方面 也通过山河洞天的出产 将缺口弥补填充 北云军对吕仲而言 实在没有半分吸引力 唉 那就祝你道徒顺利 云奴摇摇头 心情很快平复下来 神色一脸说道 如今暗影渗透 纵观整个北云军 我想我身边除了肃星 唯一能相信的人 便也只有你了 现在 我这里有一件事关重大之事 要交与你去完成 北云军能否撑过这次 恐怕就只能看你了 请君主尽管吩咐 吕仲抱拳 平静应道 随即 云奴捏起桌上白玉笔 刷刷写出大篇字迹 这是一份名单 我要你替我除去他们 在暗影渗透的现在 这些人都成了不稳定因素 若不设法解决 北云军都将无丝毫胜算可言 吕仲接过一看 不禁动容 只见上面所列之人 开头的近三十人名单 居然全都著名是暗影眷属 这说明北云军主的确名不虚传 哪怕暗影行动隐秘 也未能瞒过他的眼睛 继继续往下看 他顿时瞳孔一缩 接下来 洋洋洒洒数百人 无意不是北云军各要职修士 相当一部分人 更是军中运转的重要节点 一旦将之除去 北云军不说瘫痪 至少也要停滞好一段时间 将此事交予自己 吕仲不禁暗想 这位北云军主 还真是个无情之人 不过这似乎也不错 一想到这里 他表面神色不见变化 却在心中暗笑起来 察觉到吕仲的表情变化 云奴叹了口气 本来 这是该由我来进行 不该假他人之手不弱 这样如何 全当作是你我的一次交易 只要你能完成此任务 剩下的时间便一笔勾销 听到这话 吕仲面色变幻 他自然清楚 斩杀这些人的后果是什么 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背负上背叛同袍的骂名 还在其次 更主要是 可能滥杀无辜 可如果不动手 则北云军必败无遗 届时 一旦被这些奸细引动 就算是合体期修饰 也难有回天之力 还好 我有挥晤空间 吕仲想到这里 心中已然有了注意 另一边 见吕仲迟迟不下决定 云奴再次开口 以我云奴之名 我可以保证 在此战结束后 定会还金光道有公道 好 一言为定 吕仲应道 见他答应 云奴也是松了一口气 但同时 二人间也仿佛多了层隔阂 再无先前的关系融洽 金光道有 说实话 现在我突然很想知道 你现在心中是如何评价我 云奴这时苦笑一声 目光灼灼地望着吕仲 想要寻求答案 评价不敢当 君主此举 只是为守护北云军 谈不上对与错 数十年前 吕仲自加入北云军后 除了日常的征战修炼外 暗地里也没忘了派出化身 悄悄对这位弱女子一般的合体气修士 悄悄展开调查 结果令人惊讶 面前这位北云军主的崛起 竟是一传奇故事 若不是有场景回溯 可以追溯被刻意掩盖的历史 吕仲哪能得知 云奴中的奴之一字 是来自于他往昔为奴的一段经历 奴婢践行主人之心愿 一生只为守护北云军 乍一听 荒谬之极 可偏偏的 这就是事实真相 光阴仍染数万年 凭着这一执念 云奴进一步步成长 直至合体气修为 对吕仲给出的回答 云奴只是微微一笑 数万年了 尽管期盼许久 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回答 可这就是我想要的 多谢你 我的行军司马 吕仲未再言 只是拱手告辞 踏出殿门 吕仲此刻也是一身轻松 回首望了一眼殿中人 后者也朝这边微微汗手 投来鼓励般的眼神 这才大跨步朝前方走去 刚走出不久 就有一和善修士迎面走来 陈司马 下官昨日得了医保 可否今晚赏脸衣 未等他把话说完 就见得雷光一闪 刹那间 伸手分离 云元英惊慌逃出 满脸的不可思议 却未争辩分毫 仿佛一切本该如此 转身就要顿走逃离 可直到这时他才发现 周围空间早已经被禁锢 吕仲一手托举清明镜平 一手持引雷针 快步朝原鹰逼近 手下毫不留情 一剑斩成鸡粉 直到这时 周围人才终于反应过来 陈司马 您 您这是 有人不敢相信 吕仲会无缘无故出手 故意远惊疑 只是在做必要之事 吕仲淡淡回了一句 借助挥晤空间回溯 确定面前 这位孔木官并非目标后 只弹出一记雷丝 将之积晕 便算作了事 而后他剑指其他人 共计一十六位 你们 都得死 宛若审判 伴随着一阵雷光爆发 所有目标进阶身语 一下灭杀如此多人 吕仲的表情丝毫未变 忽然 他眉梢略意抖动 将世界转换至原神视角 果然 我所杀的这些人 具都有一个共同点 被杀之人神魂消散后 都会爆发一道影子 一阵扭曲后才 不甘消散 若无意外 这就是暗影控制他们的手段 鬼之诱鬼 非常理可辨明 吕仲翻手取出名单 将方才解决的人名化掉 然后望着那剩下的长长一部分 也是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若按照方才的比例 恐怕这上面的人 大部分都得死 可这也没办法 以云奴对北云军 视若珍宝的态度 若真有解救之法 他就不可能将这份名单拟出 之所以跟我做交易 估计也没那么简单 只怕还有另一重原因 就是不愿亲手解决这些 由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修士吧 吕仲暗暗猜想到 紧接着忽有剧烈灵气波动传来 暗沙城大阵光幕升起 将城内外彻底阻隔 到了这时 唯一还能进出暗沙城的 就只剩下北云军中寥寥数人 很明显 这是云奴在暗中出手相助 吕仲深吸一口气 继续朝府外方向走去 神石浩浩荡荡扩展而开 顷刻间就将数万丈范围笼罩 在强大元神的支持之下 分析比对每一道生气 凡遇上目标 避雷顿过去 一箭斩之 以他目前的实力 只要实力不在炼虚七范围 都只有死之意图可言 至于无辜者 则都是打晕了事 就这样 一路走一路杀 不知不觉中 华调的名字越来越多 到了这时 暗中潜入城中的诸恶眷属们 也终于意识到了不对 顿时明白 有人在猎杀他们 而且 手段残酷无情 偏生又精准至极 恐惧 笼罩于他们的心头 该死的 她是如何 一定是那女人 北云君主 名不虚传 我们都暴露了 一番脑补之后 他们想到了错误答案上 可在外人看来 这已然正确无比 毕竟任谁也想不到 动手的旅众 还有挥舞空间相助 轰隆隆 四世约定好一般 城中立刻火光四起 诸恶间隙 齐齐发难 北云君休士立刻动作 可在有心人的干扰下 不是去往了错误方向 就是因为得到错误情报 面对与实力不服的敌人 而遭遇惨重损失 纵有千斑力 也无法打到一处 一下子暗杀城大乱起来 暗影渗透 果然不容小觑 吕仲看到这一幕 心中也是吃惊不小 就在这时 军府中呼飞出一道顿光 无疑是北云君主云奴 他急速掠向城外 而就在对象方位 也有二道顿光袭来 这一切明显是有所预谋 只要城中一乱 诸厄中的合体期存在就会响应 内外合击暗杀城 若暗杀城就此告破 少了这一处关键节点做支撑 北云狱的先修势力 就会随之土崩瓦解 陷入到各自为战的处境 之后等待北云军的 只有被诸厄大军淹没这一结果 拿着司马的俸禄 我操什么君主的心 吕仲摇摇头 继续搜索城中目标 在压倒性的实力面前 目标没有丝毫还手之力 几乎是一个照面的功夫 就被彻底抹杀 如此情况 为诸厄一方察觉 这是他们始料未及之事 陈司马 你最不容说 有人怒目原邓相斥 还不速速停手 你斩杀可都是同袍啊 有人痛心疾首 放 放过 有人到出家中老幼 苦苦哀求 一道道扰心言语 如期到来 吕仲恍若未决 继续清除着目标人物 无疑放过 说实话 到了现在这个局面 饶是他有挥晤空间 可以确定所斩杀之人 没有一个无辜者 心境仍是忍不住出现动摇 没办法 人非草木 纵使修为高至炼须之境 可只要修的不是太上忘情 心境就难免会出现波动 可尽管如此 吕仲的动作丝毫未见减缓 因为他更加知道 如果能早点将骚乱解决 北云军能活下去的修饰 就会更多一些 与他们同袍多年 自然还是能多救一些 就多救一些 刷 又是一人被斩 渐渐地 吕仲忽然发现 自己的心境起了变化 相较于平时的心如止水 此刻静明显有了些许不同 心如静 一尘不染 他完全没想到 居然还会有这种变化 这无疑是好事一件 从今往后 只要不使道心蒙尘 心魔将无法奈何于他 修为将得意于此 开始突飞猛进 扑通 随着最后一个目标倒下 吕仲的任务也到了尽头 见城中秩序恢复 他立竿见上血字 头也不回地朝城外走去 图留一张划去大半名字的清单 随风飘荡 当吕仲走出暗杀城时 隐约可以看到 高天之上的大战 只可惜 这是合体期存在间的交手 双方都是肉身跟原神 融融合一的存在 他尽管凭借伐木 将战场看得一清二楚 却无法明白发生了什么 境界不够 再看也是物理看花 他很快就收回目光 踏入前方狂风之中 关于接下来 吕仲早已经做好了安排 自然是以炼化天元 突破修为境界为罪 其次则是参悟翠灵药生法 令肉身发生蜕变 不求能肉身成圣 能多补完一点就是一点 碰 一道绿光激战 狠狠射向吕仲所在之地 偷袭 吕仲心中陡然一惊 他见绿光极快 来不及施展雷顿 索性祭出七色龙旗 伴随着七条小焦咆哮 灵光闪烁 很快就结成一护照 将来袭绿光稳稳挡下 直到这时 吕仲才看清 那绿光的真面目 竟是一只树枪 跟昔日诸厄长春之子 攻破太阴宗时 所用那只一般无二 区别在 只在于前者因力量耗尽 宛若实化 一般挥败 而眼前 这只生机盎然 充满了活力 真是阴魂不散 吕仲暗骂一声 手上动作不慢 哗啦啦 他左手持引雷针 引出巨大雷弧 继而又与右手避水扇交织 一汪紫色雷水 如滚滚波涛 迅速朝前方蔓延而去 所过之处 无论是磐石还是枯木 竟都化为积粉 殊不料 见竖枪直往地上一扎 诡异的一幕出现 翠绿色光环 朝四面八方扩散 一撞上紫雷 并避水交织而成的浪潮 竟能将之消弭于无形 而后光环所过之处 竟是绿野轻聪 简简单单就破了我这一击 吕仲目光凝重 心知这次遇上了麻烦对手 或许 比之前那三人 联手还强 绿野继续蔓延 逐渐献出 一道纤细身形 是一名带着翠绿高官 穿着一身墨绿法衣 唇红齿白的少年模样 在他稚嫩的脸庞上 能明显看到木质画迹象 惊人的灵气波动 自他身上散发而出 不亚于恋虚圆满的存在 吕仲望着此人 额角不经意渗出冷汗 在他察觉到这点之后 果断放弃了与之为敌的打算 因为根本不是对手 若无意外 面前这位极可能长春神念 逃 吕仲没有丝毫迟疑 眨眼间画作冲销长虹 疑似神念的存在 这时见到目标的动作 只是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仿佛一切都只是个游戏 不急不慢地画作一道绿光 身形很快没入到那树枪之中 而后此枪才冉冉升空 朝着深入高空的吕仲追去 一前一后 两道顿光横贯天际 三个钟之后 吕仲吃惊发现 哪怕自己使劲浑身解数 连刘星顿也一并使出 也竟无法巴彻底摆脱追兵 果然是有备而来 他哪里看不出 对方之所以能跟上 全是因为那树枪的缘故 更能猜出 神念出现于此 必是为自己而来 吕仲心中暗暗着急 哪怕对方一直保持戏耍态度 可只要他神圈大献一道 一身实力再无法发挥 那时一切都将无可挽回 唯一的办法 就是靠天道斩杀剑 此剑对诸厄有莫大杀伤力 想必神念及那树枪也不例外 可一旦这样做 后果也是严重无比 尤其是吕仲知晓了天道斩杀剑 乃是寻天先使的配剑之后 更是能猜想到暴露此剑的后果 必然会吸引来诸厄门的注视 若无法脱身 后果将比现在严重千百倍 以诸厄门的手段 届时或许连死亡都是奢望 这由不得吕仲布慎重考虑 或许我该将它引入合体漆存在的地盘 无论是妖兽还是先修皆可 浑水摸鱼之下 未必没有逃生可能 吕仲心念电传 迅速思索起北云域地图 可很快他就无奈发现 弱大的一个北云域 目前已知有合体漆存在出没的地方 皆是相距甚远 照现在的情况 背后的神涅只需一个时辰 就能直接追上来 此方案不可用 吕仲继续思考其他可能 果然还是不行 半晌后 他苦笑放弃 即是如此 吕仲的目光一下坚定起来 为预防万一 他先是借助未来推演 以此确定斩杀剑效果 这次结果好坏参半 好的方面是 斩杀剑的确能生效 一经祭出 就能取神涅首级 并瞬间灭杀他所有生机 仿佛是专门为此 而生的一般 坏消息 那树枪来历不凡 尤其是在神涅 生死之后 似乎激发了诸恶长春之子 暗藏在上面的力量 拥有现在他无法解决的追踪力量 结果必然是刺穿他丹田而结束 因果 你法则 吕仲心中一沉 面色前所未有的难看 这两个概念 其实都可以归纳为一点 就是 原神跟肉身融融合一之后 所获得的质变般力量 远比以往的境界强大 同时也不为下面境界的修饰理解 因其不可思议 常冠以你法则之名 之所以加你之一字 则是因为真正的法则 唯有真线才能掌握 回归正题 吕仲开始思考对策 有长春之子施加在上面的力量 丹田被刺穿 无法避免 一旦少了身体 这个法力容器 修饰哪怕原神完好无损 在法力总量大幅下降的情况下 实力无可避免受损 并会加快神圈大限的到来时间 从中 他闻出了阴谋的味道 是想将我一步步削弱 直至最后活捉吗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思来想去 吕仲最终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肉身被刺穿丹田 修复并不是困难之事 但却需要不短时间 而现在的它 恰恰最缺少的就是时间 所以 只能另辟蹊径 吕仲很庆幸 自己储存了不少身外化身 现在只要将分魂剔除 那些身外化身就能成为原神的容身之所 尽管这样做会有不少麻烦 但眼下也是最好的办法 他已管不得这么多 准备好之后 拔剑 一如推演的结果 在神涅不可思议的目光 一道金光将它吞噬 斩杀剑积蓄多时的力量 似乎对神涅的力量充满了克制 继而 连惨叫声也未传出 凭空砸作积粉 就这样 一尊大敌陨落 感受着滔滔涌来的巨量神器 吕仲心中欣喜之余 又对寻天仙石的具体职责 顿时又有了不少猜测 只怕真是寻寿一方的存在 可这般的存在 为何会出现于清河小剑 按理来说 根本不应该 为等他多想 余光就捕捉到一抹绿光 骤然跨越千丈距离 朝自己袭来 速度乍一看缓慢至极 然二者间的相对距离 却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缩减 止一吸 扑痴的一声 锐气入肉声传来 吕仲经受不住 乌蛙吐出一口鲜血 却发现 他早已经染绿 并立刻萌发出心芽 好似狂蛇一般扭动 疯狂朝他的手心钻去 噼里啪啦 一阵雷光闪烁 吕仲面无表情将竖枪拔出 发现他在刺出一击之后 早已是力量全尸 哼 一声冷哼 竖枪被雷火焚为灰烬 感受着飞速朽败的肉身 吕仲开始施行既定计划 跟真人般大小 略带着一丝虚幻的原神 脱鞘而出 脸庞上闪过凝重 而后刷刷打出十数道法印 不忘加上一道疑心换抖印 如此就将肉身暂且封印 可留待之后 找到安全之处 再行打算 随即 原神将一具化身之体放出 钻了进去 感觉怪怪的 他还是第一次这样做 伸展手脚 活动活动身体 好在十分契合 没有多少的异常感 若要论不足 那大抵是未经强化的身体 就好似白板一般 若是不多加注意 极可能因距离将身体撕裂 将这具化身之体报废 同时 法力容量也小了不止一点 不过 跟获得容身之处相较 这些缺点都可以忽略 吕仲抬手望了眼天上 正有猪斑存在破镜 为首的事宜律营 不必怀疑他们降临的决心 只要我被擒 想必诸恶定会降临于世 想到这里 吕仲心中也是一寒 不在原地多停留 他开始朝东边急速掠取 有一心换斗神通在 吕仲不担心被诸恶定位 然现在行中已经暴露 极可能会被贤尾追杀 若不能短时间内脱身 后果无法预料 一路风驰电掣 渐渐地 狂风开始平息 先是漫漫黄沙 而后是荒芜草地 再之后是清脆森林 就吕仲以为自己脱困时 高天之上忽然坠下树道流星 位置不偏不倚 正好拦截在他正前方 赫然是一枚枚藤蔓遍布 颜色苍翠的树种 气息熟悉 是菩提树种 吕仲没想到 竟又遇上此诸恶 且等着 迟早有一天要罚了你 不跟那些树种纠缠 他继续朝着 前方飞掠 殊不料 树种骤然间活化 枝丫声过后 纷纷化作绿袍人 各个气息皆不俗 达到了炼虚层次 呼啸一声 将吕仲包围在内 撒中成兵 吕仲心中威亚 手中引雷针 则亦横扫 雷波荡荡 带着惊人威势 所过处无论草木 还是疑似盗兵的绿袍人 连一声惨叫都未来得及传出 就尽皆没于雷光之中 可这一招看似微风 吕仲的代价也不小 别的先不说 光是化身肢体 就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出力 现在已经是浑身军裂 若不是他再以法力勉强维持 当时就要炸作灵气风暴 无奈 他只好换了一句 继续前行 沿途骚扰不断 皆是来自于菩提树 似乎也只有诸恶菩提 才有短时间跨界 输送来可威胁屡众的力量 至于其他诸恶 但凡只要出现 都在尝试着进入灵环界 为拖延时间计 他不断洒下道兵 似要借此令屡众神卷 再无反抗之力 想活捉我 岂有这般容易 吕众心中冷笑 将濒临崩坏的化身肢体换下 重新进入到新的身体中 就这样 双方不断拼消耗 一次又一次的 数种拨下的位置 终于开始离吕众越来越远 可他知道 远未到胜利时候 危机依旧未远离自己而去 渐渐 吕众久违感到一丝疲倦之意 带疲倦淹没心神 即为神卷 到了那时 修为再高的修士 也都再无反抗之力 时间缓慢流逝 每一分都好似一年 吕众所期待的变化 却迟迟不见出现 而他 心中倦意早如潮水般袭来 一浪接一浪 一浪更高过一浪 永无止境 迫不及待地想要吞没一切 就在这时 前方忽然亮起一抹乌光 只见参天丛林中 忽然升起一道争獰巨影 维厄守雄区 共生有两对粗壮手臂 并一对粗壮大腿 人力而起 高达千丈之巨 散发苍古蛮荒气息 就是你了 吕众一感觉到他的气息 顿时心中大喜不已 观此兽气息 在七阶初七左右 而且还是一灵智未开化的蛮兽 对于闯入地盘的入侵者 常常会毫无差别地驱赶 正好可以让自己借力 固然有风险 却也是拼一把的好时候 毫不迟疑 他立刻朝那边掠取 只要能脱离诸恶视线 不再被无尽头的绿袍道兵袭扰 吕众就能通过施展雷盾 一下远盾出极远距离 彻底结束这场追逐战 哦哦哦 蛮兽一声怒吼 开始在大地上奔行 遇上空中坠下的树种 皆是狠狠一掌拍去 掌风裹挟千亿惊俱立 所过处树种纷纷爆开 无意得以幸免 这一幕 看得吕众眼角狂跳 很明显的 他遇上了只羞肉身的蛮兽 似这般的存在 往往皮操肉厚至极 同阶的合体期 羞师遇上 都要立刻落荒而逃 否则一个不注意 就会被其打灭了肉身 再一掌拍散了原神 一想到这里 吕众未再敢向前 见蛮兽向这边抬起巨掌 他立刻身形一闪 消失在雷光中 林中小潭上空 忽有雷球闪烁 电芒乱射 雷球从黄豆大小 飞速膨胀至丈许 并很快拉拉伸成一条缝隙 从中跌落出一道身影 直直坠落至潭中 扑通 一声 顿时见起大股水花 继而 一股股五彩阴晕的灵气 从潭底处一散开来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让潭水彻底变得不再频繁 受益于此 潭中哪怕是一只小虾米 都开飞速发生变化 成长 变大 妖化 随即为了毒霸宝地 他们开始互相吞噬 可还未等决出最终胜者 就有修饰察觉 此地灵气冲销异象赶来 带他们斩杀所有妖化鱼虾 见到这一潭灵水之后 纷纷都露出震惊表情 一潭灵水 一潭四阶灵水 这么多的灵水 而且灵气酒精不散 得值多少灵食啊 有人忍不住叫出来 要知道 在场的修饰修为最高者 也不过是杰单真人 像这样一吃灵水 若能全部售卖出去 只怕杰音的资源都足够了 其他修饰文言 都是忍不住点头赞同 就在众人脑海中 各自浮现获得大笔灵石后 该会有怎样美好的未来之际 忽然一股 微压自潭水中传出 灯石冻结了所有人的思维 紧接着 一道身影缓缓升起 却是一名末发黑衣的青年 乍一看不过二十余岁 然现场却无人敢这般认为 吕仲望着身前众人 看着他们 那身陌生服侍 才记起自己摆脱诸恶追踪之后 为了谨慎保命起见 又继续在风源界 穿行数千万里之势 谁能告诉我 这里是何处 见众人战战兢兢 一副瑟瑟发抖模样 吕仲眉头微皱 不过 他也懒得为难这些人 便挑选了其中修为最高的一个 一名身穿红衣的白须老者 目前已是结单后期修为 诞生道 你 你来 回 回回 回前辈 白须老者结巴一阵 意味能把话说完整 不是他心性差 而是面前之人的修为 实在过于惊人 原因 化神 还是练须 见状 吕仲值得打出一道冰心诀 以安定其心神 经这一下 白须老者虽还双腿战战 但说话总算是利索了 回前辈 这里是戎铁玉 哦 吕仲略意回忆 想起了这是个什么地方 若论风源界何处炼气势力最多 炼制的灵宝最强 自然要属这戎铁玉 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高品质 灵验随处可见的戎铁玉 几乎是处处都是炼气的好地方 再加上 此域地火汹涌澎湃 今年不息 每一次地火爆发 都会带上来大量的矿石 其中不凡极品之物 足以用来炼制法宝 甚至是更进一步的灵宝 也正是因此 熔铁玉成了风源界的断野中心 根据吕仲所看的土皇宫底报 哪怕以保守数据估算 风源界也至少有三成的法宝 是出产于此处 由此可见 熔铁玉产能之巨 即炼气技术之精湛 略一点点头 吕仲化红离开 直到他彻底远去 再感应不到一缕气息 其他人这才大出了一口气 感受过方才那股惊人的威压感 任谁也都知道 这位青年绝不是寻常修饰 不过让他们大喜的是 那潭灵水 对方看也未看一眼 仿佛是恩赐 确认方位后 吕仲直奔百断城而去 作为风源界的野炼中心 百断城的自然规模极大 内城 外城 卫星城 及各种附庸城建加起来 几乎等同于一个小域的面积 各种珍稀炼气材料 在这里都应有尽有 再加上时不时的 就有一些大荒材料在此流出 更让此地人气再上一层 在这里 吕仲算是见识到了何为 原因不如狗 化神遍地走 就连修为高质 炼虚的修饰 在此也算不得罕见 时不时就能碰见 而且经常都是三五成群的出现 偶尔的 还能察觉到城中各处 隐隐间传来的威压感 那是合体七级别的存在 真是一处繁华至极的仙城 吕仲进城之后 搭乘上一华丽售车 很快来到中央商业区 望着前方近处不绝 人流磨尖接踵的街道 由衷发出这番感慨 考虑到修复先机 并非是什么意识 不禁打探 贸贸然泄露信息 更是会带来杀身之祸 有鉴于以上两点 他决定先在这百段城 找出七身之所 一来可以提供安静的修炼环境 二来也方便结交修饰 方便自己打听消息 随后 他左右一张望 这时旅中目光一亮 正好看到一间宅物店铺 料想跟租赁洞府有关 于是就穿过人流走了进去 里面不大 布置的倒是不错 还有些品味 这位前辈 不知您有什么需要 见旅中气质不凡 一副修为深不可测的样子 此处店铺的掌柜 是以伙计退下 自己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 同时 他也是暗暗心惊 自己曾花了大价钱 请高人所部的探灵阵 此刻居然毫不起笑 这说明眼前此人 修为至少也在化神期 否则探灵阵 绝不会无效 关于租赁的洞府品级 吕仲对此不做丝毫指望 到了他这一境界 所需的洞府 无异不是宝地 且大多已经是有主之地 三五百年内 不见得能空出来 况且 吕仲也不需要 如此高阶的洞府 有足够的天缘在 有山河洞天 这一稳定裁员 他大可以继续磕单修炼 于是乎 吕仲随后问道 有没有灵气充裕些的洞府 或者道场 洞府 道场 这两样东西 能联系在一起吗 掌柜一听出还有些迷糊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知道来了大生意 毕竟 能将二者等同视之的 怎么也不会普通人 有有有 当然有 他这话不是吹的 家族数代人 靠经营宅务为生 日积月累之下 能积累不少的关系跟人脉 而其中关于高阶洞府 及道场的信息 自然也会有不少 再不计 也可以向同藏勾兑勾兑 哦 那看来我是来对地方了 吕仲淡淡一笑 语气平缓地说道 别的不敢说 要论这消息灵通 晚辈这边 还是有点实力的 还请前辈 在此稍后一二 晚辈去去就来 掌柜口中恭敬地说道 他将吕仲引至茶座 随后吩咐一名伙计 给贵客上好茶 自己才急匆匆地跑入后堂 屡中不急 就慢条丝里平起茶来 发色 略带甜腻 口感一般般 不过可以下口 配着精心制作的糕点 二者结合 别有一番风味 没一会功夫 掌柜去而复返 手中则是多了一黄 一斤两卷涂测 后者要比前者明显薄许多 接着他将涂测都放在桌上 然后恭敬地束手 站在一旁 前辈 这些就是你需要的东西 吕仲微微点头 先设起那卷黄色图侧 轻轻一拉就斩了开来 仅是目光一扫 就将图卷内容 尽收眼底 却是一幅百断成灵脉图 上面有不少部分缺损 但都是灵脉核心 或旁之细节之处 并无大碍 仔细看过 吕仲并未找到满意之处 正准备随意选一处 眼角余光 捕捉到那金色图卷 伸手射到跟前 将之展开 呈现在吕仲眼前的内容 跟先前完全不同 金色图册中记载的 竟全部都是道场 或者称之为灵地一可 品质巨都不低 甚至有适合练须修饰 闭关的灵地 还有一点 那就是并无租金 天底下岂有这种好事 纵使是六阶灵地 费用也是跟黄色图卷的 五阶洞府同价 仅为正常的十分一步道 这是 吕仲向掌柜 投去问询目光 启禀前辈 这些是天宫院 特意放出的灵地 专门为那些实力 强大的修饰准备 事故价格 才会异常低廉 想获得这些灵地 必须击败 同期所有竞争者 若是能成为最终胜利者 就能获得500年居住权 听了这话 吕仲目录思索之色 他关心的并不是 免费的灵地 是这些灵地 乃是天宫院投放 所谓天宫院 实际上是个炼器师行会 此行会近乎掌控着戎铁玉 却又并非是通常意义上的 一域霸主 毕竟内部成员松散无比 用抱团取暖来形容 似乎还更加贴切一些 免费放出如此多灵地 只怕天宫院 是在有意交好夺得灵地的修饰 若我能夺得一处 或许对修复金事中 有所注意 吕仲想到这里 越发觉得有可能不由动了参与竞争的心思 这时 掌柜见吕仲望着金色图卷 久久不语 主动开口道 前辈 若是您有需要 晚辈可以替您报名 关于灵地争夺战的资格 可是有不少弯弯绕绕 一次比一次复杂 外行人部奔波个年把年 很是难以通过 哦 竟还有这种事 吕仲听了掌柜这话 但笑着说道 不过你既是个宅务掌柜 而我并未租下你的房屋 为何如此主动 这个嘛 掌柜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解释道 这报名约可等于推荐 若前辈真能大展神威 成功夺下一处灵地 成为灵雀山的新主人 晚辈就能从天宫院 获得不少的好处 算是沾了前辈您的光 原来如此 吕仲笑道 继而 他仔细选了一处灵地 名为灵雀山 属于六阶灵脉 但不算拔尖 在一众六阶灵地中 灵雀山排在中下游位置 而且有一条竞争限制 那就是 仅限炼虚期休市参与争夺 如此一来 就可以防止 遇上炼虚后期休市 从而将获胜几率体值最高 好嘞 前辈请进后加音 大约半年后 就能收到报名通过的消息 届时 灵地争夺战 也差不多会召开 您可直接前往灵雀山参与 掌柜确认完之后 没忘了将必要信息透露 同时也算是在博取 这位前辈的好感 那就有劳了 吕仲略意拱手 以示谢意 随后跟掌柜闲聊一二 他又旁敲侧击到不少信息 但却是关于丹药 原来 这百断成特产一宝丹 名为火灵丹 乃是彩白火之精 以密法淬炼成一缕火灵精 在那于至精至纯的悬阴灵夜中陪练 带历经百余载时光岁月 洗尽千华之后 炼成 据说 此丹有净化原神之效 像这样的宝物 吕仲要说不心动 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他稍加打听 才知道会出现在百断成拍卖会上 目标顿时又多了一个 见时候不早 吕仲婉拒了掌柜的宴请 约定好月底前来拜访后 起身告辞出门 此刻外面月色正浓 正是不夜城最好的时候 迈入灵灯灰映的道路 他见时间上有余裕 于是先在繁华街道上逛了一阵 好生品尝异域他乡的美食 带满足口腹之欲后 才找了一处客栈歇脚 光阴四剑半年眨眼急过 按照之前约定 吕仲来到宅务处 殊不料才靠近至百丈距离 他就感到一股阴柔气息 在炼须中期层次 乃是由一面色苍白的红衣女子传出 麻烦上门了 吕仲一看便知发生了什么 对此他有所预料 才吕法帝 四者重要性即可等同 现在事关修行灵地争夺 有人想另辟西境解决对手 好增加获胜成功率 并不算什么稀奇事 吕仲没有回避 面色轻松地走了过去 不过是炼须中期而已 刚一进店铺 他就看到掌柜跟伙计 抖如筛子地站在一旁 而坐于堂中 椅子上的红衣女修 则当即将视线移过来 上下仔细地打量着吕仲 察觉到吕仲跟自己一样 同时炼须中期之后 他的表情收敛了许多 是你想竞争灵雀山 怎么 道友也看上了此处 吕仲淡淡回道 哼 我车御医就是灵雀山的县主人 何来看上一说 实话说吧 此次报名竞争灵雀山的修士 一共只有六人 而其中的一人是我 另外四人以知难而退 你若识去的话 最好也主动弃权 否则争斗无言 红衣女子言语中 充满了威胁之意 吕仲依旧淡定 不以为意 他素来不主动与人结怨 但同样不会怕是躲避 既然现在是对方送上来 而且事关今世中的修复 自该好好回应一番 争斗无言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怎么个无言法 一听吕仲这话 车御医并未放下狠话 这时乎的微微一笑 静止朝门外走去 在临出门的时候 朝店中其他人扫了眼 就头也不回地离开 完了完了 那灵雀山的主人 竟然是他 这下真的完了 只见店铺掌柜面如死灰 望着桌上那金色图侧 也不知想到了什么 此刻一副大难临头模样 微米瘫软在地 至于旁边那伙计 更是直接下到六神无主 裤裆间有诗迹浮现 隐隐传出一星山味道 看他们二人如此失态 吕仲不禁好奇起来 这二人 为何会如此恐惧 按道理说 那车御医跟自己 都是同街同修为 双方纵然有巨大实力差距 也不至于叫他们如此表现 难不成 事后那女修会迁怒二人不成 但吕仲细细问过 才终于知晓了其中原因 跟他想的大差不差 原来 这车御医之所以如此蛮横 并非是没有底气 此女起于扶贫 初识据说 不过是异于家女 后历经重重劫难 才修至恋虚 若将其修到经历 注写成书 绝对也是一桩传奇故事 似这般存在 斗法能力无论如何 也不会差 重点在于 这车御医明明是散修 竟也是跟名门天才一样 不借助任何取巧之法 单纯依靠天元修炼 获得了如今修为 或许是西年经历 或许是生性如此 但凡得罪过她的修士 只要没有身后背景 无一例外都要遭到报复 且往往不出手则已 出手则必定会斩草除根 不留丝毫隐患 可另一方面 车御医又称得上 谨小慎微 从未听说过 她与大势力 亦或者合体期修士 起过冲突 这一点 从方才她对屡重的态度 也可见一般 然威胁归威胁 这不过是她获取利益的试探 并非什么解不开的死仇 纵然会因此得罪人 却可以通过赔罪化解 相反 若能借口舌下退对手 则更是好事一见 通过掌柜的直言片语 屡重对这车御医 有了大概的了解 信一点 未全信 毕竟车御医 是一位练虚妻的老怪物 似这般存在 不排除放出消息 故意误导人的可能 如此说来 只要我争夺洞府成功 成为新一任林雀山主人 你们就不用担心她的报复了 屡重一脸淡笑 望着仍脸色苍白的掌柜说道 掌柜听了屡重这话 下意识就想反驳 但最终还是咽了下去 人的名术的影 车御医给人的印象 早已如思想刚硬般深刻 是强大到近乎无法战胜 这一点早已经印证过多次 就连合体七宗门的长老 在同事练须中期的情况下 也不止一次在他手中落败 对屡重这样一个外乡人 还未展现过半点实力 平心而论 掌柜实在很难看好 见他那副挣扎模样 屡重心中不复轻松 更是若有所思起来 看来 这车御医的确实力不凡 再加上那传奇一般的成长故事 只怕相较于长春神灭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二者差别只在 车御医没有诸恶亲刺的竖枪 想到这里 屡重暗暗给自己提了个警醒 半猪吃老虎 素来是质敌取胜的法宝 此女之前未显露过 并不意味着车御医 没有威能 惊人的灵宝傍身 联想到这样一位存在 足足盘踞在熔铁玉三千余年 很难不让人猜想 他一直滞留的目的 不过 纵使你有又如何 屡重对自己的实力 也是相当的自信 半年功夫 肉身上的伤势早已封印 得益于翠玲药生法的修炼结果 只要不再受外力破坏 暂时不存在伤势恶化的可能 因此此刻的他 已经可以全力出手 只是不耐久战而已 可区区一次灵地争夺 又何须久战多时 以屡重对车御医的认知 及对散修的理解 对方只要意识到 败局已定 大概率会果断放弃 极少可能两败俱伤 白白浪费辛苦积攒来的资源 当然 这一判断有一个前提 对方得是正常人 没过多久 车御医的身影 出现在一雅间中 里面酒香扑鼻 正对坐着两名修士 分别是一白衣修士 一瘦削的高官老者 二人原本在真影闲聊 一见车御医出现 就纷纷停下手中动作 如何 可将那人成功说服 白衣修士关心问道 车御医摇头 平淡道 未能成功 没想到 车道友亲自出马 荣铁御 竟还有赶不卖你面子的人 我真是好奇这陈下 到底是何种来临 高官老者捋着长须 皱眉说道 我查过了 此人是第一次出现在戎铁御 听车御医这般说 白衣修士心道难怪 玄机他也是皱眉起来 按照常理 但凡是想要竞争林地 都会特意先打听一番领地对手 可此人左不选右不选 偏偏选了红道友的林雀山 想来是有所依仗 怕不是调过江龙 呵 过江龙 在车道友手下 是龙也得缩成虫 高官老者轻笑一声 仿佛对车御医的实力 非常信任 格索说的是 白衣修士也是一笑 觉得自己纯属多虑 可房间三人 唯独车御医 自己不这样认为 作为一名从微墨中 杀出来的散修 他有着远超一般修士的直觉 而这种超长直觉 已经助他逃过数次生死危机 方才在面对吕仲之时 车御医竟隐隐生出一股危机感 就仿佛 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这也是 他为何为在放狠话 选择果断离开的原因 车御医略意斟酌语句 才望着对面二人 目中多了思凝重 格索 情道友 常言道 有备无患 况且 我还收到过消息 这一次有势力志在必得 实力并不逊色于我等 我等获取天公令的谋划 估计会因此生出不少波澜 照我看 还是得多留些后手 一方不测 可我们之前做的准备 其实并不少 更花费了极大的代价 现在是否起人忧天了 格索对此的态度 其实不怎么赞同 一旁白衣的修士禽兽 听后则陷入了沉思 半天才到 车道友说的有道理 的确是得考虑周全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多准备几条退路 以免最坏情况出现 令我等数百年谋划 一朝进阶付诸东流 天公令对三人都十分重要 得知可要求天公匠人行一事 往本命领宝中注入神魄精华 而这将使领宝发生变化 对于有志于合体期的修士而言 注入神魄精华之后的本命领宝 对未来修炼制练须圆满时 突破合体期大有帮助 听闻禽兽的话 格索开口出声 既然二位都觉得有必要 那就这样去准备吧 不过 车道友若是有取胜的把握 最好还是多下些本钱 毕竟若是走其他选择 代价我等三人难以承受 他的话倒也不无道理 只是这样 车御医会略有些吃亏 放心 大不了我二人 补偿回来就是 这边 禽兽适时说道 放心 到时 我自有判断 车御医淡淡回了一句 接下来 三人又围绕着天宫令的谋划 仔细分析了一遍 唯恐漏过某处细节 致使最后功亏一篑 待确认无误 车御医就告辞离开了 两久 房间中才响起禽兽的声音 叫之前多了阴冷 连他都如此忌惮 看来那沉下并非一鱼之辈 只怕这次灵地争夺战的风波不朽 还有一点 车御医大概察觉到了你我的关系 察觉到又如何 格索微微一笑 睿智目光投向远方 我们在利用他 他车御医又岂不是在利用我们 大家对此都心知肚明 毕竟 单凭我们任何一人之力 都没有争夺到手的可能 为了击败那些名门大宗 以及土皇宫的强力竞争者 合作是必要的 唯有强强联手 他们这些势单力孤的散修们 才有可能从那些大势力口中 咬下一口属于自己的嫩肉来 当然 他还有句话没说 但二人心照不宣 唯利亦永恒 对天宫令一无所知的吕仲 此刻见距离争夺战开始 尚只剩十余日功夫 连自己打个盹的时间都不够 于是也懒得回去洞府 索性四处闲逛起来 倒也并非漫无目的的闲逛 而是无时无刻 不再借助挥晤空间 探听周围修饰的一言一语 不求能听到什么惊天消息 只要能对戎铁玉 多一分了解即可 足足七日过去 他最后 只不于一处茶谈前 吕仲将存在感淡化到极致 此刻正望着茶谈内部 目光凝视在其中一道背影上 正眉头微皱地思考着 那是一名笑眼如花的树发女修 其英容 其笑貌 像极了她一位重要故人 李和君 凝视其许久 吕仲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叹气道 不对 确定只是一朵相似的花而已 以灵环界之大 光是一个风源界的凡人数量 就属以异异计 偶尔出现相似之人 并非是什么小概率之事 眼前这位只是过于相似而已 回想往昔旧异 吕仲对曾许下的约定 至今也未曾忘记 可无论在小灵环界 还是如今 身处的灵环界 吕仲心中都未生出过半点感应 感应到李和君的存在 其他至亲之人 亦都是如此 就在吕仲思绪连篇之时 忽然察觉到一缕熟悉气息 是一道平平无奇 身着普通法衣的女子 尽管对方刻意变换了身形 添了不少伪装 看起来判若两人 但吕仲仍能一眼确定 此人就是车御医 他来这里做什么 见车御医步入茶摊后 吕仲目录思索之色 只看了一眼 没打算继续八卦 便准备转身离去 可突然间 他的脚步停下 眉头微微皱起同时 抬起的左手一扶 紧紧虚余间的功夫 就凝出一口月光剑 看也未看目标 屈指一弹射出 扑吃一伤 剑锋若浮光掠影 两名朝他冲来的修士 目录不敢置信之色 在全身无损的情况下 神魂连带着体内金丹一道 拒被月光剑斩杀 这二人的动作 吕仲早已察觉 本也不打算多事 却没想到 其中一人居然嫌他挡路 几乎是同时 茶摊方向也传来灵气波动 三道身影一下爆起 可结果 一时跟吕仲这边一样 只见得冷光一闪 未等茶摊内众人看清 发生了什么 那些身影就都全部身形一阵 而后头颅如西瓜般爆开 见到这幕 远处在赶来的两道身影 顿时都呆滞住了 眨眼间的功夫 两拨好手就彻底死绝 外人所不知的是 三拨修士皆是属于同一个势力 那就是熔铁浴血沙楼的刺客 目的是为行刺同一个目标来 可思这般展开 却无人能料想到 练 练血 剩下刺客的其中之一 目录惊恐地说道 说完 他转身就想逃走 殊不料 身后方向有冷芒击射 刹那间破空席致 未等二人发出惨叫 便也跟之前茶摊中 几人一般下场 这时 轻盈脚步声传来 车欲一缓步走出茶摊 身后则跟着那名 酷似李和军的女修 她视线 一向方才出手的吕仲 神色稍稍一缓 多谢陈道友相助 不过 纵使如此 关于林雀山的争夺 妾身是不会留守的 若道友执意参与竞争 还请做好对应的心理准备 听到他这番话语 吕仲只是淡淡一笑 当然 连腰 我们走 车欲一斜着身旁女子 展露出炼须七修为 静直穿过文训赶来的执法修士 在众人惊骇的目光注视下 很快消失在街道远处 见二女远去 吕仲心中这事却在想 明明二人没有半点相似 可为何车弘一会专程赶来 而且方才被他称作连腰的女子 似乎跟车弘一并非相熟之人 是接受了委托 还是另有其他目的 他正想着 耳畔传来一道声音 却是执法修士 要求配合调查 吕仲岂有理会的道理 很快雷光一闪 整个人就消失不见 眨眼功夫的光景 灵地争夺战开始 在既定时间 吕仲暗时抵达灵雀山参与 在现场还有一名天工院修士 乃是一坦凶碌碌的操脸大汉 想必是为了监督而设 至于他的对手车御医 此刻上还未抵达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 吕仲耐心等待 可以斩查功夫过去 车御医仍迟迟未出现 面对这种情况 连那负责监督的操脸大汉 脸上也露出了不耐烦之色 此人来回踱步 口中则不断咕弄着 什么延误了火候 差了时辰之类的话语 很快就又是一柱香功夫过去 按照灵地争夺战的规矩 若迟到超过三炷香时间 参与者仍未抵达 无论是何种原因导致 都将被当作弃权处理 另一方将因此无条件获胜 奇怪 在吕仲看来 这车御医迟迟未出现 都显得太过奇怪 以此女的实力 连她想要战胜 都需要废一番手脚 按理说不该被拖住手脚 纵使有 为了争夺灵雀山这一高阶灵地 也会设法按时赶到 哪里会似现在 处处都透露着古怪 吕仲可不会认为 对方这是念及自己先前出手 故意弃权 定是 发生了什么大事 她心中默默想着 继续静静等待 眨眼功夫 三炷香时间已至 按照争夺战规矩 这次灵雀山的归属 该是由陈道友所得 恭喜了 操练大汉 这时见时间已到 直接宣布胜利者 只是他的表情 是怎么看怎么的古怪 面前这位陈道友实力不显 大汉自然不会觉得 是他使了手段 将车御医给拖住 无法参与灵地争夺 而是觉得 这位太过走运 竟连一次出手也不用 就白捡了 灵雀山这块上好灵地 连大汉对此都羡慕不已 吕仲耸了耸肩 对此表示很无奈 顺利成为灵雀山主人 自然是一件好事 且不提不战而胜 是否会是幸运之事 这时候的吕仲 在办完相应手续后 已是成为了名正言顺的 灵雀山主人 并很快回到了这处灵地 此刻在他眼前 是一片云争雾绕的巨型山脉 有棋风 瀑布 引线其间 这就是灵雀山脉全景 不过此处大归大 东西横跨有数十万里 可灵气分布却并不均匀 近乎九成的地方都是低浓度地带 几乎全部集中灵雀山上 或许正是因此 灵雀山才能躋身六阶灵脉吧 远远观望 能看到极远处 有一如雀孤风 陡然跋生出云海 从灵脉中溢散的灵气 此刻形成了一旋涡云 笼罩到灵雀山顶 辉映着五彩斑斓的灵光 乍一看 好似一处仙家圣地 灵雀山 果然是一处好地方 吕仲满意点头 继而身上灵光亮起 朝灵雀山掠去 飞掠在两万余丈的高空中 在他洞悉一切的目光注视下 下方情况可以说是一览无余 偶尔还可见处于大阵笼罩之下 规模不一的方式 家族宗门驻地等等 除了各种荒无人烟之地 在这一方辽阔的大地上 还有大大小小的凡人王朝 星罗旗部 依托仙道修士的保护而存在 或处于征战中 或是一片歌舞升平 或是星朝奋进之时 可无论凡人还是修士 都未察觉到来自高空的目光 对头顶那一闪而逝的流星 多是以天外来物视之 唯有修为高至原音七者 才能隐约察觉一二 并从入定中惊醒 没有多久 他就抵达了凌雀山 作为一名修炼有成的仙道修士 吕仲身处于高浓度灵气环境 连心情都不禁愉悦起来 脸上也由此多了一分笑意 寻了一处青石盘坐 才将化身们一一放出 他们有不少任务要做 无论是迎建洞府 还是圈定洞府范围 都不是什么轻松事 况且 处于凌雀山范围内的 所有仙道势力 也要召集起来见上一见 按天公院所提要求 灵地主人要担负维持秩序的责任 例如压制 净化猪厄府时 青角境内的高阶携修 又或者商议各种灵物 份额分配 定期筛选 先秒等诸多繁杂事宜 很多都需要当地宗门的配合 再不计也要分配对应好处 提前商议好规程 允许各方自行处置 幸好有化身在 不然这下可要头痛了 吕仲暗想道 对这些任务 化身们并不排斥 毕竟一经外派 只要完成安排的事物 主体常会需以个人完整的一生 素来对各种事情 也都是持着从不干涉的态度 对化身而言 可谓再好不过 当着甩手掌柜 吕仲甚是轻松 于是他就这样在轻蚀上 调理好状态之后 就直接闭关修复起身体来 春去秋来 寒来蜀网 岁月匆匆地流逝 不过眨眼光景 就是十年时间过去 这一日 紫气冬来之时 莫然 有惊人灵气光柱冲销而起 继而 祥云绵延数千里 引动出一幅惊人无比的天象 轻石上 吕仲衣衫仙尘不染 仍在闭目打坐着 无数灵气汇聚于此 竟没入 那具灵气黑洞式的肉身当中 就在这时 他呼得睁开双目 头顶凌云因此而消失 吕仲大笑一声 目露欣喜之色 半赏 才勉强止住笑意 没想到这翠玲药生法 在我成功突破到第二层之后 对修复身体所受伤势 竟有如此巨大的效果 丝毫不亚于灵丹妙药 经此修复 肉身已是焕然一新 元神居于其中 再无丝毫不是感 元神的房子修好了 不知洞府现在迎见得如何 吕仲怀着期待 将目光朝头顶处望去 顿时有建筑映入眼帘 照他的心意 洞府规模并不大 龙共也不过百十来尖而已 不过麻雀虽小 但也是五脏俱全 为了能住得舒适 该有的设施 还是必须得有 无论是练单方 还是近视 乃至于练期间 都有完整的配套 不错不错 吕仲连连点头 一闪身 再出现 已是在近视中 好奇打量了一阵 他才开始做起正视来 只见霞光一卷 竟是煞时间被灵光所充斥 手中同时多出遗物 正是裂纹遍布 机要碎成一地的金视中 吕仲在获得它之后 曾为了解决敌手 先后敲响过数次 后果可谓相当之严重 本来只是 濒临崩溃的磁种 这是灵光溃散 不住的外溢出灵气 连静止也无法组织 已经引有维持不住的迹象 说不定再受刺激 就会灯时溃散 还原作灵气 吕仲望着磁宝 死锁了一阵 才连连往其中打入法掘 而后 天地元气被它引动操控 经由元神的转化 连带着神气混合在一起 共同被注入这件仙机之中 渐渐地 溃散的灵光聚敛 裂缝都因此小了不少 不过吕仲却知道 他这只是权宜之计 实际上 仙机并未得到修复 短则百年 长则千年的功夫 必然会无法维持身形 彻底崩溃散作灵气 希望天宫院中 有此物的修复之法吧 对此 吕仲不多作期盼 他心中早已经做好了 将金事中当作材料 未给残缺人道斩杀剑的准备 这样做 会失去一件仙机 绝对是莫大损失 不过 能让残剑得到修复 其实也不算太亏 接下来的时间 吕仲开始四处打听消息 短时间内 一无所知 这倒也是正常 越是到了高阶境界 所需的资源就越发紧缺 知情者会对其百般隐瞒 轻易不向外人吐露 除非能因此获得好处 对此 吕仲知道急不来 索性随缘 时光荏苒 眨眼间 又过去五十年 经过一个甲子的时间 在吕仲刻意经营之下 渐渐地荣铁玉的高阶修士 都对心灵雀山主人有所耳闻 知晓这是一位精善恋丹的修士 不少的修士都因此慕名而来 或为祈求丹药 或希望败入门墙 其中 不乏资质及家者 对这些人 吕仲倒也没有声音拒绝 都交由化身处理 对求丹者公平交易 处理诸位仙苗 则是婉聚同时 交由当地先到势力吸纳 一切行为的用意 都是为了营造一个好名声 不过 这些都是由化身执行 而他自己 则一直处于闭关中 在修复好身体之后 吕仲便开始炼化起天元来 以此促进元神的进一步蜕变 进而实现修为提升的目的 这一日 忽有客到访 得知来人是天宫苑修饰后 刚出关的吕仲知道 自己苦苦等待的机会 终于到来了 来者是一名中年人 身着一件玄色法衣 乃是炼须初期的修为 面向铅河 带着一股浓浓的火烈之气 好似才刚出火脉中出来一般 见到吕仲 此人呵呵一笑 主动开口道 在下张掩 目前是天宫苑长老 属要灵一派 久闻陈道友成了灵雀山新主人 奈何我一时抽不开身 今日才来拜访 还望道友海涵 道友客气了 来 请进 吕仲淡笑 并向来人拱手一礼 而后引路起来 二人边走边说 张也道出了来意 只见他神色一脸 严肃道 不知道有 可曾听说过天宫令 天宫令 不曾听说 吕仲摇头回道 他这是大实话 打听消息多年的确未听到过这次 听到吕仲这般回答 张也对此似乎不觉意外 他稍稍一迟疑 又不着痕迹 打量了吕仲一阵 试探道 那神魄之宝 此人的动作 尽都在吕仲的观察下 此刻见对方如此试探 令他察觉出了其中的不同寻常 是测试吗 或许我也该展示一下实力了 吕仲心中暗想着 开始组织语言 以更好的通过测试 关于神魄之宝 他倒是有不少了解 皆来源于太阴仙经 作为少数能对突破合体期 提供帮助的有效手段 神魄之宝在太阴仙经中 被大书特书 对此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解释 所谓神魄 并非取材于生灵 指的是天原的凝结物 据传珍稀难寻 非大气运者不可获得 当然这也是对一般修士而言 对传承极久的太阴宗 自然是有稳定渠道可以获得 哪怕因此需要付出巨大代价 可光凭稳定这一优势 也足以献煞旁人 注入神魄的本命灵宝 又可称神魄之宝 虽无质变 却有辅助功效 修士在融融合一之时 若能得此类宝物相助 难度将大大降低 莫非这天宫令是跟神魄之宝有关 吕仲脑海中灵光一闪 忽然联想到了什么 若真是如此 说不定能接触此愿的高层修士 对我修复今世中也能有些帮助 那还真是要认真一些了 想到这里 他将目光一向张眼 而后者也在等待着回答 吕仲淡淡一笑 才将何为神魄之宝 一一详细叙述 他有一点感肯定 关于这些相关信息 对方所知一定不完整 这时正是展现实力的好时候 果不然其然 张眼一听 忍不住面露金融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想不到陈道友并非无根扶贫 也是大有来历的 既是如此 那我就没有什么可好隐瞒的 眼下千年一度的天宫大笔 即将在百年后召开 我希望 届时道友能助我一臂之力 吕仲听后心中好奇 不过也不急着反问 二人这时已到了待客厅 兵主入座之后 很快又临茶缝来 小明了一口 他才问起其中原因 对此 张也是知无不言 天宫院大笔 乃是决定各长老席次的时候 席次越是靠前 则能掌控的资源越多 对我这种匠人而言 是能借此锻造出更好宝物 决定席次排位的因素很简单 就是依据大笔所给题目 锻造出的领保而定 成绩高低 全看领保榜排名 我张也出自炼器世家 平生已成为天宫匠人为目标 目前在天宫院 乃是位列中院十九席 这一次不求一跃入上院 但苦心故意如此之久 更为千年大笔 准备数千年之久 中院前十这次 却要争上一争 在下能提供什么帮助 吕仲听到这里 问张也道 总不能让他也参与到练器中去吧 虽说他能练出法宝 可并不代表着灵保也行 二者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道有道实 只管替我收集材料就是 实不相瞒 大笔将会在天宫野境中进行 那里曾是道蒙的一处宝物锻造之处 遗留有大量的珍稀材料 只不过由于道蒙崩溃已久 里面续养的灵兽 竟都因此失去了控制 想要获取炼器材料 需要花费不少手脚 而这也正是我来拜托道友的缘故 这份能叫车仙子不诈退的实力 我想要击退秘境中那些野化的妖兽 是再简单不过 只要收集到足够材料 我有自信可以争得中院前十 张也一脸自信说道 紧接着他又继续补充 届时只要我设法争取一下 一枚天宫令还是能轻松到手的 原来是空头许诺 吕仲心中了然 开始思索着要不要答应 目前之事是他主动争取来的 若不是得了灵雀山灵地 这张也估计也不会找上门来 如果跟他搭上关系 或许金氏中的修复 就能探听到什么消息 看来这次还真是有必要走一趟 他暗暗私存道 再者那座曾隶属于盗蒙的天宫野境 吕仲也有去探探的心思 此处秘境跟炼器有关 也可能藏着修复仙机的信息 而我凭着手中 持着的天道斩杀剑 说不定能得到什么意外收获 再三考虑之后 吕仲决定答应下来 一个月后 吕仲身着一袭黑衣 出现一处融活广场之上 在此处的不止他一人 在广场的其他位置 还有服饰各不相同 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修饰 都是至少练须七修为 靠近广场前端 披零一座融火大殿的地方 更隐隐有强大气息传来 吕仲察觉到 心中意灵 竟连合体七 也参与到了大笔中 很显然 这些合体七修饰 也都是为了助战而来 而能请动他们的练骑师 恐怕有也只有上院那些人 好在 吕仲不需要跟他们竞争 至于练须七的对手 则初中后七 乃至大圆满皆有 而其中 修为以天圆增长上来的 少之又少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他们应是为了 助战下院练气师而来 值得他在意的 就只有寥寥数人 分别是一位戴着斗笠帽 看不清容貌的女修 身着黑纱长裙 修为已是练须圆满 从此女略带浮躁的气息 可判断出 她的修为增长 用了取巧之法 可尽管如此 那光练须圆满的境界 就足以横扫一众敌手 其次 是一名紫袍白发 神情英质的青年 修为在练须中期层次 靠天元修炼上来 给人一种 极不好惹的感觉 也不知是刻意还是有意 她就这样 站在广场边缘阴影中 给人感觉 好似责人 而是的毒蛇 还有一位 是车御医 此女先前突然消失 直接弃圈灵地争夺战的原因 吕仲这时终于知晓 只见她的修为 赫然从原本的炼须中期 一下突破到了炼须后期 不过让她感到古怪的是 此女气息异常平稳 好似突破多时一般 这种情况 对于炼须修事而言 极不正常 想必是有什么古怪 最后一位是名枯兽老者 身着隔部灰袍 高且瘦 给人感觉好似枯萎树根一般 然身上却生机勃勃 犹如枯木逢春 想必是修了什么特殊功法 吕仲在心中判断道 跟前面三人相较 这位的实力 他看得最是清楚 枯兽老者徒友 炼须后期修为 可实力却是四人中最低的一位 根基虚浮 好似悬空大厦 外面看着华丽光鲜 实则一推就倒 随着时间的推移 广场上的人越举越多 多数是为看热闹而来 毕竟是千年一次的天宫大笔 纵使是原音期修事 想要亲眼目睹一次 也要靠运气 更何况是原音之下的低阶修事 很快 一股莫名波动传开 来源于广场一端的熔火宫殿 那里是天宫院的核心之地 未知天宫殿 只见一道火环凭空而现 继而 滔滔赤焰 从中奔涌而出 在足以容金消帖的热议面前 重链须修事 皆是不为所动 只是从原本站立的地方 漂浮到了空中而已 那些围观修事 则各个是面色大害 纵使是原音期修为 也不敢接触火环中喷出的火焰 纷纷顿身远离 此刻透过火环 能清楚看到彼端的模样 那真是一片熔火天地 壳里面 并非毫无生机 有一座座漂浮于 熔岩海之上的福岛 延绵成群 好似无尽头一般 福岛大者方圆上万 十数万里 乃至于百万里 小的也有千里大小 大多数仍被护照保护着 内部苍翠 葱玉一片 甚至能看到 有飞鸟翱翔期间 很难想象 盗蒙是如何建造出 这样一处地方 不过吕仲星想 自己只要进去一探 很快就能知晓答案 他正想着 张也在这时出现 他冲吕仲义拱手 笑道 多谢道友按时赴约 事不宜迟 我们立刻进入到那秘境中去吧 说着 张也将一金色令牌递出 解释起来 这是进入天宫也进的令牌 他有进出秘境各部分的权限 关于此物 陈道友还需仔细保管好 否则一旦遗落 虽不至于无法离开 可也从此寸步难行 只能等待此次大笔结束 才能被秘境强制传送离开 吕仲点点头 接纳令牌结构 一如既往的道门风格 金灿灿 有些谎言 正面写着天宫也近四个大字 用得上寻常仙道文字 背面则是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 周围环绕着一圈火焰纹路 整体看起来做工精美 将之收好 吕仲随张也一同升空 朝秘境中飞去 其他人也不例外 跟炼器师会合之后 也飞入了秘境入口 而后根据各自的需要 飞往了不同的方向 越往秘境深处去 则寻找到珍稀材料的可能性越高 为保险起见 这次我准备锻造火工刀 锻造他所需的材料 至少深入秘境三千万里 才有可能寻找得到 陈道友 依你之见如何 这时 张也扭头问起吕仲来 就个人而言 张也自然是希望越深入越好 如此就能获得更好的材料 锻造出更好的灵宝 可这并非一人就能做主 还需要得到护法修饰的同意 毕竟一旦遇上危险 真正能应付威胁的还得是随行的护法修饰 此刻的吕仲却意外的有些出神 听到张也的提议 他这才回过神 想了想才回到 若贵院提供的情报无误 只要不越过五千万里的界限 招惹那些堪比合体气的怪物 稍微冒险深入至三千万里 在下倒是不怎么在乎 前提是 你得按照我的要求 事实撤退 吕仲很清醒 可不会为了一枚天宫令 去招惹比自己强大的存在 大不了 自己以后辛苦一点 慢慢搜集材料 就是 当然当然 张也见吕仲答应 立刻笑了起来 随后 二人继续深入 一路上 已经能见到不少修饰 在两两配合之下 或是采掘福岛上的矿石 或是跟诸如火灵 火烯之类的厮杀着 与之配合的练气师 也早已经是忙得脚步粘地 恨不能将自己板成两半来用 因为他们 还要在短时间内 将练气的火池搭建好 关于这场大比 明面上自然是禁止互相残杀 大部分修士 都会选择遵守 可架不住 一小部分人为了利益 而选择不择手段 飞行过程中 吕仲就曾不止一次的 感应到那些来自于暗处 不怀好意的目光 三千万里 对练须修士来说算不得远 眨眼的功夫就到 这是一处辅导稀疏的地带 辅导少 则意味着资源量少 对练气来说是个大麻烦 可换个角度 也意味着麻烦少 还能降低遭遇合体期存在的风险 张也飞定住身形 目光左右一阵群循 最终 他选了一座酷似葫芦 仍处在护照保护之下的辅导 普普通通 同时意味着毫无危险 就选这座 吕仲用神石扫了一遍 并未发现有什么不对 于是就点了点头 冲张也道 既然道友已经选定了地方 要在此处开炉炼器 那我就不继续跟着了 寻找炼器材料 也是一件麻烦事 之后 我会每百年回来一趟 对了 若有危险 他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他话音未落 就从袖中 放出一名面无表情的青年 正是身外化身 没有什么比化身 更适合远距离联系了 张也本来对此还在发愁 此刻见吕仲拿出一具化身 顿时一块大石落地 心中更是对此番大笔取胜 又多了那么一丝信心 放心 道友尽管去搜寻材料就是 我在此 静后道友加一 嗯 吕仲应了一声 转身离开福岛 他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在边缘疑乱式平台上停下 手一翻 顿时多出一股紫色火焰 是紫金集火 此刻的他 正躁动不安 身为灵活主人 吕仲能敏锐察觉到 紫金集火此刻的情绪 有什么 在吸引着他 这种感觉 从他一进入天宫野境 就已经出现 更随着深入秘境 再一点点变得强烈 吕仲借助紫金集火定位 将目光望向秘境更深处 那里火光冲天 却隐隐可见楼台宫阙 料想在道门卫崩溃时 是此处秘境的核心之地 是在那里吗 不对 似乎只是刚好 在那个方向 并非进入秘境核心之地 很快 他就将视线收回 就眼下而言 吕仲不愿意多生事端 他准备先将手上之事解决 张爷所练的火弓刀 名字虽听着平平无奇 其实却是大有来历 据传是灵环界上古时期 一件强大仙宝的纺制品 最初的火弓刀 曾闯下过赫赫威名 其主人也因此获得莫大机缘 最后成功飞升仙剑 虽然吕仲很怀疑 张爷是否能练出磁宝 但决定还是将材料收集其 龙共需要 火灵精髓三枚 赤盐精铁一定 别看数量少 可想要得到并不容易 好比火灵精髓 就只有在六阶级以上的火灵体内 才有可能孕育出来 斩杀过程中 还需要小心再小心 否则火灵若是鱼死网破 那精髓也会被一并消耗 届时将竹篮打水一场空 赤盐金铁也类似 此物带着金铁之名 实际上是草木结实 诞生于赤盐火莲中 需取其精华部分莲石 精炼之后方能获得 一定少说需要净千枚 无论是哪一种材料 获得起来都是麻烦至极 好在 它们都在这附近 吕仲只需要耐心寻找 有不小的概率可以凑齐 事不宜迟 它立刻动身 说到找东西 吕仲其实也没什么好办法 只能将整个区域扫荡一遍 唯一的好消息是 它有挥舞空间 借助场景回溯 能避免探查时 神识探入熔岩之海时的消耗 再者 也能肆无忌惮地探查经过之处 而不必担心神识扫过后 惊扰到潜藏其中的妖兽 亦或者什么厉害存在 可无论如何 辛苦一番是免不了的 就这样 屡众一边飞 一边搜索着材料 准备就这样 以描地图的方式 搜集其所需的材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 只是小半年过去 他就找到了一片赤岩火帘 里面结实的帘篷尽管不多 也算是个小小惊喜 不过 想要获得连石 有点小麻烦要解决 望着熔岩池中 那缓缓升起的争鸣巨手 吕仲只是淡淡一笑 手一抬 便有雷剑破空掠出 而后一个转弯 就静止朝下方射出 眨眼功夫 雷光一闪而逝 原本潜藏在火海下的巨兽 这时乎地惨好起来 还未等他动弹一二 就全身冒出雷火 彻底失去了声息 解决了守护妖兽 吕仲正代 摘取连石 可这时 远处忽先后略来两道顿光 却是一名惊慌的白袍女子 即引起过他注意的枯兽老者 二人一追一逃 很快就飞掠至附近位置 察觉到这里方才激荡的气息 白袍女子宛若遇到了救星 急忙调转前进方向 一兜之下 朝连池方向急速飞来 而那枯兽老者紧随其后 依旧死追不舍 并不时弹出叨叨绿色光弹 叫本就鲜血淋漓变身的白袍女 更是伤上加伤 见麻烦自己上门 吕仲心中也是无奈 不过 处处充满争斗 或许才是修仙界的常态吧 待白袍女发现吕仲 脸上的欣喜之色更甚 张口就要几乎求救 殊不料 枯兽老者已是逼近他背后 喷的一声 血肉飞溅 一具蚕食坠落入火海 目中仍残留着不敢置信之色 解决了目标 枯兽老者这时转过身 面容阴冷地望向吕仲 看似一言不发 目中却有冷意接连赏过 他在想 要不要灭口此人 真没想到 在此处也能遇见其他道友 方才的事 我想你已经看到了 若阁下就此发誓保密 不想外人吐露此事 枯兽老者只觉在修为上 要比面前这名青年 要高上一个层次 有恃无恐起来 听到枯兽老者此言 吕仲面皮动了一下 听下手中的动作 你们之间的事 我不管 可想要我发誓 阁下未免 也管得太宽了一些 见吕仲如此表现 枯兽老者表情看似平静 实则心中已是勃然大怒 除了那些高过他一个大境界的存在 从未有修饰 敢这般对自己说话 他脸上有绿色赏过 却未着急着动手 能修炼制炼虚妻 自然都不是什么普通人 早就算得上市人节 就算再鲁莽的人 也早就学会了权衡利弊 枯兽老者目光一扫 望见吕仲手中之物 不仅有几分动心 在念及自己所占据的修为优势 很快 枯兽老者做出了决定 另一边 察觉到老者气息的变化 吕仲心中轻叹 自己只是想安静 完成大笔 可怎么总是突生波澜呢 话虽如此 他手上动作并不慢 甚至乎 初见还比老者快了一倍 雷光破空 仅刹那间功夫 就有近千丈雷芒射出 你还说不想多管闲事 这惊人雷芒 分明是积蓄力量已久 让枯兽老者是既惊又怒 对面这青年 不显山不漏水 叫人哪里能想得到 竟会是一名雷羞 可动手到这时 后悔为时已晚 硬着头皮 只能打下去 枯兽老者急忙祭出一束刹状 通体毕律的本命灵宝 接连泼洒出大片绿光 在拦截下狂舞雷光的同时 试图对吕仲造成伤害 刹那间 由于二人交手的激烈声势 连活海也被搅动起来 然越是与吕仲交手 老者就越是心惊 二人间的差距 跟他之前 料想得完全不同 多出一个小境界的修为 此刻好似不存在的一般 自己很快就处于下风 反观对手 却如闲停性步般 轻松自在 哼 此事我记下了 待突破合体切 定要找回来 哭兽老者在心中发下狠话 旋即连打出羽目般光弹 就想要身形一退 这时才想走 晚了 吕仲淡笑一声 面露讥讽之色 早在方才 他就已经防备着哭兽老者逃跑 已是暗中 祭出了清明镜平 此宝虽还是法宝 但禁锢空间的特性 显得尤为珍贵 只需稍微一打断 就能阻止敌人意图 随后 他加紧猛攻 既然动了手 那就得将祸根缠起 以免后患无穷 百戏不到 哭兽老者饶势体内生机勃勃 也仍是步了那白袍女的后尘 在雷火包裹中彻底没了声息 扑通一声 沦为一具枯胶身体 直直坠入下方的火海之中 而这时 吕仲已收好了莲石 降落到一处失去庇护 被烟熏的躯黑躯黑的福岛上 正在检视战利品 东西并不少 连白袍女那份妖也在其中 一件名为绿名杖的灵宝 这是枯受老者的本命之物 失去主人之后 已是变得暗淡无光 此外 还有一件破碎灵宝 是一盏法灵 原本该是白袍女所有 破破烂烂 可见方才二人打斗之激烈 只可惜 枯受老者一番激战 最后东西全都便宜了吕仲 两件灵宝 都是后天炼成 且已经失过主人 可价值依旧不容小觑 吕仲估摸着 能卖几十上品零食 紧接着 他随手设下一道静止 形成一个圆形护照 将这处 福岛包裹起来 这样做的目的 自然是为了方便清点 确认无物 才将二人储物器具 倾倒一空 东西堆积成山 其中一人好似有囤鸡匹 不但带着朱如丹药 零食 零矿等物 居然还往储物界中 塞进去各种建筑物 例如整座的青石大殿 雕花精美的空中玄狼 等等等等 费了好一番功夫 屡重才将之清点完毕 总的说来 这次小有收获 不过 他望向自己手中之物 那是一道金色的玉检 里面记载的一则信息 透露了枯兽老者 追杀白袍女的目的 真没想到 这天宫野镜 居然还跟街影中有关 据吕众所知 街影中该是放置在地底深处 难不长 这天宫野镜的位置 也是在地底 这倒不是没有可能 此地看似辽阔 实则环境向极了地底深处 秘境深处那片建筑群 一看就知相当不凡 或许正如玉检所述 能通往街影中所在处 也不一定 屡重将目光投向秘境深处 心中做出了不少猜测 时间又过数远 屡重隐藏起身形 正在远眺前方 面上毫无表情 但是目光时而闪动 不放过远处发生之事的一丝细节 在百里外 一场大战正在进行 一方身高千丈 乃是一浑身 由火焰构成的巨人 火焰巨人就是火灵 他们是从灵火中诞生之物 天生的御火者 而火焰巨人的对手 同样是来历不凡 却是一酷似青牛 却生有珊瑚撞到脚 遍体灵甲 浑身上下如火玉般颜色 能在火灵的炽热火焰攻击下 安然无恙的妖兽 这妖兽 屡重任的 火骑牛 引起紫金急火躁动的 就是此物 眨眼间 火灵跟火骑牛 越打越激烈 在火灵的控制之下 无数火焰从沸腾的火海中升起 随后更凝成了一条条形 如巨蟒的火焰触手 自四面八方 向着那火骑牛 发起鞭吃 与此同时 火骑牛也不甘示弱 只听他隐藏叫一声 周围火焰骤然间崩溃 两只擅长浴火的妖兽撞在一起 火焰可以说是对双方都是无效 根据屡重现在的观察 跟火灵相较 明显是火骑牛的灵质更高 此刻 他再次咆哮一声 浑身顷刻间笼罩于火焰中 继而在火海上奔跑着加速 化作一道赤红火影 发起了冲刺 几乎是瞬间就猛地撞到了火灵身上 火骑牛的体型并不会比火灵逊色多少 一声巨响 两只庞然大物撞在一起 灯时就是一阵地动山摇 并掀起了滚滚火浪 朝着四面八方扩散 屡重差点隐藏不住身形 险些就要暴露出来 定睛朝那边望去 结果已经出来 只见火灵经火骑牛这么一撞 腰间位置出现大片裂纹 好似熔岩一半的血液 此刻如瀑布一般喷涌 一下 两下 火骑牛不断拉开距离 然后发起冲锋 可火灵每一次 都只会以相同的套路反击 在此情况下 他受到的损伤越来越重 身上已不断喷溅出火焰 就算此刻他疯狂吸收火海中的火灵器 也依旧于事无补 眼见他就要崩溃 看到这幕 屡重目中光芒闪烁起来 若任由火骑牛继续攻击 以火灵那简单无比的脑子 最后大概会选择自爆 好借此将对手一起拉下去 所以现在是出手的时候了 趁目标不备 他骤然间爆起 面对着千丈距离 屡重面色不改 末地探手向前 雷光一闪 一把雷电缠绕的金色长剑 瞬间出现在他的掌心位置 赫然是引雷针 随着法力的不断注入 引雷针笼罩在雷芒之中 灰剑一展 下一刻 一道百丈雷芒展出 这一次的雷芒更加明实 也更加致命 轰隆隆 雷鸣声充斥着这方地块 但比雷声更快的是雷芒 以近乎电光石火的速度 在火灵未来得及反应之前 就狠狠地击中了他的伤口 火焰身躯寸寸碎裂 眨眼间巨不拢身形 化作一火焰漩涡 一颗闪耀火珠 在漩涡中心出现 火灵精髓 吕仲目中露出喜色 没想到如此简单 就见到了自己的目标之物 这时的火骑牛 一见到火灵精髓出现 硕大的双眸中流露出贪婪 近不顾尚未消散的雷电 要静止冲入火灵溃散身躯中 将充满香甜气息的此物夺走 哼 找死 吕仲冷哼一声 就要行雷顿之术 阻止这牛 可这时 他目中有金色一闪 却是忽然察觉到 那崩溃的火灵身躯 竟是久久不散 有诈 陡然间醒悟 吕仲停止了动作 而另一边 火骑牛一把冲入火焰漩涡中时 一便骤然出现 只见得火焰漩涡 飞速反向旋转 而后竟重新聚合 并将冲入其中的火骑牛 死死地禁锢在里面 任其如何左冲右突 竭尽全力的反抗 亦都无济于事 好奸诈的火灵 吕仲惊道 若不是方才 他习惯性谨慎地 多留一眼 只怕现在的结局 得是跟火骑牛一样 猫猫猫 咆哮声 渐渐化成了惨叫声 被包裹在火灵体内 火骑牛的力量 在飞速流逝 原本红德发亮的鳞片 此刻正在缓慢褪色 而与此同时 火灵的体型 在飞速膨胀 不能让他彻底吸收火骑牛 吕仲无论是 为了得到火灵精髓 亦或者弄清楚 子经急火骚动的原因 面前这只火骑牛 都必须得活下来 果断出手阻止 仰手就是再斩一箭 这一次 不但注入的法力更多 连神器 他也下了不少本钱 哼 雷芒先薄如指 所过处空间都模糊起来 在斩出之后 很快就延伸成千丈 吼吼吼 受到威胁 火灵不得不暂停吸收 愤怒的他 末地张开火焰大口 朝着吕仲 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 伴随着火焰卷涌 无数火球从火海中飞出 铺天盖地迎向雷芒 紫光一闪 进阶使无数光点爆开 而后才是一阵惊天巨响 接着如雨幕般的连续爆响声 带雷火散去 结果显现出来 火灵发出的反击 并未能完全抵消雷芒的威能 他那分裂后聚合的身体 受到这样一击 顿时布满了裂痕 而其中被困的火骑牛 好似溺水之人 抓到救命稻草 开始疯狂地挣扎起来 希望借此脱困 你要脱困 那我就助你一臂之力 雷法 紫消雷众 吕仲少见地大喊一声 使出了平时压箱底的招式 紫色雷电凭空乍现 聚会成十数丈方圆的雷柱 笔直的轰击落下 耀目的雷光 再次照亮了这处区域 另一片深红暗红中 多了抹纯净紫意 刚刚吃了大亏的火灵 这下连反击都来不及 又遭到了重创 这一击 吕仲倾尽了全力 法力调动时程时 神器更是不要钱的狂冠 陡然轰落的紫色雷柱 将火灵彻底覆盖 好似他设计的火轻牛一样 这下火灵彻底输了 任由他如何顽抗 也绝无法抵御雷柱 终于伴随着一声摸的长笑 在内外加工之下 火灵的身体无法维持 一阵收缩膨胀之后 伴随着刺目的耀光 彻底炸成了火焰碎片 火灵精髓在线 跟之前相较 此刻他表面的光芒更甚 也更加耀眼 也不知能抵几枚 吕仲确认狡猾的火灵 真的已经被他解决 这才将火灵精髓收下 然后将目光投向火灵牛 才发现 后者才被困片兮 就已经遭受重创 估计如果没他帮助打断 此牛的下场极其凄惨 一个雷顿 吕仲出现在火灵牛身前 冷冷地看着他 受了我的恩情 不感谢感谢 做些什么表示 就直接想逃吗 一听这话 火灵牛止住脚步 扭过头 那张暗淡无光的牛脸上 露出讨好般笑容 猫 猫猫 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吕仲反手将自己那块 盗蒙令牌寄出 少在那里装 都已经是六阶的实力 就算没有画形 也该会说人话了 如果今天不想 变成材料 以及我的下饭菜 就老老实实地回答 可认识这块令牌 认 认识 虽 虽然没见过 但 但应该是道台令 火灵牛一听 顿时急忙回答 他丝毫不怀疑 吕仲是否真的会那样做 道台令 能辨识处此物 看来 你的确曾是道蒙的灵兽 难怪身上的灵甲纹路 如此的古怪 那好 继续问你一个问题 吕仲将令牌收回后说道 请 请说 火灵牛见吕仲看起来不会杀他 这时也大胆了起来 他一边吸纳火灵器 修复自己所受伤势 一边等待吕仲的问题 几乎是肉眼可见的速度 牛身暗淡的灵甲 就重新变得火红如玉 将这木收于眼底 吕仲魂不在意 为何你能引起此物的骚动 他将紫荆集火寄出 询问火灵牛道 火灵牛想了想 又偷偷瞧了一眼吕仲 暗中继续小动作之后 才开始回答 如 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 我 我想 应该是磁火 瘦 瘦到了 我体内火灵珠碎片的吸引 故 故而才会出现骚动 火灵珠碎片 拿出来看看 还有 你说话能不能不接吧 吕仲算是发现了 这火灵牛说起话来 必定会重复第一个字 从没有例外 也不知道如何生出来的毛病 做 做不到啊 火灵牛一脸冤枉 那火灵珠碎片呢 一 一样是做不到 他 他已经跟我共生 早 早就无法取出来 火灵牛闪烁其词 拒绝将灵珠碎片交出 看来 你还没弄清楚情况 吕仲意味深长地说道 另一边 火灵牛深深低下头 却默然喊道 弄 弄不清楚情况的 我 我看是你才对 去 区区到台 也 也敢威胁我 给 给牛死 火灵牛自觉积蓄 够了力量 也已经恢复好了伤势 这时骤然爆起 冲刺起来 狠狠地向吕仲要害顶去 失去了控制 果然已经成了妖兽 见此 吕仲不再留守 手一翻 就是将避水扇寄出 陡然喷涌的避水 好似溃坝一般 化为洪流 朝火灵牛奔涌而去 几乎是瞬间 就将它提表火焰扑灭 水雾蒸腾之中 也在掠夺它刚恢复的力量 这一下 火灵牛疯狂了 继续狂甩牛蹄 妄图将它顶开 然而 一道紫色雷电闪过 将火灵牛击飞了出去 空气中 多了股烧焦肉味 我问你 天宫也进得废墟深处 可与接影中存在着关联 吕仲这时收剑 并不准备立刻结果了此牛 而是继续问了起来 谁 谁要告诉你啊 牛脾气一上来 火灵牛再管不了其他 一心只想要吕仲的命 见状 吕仲知道再问不出其他 只好再一箭斩出 这次他没有留守 雷光蹦裂 伴随着一声惨叫 火灵牛被一分为二 彻底死得不能再死 从他的尸体中 吕仲找到了一枚火红晶体 晶体看起来是某物的一部分 火灵珠碎片 吕仲搜遍记忆 也未检阅到相关字眼 不过 此物是一件宝贝 这点倒是可以完全确定 否则那火灵牛 也不至于为了他 而选择拼死一搏 可惜的是 他最后失败了 回到张爷所在处 一段时间过去 这里已经大变了样 经过张爷的布设 一座炼器火池 已经出具雏形 正有以晶莹如玉的刀胚 在那里起伏不定 时刻接受着火池的淬炼 刀胚是提前准备的 毕竟灵宝的炼制 可以说是相当困难 若不提前准备好胚子 一切都需要在现场炼制 恐怕每一次的天工大笔 都将动辄耗时数百年 乃至千余年之久 再者 关于提前准备灵宝胚子 其实也是有所来历 此举正是效仿当年 盗蒙再次断掩灵宝胚子 将之炼成灵宝的举动 盗蒙虽不在 可怀念者依旧不少 盗友如此快回来 可是大有收获 张爷见到吕仲回来 不由多打量了几眼 发现他完好无损后 更是露出了欣喜表情 的确是不少 你看看这火灵精髓 能否用到炼器中去 吕仲将东西取出 交给了张爷 咦 等一下 让我仔细看看 张爷看着手中的火灵精髓 目中露出精益之色 仔细打量起来 半晌 他才哈哈笑道 盗友这一次 真的是运气极佳 没问题 这枚火灵精髓 不但能用 而且效果还还不错 能抵寻常的两枚 这东西 盗友是如何得到 他太罕见了 若使用他炼器 说不定还会有其他 意想不到的效果 能用就好 吕仲没多看火灵精髓一眼 此番大笔 无论助手找到了什么 最后的成果归炼其失 可这 并不代表他会吃亏 若论天宫令的价值 要远超这枚特殊的火灵精髓 两者无法相提并论 是有天宫大笔在 吕仲才能以相对较低的代价 获取得到神魄灵宝的机会 随后他又将赤岩火莲的莲石留下 交由张也自行炼化 待做完这些 吕仲也不急着出去 而是准备调息恢复一阵 顺带地也研究一下那火灵珠碎片 回到化身开辟的洞府中 吕仲抬手将一阴静置激发 确认秘密不会外泄之后 将碎片并紫金集火取出 一接近火灵珠碎片 紫金集火就好似发疯了一般 疯狂地想要靠近并表现出贪婪特质 想要将之吞没据为己有 让紫金集火吞了 会是什么效果 以及灵火是否会将它融合 再也无法分化出来 吕仲心中有不少疑问 准备趁着这段时间 一一借助挥晤空间之力 寻找到想要答案 他心中有一种预感有预感 火灵珠碎片绝对不简单 事不宜迟 吕仲立刻开始 首先尝试让紫金集火 吸收火灵珠碎片 看能否引发什么变化 心中如此思量着 他在挥晤空间中将二者融合到一起 只是刚一接触 紫金集火就陡然间旺盛起来 好似火上浇油一般 吕仲心中微亚 没想到反应如此剧烈 紧眨眼功夫 火灵珠碎片就彻底消失不见 而紫金集火也发生了极大变化 外观上从原本的紫金色 成了白金之色 隐隐中可见淡淡紫意 一股股灼热高温 正不断从火焰中释放而出 若不是吕仲反应快收起了部分微能 险些就要烧穿所有静置 相比较之下 外面的火海都成了温度极低的冰原 在这之前紫金集火在炼虚气实力的吕仲眼中等同于一股微弱的小火苗 可在吸收了火灵珠碎片之后 以叫他不得不重视起来 前后变化 犹如天差地别 火灵珠常有 在各种典籍中 多有记载 可思这般的火灵珠 我还是第一次见 仅仅只是让灵火吸收 就能提供如此之大的增幅 简直不可思议 过了一会 吕仲这才将激动心情按捺住 他继续借助场景回溯 探究找火灵珠碎片的秘密 通过仔细观察 吕仲又有了新的发现 那就是 火灵珠碎片并非是如他所想那般 被紫金集火完全吸收 仅仅只是寄托在灵火中而已 将灵火牵引至半空 指头变化 打出一道道法觉 进阶落入灵火当中 滚滚热浪倾线 灵火开始变得不稳定 而这正是他想要的 见目的达到 吕仲不假思索地祭出引雷针 敏锐目光一扫 迅速找到二者薄弱的结合位置 一道紫色雷光一闪而逝 一声霹雳炸响声 灵火轻易地被破坏融合 失去了火灵珠碎片的加持 紫金集火回到了原先模样 似是融合的代价 吕仲发现 他的威能及灵性 较融合之前有了大幅锐减 反观火灵珠碎片 则是没有丝毫变化 望着在原神世界中 犹如一轮炎日的此碎片 吕仲陷入沉思 随后 他又做了不少尝试 例如尝试着 让火灵珠碎片 跟火鼠之外的物品融合 结果在吕仲预料之中 毫无反应 他好似只对火形 或精纯火灵器造物有效 而且 无论与什么东西融合 都只是起增幅之效 并不会被彻底融合 或者说 融合之物上达不到 将火灵珠碎片吸收的条件 实验到这里 吕仲对这神秘碎片 有了初步了解 心中一动 他想到了遗物 既然火灵珠碎片 只对火形之物生效 不知道火龙灵奇 在得到碎片的增幅之后 究竟会有什么变化 吕仲将火龙灵奇祭出 望着这感火红如玉 自行幻化成小火焦的灵奇 心中不禁充满了期待 为谨慎起见 他并未尝试直接融合 依旧借助推演未来 进行心中这一尝试 于挥舞空间中 吕仲一手抓着火龙灵奇 另一手抓着火灵珠碎片 忽然将二者往空中一抛 当时就有晴空霹雳般炸响声 目光尚移 凝神望去 发现二者碰撞之后 竟未第一时间融合 而是发出连一般波动 交织出一道道 不可思议的玄妙花纹 望着令人感到头晕目眩之急 却又叫人感觉 其中有大道隐藏 转眼间 玄妙花纹将碎片跟灵奇包裹 并生成一火焰光团 而后一声咆哮 光团中竟冲出一条火焦 望之 栩栩如生 不可思议的是 火焦的实力非同一般 若不是亲眼所见 吕仲也不敢相信面前此物 竟是由火龙灵奇 跟灵珠碎片融合而成 他在心中稍作比较 发现无取胜把握 盖音精碎片强化后的火焦 防御被拔升到了极恐怖的程度 吕仲有一种感觉 就算自己使出浑身解数 说不定也无法破防这火焦 这火灵珠到底是什么来临 吕仲这下真的吃惊起来 无论怎么看 他的能力也伪是夸张了一些 若我能得到其他五星灵珠 岂不是 他不敢想下去 毕竟连灵珠碎片 都有如此惊人的效果 要真凑齐了五星灵珠 还了得 当真是在灵環界横着走 也没存在敢说个不字 看来 有必要回溯一下 那火骑牛 是如何得到此碎片铝中的目中 罕见闪过一抹渴望之色 若他能得到更多火灵珠碎片 实力将因此更加强大 略微平复心神 他闭上双目 入定休息起来 一番挥晤空间操作 可是消耗了不少神识力量 身处于天宫也进这种危险地方 保持实力 随时都处于巅峰状态 是一件极有必要之事 小半年后 吕仲才缓缓睁眼 将周围静置一收 起身离开闭关之地 方才一起身 耳畔就传来话语声 朝百里外张也出望去 发现那里除了他 极快要完工的火池外 还多了一名熟悉的身影 即一位天宫院修士 尚未完全靠近 就听到有人正在逼迫张也 态度嚣张无比 张也 劝你珍惜好这个机会 否则哼哼 听到这话 吕仲真不知道此人 是何如修炼之恋虚初期 如此嚣张的反派话语 连他这位近乎于同阶无敌的人 也不敢将 对方却能说得如此流畅 当即 既出引雷针 他就想斩了此人 反派 就该有反派的下场 殊不料 张也见吕仲快步走来 面色一变 立刻传音道 沉道有且慢 这件事 无法直接用武力解决 这位牛席乃是在下师弟 我二人同出一师门 矛盾虽然不小 却还未发展到刀兵相间的程度 请让我跟牛师弟交涉一二 如你所愿 吕仲把剑一收 袖手旁观起来 另一边 面色唯米的牛席 方才还怕吕仲一言不发 上来就砍了自己 他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 可以说是废物中的废物 否则也不至于苦苦哀求 让师尊兼老爹 请来个战力绝顶的灵雪仙子 怕的就是这一点 牛席见自己的废物师兄 还真劝住了吕仲 不由心中轻蔑一笑 他正想开口 这时耳畔却传来灵雪仙子 冰冷的话语声 牛公子 我劝你最好收敛一点 对面那人实力不弱 至少我没把握在短时间内 将他占而胜之 在此情况下 如果我二人真交其手来 定然是顾此失彼的结果 他对牛喜的为人 心中自然是鄙夷至极 奈何在之前 曾受过对方师尊的恩惠 此刻也只能主动提醒 否则一个不慎 真叫这没脑子的蠢货 挑衅成功 那他灵雪 也只能硬着头皮迎战 无论最后是胜是负 牛喜估计都是小命不保 而这 将让他的任务失败 对一向众诺的灵雪来说 这是不愿意看见之事 想要做修仙界 有一番作为 要么是能经营出一个好名声 要么是有一个 无法忽视的闪光点 总要有一点 能令人刮目相看 否则 天底下那么多机缘 在非亲非故的情况下 外人为何要选择 你不渴 而众诺守信 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 一听这话 牛喜倒也不真是傻子 乖乖止住 要脱口而出的话语 肚子里憋了一番话 场中有二人 是他无法得罪的存在 只得选择张也为发泄对象 张也 你考虑的如何 只要答应我的条件 那你一直以来期盼的事 立马就能实现 你辛苦练迹这么多年 甚至做梦都想挤入中院前十 不就是为了迎娶小师妹吗 一旦我爹亲自发话 小师妹他绝对是言听计从 到了那时 你就能心想事成 我 张也面露挣扎 牛喜的提议无比刁钻 一下抓住了他的痛处 的确 他一生惊严练起 就只为一个目的 将小师妹迎娶到手 非是爱慕 而是一个执念 如不解决这一心病 张也自知从今往后 无论自己如何修炼 筹集多少的资源 亦都无法突破到合体期 机会摆在面前 让他心动无比 可这 无疑会惹恼沉下 这位实力强大的修士 下意识地 张也目光威胁 心虚至极地偷瞥了吕仲一眼 却见后者双手环抱 闭目养神 一副势不关己的模样 仿佛对此思毫不在意 可他心底清楚 这只是表象 之前请动此人时 对方答应得多么痛快 就代表着 他取得天公令的决心 有多么坚决 似这般存在 如果知晓自己的想法 只怕是要彻底得罪 彻底得罪 张也心面一动 浮现出一个大胆想法 不过 这得林雪仙子配合 于是乎 他向后者投去问询目光 未等林雪仙子回答 一道声音已在他耳畔响起 则则 看来张道友心意已决 是铁了心 要迎娶小师妹 吕仲不知何时睁眼 似笑非笑地望着张也 并一步步朝他走去 张也猜得不错 既然决定参与天公大笔 那天公令他 就一定要到手 岂能白白浪费一番力气 你 你别过来 张也几乎下意识地 向后退了几步 待他反应过来 不由心声恼怒 但还是定住心神 想要尝试沟通 陈道友 你不必如此紧张 之前允诺的天公令 就算在下真的选择 迎娶师妹为道吕 并非没有办法给你 只要你肯宽限一段时间 必定将他交到你手中 文言 吕重淡淡一笑 一段时间 陈某的时间 就如此不值钱 可陈道友你要想想 以我如今的状态 早已经是信心动摇 就算真练出了灵宝 也绝不是什么上家之物 定然会在大笔中落败 大笔结束之后 我能保住现有席位 都已经最理想的结果 更可能的是 席次跌落 沦为中院垫底 到了那时 天公令自然也是无望 倒不如 照我先前的提议 道友再多等一段时间 只需一千两千年 我定然持着天公令 亲自登临道友 动辅赔罪 张也由不放弃 仍辩解道 他口中虽如此说着 心中却是生出了 解决执念后 就立刻全身心 投入修炼的想法 以气能修炼至更高层次 乃至于突破合体期 你在威胁我 吕重淡笑道 不敢 但就现在情况 明显是我这边实力占优 陈道友不妨多考虑一二 张也这时身形移动 略移试探 发现牛喜二人 不拒绝自己的靠近 在获得足以对抗 吕重的力量之后 胆子顿时就大了起来 以三对一 优势在我 没错 牛喜这时突然开口 主动站台道 这个蠢货 一听他这话 林雪心中大骂起来 但同时也是向前一步 以表立场 眼下情景 双方已近乎扯破脸皮 除非对面的陈下 就此服软 否则一战大战无法避免 依照他心中 对吕重实力的猜测 无论最后结果如何 牛喜跟张也二人 定然都无法全身而退 推几级人 林雪都会发起刻意抱负 好出心中的那一口气 恋须修士心境修为不差 但这也意味他们更加随性而为 最好的情况 二人也是重伤结果 眼见事态一发不可收拾 林雪除了心急 也别无他法 总不能 现在就捆住牛喜跟张也 向陈下赴金请罪吧 且不说这样做 是否太过于怯懦 未来叫人看不起 事后 苦心经营的人设崩坏 那是绝对的 正当他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吕仲这时却是微微一笑 望着对面的三人 他心中非但无半点畏惧 反倒有些跃跃欲试 眼前三人 是极不错的试验对象 正好可以用来测试一下 火龙灵奇 加持了灵珠碎片 究竟会有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在吕仲正想着 该如何动手之际 这时 一便陡伤 不知何种原因 天宫也竟突然一阵摇晃 那无边无际的熔火之海 都因此剧烈阵战 紧接着一道道 高达千丈的火浪 由此而生 犹如海啸般 朝着四面八方蔓延 一些年久失修的福岛 无法抵挡住这些火浪 一座座的溃灭 煞时间 福岛坠落如雨 发生了什么 吕仲将动手念头搁置 惊讶地看着这幕 仿佛是为了回应他的疑问 在四人万分惊诧 充满不解的目光中 位于远处的秘境中央 其上方高不见顶的天空 陡然裂开一道缝隙 渐渐地 它延展成一条眼缝 继而陡然睁开 令人站立的气息 随之降临 眼目真甚 牛喜失声惊叫 一脸恐惧 其他人 包括吕仲在内 脸色都好看不到哪里去 无法通过言语描述 唯有亲眼目睹 才能知晓 此诸恶真身降临的恐怖 眼目真身 庞大如山月一般 在那颗巨大的眼球上 遍布着数不清的眼睛 大小不一 小者细如芝麻 大者十丈 百丈 千丈不等 胡乱地分布在眼球表面 很明显 它们来历不一 然无一例外 巨都散发着不祥气息 每当眼目的视线变换 这些眼睛都会随之而动 它们好似有 洞彻人心的力量 一旦被其直视 似乎所有事物都被看穿 无所遁形 即使是隐藏在最深处的秘密 这不是错觉 吕仲这时面露金色 她察觉到原神神器 正在以极不可思议的速度 飞速消融着 为了抵御来自严母的力量 这说明 严母的确在尝试读取她的记忆 更远处的地方 呼啸而至的热浪中 带来了修饰的阵阵惨叫声 以及一声声令人不寒而栗 肉身如气球般爆开的响声 谁能告诉我 为何天公大笔 会吸引来诸恶真身降临 牛喜此刻 一脸惊慌失措 眼神中充满了恐慌 吕仲十分赞同这句话 的确 眼母此刻真身降临 尾时有点荒谬 若她真的忌惮这大笔 在盗蒙覆灭之后 大可以直接出手 而非是凑巧在这时 除非 她心中很快多了一个猜想 外道 修得再次渐远 忽然 秘境深处 有威严之音乍响 一点火星乍现 伴随着气息的快速复苏 火星化作成了火光 继而璀璨如炎日 有若一轮炎炎大日 缓缓从下方火海升起 就这样 一道美轮美奂 庄严而又令人敬畏身影 出现在众人眼前 火欺凌 吕众心中惊诧 而且 非同一般 面前出现的这道身影 有着雄伟壮观的身形 较之典籍中所描述的 麒麟真灵 还足足要大上数倍之多 它的毛皮 并非由火焰构成 是呈现出熊熊燃烧的 火焰般红色跟金黄色 甚是威严壮观 而它那双射人心魄的毛子 呈现出燃烧的形态 仿佛能直接将敌人的神魂焚烧殆尽 谁也想不到 天宫也尽中尽前 藏着这样一尊真灵 外面无计可寻 活生生的真灵 吕众见了吃惊不已 同时心中更加确定一点 此处绝对跟接影中有关 说不定真的就是一个入口 能直接抵达神秘之处 忠想则真仙将士 则诸厄尽灭 无怪乎诸厄对此如此之忌惮 换作是他 也会不惜一切代价 断绝这一可能 由此便有了诸厄真身降临 将所有信息联系起来 组合成一个惊人事实 吕众这时才陡然惊觉 自己又不知不觉中 卷入到一桩巨大麻烦中 赤烈火焰 伴随着这尊麒麟的出现 翻卷而出 几乎是瞬间 双方大战到一起 炎母释放出毁灭光束 毁灭沿途触及一切 连被火麒麟操控的火焰 也不例外 同时 纵使身上一遍遍燃起烈焰 承受着来着火麒麟真灵的注视 他也能依靠将自己的身体分裂 化作无数的碎片躲过 每一片碎片都好似他的本体 拥有着近乎本尊的力量 双方的打斗 旁人难以理解分毫 火焰为何凭空而生 却不见灵气或天地灵气 有丝毫波动 毁灭射线所过之处 明明不见有丝毫破坏 却好似自内部崩解一般 彻底化为飞灰 或许 这就是法则的力量 一时间 眼母也奈何不得火麒麟 作为真灵 火麒麟似乎有强大的恢复能力 一如屡众之前所见的火麒牛 只要吸收火海中炽热的火焰 就可以将伤口迅速疗愈 这良身打造的特殊环境 让他占尽了地理优势 眼见双方愈演愈烈 打得不可开交 大有朝这边来的迹象 摆脱了眼母影响的屡众 懒得理会其他三人死活 连举手之劳的惊醒也无 就立刻化作一道雷光远盾 唯恐一不小心 就成了被殃及的驰鱼 这般做的 并不止他一人 此刻 只要是挣脱眼母影响 恢复身体控制的修饰 剧都是同样动作 无一例外 都明智地朝着远离战场方向飞盾 不只是修饰 就连隐藏在天宫也进各处 之前从未现身过的强大火灵 及实力恐怖的妖兽 乃至各种不知名的存在 此刻也都纷纷现身出来 仓皇逃窜 屡众身处其中 能感受到各方心中的恐慌 极远处 还能感应到合体七七夕 在飞速远离 若不是天宫也进的进出 并不受参与修饰的自由控制 只怕现在所有人无论练须 合体都会选择放弃 远远离开这处风暴中心 只是 严母入侵至此 外面是否还能幸免 屡众想到这点 心情不免变得沉重 将杂念抛出 他将顿速拉到极致 两侧景色飞速后退 一道道身影被他超越 继而距离拉大 直至远远拉在后面 本以为 能就此避开麻烦 可就在这时 一道雪亮见光骤现 不偏不倚 正好卡在 吕仲飞行路线正前方 感受着那惊人的剑意 风锐之意直射的 吕仲双目刺痛 更让他知道 如果自己撞上 免不了身受重创的结果 几乎是同时 一道身影悄然浮现 是你 吕仲一眼认出来人 正是曾在融合广场 有过一面之缘 给人好似毒蛇般感觉的 英智青年 这时 此人已撤去伪装 外道气息 毫无隐藏 无需废话 抬手开打 五色灵光大放间 龙银之声大作 七条颜色各异的小胶 自吕仲袖口中飞出 继而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层五色护罩 不止于此 吕仲手一翻 将那火灵珠碎片取出 一按 将之融入火龙灵旗中 煞时间 火光汹涌 刚好这时有连绵剑光席致 也不知对面英智青年 遵从的是哪一诸恶 其剑道修为 竟丝毫不亚于剑修 一出手 威势端的是惊人 毫不怀疑 练须修是无防备被击中 定是身影下场 令人意外的一幕出现了 带剑光冲散火光 不知何时 从五彩变成火红的护罩 竟然纹丝不动 就好似方才那波剑光 只不过是涓涓细流 而护罩则是 巍峨不可撼动的大山 英智青年见到这一幕 心中怎一个吃惊了得 要知道 方才他所使剑光 已是穷尽毕生所学 真真正正的压箱手段 为的 就是瞬间击溃对手 却没想到 竟被这一护罩挡下 吕仲心中惊喜 同时也十分意外 在之前的试验结果在 他虽然知道 加持灵珠碎片的火龙灵奇 其防御强度会得到极大提升 却没想到会如此离谱 直面同接一击 纹丝不动 与此同时 就这单个的片膝功夫 一道道身影 如电射般从二人附近掠过 方才的一幕 他们皆是亲眼目睹 自然也为吕仲换出的护罩吃惊 是以忌惮之下 一个个都是刻意拉开了距离 车御医也在其中 心情无比复杂 他以为 自己成就炼虚后期 放弃参与灵地竞争 是一种施舍 却没有想到 陈下竟有如此实力 就那个神秘的火红护罩 车御医自存无攻破可能 另一边 吕仲见乌龟壳如此可靠 再也不理会英智青年 当前最紧要的 是离开真灵与诸恶的交手范围 否则到时候 连怎么死都不知道 正想着 远处以火麒麟为中心 一道连天接地的火目 在扩散 速度异常惊人 触目惊心的火光之下 潜藏着恐怖威能 无论是火灵还是妖兽 又或者是修士 只要被那火目波及 都会在瞬间化为飞灰 无疑幸免 吕仲就曾亲眼目睹 一只散发着强大气息 拥有余着近乎合体 七十粒的火灵 却不知因何缘故 落在后面 不多时 他被那火目吞噬 顿时烟消云散 心中一颤 他原本的极限的顿速 又快了数分 宛若一场死亡赛跑 这一刻 吕仲无比庆幸 自己远离秘境中心 时间好似被稀释过 每一稀的长度 都恰似千百年般折磨 不断有生灵 被那急速扩散的火目追上 化作飞灰荡然无存 惊恐不安的众人却不知 只是火麒麟 为了灭杀炎母碎片 任意施展的小手段而已 时而 会有毁灭光柱掠过 来自于炎母 同样跟火目一样 无法抵抗 面对无法理解的力量本质 众人从未感受过如此的无力 认知的差距 远大过炼器与化神 如果说炼器修饰 还能通过各种点击 想象出天地元气的惊人伟力 那么在场的炼虚七 合体七修饰 纵然是由诸恶 真灵耳提面命 亦无法理解分毫 这就是杜杰七之上的实力吗 吕仲从未想到 诸恶之间的实力差距 竟也会如此悬殊 其中弱者 据点击记载 杜杰七随手可灭 甚至互连大成七 也有斩杀诸恶之耻的记录 至强者 能跟真灵对汉 或许 这是因为 炎母过于特殊 她来源于灵环界之外 是不折不扣的外道 可不管如何 吕仲都只能埋头逃命 逃不丢脸 能活下来就行 纵观周围所有人货物 大家显然都十分清醒 一个个都心有默契地 在朝着极远处逃去 已避过这一场杀截 眼见着火木逼近 吕仲心中也急了起来 她跟那些被吞噬的修饰 其实在力量上没有本质区别 无论炼虚期也好 合体期圆满也罢 一旦被真灵所示火木追上 下场并没有任何区别 都是化为飞灰一图 眼见着自己跟火木的距离 一点点得被拉近 吕仲感觉到 一根无形的脚锁 已套到了自己的脖子上 在未来的不知什么时候 就会轻轻地一拉 将它绞死在刑架上 可这时 扩散火木忽有了衰减迹象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渐渐地 已有合体期存在 能经火木极深 而不云 越到后面 火木威势衰减越快 待逼近至屡众身后 威能早已经是万不存一 早在这之前 就已有不少炼虚修饰 侥幸从火木中幸存 尽管因此受创不清 很快 火木一扫而过 吕仲提表 原本不动如山的护照 此刻竟也泛起了剧烈涟漪 未因此溃破 可灵光一下 骤然暗淡树成 可见火木余波得厉害 换作是弱些的 炼虚七修士 怕是一个照面就没了 哈哈 终究是我命硬 这时 一道身影 从吕仲身旁传来 他扭头一看 发现是那牛喜 站在一艘七彩飞梭上 哈哈大笑着 在牛喜的旁边 张也跟林雪 一副虚脱像 此刻脸带劫后余生表情 庆幸自己 从火木杀结中逃得一命 吕仲的目光 三人很快察觉 糟了 他怎么在这里 若说之前 三人联手起来 至少有七八成胜算 可经过这么一场生死大逃亡 为了催动身下这艘顿空缩 他们近乎榨干了所有潜能 不怕 他也是死里逃生 张也这时乎的发声 提醒身旁二人道 没有顿空缩相助 这陈下还能逃的一命 定是用了什么压榨元气的秘法 就如同我等三人一样 除非这样 不然 他实在猜不到 吕仲是如何逃过一劫 可张也又怎知道 修习了小紫销雷法 同时掌握着雷顿之术的吕仲 顿素早已经远超同阶 纵使是跟合体七相比 也只是插在了对力量本质的理解上 如果放在同一赛道 至多也是不相伯仲的结果 更何况 吕仲自恋气修行一时 气海就深厚无比 如此种种因素 让现在的他得以保留大半实力 不算多 但对付三人 足以 两方对峙片刻 率先出手的 却是张也 他手一抖 浑身蹦射出数百道荧光 却是一枚枚光亮的小圆锥 在张也的神念控制下 圆锥会合至一处 朝吕仲泼洒而去 一起出手 有我的破灵锥在 他挡不住我们三人 牛喜跟灵雪一听 剧都是齐齐点头 于是 二人分别 祭出一杆轻奇 一口欲剑 吕仲见了 本有些不以为意 哪怕轻奇跟欲剑都是灵宝 再加上 那古怪小圆锥 在对面三人 已是轻母之末的情况下 未必是他的对手 可怎料 牛喜跟灵雪这时齐声道 呵 下一刻 轻奇跟欲剑 竟合二为一 二者化作一杆轻欲长枪 爆发出一阵灰光 就如灌日般朝他刺来 眼角狂跳 吕仲心中呼声出危机感 未敢有丝毫拖大 他立刻加紧催动火龙灵奇 要借此抵挡住这一击 与此同时 看清吕仲举动的牛喜跟灵雪 眼中剧都是闪过一抹喜色 二人联手一招的威能 作为施展者的他们 再清楚不过 结合了轻朔骑跟鸣玉剑之力 所施展朔玉之枪 威能匪一所思 想要轻松一击 破开炼虚后期修饰的防护 都并非难事 而只要护体刚气一破 双方的实力差距就会被拉近 甚至乎实现反杀也并非没有可能 轰的一声 一团刺目光芒爆裂开来 一下将周围吞没 伴随着巨大的爆响声 冲击波朝四下扩散 转眼间 灵光很快散去 然出乎张爷等三人预料 被他们寄予后望一击命中的吕仲 并非没有被击破护体刚气 提表那层护照尽管颜色暗淡 却仍顽强存在着 目睹此景 吕仲脸上未有半点意外 融合了火灵珠碎片后 火龙灵奇的防护效果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跟之前简直是天差地别 挡不下对面的二人合击 那才是有古怪 接着他一掐绝 开始发起反击 所以一敌三 心中却也毫无畏惧 引雷针 避水扇 星辰剑三宝 各自对上一位敌手 尤其是引雷针 他本身是一口雷剑 顿速自然快的惊人 此刻不断放射出紫色雷光 追着牛喜 就是一阵乱战 以防止 他跟灵雪再次联手 整出什么大麻烦来 吕仲算是看出来了 这牛喜看着实力不济 奈何背后 有大修士做靠山 事已 此人才能先是逃过火木杀劫 而后跟灵雪一联手 居然还能凭借那感轻奇 施展出威力惊人的招式 牛喜非除不可 片夕功夫 四人就交手几十回合 远处 不少修士及妖兽 这时也已经反应过来 刚逃过一劫的他们 此刻几乎都是强弩之末 正是下黑手的最好时机 对这点 妖兽的反应最是迅速 几乎是立刻 就朝着身边的修士扑去 而后者也不甘束手待毙 瞬间 场面彻底混乱 在此情况下 极远处发生的真灵与诸恶大战 都被众人抛到了脑海 枪 牛喜这时 祭出一面圆盾 右手飞速掐绝 令圆盾表面 凝出一层污光 紧接着 他不顾身体的损伤 咬着牙挡下了 引雷针的一记斩击 可手臂却因此而发麻 全身更是被雷光电的焦黑 散发出一股烧焦般的味道 可一盏才过 引雷针一个闪烁 再又是一盏 一剑更比一剑强 雷光闪耀 带来轰轰雷鸣 才承受十剑 他就已经感觉 左臂失去知觉 其他人的情况 也好不了多少 张也自不用多说 他引以为傲的领宝破领锥 在旅中的星辰剑面前 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每每刚一飞起 就会被静光精准击中 打得倒飞出去 另一边 林雪在三人中实力最强 此刻 他正在跟吕仲缠斗着 面对先天灵宝避水扇 尽管林雪已是炼虚圆满 但奈何 吕仲有坚固护照保护者 任凭您预见如何丰锐 纵使他使出权力 也一时无法奈何对手 对另外二人 是有心无力 啊 救我 一声惨叫 从张也口中传出 他此刻的眼中 充满了惊恐与后悔之意 若不是自己悔诺在先 叛弃了跟吕仲的约定 如今又何至于 沦落到这种境地 可世上没有后悔要可吃 在所有破灵锥被击飞之后 密集静光就将它淹没 抵挡不过树西 护体刚气就被攻破 未等来灵雪的救援 张也的肉身就被静光撕碎 待他惶恐不安的元神跑出来 竟再也不敢跟吕仲敌对 抱着一枚银色的小锥 就想往远处逃去 殊不料 前方凭空浮现一只大手 只一瞬间就将元神禁雇主 继而是一阵咀嚼声 张也还来不及反抗 就被吞吃殆尽 而吕仲看清那只大手的主人 是之前见的英智青年之后 目中闪过一丝凝重 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此人的实力 绝对不会低于灵雪 若二者 有意无意联手起来 那么他恐怕真要落于下风 如果再加上那牛喜 此人底牌多多 还不知道能拿出什么 正当吕仲暗暗着急 纠结着是战士逃时 此刻已被逼入绝境的牛喜 这时望着方出现的英智青年 不知为何面露惊喜之色 突然大叫一声 沉下 若你发誓 将此前之事就此结果 我们可以立刻 助你一臂之力 斩杀这剑魔眷属 剑魔 原来诸恶中 还有这种存在 吕仲心中如此想到 又认真考虑起牛喜的提议 这时 他不禁瞥了灵雪一眼 只见一脸冷静的此女 竟未对牛喜的话语 提出丝毫反对意见 他美目中难掩激动之色 看着英智青年的眼神 就好似看到了宝物一般 是这件魔眷属有古怪 陈英伴上 吕仲并未作出回应 牛喜必须得死 原因无他 就因为此人背后 站着一名合体妻修士 既然结下了恩怨 以之前牛喜的表现 很难相信 他会真心化干戈为玉帛 与其担心哪一天 被合体妻修士杀上门 倒不如先斩草出根 念疾至此 催动引雷针更甚 另一边 灵雪剑牛喜 岌岌可危 心中是又气又急 再顾不得跟吕仲周旋 他挥剑展出一片光幕 将滔滔水波破开 朝着那边急忙赶去 吕仲对此未作阻挠 而是迎战上了那剑魔眷属 再次交手 吕仲倍感压力 在那张英智的面庞下 分明跳动着一颗魔星 每一剑都带着疯癫痴狂之意 纯粹 却又混乱 吕仲这时才陡然惊觉 自己面对的英智青年 分明只是一个被剑控制的傀儡 真正的剑魔眷属 其实是他手中那口剑 仿佛是察觉到了吕仲的想法 青年手中之剑漠然一颤 同时他面露痛苦之色 口中更是失声尖叫起来 仿佛回忆起了什么 继而血光弥漫 一股魔气冲销而起 于汹涌的滔滔魔艳中 青年此刻形象大变 一下变成了无皮血人 而他手中之剑 同样也变化极大 宛若以血肉铸成的一般 看起来魔性至极 此刻的他还活了过来 并通过一根根血管 将自己跟青年联系在一起 一连数百回合 引雷针与之疯狂对拼 可渐渐的 剑魔镜越战越强 那口魔剑的气息 犹如火上浇油了一般 正在飞速跋升 此刻已冲破炼虚中期层次 以难以置信的速度 朝着炼虚后期逼近着 察觉到不对的履重 心中立刻就反应过来 按照他对诸恶 一直以来的理解 眼前剑魔所表现出的异常 应该是此诸恶知道 眷属的特质 甚至乎 他都能总结归纳出原因 痴迷剑道 并为此入魔 秉持一颗癫狂剑心 借此得以越战越勇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大感不妙的履重 立刻做出了改变 剑势一收 转而以雷法对敌 这样做大有成效 少了剑期间的对拼 剑魔实力提升的幅度 一下子减缓了不少 尽管上涨势头 仍未得到彻底遏制 但已不在四肢前 那般夸张 远处的灵雪二人 见到履重如此之快 就识破了其中观俏 各自的心中 也不免感到震惊 要知道 天公院为了得到这个情况 可是费了不少时间 才总结得出 对付剑魔眷属 只可诉取 除非是迫不得已 否则不得与之以 见到相斗 若不然 剑魔只会越战越强 可更令他们震惊的一幕 还发生在后面 识破剑魔特制 屡重改为以雷法相斗 暗地里却将人道斩杀剑残片 寄出 要说对付诸恶 自然是斩杀剑最合适 令诸恶犹如遇上克星一般 借雷光掩护 无人能看穿一切 这时 他奋力斩出一剑 刷 这一次 剑魔选择挥剑格挡 可他却没想到 雷光中竟暗藏着一缕金光 原本熊熊燃烧魔焰 再触碰到这金光的一刹那 竟好似冰雪般消融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就在灵雪跟牛喜金叉目光中 青年的身体被一展为二 可屡重心中对此 却是大感可惜 方才他瞄准的目标 其实是剑魔的真正本体 也极是那口血肉之剑 没曾想 最后关头被他躲了过去 若非如此 此战早已结束 还好结果也不算太坏 傀儡肉身经此一展 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他的实力必然会降低不少 好比失去了肉身的修饰元神一般 再交手 果不其然 操控着冰临崩溃的身体 魔剑再无法发挥全部实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吕仲开始占据上风 剑行士有力 他开始穷追猛打 为了尽早斩杀这尊大敌 对一旁剑势不妙 选择逃走开溜的灵血二人 只能当作视若未见 神器如江水般倾泻而出 左以浩荡如海的灵气 雷法一道接一道 轰隆隆雷鸣声大作 疯狂朝着魔剑打去 犹如雷玉降临 令他招架不暇 终于 在一声霹雳中 魔剑被击溃表层魔艳 露出那扭曲且猙獰的真面目 血肉铸就的剑身 瞬间多出不少裂纹 紧接着 仿若是漏气一般 由海量血红魔气一出 魔剑的气息开始飞速锐减 还不等雷仲 给予最后一击 被击破本体的魔剑 就自行崩毁消散 呼 终于结束了 雷仲刚松一口气 忽然眼角余光 捕捉到一抹光亮 伸手一射 却是一块血红晶体 他感应着晶体里面 那澎湃如潮的精纯剑意 心中顿时明白了一件事 方才牛喜跟灵雪二人 见到剑魔眷属的反常表现 极可能是因为他手中此物 感觉告诉雷仲 这块晶体的价值 非同小可 想了想 他决定遵照本心 于是弹指打出十数道静置 将这块晶体彻底封禁 又添多了几道疑心换抖印 以防意外才将之收入到储物界 四下一张望 灵雪二人已不见了踪影 而极远处 一场大战却才拉开序幕 却不知什么时候 又是一尊诸恶真身降临 这次降临的 是诸恶归一 他也是来源于灵魂界外的诸恶 实力同样远超长春之子 外观上一轮邪恶血月 却能伸出无数触手 对目标发起攻击 看着一头雾水 可吕仲能隐隐察觉到 火麒麟正在处于下风 这可不妙 眼下 他尚未找到离开的办法 若最后是诸恶取胜 那一切可真完了 看了一阵 见双方打得固然激烈 却一时半会出不了结果 吕仲决定能避多远 就避开多远 纵然是注定要死 那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刻 随手灭杀一名想简陋的修士 他深化顿光 朝远处继续飞顿 沿途 也有不少跟他抱着 同样目的的修士 也不知逃了多远 忽然间 一道道惊人气息降临 这一次并非是诸恶 而是纯正无比的先道气息 其中一道 吕仲倍感熟悉 月英子 是先修大能吧来了 吕仲急忙扭头 将天罗蜜同运转到极致 将视线朝天宫也进中央一去 只见目光 穿过重重迷雾之后 能看到一道道身影 先后出现 每一位 都散发着他 从未见过的恐怖灵气波动 那种感觉 就好似直面灵气之海般 震撼 充满压迫性 不过这时的吕仲 也敏锐发现了一点 那就是 包括月英子在内 进入到天宫也进的这些大能们 似乎才经历过一场大战 不少人身上都带着伤 亦或者是伤口躺着血 未等他伸响原因 忽然间 一股强大犀利传来 吕仲只觉身体一清 就被 漠然吸入到一漩涡中 等他反应过来 已是出到了秘境之外 这时吕仲一抬头 顿时明白了 为何一位为杜杰大修 都是各个带伤 看眼前这处战场就明白了 不知何时 诸厄带领大军降临至此 修士一方与之发生大战 战火几乎将整座百段城摧毁 城中处处都可见尸山堆积 可见 方才那一战是如何的惨烈 放眼若大一城 幸存者寥寥无几 吕仲这时悬浮于高空 目光向四下远眺 只见本身处于熔火之地的百段城 周围环境都大变了样 许是受到大能们斗法的波及 周围绵延起伏的火山群 熔岩湖 大大小小的山脉 静都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那了无生机 也无甚灵气可言的灰烬 天空中 更有尚未愈合的空间裂缝 惊人的气息 在这里激荡着 是大能们 跟诸厄交手留下的余波 不时碰撞出惊人天象 或是化作天火坠地 或是漠然一阵耀目闪光 大爆炸起来 见此情此景 吕仲不由心中庆醒 若不是自己参与了天空大笔 只怕也要被波及进去 后果 难以设想 天空灰暗无光 不只是灵气紊乱 连天地元气的浓度 都因一场大战降低不少 百断城及附近区域 都已经沦为一片废墟 从秘境中出来的修饰 见到这墓 皆是一脸迷茫 能知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 是少之又少 吕仲此刻 早已经离开了是非之地 不起眼的灰烬山丘之下 赫然多了一处刚挖的洞府 吕仲盘坐于其中 正闭目调膝打坐着 如此直到体内激荡内息平复 这才缓缓张开双目 紧接着他手一翻 将一枚青铜指环取出 东西得自于张掩 是他的储物法宝 将神识探入 里面东西着实不守 不过 大多跟炼气有关 诸如灵矿 古玉 各类粉末 足以堆积成山 看得出来 张也是个爱讲究的 早已将东西分堆整理好 而就在一大堆东西中央 吕仲看到了一方玉匣 火弓刀 他将这玉匣取出 解除表面封印之后 发现盒中 装着一件长刀灵宝 笼罩于朦胧灰光之中 形状变换不定 好似一团融融液体 这正是张也此次天弓大笔锁链之物 从火弓刀的状态来看 他由于缺乏材料 目前还尚处于胚子状态 需要补齐缺乏的火灵精髓 即炼入赤岩金铁后 方才能够出事 尽管如此 一件尚未成型的灵宝胚子 也足够珍贵 对屡众而言 可比缴获得到的灵宝 有用得多 更何况 火弓刀的品级够高 是能够进入灵环灵宝榜的存在 比那些空有后天灵宝之名 却跟法宝拉不开差距的大路货 可以说是有着天壤之别 不错 这趟不亏 吕仲面露笑容 喜滋滋收下 这一趟 它实在不容易 本来一开始 事情还算得上平顺 可由于诸恶突然降临 破坏了天弓大笔 再加之张也的背叛 更是让人恼火 最后还差一点 死在火木杀结中 幸好 结果令人满意 继续轻点下去 大概的收获价值 也一并被估算出来 大致可等于三亿零食 对炼虚而言不算多 连火弓刀胚子都挤不上 嗯 这是 吕仲随手翻出一刀预检 被里面的信息吸引了注意力 是一份天弓院 关于诸恶的研究 被标注了绝密等级 研究的视角格外独特 竟是关于 如何从诸恶眷属取材 并应用到炼器中取 从那满满的配方来看 显然已经产出了不少成果 而其中 赫然就有关于剑魔的条目 他的目光定在其中一行 呼吸不禁变得急促起来 剑魔之心 由剑魔炽热沸腾的 癫狂剑意所拧 具体外观图文如下 看着预检中 那跟自己所得晶体一致的描述 吕仲脸上的笑容更甚 而后 他顺着内容读下去 天弓院还提到了 关于剑魔之心的作用 竟是能对灵宝的炼制 尤其是剑气大有助益 生成的气灵 将对剑道极具天赋 通过这些描述 吕仲对手里剑魔之心的价值 有了直观的判断 不过 他并不打算自己使用 想想也知道 雷剑怎会与剑魔之心契合 而且 吕仲也没有再多 酝养一剑气灵宝的想法 他这时已经决定想好 将此物出售出去 以他的价值 大概率能换来一枚天弓令 还真是洗上加血 这一趟没白来 一连闭了半年 待外面动静平息 吕仲这才打探外面的情况 考虑到牛喜背后之人的因素 他并未贸然亲身出动 而是派出了三道化身 由他们来打探外面的局势 看这一场大乱 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有山河洞天中的海量人口 炼制化身的材料惊魂 可以说是源源不绝 正是背后有着如此一仗 所以他才不怕损失化身 将化身放出 吕仲重新找了处灰烬山丘 静静等待结果 很快 消息就远远不断传回 诸鳄骤然突袭熔铁玉 最快有所反映的是土皇宫 几乎是半月时间不到 就有前后有数支非洲舰队 紧急赶来增援 带来修饰数以万计 得益于此 一些因大乱外溢的诸鳄灾害 才得以被控制在根源 根据化身们的打听 这一次摆断成遭受的打击 可以说是伤筋动骨 数万年的建设 彻底化为飞灰 就连熔铁玉存在的根基 偌大的一片地下火脉 也因大战受到了毁灭 不少都被连根拔 没了地火 炼气就会成为问题 在吕仲看来 天宫院之后 是否还能存在 都是一个问题 唯一的好消息是 从化身们搜索到的蛛丝马迹 吕仲将信息经过总结之后 得出天宫也进的那一战 最后应是先修一方获胜 其次 关于牛喜背后之人 化身也打听到了确定消息 乃是天宫院上院炼气师牛真 目前是合体初期修为 跟牛喜是父子关系 有着这样一位合体期修士 做靠山 难怪牛喜能如此肆无忌惮 不过 根据化身打听到的消息 这牛真似乎在大乱中 受了不清的伤势 这对吕仲来说 又是一个好消息 接下来 我只需小心行事 将剑魔之心出手即可 若真能借此物 换得一枚天宫令 那他此行就算彻底圆满了 依旧是化身开路 吕仲折返百断城 经过一场战火洗礼 原本繁荣的此城略显萧条 再见不到人山人海的场景 接上行来走去的 只剩下修士 而且修为巨都不低 最差 也是结单层次 就在他想着 该如何将剑魔之心出手 找谁进行交易之时 忽然 一道道浩瀚身影 漠然出现在百断城上空 吕仲抬头望去 发现人数不少 只不过 出现的这些修士 并非杜劫期 没有先前他目睹月英子等人出现时 所感受到的那股惊人威压 应该是大乘七修士 与之相较 炼须真如蝼蚁一般 是以目视这些大能级存在 才会觉得他们无比浩瀚 如若巨月屹立于身前一般 他刚勉强压下心中的不适感 就见到这些大乘七修士 围成一圈 继而 天地元气疯狂搅动 地面也因此震战起来 他们这是 与众心敌闪过一个可能 只见灰烬冲天起 随即就是地火狂涌 熔岩将灰烬大地淹没 本被摧毁的地下火脉 在这些大乘七修士的合力之下 竟然在此刻被重塑 真是 迟于烟枝昆蓬之力 对此 吕仲倒是乐见其成 原本他还担心着 地下火脉被毁的天公院 是否会因此失去网灵宝中 注入神魄 锻造出神魄之宝的能力 现在看来 纯属是多此一律 以熔铁玉的重要性 为了满足对抗诸恶入侵所需 显然上面那些大能 不会坐视这么个炼器中心被毁灭 否则就会失去法宝法器的供应来源 转而 吕仲又很快想到一点 既然连大乘七都空出手来了 如月英子这般的存在 此刻又都在忙着什么 忙着敲响接应中 没想到 找一个合适买家 竟如此之难 一连转了好几处地方 经历数次被人跟踪之后 吕仲回到临时落脚处 为出手建模之心的事 感到有些头痛起来 没办法 此物过于价值不菲 哪怕是稍加打听 都能吸引来有心人注意 更遑论是找到买家 如果不是他一向谨慎 说不定连被人跟踪了也不知 见状 吕仲只好耐下心来 一边修炼 吸纳天元 以促进元神蜕变 一边继续跟人接触 扩大交际圈 希望能借此 找到合适的交易对象 日子一天天过去 眨眼间就是大半年之后 这一日 吕仲刚退出修炼状态 得益于充沛的天元数量 他无需为修炼资源而发愁 这次不但元神更进一步蜕变 连修为也略微精进了一些 实力因此有了不少的提升 忽然 镜之外飞进来一道亮光 却是化身的传讯 关于剑魔之星的买家 已经确定了一个合适人选 而且 此人居然还跟他有救 肃心 吕仲没想到 此女居然会需求此物 或许 真正需要的不是他 也可能是北云军主云奴 眼下诸厄日渐猖獗 为了将北云军维持下去 尽一切可能提升实力 可以说是再正常不过 但他有点怀疑 肃心是否能拿出天公令 不管怎么 先接触一番再说 见面地点约在金阳阁 在先前大战中 此阁彻底毁于战火 不过以修饰的能力 似这种简单的土木工程 想要重建 丝毫不在话下 数日后 吕仲应约来到金阳阁 一进入之时 他就感应到 里面有两道熟悉气息 带到包厢一看 果然是肃心跟云奴 二女一见到是吕仲 表情也显得有些吃惊 区别只是明显与不明显 没想到一段时间不见 我的行军司马越发得厉害了 竟连剑魔之心这种宝物 都能动到手 云奴表情一脸 继而微笑起来 对了 我是该称呼 你为金光道友 还是陈东 又或者是陈下呢 他说到这里 转换成似笑非笑的表情 一连换数种身份 只能说明一点 那就是面前的这位 从来不以真身份示人 还真是神秘的景 云奴微微一笑 暗自心中想到 听了这话 吕仲只是拱手一笑 摇头不止 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 何必如此介怀 我想 君主平时日理万机 此番前来荣铁玉 定是有什么要紧之事 区区一个山野散修的名字 不会记挂在心上 还是直接步入正题吧 这就是剑魔之心 请二位过目 说着 他手一番 将一血红晶体取出 之前站在一旁的肃心道姑 这时走过来 仔细打量了一番晶体 很快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纯粹且癫狂 如此特殊的建议 的确只有剑魔才能凝出 看来真是好东西 云奴美目一闪 将视线一向屡重 从袖中取出一枚令牌 整体为金色 造型古朴 正面书有天宫二字 周围是有树文 只一眼 吕仲就确定 此物是天宫令 收下吧 这就是天宫令 不过完成这桩交易后 不知道有可还有兴趣 再帮我一个小忙 云奴随意将天宫令递出 接过令牌 吕仲也将剑魔之心交出 对北云君主的提议 他略意沉吟 并没有婉言拒绝 似云奴这般智诸在握之人 绝不会讲多余的废话 于是回道 不知具体是何事 很简单 帮我搜集一批军械即可 云奴道 尽可能搜集法器 法宝 灵器 以加强北云军的实力 这就是云奴此趟 熔铁玉之行的目标 原本 想要达成这点 很容易 熔铁玉擅长练器 只要有足够的灵石 无论是法器 法宝 都可以随意买到 哪怕珍贵如后天灵宝 如果肯稍微出一点血 也是有得到的可能 可现在 大战之后 一切都变了 百断城毁于一旦 尽管有大城七出手 重塑了此地火卖 可在这场诸恶突袭中 死去的海量生灵 包括炼器上下游的大量从业修饰 乃至是各种配套工序的熟练工人 却需要长时间的培养 在此情况下 想要凑齐军械 便成了困难之事 吕中自然能想到以上几点 但他还是不动声色地问道 对此 我能获得什么好处 好处 当然有 我听说 你这次得罪了牛针 那位可是毛坑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根据我所知的消息 他马上就要商誉出关 说是要找某人算账 说到这里 云奴故意顿了顿 似笑非笑地看着吕 吕中道 我想 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吧 而我呢 恰好愿意出面摆平此事 北云君主说话的分量 纵然是天公院上院长老 也是要听一听的 如何 是否答应这笔交易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 陈某如何有不答应的道理 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吕中口中如此说着 然后将一杵物戒双手奉上 里面就是一批军蟹 还请云前辈过目 哦 听到这话 云奴面上再次露出金融 他不认为吕中辉误以为 军蟹的数量只是寥寥数减 毕竟只要是有点常识的人 都会明白 北云军需要的军蟹 会是何等庞大的数目 可现在 对方居然敢如此自信 带云奴接过那储物戒 看清了里面的东西后 表情显得更是吃惊 来历明显可疑 但每一件都是精品 而其中 法宝数以百计 各种禁制 层数皆有 连灵宝也有两位数之多 法器虽少之又少 甚至连一千件都不够 但却是最容易解决的 更何况 里面还有为数不少的灵矿 也能炼制成器 全部东西加起来 已是达到了 云奴预想树木的大半 一直发愁的是 骤然得到解决 原本笼罩在此女心头的阴云 一下子云开雾散 可他却不知道 这些全是屡众未处理的战礼品 最早的一小部分 甚至能追溯到小灵环界时期 因为数量实在太多 加之他后来靠卖丹药 赚得盆满钵满 是以根本就懒得出手 一直在储物界里囤积到现在 如今 有人肯接手 他自然乐意全部处理 没想到 我一直担心的问题 就这样解决了 吕仲从金阳阁走出 仍感觉一切有些虚幻 在完成交易之后 云奴果然按照承诺 做起了调和中间人 替他解决了牛真这一麻烦 尽管这只能保证 一段时间内 牛真生不出动手念头 可不得不说 依旧是帮了他一个大忙 也是了解过才知道 天宫令的使用流程并不简单 还需要获得众上院长老们的同意 而一旦牛真从中作梗 锻造神魄灵宝 自然无从谈起 接下来 就是等天宫院那边准备好 这需要一段时间 时间不短 吕仲准备闭关度过 春去春又来 时间开始飞速流逝 眨眼间 吕仲就已在灵雀山闭关百年 在这段时间里 他每日除了炼化天元 以促进修为增长之外 对翠灵药生法的修炼 也从来没有停下 日夜以灵夜翠身 从未有停止时候 得益于此 进度十分喜人 首先是修为方面 相较于闭关前 有了极明显的进步 他目前修为 虽仍在炼虚中期 但进度已将将达到一成 只要维持目前的速度 在方一瓶转化的天元辅助之下 千年内突破到炼虚后期 不成问题 至于翠灵药生法 进度更是可喜 第二层的功法 不再分脆皮 脆骨脆血 而是讲究整体的强化 就好似炼丹一般 让如同原料的身体 再次蜕变 而吕仲恰恰 正好是一炼丹师 对如何炼丹 自然是极具心得 再次加成下 翠灵药生法的进度 自然是迅速无比 照目前进度 只怕我能在五百年内 就完成身体的蜕变 吕仲默默想到 届时 他的身体素质 将可再次媲美 同境界悬修 对于一名 更偏向于法修的修士而言 这已然是极了不得的成就 提法双修虽好 可从来都只是美好 却不切实际的幻想 修行越到后面 就要越专精于一道 分心的结果 只能是一无所成 尤其是像吕仲这种 修为仍然在精进阶段的修士 能做到这一点 绝对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不过 吕仲对此并未自傲 以灵环界之大 绝对还有实力远超他的存在 低调且谦虚 才是长久之道 出关之后 吕仲专程跑了一趟百段城 跟百年前相较 在土皇宫的大力支持之下 如今的百段城焕然一新 不但成见规模远超从前 就连人气也早就恢复如初 如今 隐隐更有超越势头 城里城外 无数断野攻防 日夜运作不息 将运来的灵财吞噬殆尽 而后产出成衣渐渐法器 法宝 乃至于灵宝 又源源不断地运走 可以想象得到 必有无数修士 因此被武装 如此疯狂的阔军背后 是为了对抗更加高涨的诸恶入侵势头 奇怪 按理说天宫也竟一战胜利 接影中早该敲响才是 可为何百年过去 仍就是一点苗头都见不到 吕仲对此大感不解 可谋划这些事的 都是诸如月英子这种 活了数万年 甚至十数万年的老怪物 与之相较 在谋划星际这方面 它稚嫩地好似出声音 或许 是其中有什么关键信息 我还尚不知晓 吕仲想了想 做出了这番结论 很快 他来到天宫院前 这里是一片 延绵石树里的建筑群 位于重建的融火广场 融火垫背后 从外观上看 此处的建筑不甚奢华 然只有精于炼气的修饰 才能看出 里面的建筑 几乎都是炫技之作 每一件都用了 不同的炼气手法炼制 朴实无华 道理浅路于表 对于炼气师而言 这里绝对是圣地一般的存在 饶式不精通炼气的屡中建了 也是收获了不少炼气知识 若之后加以研究 未来的炼气造诣 必将因此得到大幅提升 不过他今日来此 自然不是为了学炼气 按照之前的约定 现在天宫院方面 经过百年准备 应该已将材料准备好 是时候替他铸造神魄灵宝了 在侍女的指引之下 吕仲很快被带到一处偏殿 殿中尤且只有他一人 希望能一切顺利 他默想着 端起侍女递来的灵茶 慢慢品尝起来 茶香浓烈扑鼻 不见丝毫的清香典雅 带着极浓火灵气 引之根吞服火灵液无异 然对吕仲这种炼虚气修事 却是别有一番风味 平民一阵 店外很快有脚步声传来 来者是一名坦凶露乳的大汉 看上去放荡不羁 颇有几分散人风范 至于修为方面 却是压过吕仲一头 已有炼虚后期 吕仲略一感应发现 此人根基扎实无比 气息更是浑然一体 若他所料不错 应该也是靠天元修炼上来 不是那些取巧修事能比 这位可是陈下陈道友 来人哈哈一笑 拱了下手说道 正是在下 吕仲回道 既然是陈道友 那就请随我来吧 这次神破灵宝的炼制 乃是由家师奉延年出手 而我是他老人家的首徒 你尽管称我为刘武就是 这名叫刘武的大汉 颇为随意地说道 不敢 有劳刘道友呆路了 吕仲没有拖大 照样以礼节回应 见此 刘武依旧只是一笑 在他的带领下 二人很快穿过一片片长廊 无数道门飞 又穿过重重的森严守卫 经过一系列的验证之后 才在一座传送阵前停步 这次的传送距离 由于目的地特殊 所以稍微会有点远 纵然是我等练须境界的修饰 如果体魄未经断练 也是难以吃消 刘武说着 将一张黄符递出 转过身道 这是大挪一符 陈道友请贴身戴好 多谢 吕仲称谢结果 并没有显摆自己 练体有成的事实 而后将之激发并佩戴好 紧接着 二人踏上了传送阵 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顷刻间就抵达了目的地 速度比吕仲想象的快不少 望着身前那片赤白色汹涌火海 以及在火焰中时影时现 大大小小的重叠楼台宫殿 他发现自己竟无法认出 究竟是来到了一处怎样的地方 仿佛是猜到了他心中的想法 旁边的刘武哈哈一笑起来 陈道友的样子 跟当初的我 何其相似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表情也同样是如此的精彩 不过这也十分正常 毕竟你我现在身处的 可是在虚界中开辟的一处断野先方 乃是新年道蒙所遗留的大手笔 断野先方 难道说 这里能锻造出先机 吕仲吃惊道 先机 看来陈道友懂得不少 刘武听到这话 望向吕仲的目光顿时多了些不同 但还是摇头说道 若是道蒙未崩溃时 在集结众多天宫降师的情况下 想要再锻造出先宝的原始胚子 也即是道友口中的先机 的确是有不少可能 根据记载 西石一件件先机 就是在这种断野先方中 如流水线般出产 可现在 曾经盛况早已经不再没了 道蒙提供的支持 以及那些珍贵的材料供应 目前这处先方 尽管完好无损 但也只能浪费它的其他优势 仅仅利用其身处虚界的这一点 用来铸造神魄之宝 一说到这里 刘武就是叹气连连 对一名炼器师而言 空有一处极品炼宝之地 却不能借此炼出上好宝物 这是何等的令人痛心 可无奈 现实就是如此 走吧 别让我老师他们久等 刘武再次迈步向前 并朝身后的吕仲招呼道 吕仲点了点头 快步跟了上去 走下传送台 前方是一条虚幻的火焰道路 有十丈宽 可见一道道杂素身影 在下方的火焰海中沉沉浮浮 许是察觉到有生灵走来 原本沉睡的这些杂素 纷纷醒来 或张牙舞爪 或疏忽闪现上前 可他们刚有动作 就有金光法链凭空而现 一并拘拿锁住 为等杂素哀嚎 就已被分解成碎片 大部分碎片当场就还原分解成信息残渣 重坠入下方火海 未来经过重组整合之后 将会变成新的杂素 而其中的一小部分 则是变成了屡重熟悉之物 正是天元 每次看到这幕 我都会惊叹道蒙的惊天伟丽 他们建造了这处仙方 以及其他的宏伟建筑 更锻造出过无数的仙机 曾经还彻底统治着整个灵环节 刘武目睹了此幕 面上表情颇为感慨 以不解的语气 说出这番话 曾几何时 道蒙另出 无感不从者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势力 居然一夜之间就彻底消失 只留下这些天工造物 却不见半具尸体血迹 陈道友你说是为何 听到刘武的疑问 吕仲沉默了一阵 才答道 或许 他们是去往了别处 去了别处 问过这么多人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像道友这样的回答 不过仔细想想 好像还真有几分道理 刘武听后若有所思 竟不觉得有荒谬之处 而后更将视线远头 望向虚界深处 一个人在那里喃喃自语道 如果这个猜想为真 那么道蒙修是可能去往的地方 也只有那处地方了吧 传说中仙界 仙修们的期盼之地 只是 这真的可能吗 对这一点 不但刘武怀疑 连吕仲也不敢相信 可不管如何 道蒙的突然消失 都已然成了一桩未解之谜 吕仲心中觉得 或许如月英子一般的存在 对此能多知晓些什么 但他们可能也是一无所知 否则不会一副 猝不及防的状态 灵环界的局势 更不至于崩坏如此 沿着火焰道路 穿过重重虚幻宫殿 很快 二人就在一座巨大熔炉前止步 到了这里 奋出了左右两条路 陈道友 我们就此分开 你走左边这条路上去 到了里面 师尊他会指导怎么做 神魄灵宝的诞生 有不小风险 希望道友能平安顺利 临别之前 刘武不忘告诫道 可他却不知 其实这些信息 吕仲早已全部知晓 在太阴仙经中 对如何炼制神魄灵宝 有着详细而周到的描述 其诞生过程 可分为三观五节 分别是 入破观 凝行观 融合观 是将神魄注入灵宝过程中 修饰所需要承担的三大风险 而且 一观更比一观凶险 此外 更有五节 具体地说 是要遭遇先后五次杂素入侵 唯有他们的庞大信息为养料 借此燃起熊熊烈焰 才能真正锻造出神魄灵宝 对这些劫难 吕仲已经心中有数 这是炼虚修士 迟早要经历之事 若不得神魄灵宝 就类似炼气期的修士 不得助击单 纵然也有机会突破至助击期 但却是机会不大 没有神魄灵宝的辅助 炼虚修士 如果想突破至合体期 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将比靠自身实力 突破到助击期难千倍 乃至于万倍 其几率堪称渺茫 原本 这神魄之宝 需要他历经数千年 一步步自己收集材料 而后一点点历经劫难 才能够艰难地炼制完成 如今算是取巧 随后二人就此分开 吕仲沿着左边道路 一步步上到熔炉顶端 在那里 已盘坐着九道身影 每一位皆是炼虚七修为 而在九人中间 赫然盘坐着一名白发女修 若无意外 此人就是刘武口中的师尊 那名称为凤年年的天宫院长老 似是察觉到吕仲的到来 女修原本壁上的细长双目 这时微微撑开一道缝隙 待确认了来人身份之后 才缓缓闭合上 来了 那就进去炉中吧 作为太阴首席 我想基本的流程 你也该清楚了解 可还需要我解释一二 听到这话 吕仲心中掀起波澜 不由暗想到 他居然冲我为太阴首席 这岂不是意味着 月英子承认了我的身份 这 吕仲的脑海中 很快闪过不少想法与猜测 更想到云奴的出现 可能并非偶然 难怪调停得如此顺利 不过最后 他朝凤年年恭敬一拱手 得到对方的点头回应之后 从炉岩一跃而下 跳入到下方炉心 深入熔炉 唯一的感觉是热 热量并非真实存在 而是来自于虚界力量的投影 直接作用于原神 实际上 吕仲盘坐于炉心中央 身体并无半点不适 他猜想这种情况 极可能跟先机的炼制有关 涉及到一些极高深的隐秘 只是具体原理跟详细过程 自己目前尚不得知罢了 好一阵子才勉强适应下来 这时 头顶传来一道声音 若是准备好了 就将你要炼制的灵宝寄出 记住 一旦开始入破 就必须一气呵成 中途绝不能停止 多谢奉前辈提醒 吕仲说完这话 就将星辰剑寄出 这是他的本命灵宝 自杰丹炼成后 已陪伴了数千年之后 今日 他将迎来新生 似是察觉到了这点 星辰剑微微发出颤鸣 灵光如波浪般涌现 化作一光球冉冉升起 却是气灵在主动回应 忐忑 同时充满了期待 请前辈出手 吕仲高呼一声 几乎是同时 一道光柱从头顶落下 劈头盖脸 将星辰剑罩住 继而 周围燃起火焰龙卷 橙血一般的鲜红色 虚幻却热意逼人 在这些火焰的灼烧下 在吕仲看来 纯净无暇的星辰剑上 在虚界这种特殊之地 上面竟不断有黑色物质渗出 它们如烂泥一般 黏附在表面 宝金制烤后 才滑落跌下 偶有碎屑飞散 就会化作一枚枚不规则镜片 透过镜片 能看到一段段画面 清顶真人 黑胶 活药子 一尊尊曾经大敌的身影 如跑马灯般闪烁浮现 在旅中遇使星辰剑 斩杀他们之时 这些人存在过的信息 也同时将星辰剑污染 而此刻 在灵宝入魄之前 他们都被逼了出来 呼呼呼 忽然 平地里生出一阵黑风 不多时 就有一道道身影生成 却是五节的第一节到来了 那些被提炼出来的信息 经由虚界这处特殊地方 纷纷被转化成了杂素 吕仲见此神色一灵 心中未敢有多少大意 手引紫雷 顿时就是一阵狂轰烂炸 这下来的极其突然 杂素群还未来得及反应 就开始成片倒下 或炸散成飞灰 或就此化作光点湮灭 同时 吕仲身前月光如泉涌般 无数剑影传射 却是他不令神器 使出了月光倒数 剑气纵横 眨眼编织成一张大网 披头盖脸的覆盖 像杂素群 不过时数息 第一波杂素就被吕仲成功解决 然而 这只是开始 真正的第一节 需要坚持到信息进化完成 如此才算成功度过 接下来 吕仲不断出手 曾经斩杀过多少生灵 本命灵宝上便会有多少污染 换一种说法 也可以将之称为灾业 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 才会阻碍灵宝更进一步 唯有彻底将之驱除 方才能成就不沾因果 不入轮回的纯净状态 拥有更广阔的未来 事实上 先修的修炼过程 与此十分类似 跟灵宝的区别 只在于 神灵融合的先后顺序 修饰是先成合体 而后大成渡劫 不多时 星辰剑上堕下的黑泥 开始减少 但吕仲所感受的压力 非但没有因此减少分毫 反倒是一下子陡增一倍 盖因最根深蒂固的灾业 往往也是最强大的 好比此刻 一道苍老身影浮现 苍明子 曾给吕仲带来阴影 一度无法战胜的可怕存在 他留下的烙印 经由虚界的转化 化作一道宏伟巨影 无论是雷法还是月光剑 皆是对其造成有效伤害 这一切 都是曾经心中阴影的具现化 对付这尊杂素 唯有硬膜 一点点的磨砂 饶势吕仲道星坚定如铁 这一战也是打得昏天黑地 好不容易才结束 时间已过去数十年之久 连着原神也感到一丝疲惫之意 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经过进化之后 吕仲发现 星辰剑果然变得更加纯粹 前所未有的纯粹 其性质难以用言语来准确形容 到了这里 就能开始下一步 入魄 神魄乃天元所宁 传言天元来自虚界于彼岸 故神魄入灵宝 能诱发种种不可思议 这一关 想要度过说难也难 说容易 则是大梦一场 从中到底能获得什么造化 还要看渡官之人的机缘 根据典籍中的记载 曾有剑修炼出神魄之宝 从此获得穿梭空间之能 一念间 可跨越亿万里之遥 是已隔着极远距离 以飞剑取人首级 成为了可能 更有甚者 炼就一不灭神火 从此无物不焚 焚无不尽 但也有神魄之宝 并未因此获得特殊之处 甚至反交易开始 未能出现了明显消退 我能获得什么 一想到这里 吕仲不免紧张起来 可准备好了 凤严年的声音 再次从上面传来 请前辈出手 吕仲神色一正 恭敬说道 到了这步 后退已是不可能 唯有奋勇向前 此刻的熔炉上方 凤严年得到回应 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欲止掐出一法绝 而后接连打入身前虚空 引得那里震动连连 继而 他身上飞出一灵凤虚影 口吐轻气起来 这凤影的真身 乃是凤严年的神魄之宝 名幻作《灵凤斩》 一人一宝合力之下 虚空很快传来回应 忽然间 有一金色小炉浮现 不大 也就堪堪一卧 表面不有灵术纹路 昭示了他的来历 那里今夜荡漾 他们蕴含莫大伟丽 由鬼斧造化之效 实为锻造先方自虚界中 长久以来收集的天元之精华 也是修士口中常说的神魄 见到小炉出现 凤严年一咬牙 张口吐出一烟红血珠 同时 凌凤斩亦吐出更多缕氢气 二者合一 混合化作荧光 喷洒到小炉之上 而后 他又将天宫令 一并投入 集齐两个条件 小炉 方才似通过验证一般 此刻略微向前一倾倒 炉盖划开 从里面跌落出一滴金叶 自半空中落至星辰剑之上 刹那间 光滑万丈 在亘古混乱的虚界之中 如此璀璨的光滑 意味着暴露位置 几乎是立刻 就由海量杂素蜂拥而至 不过 这却也是刻意为之 原本炼制神魄灵宝 须得修士 历经数千年时光 通过重重劫难 才能炼成 如今借助断野先方 想要免却这些劫难 自然要行非常之事 而这些海量的杂素 就是必须的养料 以此浇灌 方可结出果实 几乎是立刻 就有天亮信息 朝灌注而下 是否能撑过这一波 是否能从中取得收获 决定了星辰剑的未来 吕仲深知这一点 此刻的他 正双目紧地盘坐着 周围以肉眼看似正常 可实际上 在原神世界中 已是身处于风暴眼中央 正不断有一股股的 异光坠下 他们仿佛真是 从虚界彼端而来 然却并非没有意识 此刻竟纷纷蠕动起来 并试图黏复于 星辰剑之上 后者被金光包裹 好似一郁郁中的 未成形摊 这些异光 是神意诞生的根源 不同的黏复上去 待凑齐足够数量 就算入破完成 未来 掌握就在吕仲的手中 我能获得什么 准确地说 是我到底需要什么 吕仲有种感觉 以他目前的实力 想要令星辰剑诞生神意 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 可越是容易 就越要谨慎 不过答案 其实早在他的心中 未成就唯一真我之先 吕仲必须先归移世界线 而寻常修饰 哪怕是修为真挚化尽的杜劫期 也无法做到这点 唯有先融合后 超脱的神魄之宝 在诞生出神意之后 能让他获得这种能力 所以 就是你了 吕仲默然睁开双目 剑指摇向前方一点 锁点目标处 赫然是一缕缕灰光 他们给吕仲的感觉最是熟悉 自入道之时 就已陪伴在身边 没错 正是与挥晤空间 同缘的异光 嗡嗡嗡 低沉嗡鸣声 开始在虚界中荡漾 回想起来 被惊动的不止虚界存在 一尊尊地 从永恒沉眠中被唤醒 就连现实中的灵魂界 也同时有惊人异象出现 刹那间光滑掠空 无数早已逝去的时光碎片 被莫名的力量投影而出 诸恶门最恐惧 也埋在心底的记忆 与此刻被唤起 眼前所呈现的这一幕 赫然是西年盗蒙繁盛之时 无数仙修泪目 回想起了曾经的荣光 这一切 吕仲一无所知 此刻的他 正经历着劫难 吕仲做出的选择 似乎引动了 挥舞空间的真正力量 其中一出的万一分毫 在灵魂界 引发惊人意象的同时 他自身也难以幸免 同样被卷了进去 昏暗房间中 屏幕光滑闪烁 吕仲昏沉醒来 望着身前的电脑屏幕 看着房间中既熟悉 却又无比陌生的一切 目光先是震惊 继而呆滞 又重新转化成震惊 我 我这是回来了 他不敢置信 可为什么 吕仲抬起左手 轻易凝出一颗雷球 在另一个世界获得的一切 似乎也一并被带了过来 他在这里 同样可以施展雷法 是梦 还是幻境 不不不 这一切都是 真实存在的 吕仲这事敢肯定 自己的确是回到了原地 回到了自己最初的诞生之地 同时也带回了一身的炼虚修为 是他数千年修行的证明 确定这点后 他的目光变得坚定 若无意外 这是其中一条世界线 而吕仲要做的是很简单 就是将之斩断归一 该怎么斩断 答案不言而喻 他心念一动 就有一小径浮现 光滑一闪 未等吕仲看清发生了什么 面前的异音事物崩溃 统统化作灰光 而后汇聚在一道 进阶没入小径当中 少了一条世界线 就等于斩去一个自我 对此吕仲唯一的感觉 就是原神世界中的自己 更加真实了一些 除此之外 实力并无任何变化 又是一阵光滑绽放 带吕仲回过神 已是重新回到了原地 他仍盘坐于如星中央 方才发生的一切 好似幻梦一般 头顶杂素呼啸 依旧在受到吸引疯狂涌来 数量无穷无尽 却尽都被金色法链撕碎 转化成信息流灌注而下 冲刷着下方的星辰剑 而此刻的星辰剑 则已洗尽千华 不再被神魄金光覆盖 同时 一道跟吕仲联系密切 几乎同源的意识 传出了欢呼雀跃的新声波动 在一阵灰光闪耀之后 星辰剑微微一变 化作了一点璀璨星辰 无比虚幻 却也真实 吕仲清楚知道 入魄关过了 可谓等他长舒一口气 星辰剑所化之星辰 竟陡然间变得漆黑 继而杂素的气息出现 化作一个个扭曲怪物堕下 却是第二节悄然间到来 此节的来源 是方才那些异光的衣服 它们尽管有不可思议之妙用 但同时也是一种外源污染 唯有除尽 才能还原神魄之宝本质 这是一个艰难过程 也是 将炼制神魄之宝过程中 本该分散到数千年跨度的大麻烦 一下子引发爆出来解决 如何能不令人感到头皮发麻 无人能帮到吕仲 一切都要靠他自己的力量 又是一场苦战 这一场 足足持续了百年之久 只打得吕仲 原神疲倦 法力运转出现迟滞 这才终于结束 而这 仅仅过去两节一关 吕仲对此 心中充满了疑问 奉前辈 其他人炼至神魄之宝石 难道是如我这般艰难 不 你是我所见的第一个 奉言年淡淡答道 可他表面看似波澜不惊 实则心中 对此也是感到吃惊无比 这两节一关的恐怖程度 若换作是其他炼虚 早该死在里面了 可现在 陈下去还是活蹦乱跳 这就是太阴首席的实力 还有 此人的本命领宝通过入魄 到底获得了什么能力 奉言年对此十分好奇 可以想到跟月英子交易 顿时又觉得这一念想 左右是事情结束后 要拔除的记忆 就算此刻知道了又如何 还不是照样会忘记 念及此至此 他继续闭目休养起来 直至吕仲提出进行下一步 时间过得飞快 如心深处 吕仲缓缓睁开双目 经过百年的修养 无论是法力还是元神 他剧都是恢复得差不多 可开始尝试神破之宝 下一步的炼制 也即是凝行观 此观顾名思义 在于凝行二字 别看星辰见现在 已能呈现出星辰模样 可这不过是虚幻 是指存在于虚界的造物 唯有凝聚真行 方才能成为一件真正的神破灵宝 吕仲深呼吸一口气 将目光从星辰剑上收回 并冲上方瑶一拱手 传音道 凤前辈 我已经准备好了 嗯 凤延延闻言 轻声应道 旋即 他欲止一弹 只见刹那间 一股莫名波动横扫而过 同时 吕仲四周的卢壁亮起 并有数之不尽的密文 开始在上面流转 交织闪烁不定起来 见到这幕 吕仲不由怀疑这熔炉 是否也是一件先机 很快 仿佛是预热结束 周围炉壁光滑大放 所有密文进阶就位 与此同时 一道道金色光纹 从炉中飞射而出 不偏不倚 全部缠绕在星辰剑之上 随即更是灵气波动大起 是吕仲从未感受过的 惊人强度 七阶 八阶 还是 九阶 他心中惊诧 一时不敢确定 在那些金色纹的帮助下 一颗巨大的金简 被包裹出现 由此 星辰剑开始了凝行过程 根据吕仲所知 这一过程 又被称为炼虚点针 说的旋之又旋 可若是通俗一点解释 那就相当于将程序 录入载体 使之能够顺利运转 原理大差不差 唯独实现极难 而盗蒙 竟借助他面前这尊仙姬 实现了这一个过程 仙姬都如此强大 能实现如此不可思议之事 那 持着仙宝的真仙 力量又该是何等的伟案 吕仲卫不自量力地猜想 因为这就如同农夫眼中的 皇帝家金锄头 不到对应的层次 怎能知晓其中真相 时间一点点流逝 星辰剑仍在凝行中 这一步 吕仲无法提供帮助 一切全靠领保自身 转眼就是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很快 他就忙了起来 盖因第三节到来 无数可求着获得真行 已拥有在现实行走身躯的杂速 在此刻受到吸引 纷纷涌来 跟前两节相较 数量跟实力 皆成递增趋势 此刻 如星已然成为了战场 吕仲一人独占万千杂速 雷剑水扇齐出 成片收割着对手 然目前上还游刃有余 但若照此情况持续下去 最后结果恐怕不容乐观 念及至此 他尝试着跟星辰剑沟通 度过入破关后 瓷宝已然诞生了神意 现在正是借用时候 不过树西 星辰剑就传来了回应 同时 一点星光射出 被星光击中后 吕仲进入了相当玄妙的状态 原神世界顿时大为不同 原本看起来杂乱无章的杂速形体 此刻竟变得无比清晰 原来 杂速并不难对付 它们就仿佛是碎步片 烂砖头 即木条搭成的架子 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 在虚界的作用下 才维持着勉强的平衡 若想将之击败 只需破坏其脆弱的连接处 扑驰一声 一只实力不弱于化神的牛型杂速 被月光剑穿胸而过 原本这不足以伤害到他 可吕仲在获得星辰剑力量的加持后 一剑精准击溃了他的身体连接点 刹时间 牛型 杂速 轰然崩溃 如此照葫芦画瓢做下去 杂速群倒下的速度陡增 吕仲身上的压力也因此大减 更妙的是 他发现大量杂速倒下后 所溢散出来的部分精华 在经过熔炉的作用之后 竟转化成了天元 并被星辰剑吸纳为养料 几乎是肉眼可见的幅度 简直所犯金光更胜之前数分 不过 吕仲并未露出半点轻松表情 动静越大 被吸引来的杂速自然也就越多 他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同时 上方的凤年年处也遭遇了情况 什么 就在方才 刘武突然来报 断也先方外 互有一尊巨型虚影浮现 听完描述后 凤年年的表情变得凝重 口中喃喃道 没想到 没想到竟连这种东西都吸引过来了 旋即 他又展颜一笑 不过 幸好有我在此 换作是他人来 此番沉下 免不了一场劫难 可来的是他凤年年 借助林凤展 说不定在化险为夷后 还能赠沉下一个小小机缘 难怪 难怪月英子要与我交易 凤年年到这时 才算是将事情想通 他为纠结 被人撂算到 毕竟那对于杜杰七修事 尤其是月英子这种半仙存在 可以说是如吃饭喝水般 轻而易举之事 同时 凤年年更知道 哪怕是强如半仙 纵然能看到一丝未来 可借此能知晓的信息 也似不靠谱的占卜一般 若是解读错误 会将答案引至南辕北辙方向 由于修为尚不到家 所以凤年年并不清楚 月英子等一众存在 到底在这位臣下的身上看到了什么 并因此做出了什么谋划 但按照老乖们布局的习惯 定不会将希望寄托于一人 定然会准备极多的手笔 想到这里 他不禁回想起一份神秘榜单 可这时凤年年心有所感 他猛一抬头 发现横跟在虚界当中 占地达十万里方圆的断野先方上空 漠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人形虚影 纯素果然将你们吸引来了 若说杂素是虚界接收现实世界的信息 所捏造的虚界生命 那么纯素就是不折不扣的虚界土著 能让纯素感兴趣的是不多 获得真行是其中之一 生于虚界 长于虚界 见识过虚界的荒诞与混乱 历经无数年的积累与发酵 自然会渴求 见识外面充满秩序 规则的真实世界 如心深处 吕仲一察觉到了纯素的出现 跟杂素完全不同 这巨大人形虚影十分完整 见不到半点拼凑痕迹 在原神的世界中 就好似表面平静的大海 底下暗藏着汹涌激流 出现的时机 抓得还真是精准 吕仲忍不住暗骂一句 现在星辰剑已到凝行的最后时刻 若这人形虚影再晚出现 哪怕仅仅是树西 神破灵宝的凝行观 他都能顺利渡过 偏偏是这个时候 轰隆隆 纯素一出现 就开始对断野先方发起攻击 他所用手段相当奇特 只见巨大手掌一按 也不见有多大动静 更没有震耳欲聋的声响 及恐怖至极的气息爆发 原本金色护照包裹的断野先方 就被一层黑云所笼罩 这些诡异云气 似有极强的侵蚀性 护照的颜色因此飞速简单 若照此情况持续 已有三万年未经维护的断野先方 护照必然会被攻破 届时 后果不堪设想 可就在这时 护照中忽有凤蹄之音传出 继而荧光大放起来 却是凤延年将凌凤斩祭出 并将之戎入到了先方护照中 既然来了 就别想走 凤延年目录笑意 飞速打出一连串法绝 全部作用于脚下的断野先方 轰隆隆 除却熔炉之外 一直沉寂的其他区域 此刻好似被激活一般 无数蜜蚊如瀑流般划过 刺目的灵光闪烁不定 并伴有惊人的灵气波动 复苏 是断野先方正在复苏 见到这一幕 凤延年手上动作更加迅速 在他的控制之下 原本被黑云侵蚀 脆弱得如同卵壳般的护照 这时忽然有密纹涌现 而后更是演化出一条条金色锁链 漠然间 锁链腾空飞起 以纯速为目标 纷纷捆扎上去 无论纯速如何嘶吼 一出海量黑云侵蚀 这些锁链都仍持续着 并随着挣扎逐渐收紧 一点点地勒进他那庞大身躯 吕仲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这幕 只见原神世界中 这巨大人形虚影的身体 正在飞速 被置换着 从原本的浑然一体 变得支离破碎 这是在破坏他的完整性 要不了多久 这人形虚影 就会沦为类似杂素的存在 吕仲虽然不清楚 这会给人形虚影带来什么 但有一点十分明显 身为先修自私自利根源的盗蒙修士 绝不会做费力不讨好之事 果不其然 置换一经开始 整座断也先方都轰鸣起来 就好似加了燃料开动起来的机器 至于燃料来源 无疑是被困住的人形虚影 关于这点 凤年年再清楚不过 据说在三万年前 盗蒙炼器师们就是这样 将一尊尊纯素从虚界之海抓来 然后将它们当作燃料焚烧 一件件地锻造出先机 这是何等辉煌的年代 一如那纯金色泽 可惜时过境迁 盗蒙一夜消失之后 灵环界先修早已无这种能力 到了如今 更是要专门设下陷阱 才能骗来燃料启动先方 先方运转的好处显而易见 第一个吃到螃蟹的旅重 此刻心中已是乐开了花 赵气灵传来的信息 此番星辰见凝行速度大增不说 还因此获得了不小好处 很快 凝行完成 金茧寸寸裂开 璀璨光滑渐渐聚脸 是一面平平无奇的小镜 吕众目光一扫 露出满意之色 随后检查 明白了气灵所言的好处 竟是它的凝实程度 大大超出了预期 就好比陶土跟陶气一般的区别 而这将有助通过之后的融合观 带来巨大增益 好好好 一连三个好字 可见吕众此刻心情的激动 不过很快 他就将之暗纳下来 毕竟 还有两节一关未过 如果最后功亏一篑 未能让星辰见进阶 此趟照样是以失败告终 而他为此 也要付出惨痛代价 至少会元气大损 本命领宝彻底被毁 借骄借躁 小心谨慎 吕众暗暗在心中提醒着自己 又是一轮休养 这次恢复所需时间更长 足足持续178年 待养精蓄锐之后 吕众马上动作起来 第四节 如期而至 此节产生的原因 是凝聚真行之时 宝体受到外缘污染所致 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 来自于辅助凝行的那些光纹 接触过 自然会留下印记 事已需要加以进化 幸好 由于宝体十分纯粹 且过于凝食 这一次 吕众解决起来 轻松了不少 仅仅敖战不到半年 就将所有污染清除殆尽 到了这时 最后一关融合关 就在眼前 吕众现在要做的 就是将星辰见真行 及先前入破新生的气灵 借助断也先方融合为一体 如此方能成就神魄灵宝 星之已无退路 他果断喷出一口金血 在虚界 这口金血做光团呈现 并有一行行字迹 萦绕其中 相当特殊的形态 以这一光团为媒介 也即是以本命灵宝之主的 金血为引 星辰见真行与气灵 被包裹在一起 而后开始了融合进程 到了这步 危机不再来自外界 而是来自内部 凡生灵 必向往自由 气灵自然不例外 哪怕他之前从无这般想法 可在受到虚界的影响之后 也会无可避免淡出类似的念头 若换作是正常的神魄之宝炼制 则是气灵入魔 一旦处于这种状态 就会迫切想摆脱宝物主人控制 不愿再被重新计练 而是渴望成为完整的独立个体 故意开始 吕仲才会喷吐出一口金血 里面蕴含了他的大量信息 福自由 天性向往 这时 吕仲又祭出另一手段 是名为太阴宝文的口诀 他来源于太阴仙经 本该在他正常炼制神魄灵宝时 派上用场 作用是削弱气灵可能的反抗 为重新计练提供帮助 只是他念着忽然觉得内容有些不对位 与其说这是一篇口诀 倒不如说是鸡汤 专为气灵而射 效果显著 只见吟宋鼠变后 气灵果然反抗大减 趁势 吕仲加紧计练 不一会功夫 烙印便已完成 至此 星辰剑重归于他的控制之下 接着荧光一闪 一面朴质无华 却潜藏着莫大微能的小径 就此出现在吕仲眼前 成了 吕仲大喜道 也不用特意做什么 他心念微微移动 星辰剑立马动作 立刻就化作一道荧光 没入了吕仲的体内 闭目略意感应 就将星辰剑的变化 全都了然于心 前后对比 最大的变化在于气灵 他原本有魂无魄 虽不得真正生灵 可如今却不同 在成为神魄灵宝之后 已然成了一个完整的独立个体 从此有了无限的可能性 若加以成长 将来未必没有成长为 仙宝的可能 气灵完整之后 对战斗的注意可谓极多 从此可以学习 积累斗法经验 从而在与灵宝的斗争中 取得上风 随着时间的推移 此宝变得越来越强 同时 得益于神魄的融入 星辰剑从此有了神意 此神意 名为竹式神游 只要星辰剑积蓄够力量 吕众就可以借此 穿梭世界线 进而将世界线归翼收拢 实现真我唯一之仙的目的 乍一听 这十分不可思议 只是一剑神魄灵宝 却拥有笔迹真仙的能力 然吕众对此 并不觉得奇怪 星辰剑获得神意时 自己石海中那神秘的挥舞空间 可是对此响应过 也因此出现这个特殊的神意能力 就不足为奇起来 按那注意事的念头 吕众将星辰剑祭出 静静等待起来 神魄灵宝虽成 却还有一节要果 这一节 对星辰剑来说 既是一场劫难 同时也是一桩机缘 若能度过 就能汲取杂素力量中所含天缘 将之化作柴星 公养己身 对于新生的神魄之宝而言 这正是星辰剑所急需的 同时 也可以借助一场大战 积累不少经验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不多时 就能看到断也先方外的虚剑 陡然间开始沸腾 鼠之不尽的杂素出现 浩浩荡荡地冲这边冲来 跟以前不同 成为神魄灵宝后的星辰剑 这次主动出击 只见它光滑一闪 传射出密集近光 起初有不少近光判断失误 或是提前或是延后 致使目标杂素逃过一截 可很快 它就无师自通了提前量 并且近光的准度在快速提升 随着时间推移 被星辰剑击杀的杂素越来越多 每斩杀一只杂素 此宝都能获得不少好处 渐渐地 星辰剑灵光越发璀璨 出手也愈发老练刁钻 不过在吕仲看来 跟那些精善斗法的修饰相比 它还是少了一些历练 就好比现在 面对汹涌而至的杂素群 它只想着以一己之力抗下 而这 已然超出星辰剑的能力范围 吕仲也不说话 等时掐绝起来 浑身雷光一闪 就击射出一道道雷枪 待没入杂素群中后 炸开成一颗颗雷球 将大片大片目标解决 如此一来 星辰剑面临的压力 就少了许多 就这样 一人一宝配合着 小半时生后 无惊无险 第五节结束 相较于开始时候 此刻的星辰剑 变得沉稳不少 同时得益于所获天元补义 薄体也更加地凝实起来 而这也将体现在威能上 吕仲一阵端向 后将他收入石海 随后他身形一闪 来到凤年年身前 冲对方身诗一礼 说道 多谢凤前辈相助 不必如此多礼 凤年年不敢鞠躬 毕竟这只是一场交易 随后 他冲吕仲摆了摆手 好了 既然宝物已成 此处 非你久留之地 速速离去吧 见对方不愿多说 吕仲识去地拱手告辞 离开了断眼先方 神魄领宝继承 吕仲接下来的重点 自然是提升修为 问题随之而来 之前他所服用的丹药 随着修为的增长 已是不足为用 倒不是无法提升修为 而是效率过于低下 也因此 新单方的获取 需得提上日程 吕仲对此 已经有了想法 不过此事 倒也不必急在一时 就目前而言 他所要做的 就是先炼化天元 使元神继续蜕变 毕竟 唯有先扩大池子的容积 才需要去考虑水的多少 静息调和完毕 他再次进入了闭关状态 日子一天天过去 无论外界如何变化 吕仲都不为所动 每日除了炼化天元 就是打坐炼器 并乐此不疲 一晃眼 百年时间过去 吕仲不得不提前出关 失算了 他之前没想到 神魄灵宝的蕴养 竟也需要天元 一人一宝 皆是胡吃海豚货色 天元自然因此消耗得飞快 所以 只是百年时间 吕仲就不得不狼狈出关 为了获取天元 吕仲决定将目标 放在猪鳄身上 倒不是虚界的天元难获得 而是相较之下 数量众多 且异于对付的猪鳄势力 明显是更好的获取来源 不但轻松简单 量还大 于是乎 吕仲便开始行动起来 正巧 时下猪鳄范鞭 越发地平凡 这就给了他动手的机会 无论是暗中偷袭也好 正面硬冲也罢 只要能斩杀猪鳄眷属 获得神器 以转化出天元 在不触及自身底线的情况下 所有手段 吕仲都是昏宿不济 面对如此不要脸的对手 换作是谁 都要感到头疼不已 猪鳄一方 也曾对此设下陷阱 怎奈何吕仲有挥晤空间 都被他一一毙了过去 过程中 猪鳄一方还吃过几次反埋伏的亏 盖因吕仲也不是蠢货 知道将消息卖给土皇宫 让他们来替自己解决对面的高阶修饰 于是时间一久 便也只能不当回事 毕竟一个人再能杀 也无法将浩浩荡荡的猪鳄连军斩进 恰恰数量是猪鳄一方的最大优势 就这样 时间在吕仲猎猪鳄 掠夺神器 以转化天元 以天元供应修炼所需中 徐徐过去了 八十年后 洞府进市中 吕仲盘坐在地上 此刻双目紧闭 两手掐绝 提标有月华明灭不定 散发出阵阵灵气波动 却是正在运功修炼着 可突然 一股莫名的波动 如潮水般扫过 吕仲悚然一惊 站起了身来 这种感觉似曾相识 难道是 可还未等他做出猜想跟推断 突然又是一股神秘波动扫过 这一次 感觉更加清晰 没错了 这跟金氏中的启动 极为类似 吕仲的脸色 一下变得惊疑不定起来 难道说 接影中被敲响了 这并非没有可能 毕竟天宫也进一战 最后是先修一方胜利 可很快 他推翻了这一猜想 足足等待半炷香功夫 一切却好似无事发生过一般 在神秘波动扫过之后 便再无后续其他一项出现 奇了怪灾 到底发生了什么 吕仲心中充满不解 可却得不到答案 无奈 他将之搁置一旁 平复心情 很快重新入定 好似无事发生 可这一事件的影响 却后来一点点显现 最明显的 就是战火不休的边境 诸厄联军 竟一改常态 开始直守不公 对这种反常行为 土皇宫的反应 颇为古怪 非但没有趁机动作 夺回失地的想法 居然也同样固守不出 原本打破脑海 要争个你死我活的两大势力 就这样莫名其妙地 握手停战起来 一切都透露着不寻常的味道 吕仲对此曾有过探究想法 可每一次都是无果而终 经过数次试探 他最终确定 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 在阻挠着 有人知道背后真相 其中之一 赫然是月英子 确定了这一点后 吕仲识去 放弃了查清真相的念头 不过心中对此 也隐隐有了猜测 大抵还是因为敲钟这件事 据他所知 敲响今世接引二中之后 便会引发真仙将士 可如今 明明有敲钟行为 却没有真仙出现 要么是终没敲响 要么是敲响之后 没有得到仙界的回应 要么敲响的进程 被主动打断 前两者还好 都在吕仲的理解范围内 可若是第三种可能 他实在想不到 谋算了极久 辛辛苦苦把钟敲响的月英子等人 会因为何种原因 主动放弃让真仙降临 放弃这一条 非生成仙的捷径 除非 是迫不得已 可这样一想 吕仲就觉得更加荒谬了 是什么 能让一群杜结七大能 感受到危险 还有 诸恶那边的态度 也是值得玩味 思来想去 吕仲也没想出个结果 索性便将只抛在一边 眼下诸恶固守不出 天元的获取 变得困难起来 经过数次试探 他无奈得出一个答案 那就是 这条获取途径 至少在目前已是行不通 或者说 效率变得极低 与之相较 在虚界中获取天元 性价比一下子就高了起来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又是一个甲子 随着边疆战事的平息 以及诸恶势力的反常收缩 局势变得更加扑朔厘米 叫人根本看不懂发生了什么 暴雨出些的一日 吕仲难得出关 准备享受一日清闲 却不料 刚把灵茶冲泡好 就有客人不请自来 来人是叶盘炎 许久不见 此人修为非但没有精进 反倒是倒退了不少 现在跟刚入炼虚的状态差不多 而且气息虚浮 看起来颇为狼狈 浑身乱糟糟的 这不该是炼虚修饰的状态 一见到吕仲 叶盘炎半句话没说 竟嚎啕大哭起来 这你这是 对方这一举动 彻底把吕仲弄迷糊了 亡了 亡了呀 叶盘炎说到这里 哭得更加厉害 什么亡啊 吕仲这时一头雾水 若不是他见叶盘炎神志 还算清明 都要怀疑 这人是否得了失心疯 否则 岂会哭成这样 是盗蒙 盗蒙已经亡了呀 叶盘炎面露悲淒之色 痛哭流涕地说道 原来是盗蒙亡了 吕仲一听 并不觉得有什么意外 这一事实他早就知晓 先使佩剑染血 连关稻子都无法幸免 盗蒙其他修饰没了 也是理所当然 不过他在意的是 为何叶盘炎能如此确定这点 难不成 盗蒙覆灭的原因找到了 吕仲急忙问出这话 可结果却是答非所问 耐心安慰了一阵 像是安慰个活了几万年的孩子 他这才从叶盘炎口中得到答案 同时也知晓了 终想不见真仙的原因 不幸的 他猜到了真相 原来在天宫也进一战后 诸位杜杰七大能就开始谋划着 准备着将接影中敲响 好引发真仙将士 抵挡诸恶 还先到一个太平盛世 而叶盘炎 作为幸存的盗蒙修士 参与了进去 一开始 事情进展得极顺利 哪怕其中诸恶数次来犯 先修们也凭借实力 即镇守麒麟的帮助 将来犯之敌全数击退 保障了敲钟计划的进行 如此准备一段时间 敲钟的日子很快到来 可众人却没想到 变故会在这时发生 死了 死了 无论是他们还是他们 全部都死了 此刻叶盘炎六神无主 一脸惊恐地说出这话 这话的言下之意 是指所有敲钟的人都死了 可你 为何还能幸存 吕仲心中很快浮现出两个疑问 但很快 他就想到其中一个的答案 那就是 作为盗蒙目前已知的唯一幸存者 叶盘炎身上存在着古怪 或许正是此人身上的特殊之处 才让叶盘炎能从盗蒙消失中幸存 在终享后生还 冷静 冷静一点 吕仲试图让叶盘炎冷静下来 可结果 完全是徒劳 也不知他受了多大的刺激 目睹了怎样的画面 才会让一个心智坚定的修饰 变成现在这副鬼样子 无奈 吕仲只好旁敲侧击起来 所得信息尽管零散 甚至会自相矛盾 却总好过没有 渐渐地 他拼凑出一个完整画面 在某一处神秘之地 矗立着一座名为街影的仙中 一方是仙修 正试图敲响他 以此获得翻盘的机会 另一方则是诸恶 不计代价地想要阻止 无论过程如何 结果是一定的 街影中 还是被敲响了 然后 疯狂地一幕出现 在唯一幸存者 叶盘炎的目睹之下 除他之外的所有参与者 都被突然杀死了 而且中响之后 似乎还有其他变化 以至于仙修跟诸恶双方 对此都是会莫如深 晚上 灵阙山 吕仲将叶盘炎送走 站在山门处 微凉夜风徐徐扶来 这世道 真是越发叫人看不懂了 原以为 要么是仙修将中敲响 引发真仙将士 从此灭绝诸恶 要么就是反过来 仙道从此示威不在 可最终的结果 却叫人始料未及 唉 这都什么事啊 吕仲摇头 转身回到静视 待平复好心情 才继续负担修炼 一枚接一枚地服下 巨量的灵气 经由弓体转化 被炼化成法力 修为因此而获得增长 然幅度惨不忍睹 于是修炼数年之后 他停止了修炼 看来 获取单方刻不容缓 吕仲略意私存 决定还是出门一趟 关于炼须中期的单方 想要搜集 自然是困难无比 可对他而言 再困难 也好过退而求其次 四亿般炼须修饰那般 靠吸纳援金增进修为 后者虽然获取简单 可付出的代价并不小 本质上 这种方法 是以时间换取修为 王好了说 至少要三五千年 才能突破一个小境界 如此长的时间 屡重等不及 幸好眼下 正好有不少的机会 目前 先修跟诸厄间的战争 暂告一段落 大量修炼获得闲暇时间之后 原本被大战压制的修炼需求 一下子就提了上来 近来百段城多有拍卖会 交换会举行 屡重打算去碰碰运气 等实在不行 再另寻他策 做出决定之后 他立刻派化身动身前往百段城 在那里一连停留了小半年 参与了大大小小石树厂交易会 结果一无所获 对此 屡重早有预料 修为越高 所需之物就越是珍贵 他准备为此等上个百年时间 等待消息的时候 屡重基本都在灵雀山修炼 极少外出 岁月如流水般飞逝 很快 一场重磅拍卖会消息传来 之所以说他重磅 是因此 这一场拍卖会的规格极高 连练虚期修饰 也只是刚刚达到门槛 据说 不但会有合体期修饰参与 就连大成期 也会出现那么几位 也正是因此 会上将有不少好东西流出 光目前化身打听到的信息 就足有好几件屡重动心之物 拍卖会的举行日期 在一个甲子之后 为此 他需要做足准备 只因拍卖会所用货币 是只有在高阶修饰中流通的元金 此物屡重手中并不多 需要设法交换 或兑换到足够数量 照屡重对拍卖物行情的估算 他少说 也要准备个1000元金 如此才能有底气的出价 若是想拍下除单方之外的其他宝物 则需要准备的元金更多 哪怕是平时 想用零食兑换到元金 至少也要一亿枚下品零食 而现在兑换一枚元金 需要的零食只会更多 吕仲在心中私存着 该如何获取 才能凑齐元金 大敌只能靠出手天元了 身怀方一平 同时兼具须借行走实力 二者都是获取天元的渠道 对别的恋须修饰 珍贵无比的天元 对他来说近乎无限 故哪怕将库存全部出手 也不会影响之后修行 如果能得到合适的单方 元神蜕变稍微推迟也无妨 不过 该如何出手呢 吕仲深知怀必其罪的道理 想要凑齐足够元金 所需出手的天元数量不会少 将会是一个极其引人注意的数目 无论如何小心与谨慎 都必然会吸引来窥视目光 思来想去 他还是分批出手 这样风险相对较低 接下来的时间 吕仲不断改换行头 出现在各大拍卖会 交换会上 一开始 进行得相当顺利 将手头部分天元分批出手后 很快就凑到了一千美元金 可就在渐渐地 吕仲担心的事情发生 疑心换斗神通屡屡市井 说明已经有人或有势力 察觉到了市面上 异常流出的大批天元 对此 他只好暂缓一阵 转而将注意力 放到了临时与元金的兑换上 同时 也在将手头丹药批量抛售 希望借着庞大的数量 跟炼虚势力 交易到更多元金 尽管对以上两点 吕仲并不做指望 可收效并不差 十余年过去 他手头元金数量 突破了两千 之后又过了三年 这一日 吕仲照例在近视中修炼 可就在这时 他默然睁开双眼 同时体内飞出一道荧光 此光于室内盘旋数圈之后 化作一点璀璨星辰 并放射出道道光线 却是星辰剑积蓄够了力量 能够开始逐世神游了 对吕仲而言 皈夷世界线也是重中之重 不假思索 他冲气灵点了点头 立刻 星辰剑引动自身神意 于镜中喷出一股灰光 将吕仲整个人包裹于其中 而后一人一静就这样突然间消失 不知过了多久 吕仲自昏尘中醒来 空气飘荡着淡淡铁锈尾 耳畔传来滴答水声 熟悉旧意浮现于心头 这是 是我穿越来的一个夜晚 吕仲睁开眼 借着昏暗的灯火 看清了目前所在之处 紧接着 他面色一变 为何 这次我的修为 吕仲这时发现 自己的实力 竟回到了炼气一层 除此之外 其他宝物 诸如引雷针 避水扇 都没有带过来 更不妙的是 这次连挥晤空间也没了反应 至于本命领保星辰剑 此刻的感应 也是异常模糊 好似分隔着极远的距离 唯一的好消息 他还能调动星辰剑的力量 尽管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丝 可这能在关键时候 派上用场 给了吕仲不小的安慰 现在该是想办法弄清楚 为何我会遭遇这种情况 按照正常情况 吕仲该是跟第一次 皈夷世界现实一样 带着完整的境界修为穿梭才对 眼下这种状态并不正常 他怀疑是有什么力量从中做足 从潮湿的床上起来 打亮了房间环境一眼 一切仿佛都是记忆中的模样 可他总感觉 哪里有些不对劲 外面似乎安静地过分 受限于炼气器的无感 吕仲这时才反应过来 外面何止是安静 分明就是死界 听不见半点蛇虫鼠蚁活动声 更没有修饰凡人们生活起居的动静 给他的感觉 就好似此方世界 除了这间小屋 就再无其他生灵存在一般 吕仲心中忽有预感 这极可能跟自己身上的异常有关 扭头望了眼油灯 他目中闪过一丝迟疑 既然此灯一直亮着 想来维持现状更好 于是放弃了将之吹灭的想法 挪动脚步 缓缓来到门飞处 透过狭窄缝隙 吕仲开始打亮外面的世界 一墙之隔 两片天地 他这才发现 一股力量隔绝了木屋内外 是来自于星辰剑的力量 但此刻已经在消散着 透过木板可以看到 外面光线昏暗无比 从建筑布局上看 还是能看出来 跟清柳须一致 到处充斥着混乱的痕迹 坍塌的房屋 毁坏的道路 以及空气中 挥之不去的腐败味道 此地好似曾发生过什么大变故 就在屡众思索之际 忽然 世界中出现十几道身影 有修饰也有凡人 他们的行动摇摇晃晃 面色挥败枯狗 此刻如行尸走肉一般 漫无目的游走在青石板路上 在这些人身上 吕仲感应不到生机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心中对此疑惑不已 略意思寸 最终决定多观察一阵 时间一点点流逝 很快就到了日出黎明时候 可这时 天色依旧昏暗无比 头顶的炎日 好似冒牌货 尽管放射出万丈光芒 叫人感受不到半点暖意 明明是日出时候 却仍感觉在冰窟中一般 借着不多的光线 吕仲初步看清了外面的情况 不知何种缘故 外面的修饰跟凡人 剧都化作了行尸走肉 诡异的是 在他看来 并不思外到手段所为 因为无论是魔修也好 修炼邪法的邪修也罢 想要将活人转化成外面这种状态 都需要满足诸多条件 外面这些人的情况 更像是遭遇了某种巨大灾难 至少也得是诸恶级别的存在出手 到底发生了什么 吕仲心中再次浮现出这一疑问 可就在这时街上有身影一闪而逝 尽管时间极短 但他确定自己没看错 还有活人 看来这条世界线 并非是我想的那般绝望 吕仲考虑一阵 决定尝试跟对方接触一番 或许能借此知道些什么 不过在此之前 他还要多些自保之力 这倒也简单 化些灵符傍身就是 材料都是现成的 对于一名炼虚修士 画符可谓手到擒来 唯一的麻烦是自身灵气不足 固制符过程受到了不少限制 也无法制出高阶符路 尽管如此 吕仲在消耗完符指后 仍是画出了火球符七张 金光符九张 灵符的数量不多 却也可以让他拥有自保之力 紧接着 他又休息了一阵 不过并未休息到将法力回满 因为吕仲这时发现 那种将小屋跟外界隔绝的力量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消退着 马上就要从这里消失 事不宜迟 吕仲立刻翻身一跃 跳到了房顶之上 向着那道身影消失方向 翘无声息摸过去 在他离开后不久 就有一道身影闯入木屋 闻着空气中残存的味道 疑惑不已 而这时 吕仲已经前进了百渔帐 借助旺气数 他能分辨出空气中细微的气息流动 得益于练虚期的法术见解 这比靠嗅觉还要准确上百倍 追踪起来很是轻松 一路追踪 很快走出青柳虚 能很明显地看出来 对方出了青柳虚之后 放松了许多 吕仲若有思索 继续追踪下去 很快就抵达了目的地 结果有些出人预料 竟是旧时李东 曾带他来过的那处隐秘山谷 难怪那道身影我看着 感到有些熟悉 暗想着这点 吕仲摸进了山谷 一连绕过树道陷阱 很快就见到了三道人意 其中之一 正是致服尸李东 许是时间不对 他身旁并未带着男童 由于吕仲为刻意隐藏气息 这时 谷中的三人也注意到了来人 李东第一个望来 在看清吕仲的面容之后 顿时好似见了鬼一般 因为面前出现之人 早在天变发生的第一日 就已经被自己斩杀 可如今 居然又出现了 旁边二人也反应过来 面色聚都是一变 面对如此离奇之事 饶是他们经历今天灾难 神经早已粗大了许多 可一时半会 也经受不住这种刺激 怎么可能 你 你到底是人是鬼 见三人如此模样 吕仲心中苦笑 明白了自己为何会出现在这个时间节点 怕不是此条世界线的旅众 已经遭遇了不测死去 而且极可能面前三人中 还有知情 或是亲眼目睹者 心中如此想着 他的表现却十分镇定 三位道友 你们再仔细看看我 外面那些鬼东西 能有在下这般气色 这般生结 听他这么一说 李东几人才反应过来 面前所站之人 是活生生地站着 跟外面的行尸走肉 有着极大的不同 分明是一个大活人 尽管如此 吕仲仍未打消三人的疑虑 尤其是李东 更是一脸惊疑不定 不过 大打一场看来是能免了 吕仲也不在意这些 将手里的火球符 跟金光符亮出 对着三人道 我现在 并不知小外面发生了什么 可否有人愿意替我解惑 作为报酬 你们 可以得到这些灵符 他能看得出来 面前三人 缺乏自保之力 哪怕其中有制服失在 果不其然 一听到吕仲提出的条件 对面三人 立刻眼睛放光 李东犹豫一阵 最终开口道 或许 是我看错了 那好 既然道友要交易 那不知该如何个交易法 有言在先 我等三人所知晓的事情 其实并不算多 所以 只要我们回答了 你就要给出一张灵符 对对对 你可接受这一交易 三人中 一名胖修士这时说道 可以 一个问题 一张金光符 吕仲回道 听得此条件 李东等人面露金色 显然没想到吕仲会答应 己方所提出的这种苛刻条件 要知道 在天变之后的现在 金光符的价值翻倍增长 如今仅需要回答一个问题 就能得到一张 尾时不可思议 剑暴露了身份 吕仲也懒得做伪装 干脆直接将一张金光符递出 并同时问道 关于外面情况 你们三人有多少了解 李东三人对视一眼 最后是李东站出来 他望着身前死而复生的吕仲 心中十分怀疑 这是一位老怪物 一想到这里 心中就不由一锦 但还是开口回道 具体是什么回事 晚辈不知道 但这一切都 发生在天变之后 哦 何为天变 吕仲追问道 若有挥晤空间在 他完全不必如此麻烦 可现在 却也只能靠自己了 另一边的李东 这时继续说下去 关于天变 发生在七日前 那时晚辈 恰好在制服间画服 将过程目睹 我还清楚记得 彼时天空像是 突然裂开一般 然后就是无尽的金光喷涌 彻底覆盖一切 在之后 清柳须就突然间大乱起来 大部分人变得好似野兽 无差别 不留情攻击着遇见的一切 说到这里 不只是陈东 其余二人都是面露恐惧 像是回想起了什么不堪回忆 将三人表现 尽收眼底 吕仲露出若有所思表情 继而又道 既然事情发生已有三月 那青阳门对此可有动作 以及 你们对这些行尸走肉 是否有更多的了解 例如 他们攻击生灵的目的 等等之类 晚辈尚无精力他顾 李东苦涩道 自天变之后 幸存者于惶恐中度日 哪里能理会这么多 本来 这处小山谷聚集的修士 足有十七人之多 可现在才过去七日 就只剩下他们三人 未来还不知道谁能存活 在此情况下 注意力全都在活命上面 哪还有其余闲工夫 去观察外面的情况 见李东说的不似座位 吕仲将金光符交给了对方 第二个问题 既然你之前 见过与我相似之人 我想知道具体地点 他对此十分在意 并隐隐中有预感 此趟世界线是否能归一 即可能跟这个世界的 吕仲大有关关系 故而 方才有此疑问 听到这个问题 李东识趣的没去深究 而是仔细回忆一阵 给出了答案 却是在码头区域 码头 此地倒真是与我有缘 吕仲游还记得 自己所赚的第一桶金 就是靠钓鱼得来 得到想要信息后 他不准备再次继续久留 就眼下而言 还是早些找到吕仲 尽快将世界线归翼才是 正当他转身想要离去 忽然背后传来一声惨叫 吕仲定睛往惨叫处一看 发现却是一名倒霉的修士 被不知何时何处 潜入进来的行尸走肉 给死死咬住驳梗 颜红鲜血秘密留下 眼见着就活不了多久 嗯 这是 忽然 吕仲双目圆瞪 仿佛看到了不敢置信之事 只见被咬死的修士 一身修为静不知如何的 进阶都被莫名抽去了去 化作一缕缕的金丝 一下就闪入虚空中 消失不见 而咬死他那句行尸 这时则是露出迷茫表情 可很快 行尸又恢复成之前争名模样 在发现新的目标之后 为心中永无止境的饥渴驱动 咆哮一声 朝着赶过来的李东二人冲去 结果 自然是行尸落败 不过李东二人 为此也受了不清的伤势 皆因行尸不畏生死 绝对没错 刚才看到的就是天元 李中对此十分笃定 他没想到 竟在清河界遇见了此物 方才行尸咬死那人之时 后者除却肉身外的一切 无论是修为也好 神魂也罢 剧都被转化成了天元 被吸入虚空消失不见 毫无疑问 这定然跟天变有关 是有什么存在 为了得到天元 令这一事件的上演 李中觉得这 大概就是真相 不过 这跟他并无多大关系 无论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李中现在要做的 就只有一点 那就是 找到此方世界的李中 然后设法归夷世界线 如此便足矣 为理会李东二人 李中转身离开山谷 却不料 才刚刚出来 旁边草丛中 呼地扑出三道身影 都是行尸 李中对此不见慌忙 见对手实力不甚强大 便起了研究一番的心思 至少要弄清楚 这些行尸身上的秘密 他方才看得清楚 李东二人在动手时 明明占着实力上的优势 却仍被一具 没有修为的行尸所伤 其中要说 没有不对劲之处 那定然是说不通的 掐绝念咒 调动法力 很快 一枚火球弹 出现在屡重指尖 却 手一指 火球弹应声飞出 落到冲在最前的行尸上 顿时爆燃成大火球 按照通常情况 哪怕是炼气修士 遭此一击 结果也得是身受重伤 不对 李中神色一变 身形后退了几步 很快 一道焦黑身影 从火焰中冲出 正是方才被火球弹击中 那具行尸 可以看到 他尽管外皮 出现部分叹化 可行动并未受到影响 李中不信邪 抬手就是一记 连珠火球 嗖嗖嗖 三枚火球弹先后飞出 并精准击中对面目标 橘黄火焰炸开 行尸们进阶被火光笼罩 可很快 之前的那一幕再次发生 三具行尸 尽管被灵活笼罩 仍只是受到了轻伤 而这跟火球弹的 威能极不相符 李中心中对此 已然有了猜想 他再次凝出一枚火球弹 但这次目标并非行尸 而是一旁的轻蚀 弹指射出 轻蚀立刻不复存在 可见火球弹不存在问题 所以问题出现在行尸身上 李中得出结论 继续进行尝试 为印证心中所想 他连番施展诸多手段 最后得以将三具行尸灭杀 这下他知道了问题原因所在 却是行尸不知如何的 对法术具有极强的抗性 以至于火球弹打上去 等于扫养 不过还好的是 李中发现 以巨石杂击 反倒是比法术更有效 说明天变影响之下的行尸 尽管能抵抗修士的 大部分手段 但肉身并未发生质变 也因此 法器或许是 对付行尸的最佳手段 清除行尸的弱点后 李中这才继续往青柳虚而去 一路上 可见到在荒野上游荡的行尸 数量三三两两 他们会主动攻击 发现一切生灵 无论妖兽也好 野兽也罢 甚至连蛇虫鼠蚁也不放过 在此情况下 李中为了避免麻烦 只得一路脸稀前行 入夜之后 才抵达码头附近 借助旺气术 他开始搜寻李中所在 按照李东的交代 在天变发生之后 青柳虚处于一片混乱 而那时他为了逃命 曾试图借助船只逃生 才会斩杀行尸化的李中 来回检视鼠变 李中并未发现目标身影 奇怪 李东的话不似作为 那我到底跑哪去了 想到这里 他忍不住担心起来 毕竟就来时一路所见 行尸并非是固定一定不动 而是会无目的地游荡 若李中真游荡到别处 那可就坏了 咦 这是 忽然 李中世界中捕捉到一片异常灵光 其位置恰好就在码头区域 颜色暗淡 近乎无法察觉 同时 一股熟悉感从那里传来 李中仔细观察一阵 目中露出思索之色 觉得那里大有古怪 于是单手一掐掘施法起来 却是准备将之轰开看看 顿时灵气俱勇 化作一枚枚火球弹射出 仅是片膝就纷纷落到了异常之处 只见那里空间一阵扭曲 紧接着竟是跌落出一团巨大阴影 乍一看 能辨别是人形之物 可若仔细去看 就会发现此人体型巨大 足有十余杖之巨 同时 体表遍布浓肿一般古包 并有树根一样的事物掺杂其中 闪烁着不祥的黑光 散发着炼气一层的气息 当吕仲将视线移到胸口部位 整个人都不由带住了 只见那里 赫然有着一个三角形窗口 而这 正是李东所为 待怪物抬起头来 吕仲终于敢确定 这就是吕仲 另一个字节 由于受到未知力量的影响 吕仲模样大变 成了如今的模样 吕仲这时还有一点发现 在自己靠近吕仲时 原本跟星辰间若有若无的联系 此刻竟变得更加微弱 看来 导致异变的原因 跟这股未知力量有关 另一边 被连珠火球逼出的怪物 此刻陡然咆哮一声 接连不断的溃破声 有荆棘一般的漆黑枝条 自那些古包中射出 它们宛若独蛇般狂舞着 尖端处更亮起一对星红毛子 锁定吕仲后射来 半途中 枝条又发生变化 只见它们身形延展 净化出了鹿角并双爪 体型更是增大数倍 气息 更是一下斗掌制住鸡镜 焦 还是龙 见到此目 吕仲面露金色 动作却一点都不慢 粘出金光符 就是往身上一贴 同时 不忘沟通自己的 本命领宝星辰剑 向它借来力量 它周身 默然有灰雾弥漫 继而有点点荧光亮起 最后化作一道道光柱 静光如暴雨般传射 正中迎面冲来的一众怪物 让吕仲吃惊的一幕出现了 以星辰剑的威能 哪怕由于联系削弱 威能发挥万不存一 却也足以瞬间灭杀 结单修饰 可现在面对吕仲放出的怪龙 静好似反过来一般 非但没能瞬间将它们击溃 反倒是近光射中 就崩溃消失不见 法术对它无效 意识到这一点 吕仲顿感头痛起来 这一下 废了它最大的一掌 眼见着怪龙逼近 吕仲只好心念一转 一道雷光瞬间将它包裹 却是借助星辰剑的力量 瞬间顿到了远处 可吕仲显然不会放过它 这时又仰天咆哮一声 更多的农包溃破 即射出更多的怪龙来 是战是逃 吕仲心中倾向于后面选项 可他一想到吕仲身上那诡异力量 才过去七日时间就令实力膨胀至此 若再给这怪物更多的时间 那还了得 为避免夜长梦多 吕仲决定再试探一番 直到确定事不可为 既然法术无效 那么雷法或许也不管如何 总要试试 吕仲深知自己眼下 已无其他手段可依仗 倒不如死马当活马依 于是口中念念有词起来 跟以往施展雷法不同 现在由于无雷印相助 所以施展略有些麻烦 好在雷法并非不变之物 有不少路子之法可走 就目前情况 最好的选择是借助法咒 当吕仲施法时 有阵阵破空声逼近至近处 对面怪龙已是袭来 就在这时 一面面光静明现 可他并未因此心安多少 毕竟光静跟静光是同种手段 果不其然 怪龙撞上镜面后 身形警示略微一致 就洞穿静身而过 怪龙接二连三冲破防御 让吕仲心中感到了紧张 好在这时 他已经施法完毕 随即法觉一催 顿时 就有无数紫色蕾丝 从指尖射出 每一道都带着惊人的威能 蕾丝一闪击中来袭怪龙 原本势不可挡的后者 瞬间被击溃了身形 接着化为了一股黑烟 消失不见 雷法有效 吕仲得以长舒一口气 单手一掐绝 再次念念有词起来 他也不顾得过度施法 是否会损伤身体元气 只见由紫意乍现 再次使出一式雷法 这一次 目标换成了吕仲 紫色蕾丝密布成网 劈头盖脸 朝巨大怪物照去 轰隆隆雷声顿时大作 在雷光的轰击下 那些农包一个个溃破 里面的怪龙还未成形 就已经身形溃散 化作一股股黑烟消失不见 受此影响 他跟星辰剑的联系 陡增了数分 同时 自身实力竟也有提升 从一开始的炼气一层 提升至助击初期 这一连串的变化 让吕仲大喜过望 可很快 他就发现自己高兴地为时上走 吕仲被击溃所有农包 非但没有因此死去 反倒是又发生了新变化 先是体型飞速缩水 不过眨眼间功夫 就从食余杖缩至竖尺 继而 无数枝条在他身上慢生 整个人都开始异化 这一次 吕仲看得清楚 异变的产生来源 是他体内的一件东西 未等吕仲看明白 那边的吕仲就已经异化完成 除却还是人形模样外 再见不到半点人的痕迹 已是化作了一庸种树人 气息方面 已增长至助击后期 紧接着 树皮表面溢出一个个流子 闪烁着黑光的流子 很快溃破 又射出一条条怪龙来 与之前相较 这些怪龙也有变化 远远看去 好似一条条树根 却生有真龙的一切特征 无论是鹿角还是舞爪 皆是一一相扶 这一次 怪龙不但变得更强 数量也更加密集 吕仲直觉头皮发麻 抬手打出一片蕾丝后 再不敢继续原地停留 雷光一闪 已是在百丈开外 却不想 那树人不依不饶 连带着怪龙群一到 朝着吕仲这边杀了过来 感受着体内 已经寥寥无几的法力 吕仲只好一边后撤 一边加紧跟星辰剑的联系 让他多度 让力量过来 以满足之后施法所需 若不然 光凭目前修为 断然不会是树人对手 一路且战且退 沿途不知多少房屋遭殃 很快 退至青柳虚外 直到这时 树人仍旧不依不饶 口中已是喷吐着漆黑光柱 想要置吕仲于死地 就让你再嚣张一阵 吕仲面色冷静 继续远远拉开距离 同时 也在尽全力恢复法力 时间就这样一息息过去 双方你追我逃 终于在一刻钟后 得益于星辰剑的帮助 法力恢复得七七八八 反攻时刻到来 吕仲一抬手 就是密集雷丝射出 雷丝先是击溃了怪龙群 然后又突破至树人身前 可这时 让他没想到的事情 再次发生 对付怪龙无往不利的紫霄雷电 竟对那树人收效甚微 一轰击到他身上 紫雷立刻就如泡影般消散 只留下些许焦黑痕迹 见到这一幕 吕仲再次头痛起来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灵宝无效 雷阀也近乎无效 乍一看 完全就是在针对仙道 难不成这怪东西 真是诸厄的手段 吕仲的心中 忍不住做出这般猜想 甚至连原因也想好了 那就是清禾界的尚未灵界 也即使灵环界先到彻底溃败 以至于诸厄势力蔓延 入侵到了此界 心中尽管疑惑 可他并没有放弃 联想到形式的弱点 用法力拘起一块块大石 就朝着追来的庶人砸去 却不料 这一下竟有了效果 别看树人不畏雷电 不惧灵宝攻击 可被巨石砸中之后 身上却喷溅出了污血 不但树皮因此出现溃破 连被砸部位都凹下去一块 有谢 吕仲见此 心中一喜 不过他也知道 四巨石砸击这种程度攻击 只不过给树人造成皮外伤 想要解决这鬼东西 还得需要力气相助 一想到这里 吕仲立刻就是身形一闪 再出现已是在树人身后 他这是准备折返青柳虚 意图获取得到法器 好用来对付树人 追逃继续 树人依旧紧追不舍 过程中 他仍不断放出怪龙 而吕仲照样用雷法化解 轰隆隆 于紫色雷电中 怪龙进阶化为乌有 而这时 吕仲前方世界中 出现了一名巨汉身影 却是姜卫格的玉铁 此人未能在天边来临时逃过一劫 同样化作了一具行尸走肉 此刻见到吕仲 他咆哮一声 朝这边扑了过了 可还在半途 就有一雷撕掠过 纵使行尸有古怪 却也抵挡不了雷电之威 当即就被轰得倒飞出去 吕仲现身在他进前 手持一支雷枪狠狠插下去 同时伸出另一支手一抓 将玉铁腰间的储物袋射到手中 须与功夫脚下行尸就成了焦炭 而这时他面上露出喜色 这次运气不坏 除戴中有法器 名为轻竹剑 尽管是最低劣的下平法器 可对现在的吕仲而言 却够用来对付身后追来的庶人 稍加炼化 当即就将之祭出 接着剑指一掐 一团清光破空射出 一晃之下连斩出数道剑气 随后发生的一幕让吕仲险些自我怀疑 却见剑气射出 落到庶人身上后 竟也是毫无效果 难道 吕仲忍不住怀疑 自己之前的判断是否有误 此刻他又见那庶人张开双臂 画出无数枝条涌来 像是要将自己钉死在原地 当即顾不得多想什么 即令轻竹剑向前展出 意外再次出现 剑锋锁致之处 枝条纷纷断开 吕仲一愣 顿时明白过来 原来 只要手段不涉及灵气 他就没办法免疫 还真是被我猜对了 这鬼东西 就是专门针对仙道 深吸一口气 他控制轻竹剑连斩十数剑 面对犀利剑锋 这下树人再防不住 被斩得木屑横飞 待胸膛被剑锋破开 胸口一雾出现在吕仲眼前 却是一枚漆黑种子 能看得出来导致一切一变的就是此物 当即 吕仲剑指一变 操纵青竹剑狠狠向其刺去 啪啦 一声清脆碎裂声 漆黑种子被剑锋刺破 瞬间就崩溃裂作几块 就在吕仲以为 事情到此结束之时 忽然 种子所在位置处 虚空进一阵扭曲 在他惊叉的目光下 一缕缕天缘就这样涌出 纷纷没入到那种子内部 紧接着更是泛起黑光 将碎片重新连结 又补完成了一期黑种子 受此变化影响 树人气息一增再增 突破到了结单层次 亲眼目睹这一幕 叫吕仲心中顿时一沉 难怪方才越打越不对劲 树人的实力一直都在提升 原因是出现在这里 不能再让他继续强化下去了 趁树人还未恢复行动 吕仲赶紧就又是一次 却不料 剑锋刺至种子近处 却被一层树根挡住了去路 任由他如何催动 轻竹剑都难尽一寸 且由于施加距离的影响 此剑已是开始微微变形 大有坚持不住的迹象 若此剑崩溃 则吕仲败局定义 他当然不会让这幕发生 当即就是咬破舌尖 一口金血喷到了青竹剑上 剑银声顿时大作 青竹剑微能 受到金血的加持 微能陡增树成 就这样 一点点刺穿树根 再次刺种种子 碎裂声再次响起 吃过教训 吕仲这次多了些防备 剑被击破的漆黑种子 周围虚空再次涌出天原 又有了凝聚的迹象 当即就是手一抖 宛出剑花 将之彻底披散 砰的一声暴响 那漆黑种子再坚持不住 就此爆裂开来 先是黑气狂涌 后画作点点黑光 消失不见 没了此物的支撑 树人的身躯无法存续 所有力量被瞬间抽离 如沙子般坍塌 随风飘散化成飞灰 与此同时 吕仲感觉修为缓慢回升 之前失去联系的珠宝 及联系减弱的星辰剑 此刻也都恢复如初 解决阻碍因素 世界线已随时能归一 时间尚有不少余裕 但吕仲没有去看一看 故人的念头 毕竟只是相似的花 总归不是自己的那一朵 于是立刻祭出星辰剑 再者 星辰剑的力量也并非无限 多在其他时间线逗留一分 便要多消耗一分力量 星辰剑积蓄不易 哪能随意浪费 眼前一切顿时破碎 似之前那般化为无数灰光 如此 世界线又归一一条 真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条世界线 怀揣着这样想法 吕仲只觉眼前一阵模糊 待他重新反应过来 已是回到了灵阙山境市 周围一切如故 望了眼炉中索然熏香 来去都是同一个时间点 如此说来 无论我在那边待了多久 回到这边 时间并不会流逝分毫 这对吕仲而言 有好也有坏 好的是 不必担心这边因时间流逝 发生什么意外 坏处则是 一个极佳躲避强敌的手段 被证实无法走通 玄机他不再多想 调息尽气起来 光阴荏染 又是十数年过去 少了诸恶威胁的调剂 吕仲的生活 一下变得乏味至极 日常除了修炼 坚持不懈的炼体外 就是到虚界中猎杀杂素 以此获取天元 第二 换取得到圆精 偶有闲情意志 便是如今日这般 品尝临时佳肴 每一处地方 都有每一处的美食 哪怕是熔铁玉 也不例外 烹调所用的食材 更是充满了地方特色 无意不是火麦才会出产之物 就好比眼前这道八云羹 用的就是八云火寿的云状肉观 经名家之手 有火形灵药调和之后 就成了一道 唯有高阶修饰 才能享用的灵石 修为不道者 福之若 吞食岩浆 可对于吕仲来说 味道却是刚刚好 热与痛 组合成辣味 既能刺激一下味蕾 也能给平静无波的生活 带来一些点缀 至于灵石所含灵气 对炼虚修饰来说 则是无足轻重的因素 胡吃 吕仲大快朵頤 吃得不亦乐乎 就在这时 一团光芒从外面飞进来 确实有人前来拜访 乌鸦子 吕仲望着拜帖署名 没想到几时与这人接触过 记忆中更没有相关信息 他目光略意闪动 决定还是见上一见 片刻后 在侍女的带领下 一名身着黑袍的修士 进到了殿中 打量面前此人 吕仲目光闪过惊疑 继而眉头一皱 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立刻借助挥晤空间 探查来人身份 然却得到意外结果 神念 来人的身份 赫然是诸恶之下的神念 哼神念 好大的胆子 白手让侍女退下 吕仲才冷哼一声 冷盯着黑袍人 诸恶中有名为乌鸦的存在 根据土皇宫的情报 兴致跟长春之子相近 属于灵环界土生土长的诸恶实力 若非如此 吕仲早就立刻动手 将面前此人打杀 感受到来自吕仲的杀意 来人心中骤然一颈 不由想到了前段时间 此人对联军的大肆屠戮 偏生几方 还无法奈何得了此人 一想到这里 心中紧张更甚 但他还是强坐镇定 扯开嘶哑的喉咙道 久闻不如见面 金光子道友的实力 的确是非同凡响 在下今日斗胆前来拜访 是有一庄机缘 想要分享于道友 虽说我拟双方 早前有不共戴天之仇 可现在时局更替 却是到了摒弃前嫌的时候 下面就让在下 停 何处来何处去 请离开吧 吕仲挥手打断 并没有听下去的意思 跟诸恶交易 尽管有不少好处 可这已违反了他的底线 在非要情况下 他的底线并非可以灵活变通 这一点 至少在诸恶跟仙道双方 正是够何前不会发生改变 得到如此答复 乌鸦子面露意外之色 不惊道 金光道友 在下可以以神明启示 此番过来是诚心寻求合作 如有半点一心 定叫我神魄祭面 经受神法而死 诸恶如此启示 不亚于先修之道士 可见真是诚心 尽管如此 吕仲依旧提不起兴趣 就目前而言 实在没有更多的东西 能够引起他的兴趣 更何况 先还是在跟神涅合作 才能得到的前提之下 见吕仲如此表现 乌鸦子像是想到了什么 呼地笑道 道友且放心就是 自你我双方停战之后 各种互惠互利的合作 其实早已经开始 似你我这般 可以说是再正常不过 不 你误会了 吕仲没去细品 对方话语中的意思 依旧冷淡回答 至于先修蛀虫什么的 对于天性自私的修饰而言 可以说是 十分正常的结果 尤其是当中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除了自己的那条命 几乎没什么不可以出卖 担任青囊执政多年 他对此早已经见怪不怪 另一边 见吕仲油盐不尽 乌鸦子也只好信心作罢 只是临走前 此人不知抱着何种用意 故意透露出一个消息 却是关于盗蒙的 言称第三书积愿 将在近日重现于世 此书积愿 隐藏着盗蒙消失的秘密 有过那么一刻 吕仲生出了 留下此人的念头 可借助挥晤空间探查 结果发现 乌鸦子纵然身为神念 却也仅知道这么多 关于第三书积愿的更多消息 其实是一无所知 甚至可以说 知道的比吕仲更少 第三书积愿 等乌鸦子离开后 吕仲回忆起了相关记忆 关于第三书积愿 此愿在盗蒙中 也属特殊存在 根据叶盘研所给资料 吕仲知道 第三书积愿 主掌真讯 情报刺探等特殊事物 几乎通晓灵环界的所有隐秘 同时还掌控着极强武装力量 丝毫不亚于 镇守灵环界四方的四方书积愿 甚至略有超出 说里面 隐藏着天大的秘密 并非没有可能 先前北央书积愿出世 先修一方只为敲钟 故此处被诸恶势力占据 后者的确在里面找到了不少信息 据传是大有收获 如此类推 进入号称通晓天底下隐秘的第三书积愿 收获只会更大 说不定 真能借此 从固止堆中 总结出蛛丝马迹 继而推出盗蒙一夜崩溃的真相 解开这个三万年的不解之谜 但可以预料的是 那里定又是一处风暴漩涡 贸然牵涉进去 没有好结果可言 将此事暂济于心底 吕众此刻全无品尝临时的兴致 待草草用过之后 便转身回到了近视 继续修炼 接下来 吕众依旧如故 外界看起来风平浪静 仍沉浸在大战结束后的喜悦中 可通过化身打探到的消息 却能发现在这波平如尽的水面下 已是有暗潮在涌动着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再一点点地发酵 在这种情况下 吕众期待的那天终于到来 为了拍下众议之物 吕众此趟做足了准备 经过一个夹子的时间 借助出手天元 及临时交换等途径 目前手中已有五千余美元金 一笔相当巨大的财富 于拍卖会召开之日 他早早赶至百段城 虽是高阶修士拍卖会 但会场并没有什么特殊 非是秘境 也并非虚迷戒子 单纯就是一处隔开的大殿 算不得奢华 盛在不受外界打扰 正待进入殿中 结果他在门口撞见 一熟悉的身影 对方做了不少伪装 无论外表还是气息 都是判若两人 可这又如何瞒得过精通此道 同时又对盗蒙修士 熟悉无比的屡重 虽不知叶盘炎为何如此 但他仍是主动传音打了个招呼 道友 进来可好 叶盘炎回过头 见到是吕仲不由面露喜色 你也参与拍卖会 正是如此 那可太好了 走 进到里面再说 我设法弄到了一间包厢 叶盘炎走在前面 向着吕仲招呼道 包厢 你可真有实力 吕仲可是知道 这场拍卖会 由于参与者不少 大堂位置不算稀缺 但包厢却极为强手 也不知道这叶盘炎 是如何弄到一间 对此 他没有拒绝 如果能包厢中参与拍卖 能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何乐而不为 吕仲心中如此想着 二人很快进入店中 一到里面 灵气浓度陡升数倍 其浓度之高 若是不加稀释的吸收 足以令原因修饰 进入最灵状态 可对与会高阶修饰而言 却是最舒适的程度 很快 二人就进到一包厢 位置稍微靠边 并非是最好的视角 却也能将下方会场一览无余 能看到此刻的会场中 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修饰 数量不少 来自于四面八方 周围数千万地域 衣着各不相同 除却正常长相外 老幼妇孺亦有之 当中 多是练须期修饰 但也有合体老怪 隐藏其中 个人或独自真影 或是三五成群攀谈 也有闭目静坐 静静等待拍卖会开始 似这般规模的 高阶修饰聚集 足以将之载入史册 偶尔 有人似乎察觉到 屡重的目光 朝包厢这边投来视线 不过却被法阵阻挡 无法看清内里之人的身份 这时夜盘眼脸色一正 开口道 陈道友 关于第三书机院出事的消息 你想必也有所耳闻吧 有道是有 之前诸恶神 聂乌鸦子 就曾为此找上过门来 自称是要寻求合作 不过 我并未答应他 屡重将视线 从外面收回 转过身道 对于此事 我知道的并不多 可是其中有什么隐秘 没错 夜盘眼点头 关于第三书机院 正如外界所了解的那般 的确掌控着天底下的隐秘 但同时也是关押 收容威胁的地方 里面隐藏着数不尽的危险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才会在失去道门控制之后 自行隐没于虚界 按道理 三万年时间过去 第三书机院 本该按照既定方案 在虚空中自毁才是 如今却不知怎跌 即将自行现实 在他眼中看来 此事透露着不同寻常的味道 听完夜盘眼这番话 屡重神色并无变化 道 所以 道友这是准备 我准备 在这场拍卖会上 将点欲先持拍下 此物是控制第三书机院的关键 唯有得到它 才能实现我的计划 你我接触到吗 所以有些事就不用隐瞒了 说对这里 夜盘眼伸出左手 并缓缓张开 其手掌正中央 有着一金色印记 为树状 由隐晦力量隐藏其中 似乎拥有莫大伟力 这是 屡重不解其意 迟疑问道 此乃赐福 夜盘眼目露狂热之意 与气急促道 你知道吗 哪怕在道蒙初见的时代 能够得到黄金术 赐福的道蒙修饰 都是少之又少 而我 夜盘眼 如今也是其中之一 拥有赐福者 当为仙道之先锋 为后来人披荆斩棘 开拓前路 这一定是天道的指引 经过苦苦参悟后 我已经理解了其中的意思 绝对没有错 此番黄金术将赐福于我 必然只为一个目的 那就是复兴道蒙 望着夜盘眼 这一刻 吕重忽然感觉 仙道似乎跟诸厄 也并没有区别 虽不至从云端跌落 却也不再高高在上 对于夜盘眼发生的变化 吕重并不难猜测出来 定时那一日 知晓道蒙崩溃的真相后 心神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对于一名修士而言 其所奉心念越是坚定 动摇起来 就越是可怕 然后不知从何处地方 夜盘眼得到了赐福 取回第三书积愿 就是计划的第一步 夜盘眼一脸狂热地说道 听到这话 吕重心中无感 却也未表现出来 对夜盘眼的计划 他其实并不看好 复兴道蒙 这恐怕连杜杰七修士 都无法做到 而此人 目前只不过是一炼虚修士 哪怕掌握诸多道蒙隐秘 身上也藏着不少秘密 怕也是要历经千难万险 想了想之后 他最后还是决定掺和一把 不是为了道蒙 是从自己利益考量 那点欲先持 一听就知道 不是什么凡物 若能住夜盘眼将之拿下 带到第三书积愿出事 自己也好借助一二 于是 吕重就答应下来 紧接着 二人又谈了一阵 数课中过去 仍有修士不断进入 依照各自地域 相互间关系 地位等等因素 分别落座到不同地方 无论是下方的会场 还是大大小小的包厢 在不到一个时辰的功夫里 似乎就已经做得七七八八 凡是能参与此拍卖会的 至少都是练须七修为 如今百段成高阶修士云集 少说也有数百之数 如此多的参与者 既说明了拍卖品的质量 也代表之后的竞拍竞价 将会一呼寻常的激烈 叶盘眼也意识到这点 神色一下变得不好看起来 点欲先持不容有失 唯有持着它 我们才能跟那些老怪物竞争 根据我所打听到的消息 拍卖会上能认出 先持的人不多 但必然有识货之人会出手 所以在之后的竞价 希望你能多助我一臂之力 嗯 李仲微微点头 他心中却是想好 到时候走一步看一步再说 无论如何 那张自己心意已久的单方 此趟一定要拿下 就在这时 下方会场哗然一片 只见原本半开的会场大门 在发出嘎吱的闷响声中 缓缓打开 原本昏暗的大厅 一下变得明亮起来 这一变化 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过来 转过头 正好看到大开的会场门外 这时并肩进来两名修士 一人为白袍老者 老太龙中 主着一臂律纠帐 另一人为玉面中年人 心目见眉 自带着不凡气度 一见到这二人 会场中修士骚动更甚 有些人更是吃惊 叫出二人来历 白领老人 是疯子 真没想到 两位修为已达大成的前辈 会出现这里 难道这一次的拍卖会中 有什么能吸引他们不成 看清来人 会场修士 窃窃私语起来 纷纷猜测起二人来意 吕仲看着进场的二人 被举办方以隆重礼节 接至正中央包厢 心中也不由好奇起来 可还未等他多想什么 这时门外 竟又走进来一人 是一名黑面青年 面相看着年轻 看起来也平平无奇 然修为却深不可测 所散发的隐隐威压 比方才那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竟又是一名大成妻修士 这时 叶盘岩面露凝重之色 提醒道 小心此人 在他的身上 我感应到了黑渊精的气息 此经是第三书妓院外传之物 曾用来培养林颖楼的外围成员 说不定 他就是冲典欲掀持而来 他正说着 下方的黑面青年 也被接入了包厢 从修士们的议论声中 可以知道 来者是黑渊神君 而且此人极不好惹 算得上是 牙字必报的典型 紧接着 三股惊人凌压爆发 不少修士面露惊慌之色 以为三位大成 要再次大打出手 或仓皇起身 或强装镇定 唯有吕众面色丝毫不变 前后进来的两拨人 彼此间显然不大对付 此刻竟较量起来 就跟他感觉的一样 在这一场扳手腕的比试中 是那黑面青年占了上风 随后 仿佛贵客到齐一般 只听得几声悠扬钟声 原本大开的会场大门 在嘎吱声中缓缓闭上 继而昏暗的会场 有光点亮起 继而化成一片白光 依附于天花板 光线亮的恰到好处 与此同时 会场镜头的拍卖台位置 有灵光逐渐亮起 在所有人目光的注视下 以整块无暇白玉 雕成的拍卖台上 两道身影出现 分别是一个袍老者 即一工一女修 老者先锋道鼓 女修倾国倾城 脉相巨都是极佳 且这二人修为巨势不低 竟都散发着合体期存在的气息 二人此刻出现在拍卖台上 身份显然是拍卖主持 不过吕仲这时能看出 那女修长的尽管不错 但其实只是花瓶一个 真正的主持 该是旁边那格一老者 果不其然 葛袍老者倾壳一声 用恰到好处的音量 虽说在场的大部分道友 都认识或跟老夫接触过 不过为了新来的道友 一番介绍 却也还是必要的 老夫秦良诚 厚颜接受天公院之邀 来此主持这场拍卖会 若有不到之处 还请在座的诸位道友海涵 此话一出 场下哄笑起来 请老您说笑了 若连您都没有 谁敢说有 没错 似这般等级的拍卖会 就该有您负责主持 是吉是吉 仲修是对此 态度出奇的一致 吕仲宅居不出 对此秦良诚也有所耳闻 据说此人经年 见物之道数千年 见识过无数的奇珍异宝 跃遍各类罕见之物 对此有着极惊人的造诣 出现这一幕并不出奇 请老一番谦虚 过程中那女修同样自我介绍 不过却反应平平 只叫人知道 她名换作玉衔 未引起丝毫波澜 紧接着 是已成惯例的流程及规矩介绍 跟大部分拍卖会一样 拍卖品的真实性 都有举办方担保 而且只要有能力证明 哪怕是前或两期之后 也能找上门来讨要说法 至于其他 亦都是按照惯例 很快 拍卖会就正式开始 都到盛名之下无虚事 在第一件拍卖品上 秦老向众人展示了 自己的渊博知识 天心单一瓶 以天心草为主才 服以多诸罕见辅才 融入适宜天元 后经九天刚风洗练 并于地下火麦酝养 如此耗时五百年 方才能炼制出一如成品 可精进炼虚后期 乃至于合体初期修为 此单是由清云大师所炼制 故而要力较之 寻常天心单 至少要提升三成 当属精品中的精品 起价五百元金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五十 秦老朗朗说道 引得众人连连点头 他说着 还将丹药瓶塞拔开 从中射出一枚天心丹 向场中诸人展示 几乎是同一时间 有快快光幕陡然亮起 将秦老手中丹药放大显示 天心丹的卖相 着实不凡 浑然一体的丹药表面 赫然有着六圈丹纹 粗细云称无比 此刻正泛着天青色霞光 并有浓郁丹香 如祥云一般 从丹体泛滥而出 有离得拍卖台镜的 这时仅是闻到 都满脸沉醉之色 久久不愿醒来 可惜 秦老只是展示片夕 在众修士一片失望之色中 就收回到玉瓶中 显然不愿丹药效力因外置 而出现不该有的耗损 诸位看过之后 想必心中已有了打算 下边竞价开始 话音刚落 竞价声就接连响起 五百五十 六百 我出七百元金 拍卖台上空 一块光幕这时显现 上面有一串数字不断跳动着 并将出价修士的编号 也一并显示出来 见拍卖的是天心丹 吕仲也不禁有些心动 天心丹这种罕见丹药 称得尚是可遇而不可求 扶之 事半功倍 不过最后 他还是放弃了 等这边的丹药拍卖完 接下来就是心仪丹方登台 只要有了丹方 吕仲相信 以自己的炼丹造诣 配合上造化秘阵 定然能将丹药炼出 如此一来 哪里还需要依仗外狗丹药 于是 他就这样静静坐着 不一会功夫 天心丹的价格 就被抬到了一千元金 而这 已是他往年的成交顶价 又过一阵 有黑衣修士 用一千一百元金 成功夺下头筹 天心丹拍卖结束 接着是各种丹药轮番登场 各有各的用处 有勤老的名声 在此做担保 参与修士 自然能放下心来 故每一次竞价都极为激烈 只差一点就要打破头 常常以惊人价格成交 如此过了一盏茶功夫 拍卖会 才进入下一阶段 最先登台的 赫然就是丹方 九转玉京丹 只见勤老这时 将手中丹方 大大方方地亮出 所有主材辅料 皆一览无余 这也算是高阶 单方拍卖过程中 最常见的一种展示方法 不怕你看去 看去也是无用 四九转玉京丹 这种级别的丹药 炼制的复杂程度 早已不是下 进阶丹药能比 若不知小具体 炼丹手法 结果只能慢慢是错 所付出的代价 往往会是买下 单方的十倍 甚至更多 吕仲作为炼丹师 自然深深明白这点 宁神片刻 他借助挥晤空间 偷偷知晓 单方内容的打算 也失败了 似这种极易泄密之物 举半方显然不是傻子 直接就将真的单方释出 秦老手中那单方 一字不多 就只写了主辅材料 关于九转玉京丹 他的名气 虽不似四人丹 换真丹这般出名 且效果 也要略逊前者丝毫 唯独胜在取材简单 仅有一味灵财难寻 优劣十分明显 具体该如何取舍 还要看各位自己选择 此方 老夫可以名誉担保 却为真品 单方起拍价 八百元金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五十 秦老的话刚一结束 立马就有感兴趣的修饰出价 但跟之前不同的是 这次竞价并不激烈 甚至大部分修饰都在旁观着 甚至乎 在第四人出价到一千元金后 还稍稍冷场了一下 一千零五十元金 见争夺者不多 吕仲开始加入竞价 一千 一千一百 我出一千一百五十元金 喊架声嘻嘻啦啦 这反倒让吕仲感到欣喜 这时 旁边的叶盘炎转过头 冷不丁提醒道 陈道友 九转玉京丹的难点 不在于灵财的凑集 而在他的炼制上 必须九转才能丹成 哦 还有这种事 吕仲眉头一皱 难怪竞争者如此之手 还有 虽说这九转炼丹 难度其实不算高 但每炼制一转 都是极好心神 叶盘炎说到这里 神色一缓 冲吕仲继续道 还望道友仔细考虑一二 莫要耗费大量钱财 却买一张鸡肋单方回去 可他却未想到 吕仲一听完这话 心中反倒是一喜 本来 吕仲还在担心 九转玉京丹的炼制 是否会真如对方所说那般 对心神有极大消耗 可现在叶盘炎却说 每一转的炼制难度不高 这不正好能用上炼丹攻防吗 关于炼丹攻防 他其实一直有在改进 是以相较一开始时 攻防的炼丹能力 已经有了长足的提升 或许真的能行 吕仲暗暗想道 转而 他朝叶盘炎一拱手 笑道 多谢道友好意 不过这九转玉京丹 我还是打算拍下来 纵使多耗费些心神 也总好过修为停滞不前 我只是随口说说 既然陈道友心意已决 自该顺从本心 刚一说吧 叶盘炎就低下头去 目光落在刺幅上 目中再次露出狂热之色 再无半点 方才的正常表情 这一幕屡重看在眼里 心中不禁多了几分警惕 同时 他再次喊出一个价格 一千五百元金 丁友好包厢的道友 出价一千五百元金 可还有出价更高的 玉贤仙子 这时候适时地开口道 一名华一妇人 这时将目光投向 丁友好包厢 目中露出怒色 不过 他很快就将表情收敛 看起来似正常人 甚至带着淡淡的微笑 实则 他心中已咒骂了 包厢中出价人千百次 一千五百元金第二次 一千 我出一千六百五十元金 华一妇人咬牙道 这已是他的极限 可立刻 丁友包厢中 再次传出淡淡话语声 一千七百 吕仲对九转玉金单方 可以说是志在必得 自然不会拱手让人 九转玉金单方 一千七百第一次 一千七百第二次 台上的玉贤仙子 这时再次开口 哼 华一妇人冷哼一声 将头扭了过去 九转玉金单方 一千七百元金第三次 恭喜丁友包厢的道友 一锤定音 玉贤仙子摇向包厢 欠身行了一礼 而吕仲这边 很快就有人过来接洽 商谈关于单方的事宜 过程倒也简单 只要吕仲证明有足够财力 拍卖会这边 就会将单方带过来 然后钱货两气 交易就算完成 财力 吕仲自然是足够的 在向来人展示过后 很快他就见到了 九转玉金单方 待钱货两气 单方到手之后 就迫不及待地查看起来 正如秦老所言 炼制九转玉金单 所需灵财 的确是极少 仅有129位 以君臣左始分类 其中五千年灵药三株 各色千年灵药三十株 其余灵药 由于都是辅财 所以年份并不做要求 吕仲扫了一眼 发现这上面的灵药 自己已有了大半 其他的 估计也不难解决 现在的问题在于 炼制九转玉金单 所需的玉金 乃是产自昆阳宝玉的精华液 哪怕到时候正式炼单时 准备以逆造化症解决 可前提是 去哪里弄到玉金 关于这一点 它一点眉目也无 无奈 只好将注意力放回到单方上来 看到具体的炼制部分 吕仲发现 无论是炼单手法 还是关于火候掌控的要求 都极为的简单 在六阶单方中 这也算是独一份 唯独单乘九转 的确是有不小难度 研究了一阵 吕仲发现 若想借炼单攻防 实现九转玉金单的炼制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拍卖会还在继续 单要之后拍卖单方 单方结束之后 是功法 秘书 无异不是精品 一件接一件的拍卖品登台 在勤老介绍结束之后 都会被人竞拍走 渐渐的 拍卖品的价值越来越高 合体七修士 这时也参与到竞价中来 而且往往一出价 就是成百元金的往上涨 跟炼须七修士相比 合体七修士的财力 几乎是指数级增长的存在 吕仲看到这里 按道一句侥幸 若单方不是放在靠前位置 而是现在这个地方 恐怕他想要将九转玉金单拍下 所付出的代价 还要多上好几成 随后他就坐在包厢中 安静等待 等最后一侧功法被人拍走 叶盘炎这时 面色紧张起来 下一件拍卖品 万用零池 此宝的来历 目前已不得而知 他拥有破除门飞的作用 无论是何种进门 又或者是真材实料的大门 都可以通过此灵池打开 秦老再次现身 手里已多了把金色钥匙 一看到此物 吕仲就立刻确定 定是叶盘炎口中的点欲先持 原因无他 实在是只有盗蒙 才会对金色 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 至于秦老口中的万用灵池 吕仲估计可能是误判 这时 秦老补充道 当然 万用灵池的作用 并非描述这般简单 说着他冲身旁欲嫌仙子示意 后者顿时会议 待上前一步之后 就单手掐绝施法起来 旋即将之打在空中 砰的一声 空中多了一道静止 乍一看 好似一灵气构成的羽毛 闪烁着淡淡灰光 会场大部分起初不解 直到有识货的修士见了 不禁惊呼出声来 没错 绝对没错 是苍羽玄境 没想到欲嫌仙子 竟有如此机缘 得以掌握这种玄妙静止 一听到是苍羽玄境 众人顿时哗然 但因此静止 伪时过于有名 别看他毫不起眼 实际上却是一等一的防护静止 若是能提前布下足够数量 那么 哪怕是在练须期的斗法中 也能借此 占得极大优势 当然 缺点并非没有 化地为牢 就是苍羽玄境的最大缺点 然而 缺点可以设法弥补 但似苍羽玄境这种 单次防护 甚至可媲美防御灵宝的禁止 小小瑕疵 可无法掩盖其光芒 这也是为什么 当修士们认出这一玄境 会如此惊讶的缘故 尤其看到施展苍羽玄境的 欲嫌仙子 似乎还对此极有造诣 竟能在瞬息间 布下三道禁止 对一般修士而言 遇上这种堪称绝望 只不过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更让他们吃惊 只见勤劳往灵池中 打入一道禁止 立刻 一阵灵波荡漾扩散 波及至苍羽玄境附近 竟立刻叫后者烟消云散 没有受到丝毫的阻碍 一下子 场中修士骚动起来 宝贝 这是真正的宝贝啊 有人的这番话 得到场中 大多数修士的赞同 就连那些包厢中的 合体修士 这时也不再超然物外 一个个地 纷纷向万用灵池 投去感兴趣目光 然这一幕 对吕忠二人而言 却是坏结果 不过 他对此早有所料 这边的吕忠一脸淡定 旁边的叶盘炎 却是心中万分焦急 若说在场之人 谁最渴望得到此物 那大概也只有他了 就在个人反应不易时 秦老一见效果达到 微笑道 嘿嘿 看来在场的诸位道友 对此物很感兴趣 不过 老夫这里还有一个消息附赠 那就是万用灵池 秘密并不止于此 此消息 老夫愿以名誉担保 但具体 还隐藏着什么 只能有劳得主亲自探索了 下面 是万用灵池的拍卖 此宝起价三千元金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百 四千 五千 六千 万用灵池的价格 一开始就成千地往上涨 让在场不少有心思参与的修士 都一下脸色骇然起来 再想到可能有合体期 乃至大乘期存在参与 纷纷都彻底绝了参与竞价的念头 剩下还敢继续出价的 就只有那些背景不凡的修士 面对这一情况 吕仲稍稍感到有些意外 并没有想到出价会如此疯狂 按照他之前的料想 提价至多也就三五百一次而已 不过 吕仲依旧淡定 眼下九转玉京丹方已到手 只需将缺乏的那位灵药找到 即可开始炼丹 对他来说 此行无论是否拍下万用灵池 都已然算得上是完满 反倒是夜盘言 吕仲目光不着痕迹扫过他左掌 望着指缝间溢出的淡淡金色灰光 心中不由回想起最初的夜盘言 并暗想到 黄金树赐福吗 到底是他的力量改变了夜盘言 还是此人本就如此希望是后者 不然这赐福也伪失可怕了一些 正想着 夜盘言朝这边走来 脸色不大好看 大大失算了 这次的竞争者中 定然有不少的人能认出典欲先持 亦或者是对此有所怀疑 面对这些人 你我没有半点机会 我猜也是如此 吕仲不动声色道 所以 接下来你打算如何 道友姐放心 若连这点小困难 我夜盘言都无法跨越 又弹劾复兴道蒙 夜盘言说到这里 望着吕仲稍迟疑了一阵 但还是将备用计划道出 典欲先持夺取失败 最安全稳妥的路线已无法实现 不过并非束手无策 只需冒一番小小风险 也能实现掌控第三书机院的目的 接下来 我需要做一番准备 匆匆说完这番话 夜盘言就拱手告辞 而吕仲 却是留了下来 另一边的近拍 万用凌迟这时的价格 已经突破到一万元金 哪怕对于合体七修士而言 这也是一个极恐怖的数目 换作平时 甚至能拍下一件先天领宝 就这 出价之人还是一个接一个 疯狂至极 渐渐的 有聪明人发现了不对 不过这个时候 他们反倒不敢参与进去 毕竟此刻 就连大城所在包厢 也开始时不时地出价 会场中绝大部分修士 这时候已成了旁观者 疯狂的竞价 足足持续了小半时辰 最后被黑渊神君 以三万元金的骇人价格 顺利拍下万用凌迟 可以预想的是 今日再再次发生之事 定然会成为一桩 炙手可热的谈资 不过现在的吕仲 却满脑子在想 接下来的一件拍卖物 其名为妙化月珠 此物 是炼之月华妙化生息宝丹的 必须之物 这是太阴仙经所载的一道单方 能被专门记载 自然是有其独到之处 赵仙经中对此的描述 若能在炼虚期服用此单 对将来进阶合体 要度过融融合一阶段 将会大有助益 也正是因此 他才会对此物如此伤心 只要不是太过离谱 这趟哪怕是大出血 也要将之拿下 吕仲明白机缘难遇 既然这次遇上了 怎能不拼上一把 下方的拍卖台 勤劳结束万用临迟的拍卖会 笑容是再止不住 接下来 该是其他拍卖品登场 会场修士对此的热情 非但没有因为万用临迟的拍卖过程 简单分毫 反倒是更加的期待起来 带一件件宝物 如流水般走完 终于 吕仲所期待的妙化月珠 即将开始 下面登场的拍卖品 是一位前辈所计拍之物 其名为妙化月珠 想必不少道友 都曾听说过此物 作为融融合一阶段 少有的辅助宝物 此珠哪怕直接服下 都有莫大的提升作用 只是这般作 无异于爆点天物 正确做法 该是炼化承担 方才能发挥最大功效 不过 我想在场的道友 并不知晓此物 自带神意 呵呵 如何个神意法 便由诸位自己看吧 讲到这里 秦老笑声一顿 这时旁边 玉贤仙子款步向前 面色凝重地 将一方玉盒悬空 轻轻揭去表面银色的 封印灵符 只是刚起一条缝 便有清白月灰 缓缓溢出 带河中宝珠 被玉贤仙子射出 其流淌出的月灰 更甚如瀑流般 坠落到地面 紧接着 惊人的一幕出现 月灰刚洒落至地上 地面立刻染上一层清白 这是 饶师在场修饰 见识广博 似这种情况 却还是第一次见 不少人 更是惊呼出声来 包厢中的吕仲 此刻看得面色凝重 只见在原神世界中 那地面被月灰侵染之后 再不是什么檀木地板 竟变得跟河中之物近似 可以料想到的是 如仍由月灰持续 二者将趋于同化 神意 吕仲之前曾听说过 到了合体期之后 修饰就要接触神意 而所谓神意 就是你法则具现化的表现 如此说来 这妙化月珠 恐怕连合体期修饰也要动心 吕仲一想到这里 心中就不免想起 方才竟拍点玉仙池时 那疯狂加价的一幕 一颗星 顿时沉到谷底 将妙化月珠稍作展示 玉仙贤子很快将之收回盒中 并重新施以封印 另一边的勤劳 这是重新开口 好了 关于妙化月珠真假 想必诸位方才见过之后 心中都有了答案 对此感兴趣的道友 现在可以出价了 起拍价2000元金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100 价高者得 一听这话 吕仲面色顿时一变 竟然起价就是2000 参照其他拍卖品 只怕最终成交价要翻上一番 考虑妙化月珠对合体期修饰的吸引 这类人极可能会加入近拍 成交价还要因此涨一涨 估计到最后 至少有将近5000零食 才能稳妥地将东西拍卖 而他手头 所剩元金 不过3700余枚 很显然 他这次出血出定了 想到这里 吕仲冲包厢里一小钟 打出一道细微法力 才熟悉功夫不到 外面就响起了敲门声 进来 门被推开 一名身着华山的清秀女修出现 迈着吟吟小布进到包厢里 并含笑冲吕仲欠身行了一礼 这才以动听声音说道 前辈 不知您有何需求 不知道你们这边 可知识以物相敌 吕仲问道 听到这话 女修略意思考 才微笑回答道 可以的前辈 只要您这边事先鉴定好价格 就可以在拍下新仪之物后 进行对应数额的扣除 若您有此种需求 晚辈可以立刻为您鉴定 哦 你们的服务还真是周到 这些是我要出售的物品 不知道能抵得多少元金 吕仲说罢 一挥袖 顿时放出三道霞光 带落到桌面 显化出三方精致玉盒来 无一例外 都设着淡金色的镜纸 担任着鉴定师的女修 感应到镜纸中惊人的灵气波动 不由面色微微一变 但还是微笑着说道 前辈您看 这些镜纸 尽管开启就是 镜纸自会消减 好 晚辈这叫 清秀女修小心翼翼 尝试着将玉盒开启 发现只是刚一用力 那镜纸果然消散 同时也将河中之物显露出来 却是一道近乎人形的金光 虚幻飘渺 却真实无比 这是天元 清秀女修 自存见多识广 却也还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多的天元 一时间 不由待在了原地 她很快反应过来 又将其余两方愈合开启 心中再次震惊 赫然都是天元 而且 数量极为巨大 面对如此树木天元 价值援金数以千计 清秀女修 不敢给出鉴定结果 毕竟若是鉴定结果稍有差池 她今生都要在还债中度过 为了避免此事发生 清秀女修 只好僵硬笑道 前 前辈 还请您稍后一阵 说着 她激发了腰间一玉牌 不一会功夫 就有一华府老者急匆匆赶来 修为相较 仅有化神后期的女修 明显要高出一个大境界 且跟吕仲一样都是炼须中期 直一眼 老者就明白 发生了何事 这位道友出手还真是不凡 如此多的天员 就连我也都是第一次 华府老者一边说 一边暗中打量桌上之物 过奖了 请给出鉴定结果吧 吕仲面露不耐烦之色 催促起对方来 外面的近拍已经到了尾声 只剩下两个近拍者在绝力 如果他现在再不出嫁 就要跟妙化月珠失之交臂 客户就是一切 华府老者自然不敢怠慢 立刻给出了自己的鉴定结果 东西自然全都是真的 这一点老者自认不会被打眼 嗯 关于道友要出手的这批天员 该值2600元金 不知道有觉得如何 听到这报价 吕仲发现跟自己的心底价位相近 属于卖了不亏 却也不赚的水平 于是他点头同意 同时参与近拍出嫁道 我出4800元金 欲嫌仙子见又有人出嫁 表情尽管不显 心中却是喜出望外 不由红唇微动 笑道 4800元金第一次 还有比这出嫁更高的道友吗 丁卯包厢中 一名身材瘦高的黑衣修士 此刻脸色阴沉如水 浑身上下散发出鼓鼓寒气 他没想到 马上就要近拍成功之物 近半路杀出个成咬金来 4900元金 5000 吕仲有6000元金在手 此刻心中可谓是底气十足 对妙化月珠已是志在必得 故待对方话音刚一落下 就立刻爆出的新价格